第271集 太宗二子赵元熙 是太宗非常喜爱的一个儿子 年纪轻轻时 就被任命为简孝太保 同平张氏 封广平郡王 后又进封陈王 改名赵元佑 赵元左封颠后 太宗已经有意 要他来继承皇位 雍熙二年985年 以赵元熙为开封隐 兼侍中 进封许王 加中书令 这是立为太子的节奏 纯化三年 992年的一个冬天早晨 元熙早入朝 正坐在大殿旁的 一个庐木中等待上朝 忽然就觉得身体不适 就直接回府邸了 太宗知道消息后 赶紧起家去看望儿子 但元熙病已重 太宗呼叫他还能勉强答应 一会儿功夫 轰年27岁 史称上哭之痛 废朝五日 太宗哭泣得十分悲痛 五天没有上朝 元熙自貌雄义 沈静寡言 他做经兆寅五年 正式无师 他死了以后 太宗一直追念不已 常常悲气 达旦不昧 成朽的痛哭 以至于不能入睡 甚至还专门写了 斯王子诗 给进尘们看 元熙之死 还有另一种说法 说这个元熙 尹开封府时 太宗啊 选了一批名士 如吕端 张去华等人辅佐他 又为他娶了功臣 李千璞的女儿为妻 但是元熙呢 不喜欢李氏 却迷恋 士妾张氏 张氏绰号 张书头 应该是一个 讲究发型的美女 但这个女子 心肠狠毒 智商不高 很想谋害李氏 自己来做夫人 纯化三年 太宗生日前 家人呢 要做寿礼 张氏 预先花了万斤 请人制作一个 带有机关的黄金酒壶 一部分装美酒 一部分装毒酒 但没有料到的是 夫妇二人无意中 临场互相调换了杯中酒 张氏躲在屏风后观看 急的是揪耳朵剁脚丫 但已经是无济于事 元熙饮酒后 到炉木中就觉得不是 已经昏溃不省人事 来不及正式贺寿 就被人扶上马 往府中走去 走在东华门外 还从马上掉落下来 被人扶着勉强回到家中 回去后就死了 太宗知道后 当即命人调查 很快破案 当事人都受到了 极为严厉的惩罚 张氏和制作酒壶的匠人等 在冬至日被链钉于 东华门外 元熙府中的辅佐们 都被贬官 记录这件事的 是南宋文人王志 在墨迹一书中 书中言 张趣华的孙子张景山 曾经说过这件事 张趣华也因此事而贬官 所以张景山知道的很详细 王志看到的 北宋国史记录说到此事 认为多有微词 也就是隐晦之词 他认为张景山说的 可能更真实 史上记录 往往有彩字房间想象者 关于赵元熙 就有另外一个记录 说这个寇准 叛运州的时候 被太宗召见 太宗就对他说 知道爱卿身谋远虑 你试着来为朕决断一事 但这个事啊 不要惊动朝廷内外 此事我已经与大臣议论很久了 寇准就问什么事 太宗说 东宫赵元熙经常做不法之事 他日一定会有节昼般的恶行 打算废了他 但东宫也有兵甲 我又担心因此而招来祸患 寇准说 可以选一个日子 要东宫到某处去主持行礼大典 其左右侍卫都要跟着他去 陛下可以派人搜查东宫 如果真有不法之事 等他回来给他出事 隔开左右 不要让他人进来 这时就是一个宦官的力量 也可以做得 太宗认为他说的对 就按这个法子 在赵元熙的王宫 搜查出了很多烂行之气 有蜿蜒挑巾摘蛇等刑具 赵元熙服罪 这才选了后来的真宗皇帝为太子 据说呀 这是宋人张唐英所著 人宗正要扣准传中的文字 但是这个记录 与其他史实记录差异太大 内宗的漏洞太多 很少有人相信 太宗三子 就是宋真宗平安一生 享年五十五岁 太宗四子赵元奋 死时年三十七岁 他的儿子赵允让 后来封为蒲安一王 其子就是后来即位的宋英宗 大宋曾有一场著名的礼仪之争 史称蒲义 这一场争论是旷日持久 成为耸动朝野的文化大事件 过程复杂而又生动 简言之 就是宋人宗五子 而以蒲安一王之子赵蜀为子 并即位 那么应该以蒲王为皇考 还是以仁宗为皇考 卷入这一场争论的 有当时的著名大臣 韩琪 吕慧 欧阳修 范淳仁等 朝中分为两派 各执一词 各自有理 在理智和理智天下的文明邦国 这类出于孝道的争论 那就是天大的事件 这是后话 荣当后表 缘分这个人啊 很宽厚 守礼 气度不凡 有一种典雅 昂然之姿 但他娶了个厉害夫人 李氏 实称 李氏 汉度 惨酷 焦汉 度恨 残忍 酷毒 宫中女弊 有人小不如他心意 不是鞭打 就是仗打 有时甚至将人活活打死 太宗赏赐礼物 给朱子时 往往告诉 要君给 也就是 府邸中人都有份 但李氏 常常都收归己有 不给他人 他对缘分 似也无情 缘分生病 卧床时 太宗亲自来看 发现左右 居然没有人 侍奉汤药 缘分死的时候 李氏 一点忧气之容 都看不出 大宋皇室 男儿往往心地柔软 身居帝王亲王 皇宙之贵 却鲜有暴力自虽之人 但见血山尔 安得甲山 太宗五子赵元杰 真宗贤平六年 1003年的一个夏天 爆婚 就是忽然死亡 年32岁 死因不明 这是太宗的一个才子 直到二年996年 受扬州大都督 淮南中正军节度使 封吴王 真宗时 又受徐州大都督 武宁太宁等军节度使 改封滚王 大多为武职 但是他的骨子里 却是个文人 史称元杰影物好学 他有诗词天赋 还有书法天赋 草书 历书 非白书法 都有不俗的成就 他还很年轻的时候 在自驾府邸建楼 藏书两万卷 又建造大园子 内有亭台楼阁 且安放了很多假山 作为游乐休憩的所在 大园子建好后 他很得意 置办大型酒会 约请辽蜀参观助兴 有一位府中的义扇 名叫姚坦 在一片叫好声中 独自低头 不看那些假山 元杰就抢令他看看 发表点意见 姚坦说 看见雪山尔 安德假山 就是我只看到雪山 哪里有什么假山啊 元杰经问何故 姚坦回答 在乡下填射时 看见周县衙门们 来催脚赋税 有人暂时凑不齐斤了 就抓人家父子兄弟 送到县里边吃 只见流血遍体 这些假山 都是小民租税所为 不是雪山是什么 元杰文言 很是不快 但也拿它没有办法 当时太宗 也正在犯幼稚内 坐假山 听到这个事后 赶忙叫人停工 将假山全部毁掉 不敢再见 义扇 此义是辅佐人 善言善行 唐代开始为太子 设赞善大父 宋改为义善 主要职责是侍从讲授 相当于太子老师 是个很有尊荣的职务 姚坦出入赵元杰府邸时 太宗就曾召见他 和其他的义善们 很诚恳的说 我这些儿子生长在深宫 不懂事物 所以一定要选择优秀的 士大夫作为辅佐导师 要让他们每天 都能听到忠孝之道 你们这些义善 都是朕千挑万选出来的 各自要勉励做好这件事 姚坦的故事 是思想史一大关节 理清各种委屈 对理解中国传统文人 以杰为直的特点 是一把密钥 值得说说 史称姚坦性情 牧强固执 就像牧师一样坚硬固执 不太懂圆通 但这是史上评价 太宗对他的评价 却经历了一个过程 看清这个过程 可以了解宋代文人性格的 复杂与丰富 赵元杰虽然堆垒假山 不免迷肺 但是并不一味搜刮 民知民高 也并不过分放纵 但是只要稍稍有点抑郁 悠闲安乐 摇坦就要仇敌 用一些过分难听的话 矫正他 而且还常常抱扬其事 到处传播赵元杰的抑郁 元杰不喜欢这个老师 认为他太过分 太宗也渐渐了解到 姚坦的直言 有很大程度的公结成分 就劝导姚坦说 元杰啊 也算是知书好学的人了 也差不多算一个贤良的亲王了 即使他有不合于礼法之处 你也应该晚辞规劝开导 何况他并没有大的过错 你这么诋毁他 攻劫他 这难道是辅佐赞助之道吗 赵元杰的左右 也不喜欢姚坦 就教元杰装病不上朝 太宗每天让人来看望他 过了一个多月 病还没有好 太宗很是忧虑 于是召来姚坦问元杰的病情 这个姚坦正是教他装病的人 就对太宗说 王爷 本来没有病 但是这个姚坦 总是挑刺 弄得王爷日常活动 也不自由不爽 所以生了病 太宗一听这话来了气 他不是弃姚坦 而是弃儿子和儿子的左右 太宗说 我好不容易选了端正之事 辅佐儿子为善 儿子不能用师父的劝谏 现在又装病 这是要让我剔除端正之事 你们好放纵自便 做不到 况且我儿年少 一定是你们这些老家伙 出的馊主意 于是让人将儒母带到后院 打了一顿板杖 随后又召来姚坦 安慰他说 爱卿居住在王宫里 所以正派被群晓记恨 实在不易呀 爱卿就这样 不要担心别人进禅言 朕必不听 太宗此举就叫明察 看上去很简单的事 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72集 仁宗朝有个名相 吕仪简评论此事说 爱增之不察 为害身矣 莫喜 物恶猴 缠于劫而扑之 打己物笔干 缠于咒而剖之 离击恶身生 缠于县功而杀之 尽上 勿屈原 缠于杵而竹之 将冠 勿甲义 缠于文帝而疏之 慎者 李林府缠杀太子 二王 及其朝臣 为奸李雍辈 又逐太子 为师 为师 梁帝 渡是 呜呼 爱增之不察 为害如此 且小人之心 显如山川 独如柴虎 微诗其意 则无所不至 人均 人均不能明知 则 禅人得行 善人 罹患 可谓 痛惜者也 太宗 明 工人之 诈记 知 瑶毯 之 贱增 虽 瑶舜 之 聪明 待 不过是 整个这段话 就是说 如果不能够 明察 人之 爱增 作为君王 危害 那就太深了 夏王朝的莫喜 憎恶侯 就向君王 杰 禁禅言 结果将恶侯 做成了肉酱 殷王朝的打己 憎恶笔干 就向君王 咒 禁禅言 结果将 禁干 抛了心 晋国的 离姬 憎恶深生 就向县公 进禅言 结果将 深生是逼得自杀 楚国 近上 憎恶屈元 向楚王 进禅言 结果将 屈元 驱逐流放 汉代的周伯 冠英 憎恶 贾义 就向文帝 进禅言 结果 将贾义 外放 疏远了他 更有甚者 唐代的 李林甫 还进禅言 杀害太子 二位亲王 以及朝臣 为奸李庸 驱逐太子的妃子 为氏和良帝渡氏 哎 艾曾不能明察 为害就是这样啊 况且小人之心 清闲起伏如山川 毒辣狠心 如柴虎 稍微有一点让他失忆 他报复起来 就没有他做不到的 人军 如果不能明察 这一点 则禅言 就会生效 导致善人遭殃 真是 可谓 痛惜的呀 太宗 能够明白 洞察 赵元熙 东宫之人的 诈记 知道姚坦 被他们憎恶 即使是姚舜 那样的 视听聪明 也不过如此 太宗对善于进禅言的小人 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识别能力 纯化年间 中书正式堂有一个大臣 王勉 因为过错而被霸证 回到家中 正好有个小吏 因为过去的罪过被人举发 小吏的事呢 也牵连到中书人员 于是 有小人 就亏损到这类机会 兴致勃勃的开始诋毁王勉 其目的呢 一来是讨好君王 他认为 王勉既然罢官 君王一定对王勉不满 正好借此迎合君王 二来呢 是以此获得尽身的资格 太宗一眼看出 这位小人 乃是落井下石之辈 于是 不动声色的对他说 吕蒙正 有大臣之体 王勉 甚为明明 这个话将吕蒙正也拖进来 做个掩护 像是在隶属大臣功过 给这个小人 也留了脸面 实称 回者残而退 近禅言的小人 惭愧而退下 帝制时代 事实上任何时代 领袖人物的名察 是一种珍贵品格 卖职取名 几年后 赵元杰 轰 改姚坦为魏魏少卿 判吏部南曹 这是吏部下的一个中级官员 太宗因为与他是过去老相识 有一天照到殿中聊天 姚坦说到过去在王府中的事 说话间就流露了对诸王各种短处的批评 并自诩乃是一个敢言的耿直人物 姚坦退下后 太宗对左右说 姚坦在王公府邸 不能用正确的义理委婉劝导 诸王有点小的过失 他就批评矫正还到处传播 这种行为叫卖职取名 不好 卖职取名 就是拿着中职当作奇货博取职的名声 这是古来读书人未能做到平衡之道 也就是未能理会中庸精神的一种失礼行为 与此相近的一个说法就是 劫以为职 就是攻击别人的短处 或揭发他人的隐私 来炫耀自家的直率 论语洋货中 大显子贡明确表态 恶劫以为职者 厌恶用劫当作职的行为 称人之恶 居下流而善上 勇而无礼 果敢而至 脚以为至 不逊而以为勇 就是传扬他人的坏事 居下位因嫉妒 而傍善上位 胆大而没有礼 果敢而不通情理 飘窃而自以为聪明 不谦逊而自以为勇敢 都与 劫以为职一样 是君子所不愿意看到的 也是君子所需要警惕的人类弱点 按现代交往理论 这类行为都属于不妥当 这并不是小事情 西方论人格成就 传统中国论修身 都需要在一种规则下行动 违背规则 就容易引发纠纷矛盾仇恨 所以儒学出于对天下文明的思考 有了对士大夫 而不是庶民 以修身为本的 连绵不断的君子教会 王福芝有一篇著名的论文 四解 内中说到 为职之一字 罪易蒙昧 不察则引人入禽兽 故职情尽行 理之所斥也 征负攘扬 欲职而不知职 堕词者多矣 就是世人 以劫为职 以为自己职爽耿直 却不讲理之所在 此为儒学所不取 所谓大义灭亲 指证父亲攘扬 就是背离之行 职在孔子儒学那里 并不具有绝对价值 太祖太宗之时 儒家人物往往是大纯小次 都有一些浮躁性质的弱点 距离圣贤人物的功而安境界 还有距离 姚坦麦直 显然是缺乏修养的表现 太祖太宗 意欲养成文明天下 对这类不完善 富有大祭司式的道义担当 所以他们瞩目于此 在做着点滴努力 推进着天下的文明展开 太宗看到姚坦的麦直 就去教导他改善方法 但是看到王府人 试图除掉义善师父时 又惩罚了王府人 当姚坦 沾沾自喜于自家的直率时 太宗有了私下的评价 这些都可以看成是 对道德天下小心翼翼的呵护 文明之邦 自有如此一大关键 这是孔子以来 传统圣贤很注重的价值方向 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 在他的孔子极凡而胜一书中有言 无庸置疑 孔子的主要成就之一 就是以一种在中国前无古人的方式 发现并教导我们 人的存在有一种精神道德的维度 承认人的存在的精神道德的维度 就会理解历史圣贤的用心与大意 犬儒主义者是不可能理解这一番道理的 八大王赵元衍 太宗六子赵元沃 在一场大火后受到了惊吓 暴病中风轰 年四十二岁 太宗七子赵元代 体质瘦弱多病 中年而亡 年三十四岁 太宗八子赵元衍 在太宗诸子中享年较长 他病逝的时候年六十岁 元衍也是太宗很喜爱的一个儿子 一般儿子呢 都早早的出宫封官 但是太宗不愿意要他早出宫 一直到二十岁才给了他一个封号 宫中因此称他为二十八太宝 因为他行八 史上呢又往往称他为八大王 戏曲中往往称太祖儿子赵德芳 为八大王八贤王 其实真正的原形应该是赵元衍 元衍长得很有威严 大脑门方塞 这是天庭饱满地格方圆之下 神态中更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宁翼之气 史称天下崇淡之 天下都对他有一种崇拜和敬畏 甚至名文外移 连契丹西夏等都知道他 契丹燕迹之地 有小儿夜提 家里人啊就吓唬小孩子说 别哭了别哭了 再哭八大王来了 元衍也是一个才子 平生寡世欲没有太高的生活欲望 就是喜欢藏书 好文词 绘画有造诣 书法学王羲之王献之 公非白 这是一种画笔中流露茅丝现象的书法艺术 太宗和武子赵元杰也善于这种书法 他年龄大 仁宗即位时 元衍应该是赵氏家族中 最为德高望重的宗亲 他担心太后猜忌 于是自我讨惠 关门在家 谢绝人事交往 甚至假装神经病不再上朝 一直到太后病逝 他才恢复正常 当时陕西正在用兵对付西夏 他每年有一笔公用钱 这笔钱略似民国特制费 属于政策性公款 可以归主官自由支配 腾子经折手八灵郡 就与公用钱开支有关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容后慢表 但元衍体量国家艰难 就主动上缴五十万 用来资助西北战士 仁宗不想拒绝他 但又不想让他生活拮据 就收了他一半 元衍有一次曾经问他的 义善师傅 元昊平位 就是西夏的那个李元昊 被平定了吗 义善师傅说还没有 元衍道 如此安用宰相为 这样哪里还用得着那些宰相 此言一出 给当时朝中的参知正士 左右铺页 同中书门下平张士们 甚至是书密院书密使父使们 带来极大压力 史称文者为其言 庆历三年 1043年冬 中原降雪 冰冻厉害 占卜者说 恐怕对大臣不利 结果赵元衍就病倒了 病情凶险 仁宗很尊重 也很敬爱自己的叔叔 不免悠行于色 亲自到他的卧室内调药给他 赵元衍于是秉退左右 跟皇侄说了很多提己的话 都是一些忠言 仁宗要赐给他白金五千两 赵元衍坚决不肯接受 对仁宗说 臣病重就要死了 哪里还要让国家如此破费 仁宗文言不禁流下泪来 转年正月 元衍轰 太宗九子赵元衣 很早就腰云了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73集 驸马升行 可以略说说 太宗的七个女儿 太宗女儿史上记载 多没有出生时日 此处年龄呢 据一般成婚在18岁内推算 长女 长腾国公主 早亡 二女 徐国大长公主 太平新国九年 九八四年下嫁 纯化元年 九九零年轰 死时应该是24岁 三女 宾国大长公主 太平新国七年 九八二年为泥 浩元明大师 八年 九八三年足 她应该比徐国大长公主小 死时二十岁不到 四女 杨国大长公主 至到三年 九九七年 封宣慈长公主 贤平五年 一零零二年出嫁 明到二年 一零三三年 轰 五子 死时应五十岁左右 五女 雍国大长公主 贤平六年 一零零三年出嫁 景德元年 一零零四年 轰 死时 估计不到二十岁 六女 魏国大长公主 至到三年 九九七年 封寿娼长公主 天圣二年 一零二十四年 一零二十四年 轰 未婚 或不到三十岁 七女 巾国大长公主 这是太宗 很喜爱的一个公主 年龄最小 但享年最长 黄佑三年 一零五一年 轰 年六十四岁 这个公主 从小 就是个很严肃的女孩子 太宗啊 曾经将各种宝藏 陈列出来 让各位公主挑选 想从中观察一下 女儿们的志向 这位金国大长公主 一无所取 史上讲述这个故事 是要证明 金公主不贪 不仅不贪 她还很贤惠 懂礼法 按照旧制 公主下嫁后 驸马的辈分要升格 升到与叔父一行 或者也可以说呢 驸马的父辈要降格 降到与驸马一行 譬如 名流柴西宇的孙子 柴宗庆选上公主之后 成为柴宇西的儿子辈 与自己的父亲平辈 譬如 太师王璞的儿子 王怡勇 选上公主之后 成为王璞的平辈 平辈的标志啊 是改名 柴宗庆的父亲 叫柴宗亮 所以他的名字 也要成宗字形 王怡勇的父亲 叫王怡正 所以他的名字 也要成怡字形 柴宗庆 王怡勇都是选上公主后 改的名字 这是令金人 几乎无法理解的 一个规则 为什么要实行这种 驸马升行制度呢 据说呀 是为了体现 皇女的尊严 为了让皇帝的女儿 到了驸马家 不至于向旧姑 也就是公婆 行跪拜礼 因为旧姑属于臣下 皇女代表皇室 向旧姑下拜 与礼法不通 所以 废公主 是旧姑之礼 是驸马升行制度的原因 但是考察下来 会发现四个疑点 一 所谓驸马升行 并没有照令赤书 等官方文献颁布 这证明这不是正式的国家制度 二 整个大明王朝 明白记录升行的驸马 只有少数几例 证明这不是一个 普遍施行的国家制度 甚至不具有统计意义 三 现在看到的实在案例 都发生在真宗一朝 而真宗又并不真心赞同这种制度 甚至鼓励公主们打破这种制度 老老实实的向旧姑行礼 这证明是否施行这种制度 公主可以自由选择 四 神宗时明确废除了这个旧制 这证明这种旧制 不过是理智演化史上的阶段性现象 影响不大 基于以上一点 我不得不怀疑 这种旧制 它的真实起源 很可能 不过是由柴雨昕 开其端的独立案例 被后来的驸马之家效法 宋史柴雨昕传有记录说 景德初 子宗庆选上 赵雨昕归阙 令公主旧帝夜见 行旧姑礼 故辞不许 真宗景德初年 柴雨昕的孙子升行为儿子 改名柴宗庆后 选上公主 皇上召柴雨昕从贝州 进河北邢台节度使驻地 回到朝廷 真宗令公主到柴雨昕府上 去行女儿见公婆之礼 柴雨昕是坚决推辞 不允许 这个故事证明 柴宗庆已经从孙子生为儿子了 再由儿媳妇去见原祖父 献公公 柴雨昕都不敢接受 又于难解的礼法关系 却将驸马的弃党关系 搞得如此复杂 柴雨昕可能是始作俑者 从此以后 他人选上公主 不敢不原以为例 已是对皇族的尊敬 就像很多境上的规矩 不是规则 往往由下端者发端一样 驸马升行之旧制 很可能 也不过是由驸马之家 而不是公主之家所推行 而不是制定 第一家推行之后 第二家跟进 于是成为旧制 金国大长公主 恪守古礼 金国大长公主 赶上了这个旧制时代 但他主动选择了不认同这个旧制 而是恪守比这个旧制更旧的制度 古礼 儿媳妇就要拜公婆 真宗大宗降服元年 1008年冬 以顾名将李重举的孙子李尊敬 选上金国大长公主 真宗改为万寿长公主 李尊敬驸马升行 以祖为父 李宗举由王祖成为王父 如王以勇案例 但李尊敬的生父李继昌还健在 正好有个祝寿活动 公主准备 见到他时 坚持行 见旧姑礼 也就是按照千年礼法 叩拜真实的公婆 她没有那种来自于皇族的傲慢 在荒谬的驸马升行救治中 她恶守了一点人间温情 她将这个决定就告诉了真宗皇帝 有意味的是 真宗皇帝听说自己的妹妹能行古礼 而不行救治很高兴 当即秘密的赠送了她一批古来 为旧姑祝寿的重礼 事称祝其为寿 公主的贤惠 还体现在一些细节方面 她与李尊敬的感情看来不错 李尊敬的宾客都是当时的贤良人物 常有饮宴 每当这个时候 公主就要亲自下厨 检查饭菜质量 她在李府并不以止气使养尊处优 公主还很宽大 曾经有盗贼进入公主府地 真宗知道后 命令有关部门抓人审讯必须破案 公主呢就要求把那些被抓来的嫌疑人全部放掉 而后用自己的私房钱悬赏 最后得到了真正的盗贼 按法此人当死 但公主知道后 父亲侍之又请求赦免原谅了她 驸马李尊敬出手许州 进河南许长 忽然得了疾病 公主闻讯当即就起身 要去看望照料丈夫 左右说 公主动身 按规定那要报告朝廷才可以行动啊 而公主不听 带了五六个随从就离开汴梁 匆匆赶往许州 一百多里路 一个富贵人家的女眷 遇到盗贼 那不是耍的呀 真宗听说后 马上派出内侍呈快马 都告路上诸线 要有巡逻兵护卫公主车架 不幸 驸马病逝 公主为之按谷里居丧 规定的时期内 丧福没有离身 丧期满 从此不再身着华丽服饰 有一次到宫中与亲人宴饮 真宗亲自为妹妹沾花 公主推辞说 我已经发誓 不做这种打扮很久了 公主也善良 有一次她在喜狱中摔倒 又必摔伤 真宗跟妹妹一直是关系 很好 心疼妹妹 就要责罚扶持的婢女 公主说 我身体衰弱 走路困难 不是左右的过错 于是左右 没有受到责罚 公主也有才 喜欢练习 喜欢绘画 历史 能唱歌 做诗 尤其善于女工之事 她恪守传统礼教 经常教育几个儿子说 你们要坚持忠义 以此自首 不要仗示着你们的母亲 是皇家公主 就为所欲为 那样 可就招来祸患 悔之晚矣 公主晚年 换了眼疾 双目失明 真宗和后妃亲族们 都来看望她 真宗甚至还亲自 舔视了妹妹的眼睛 左右看到 都感动的流下泪来 真宗很悲痛的说 贤弟留下 我的伯仲姐妹们 十四人 现在只剩下大公主 怎么会得这种病啊 然后又问公主 子孙们有什么要求 公主说 岂可因为母亲生病 而邀请国家的赏赐啊 真宗不听 还是准备送给妹妹家 白金三千两 但是公主根本不接受 真宗对左右说 大公主的这个病 要是能转移到我的身上 我也不推辞 公主虽然失明 但平时起居 姿态很是平和冲淡 不以为意 他给儿子们留下的遗言是 辱妇一令 就是你们的父亲临终前曾有遗令 官旧中不得放置金银宝玉 就放几件石令的衣服 我死以后也要这样 统计下来啊 太宗八子七女十五人 元左六十二岁 元西二十七岁 真宗五十五岁 元分三十七岁 元杰三十二岁 元卧四十二岁 元代三十四岁 元眼六十岁 其中一人死时二十多岁 三人死时三十多岁 显然这类死亡与谋害无关 如果加上太宗的女儿 七个女儿 三人死于二十岁前 更与谋害无关 宋代皇族长寿者少 此事当与遗传基因有关 将唐代玄武门之变 那种骨肉残杀的故事 转移到宋代 太宗与赵德芳 赵德昭 甚至赵廷美身上 可能是投影错位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二百七十四集 我不信太宗赵炯 为了巩固皇位 有意逼死赵德昭 有意害死赵德芳 有意贬死赵廷美 赵德昭之死 乃是自杀 太宗一句话 没有预令其死的 犯罪主观动机 赵德芳之死 乃是病逝 史上记录中 看不到太宗谋害的 任何记录 赵廷美之死 要复杂一些 部分是他咎由自取 部分是刑事所迫 太宗不得不做出 严肃处理 但也不是太宗 赵炯必令其死 太宗没有必要 留下史上骂名 他的金怀 比起史上各位皇帝来 那要扩达的多 轻易不动杀念 不起杀鸡 是大宋帝王历来 让人称奇的一个特点 宋太祖 围困金灵 旷日持久 但还是不愿意 无辜杀人 宋太宗 公取太原 契丹随时可能来源 但是看到将士 征奋登城 他还是担心 城破之后 控制不住而屠城 竟下令 功成稍缓 富有如此 这般圣贤气象的人物 会谋于密室 暗中策划 杀害自家骨肉 我是无法相信 了解赵廷美之死 可以看懂 大宋皇室大半 赵普 失宠三案 太宗 成圣 取幽记 失利后 很长时间 开始封赏 赵廷美 因为跟从 征讨太原 也是有功之人 进封 秦王 此前呢 赵廷美 已经有了 一大串官职 加州防御史 星园 尹 山南 西道 节度史 同中 书门 下评 张氏 简孝太宝 世忠 京赵尹 永兴军节度史 中书令 开封尹 简孝太师 封齐王等 名相 卢多逊 与 有关部门 接受了 群臣的奏章 如果不事先 禀报 卢多逊一声 都不敢 直接 递送 太宗 昔日 名相 赵普 曾在 太祖晚年 出镇 河阳 进河南 梦县 三城 为节度史 等到 太祖 驾崩 赵普 来朝 被授予 太子 少保 留在 京师 但已经 没有了 参与 军政的 实际权力 卢多逊 与 赵普 这个关系 一直紧张 卢多逊 压制赵普 乃至赵普 多年 奉朝请 就是上朝 典卯 已经没有实权 赵普 对卢多逊 也有忌惮 也许 卢多逊 是赵普 一生中 唯一有所 顾忌的人物 他一直在 避让 但是卢多逊 是一步 紧似一步 给赵普 下半子 赵普 于是 郁郁 不得志 多年 赵普 当年 劝导 太祖 不要执行 金贵之盟 为江山 设计计 要走回 权力 分配的 正常模式 就是 敌长子 继承制 这个意见呢 被太祖 安纳住 让一场 可能的权力 争夺 消弥于 无形之中 但从此 赵普的 此一行计 成为 太宗的 心病 如果 王宇称 剑龙 仪式 记录的 故事 是真实的 卢多逊 会知道的 更多 很可能 已经在 太宗面前 设法 洗清了 自己 将赵普 打扮为 一个阻止 太祖 施行 金贵之盟 的人 如果 剑龙 仪式 记录 不是 真实的 卢多逊 也应该 知道一点 赵普 劝导 太祖 传子 不传地 的 蛛丝 马迹 很可能 放大了 事实 导致 赵普 在 太宗 面前 失去了 话语权 简言之 卢多逊 与赵普 的 权力 争夺 一直 存在 而 这一场 争夺的 法马 与 金贵 之盟 有关 争夺中 前半场 赵普 失利 赵普 得罪 太宗 除了 兄中 弟级 与嫡子 继承之争外 还有三件事 值得注意 福燕青案 姚树案 逢赞案 当初 赵普 辅佐太祖 薛兵权 但太祖 想让 速将福燕青 来做 三军 副总司令 赵普 多次 劝谐 认为 福燕青 圣名 已经达到 顶点 不可再 唯一 重拳 太祖 不从 宣令 已经 写好 下发 正式 堂 到了赵普 这里 赵普 怀里 揣着 这份 宣令 来找 太祖 太祖 迎着 他说 是不是 为福燕青 的事 来的呀 赵普 说 不是 于是 来揍 其他的事 其他的事 揍吧 还是说到了 福燕青 赵普 从怀里掏出了 宣令 给太祖 要求收回成命 太祖 说 这份宣令 怎么还在你这里 赵普 说 臣 舔居 忠书 处分 这类任命 担心 有意外 请陛下 深思 不要将来 后悔 太祖 说 爱卿 何苦 这么怀疑 福燕青 你这是为什么呀 朕 待福燕青 甚为优厚 福燕青 岂能辜负朕呢 赵普 这个时候 说出了一句狠话 直击太祖软肋 他说 陛下 何以能负周世宗 过去周世宗 待陛下 也很优厚 但陛下 何以能够辜负周世宗呢 赵普的意思就是 辜负不辜负 不是福燕青 说了算的 一旦有全反在下 士兵的阴谋拥戴 将黄袍 给福燕青 披上 那个时候 不辜负你赵匡胤 也得辜负了 就像当初在陈桥 辜负不辜负 那也不是你 赵匡胤 说了算的 被人黄袍 加身 你那个时候 不辜负周世宗 也得辜负周世宗了 史称 太祖 默然 于是 没有任命 福燕青 为禁军司令 但福燕青的一个女儿 早在后州显德年间 就嫁给了赵光义 开保八年 九七五年逝世 赵光义建座后 追测他为皇后 是 义德 故史称 义德 福皇后 赵普反对赵光义的岳父 福燕青出任典军时 福皇后还在世 此事 赵光义会怎么想呢 太祖开保四年 九七一年的冬天 黄河在禅州绝口 禅州通判姚树 正负责管理地方政事 因独职罪被正罚 当初 姚树任开封府判官 在赵光义门下 他曾有一次来夜见赵普 正赶上赵普宴请客人 门卫不给通报 姚树是大怒而去 赵普知道后 赶紧派人去向姚树道歉 并挽留他不要走 但姚树还是不顾 就是不搭理赵普 绝秀而去 赵普于是知道 这个人已经跟他结了梁子 等到太祖要为禅州 选择一个副手 赵普就推荐了姚树 姚树曾经是赵光义府底上的救人 等到独职获罪 赵普也不相救 任姚树被杀 尸体扔到河里 此事赵光义会怎么想 有一位疏密之学是冯赞 在太祖前德年间 曾经知紫州 金属四川三台 当时刚刚平定后属 川中还不平静 冯赞也曾制止了多起兵变 很为太祖所欣赏 却遭到赵普的猜忌 于是他开始调查冯赞 结果发现了他的监视 于是太祖紧急调冯赞回朝 亲自审问 冯赞认罪 与此同时 赵普又派出亲信 到由蜀地进入中原的 必经之地铜关 去清查冯赞回朝带来的行囊 发现里面有很多 从蜀地搞来的余制之物 如黄金腰带等 还有很多真丸 实称 接封蹄将一路留傲 冯赞都已经封存好 准备送给时任开封 尹赵光义的幕僚留傲 赵普将赃物带回来讯问 冯赞也认罪 于是赵普坚决主张 处死冯赞 但是太祖免其罪流放海岛 原来规定十年不能回朝 但后来赶上大赦 还是回来了 太宗即位重新任命了他 还跟随太宗平定北汉 被授为大利清 兼判秘书省 他病逝于太平兴国年间 太宗还在做晋王 做开封府饮时 冯赞仕途经由晋王幕僚刘傲 来讨好晋王 而刘傲正以公布郎中身份 出任开封府判官 结果冯赞被法办 刘傲也遭到免官处理 赵普以法制裁来自晋王府的人 还隐约将贪毒之事 引向了赵光毅 此事赵光毅会怎么想 普犹是愤怒 赵普的落手他人不及 所以当卢多逊逼迫赵普 赵普一旦反击 卢多逊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 赵普决递反击的决心 是看清了形势 我赵普的退让在卢多逊那里 赢不来丝毫善意理解 事情只能是越来越糟 后来又经历了两件事 赵普是忍无可忍了 第一件事 赵普的妹夫太常博士 西京洛阳的太守侯仁宝 因为他的父亲是侯义大家族 在洛阳有豪宅有良田 因此决意悠悠自逝 不想再参与军政事务 落得做个散仙 但是卢多逊却向皇上推荐 让侯仁宝到南边雍州去做支州 移去九年 那时的雍州 就是今天的广西南宁 对大宋来说 是一个遥远的领外苦地 那应该是太祖年间的事了 但直到太宗太平新国五年 九八零年也没有派人来替代他 千年之前 外放官员特别盼望的就是回家呀 回家是唐诗颂词的重要主题 端贡元年九八八年 有一位外放官员 名李聚元 原来在朝中任右建议大副 太宗令他知朗州 那么朗州在哪 就在今天的湖南常德 今天由常德到台北 包括转机 飞机几个小时的功夫 到开封 火车也不过十几个小时 但在宋代 那就太遥远了 这位李聚元 因为与太宗有救恩 从早到晚都盼着能够被召回 他对辽佐说 陛下一定会想着我 我哪能在此久居呢 过了几年 驿站传来了唐铁 也就是 由宰府从郑士堂发出的文件 区别与禁忠发出的召令斥令 要他乘驿站的车马回朝廷 李聚元起风 看到这个消息 大笑而死 史称喜极弃绝而足 侯仁宝与李聚元 有同样的心思 日夜盼望回京 他是富贵子弟 很担心这样 阴寻下去 死在领外 说话正赶上交州国乱 侯仁宝想想 要利用这个机会回去一趟 就尚书说 交州主帅被害 国家大乱 宋师可以偏师取之 我愿意乘一车到朝廷 来面奏交州行事 希望朝廷能因此得到详情 太宗文言大喜 原来交州也称交旨 曾经管辖 今天的广西广东 和越南北部中部 后来在南汉管辖时 丢失了越南部分 现在如果能收回 大好 于是就下诏 同意他的意见 极调侯仁宝进京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75集 于是 太宗就下诏 同意他的意见 极调侯仁宝进京 但是按照规定 诏书要先到正式堂 卢多逊看到 就按下步伐 然后对太宗秉奏道 交旨有内忧 这是天要灭亡 他的意思了 朝廷出其不意 起兵袭击 乃是所谓迅雷 不及掩耳之事也 现在 要是先兆侯仁宝 必定会泄露我们的谋略 蛮扣之小 就会祖山蓝海 欲为准备 那个时候 可就不容易攻取了 不如直接授侯仁宝 飞碗之刃 直接就让他来做转运勾当 精略此事 然后 我们再发 惊呼氏族几万人 长驱而往 这样 势必万全 犹如摧枯拉朽也 飞碗 是飞除腕力的 掠血 意思是 飞快的 调集粮草 用于战争 后勤攻击 事实上呢 就是任命 侯仁宝 为转运使 太宗那个时候 正在信任 卢多逊 当即同意 太宗了解到 交指丁朝内讧事 血腥的政变后 丁朝的六岁小皇上 丁玄即位 太后杨云娥掌权 他似乎看到 宋师的异动 就命令 权臣和情人 黎桓 整备兵马 以应对宋师 但黎桓 兵权在手 成为交州 兵强马撞者 于是 在太后兼情人 杨云娥的怂恿下 在部下的阴谋拥戴中 黎桓 成为皇帝 建立了 前离朝 丁玄被废 从皇帝 降格为王 而杨云娥 则与黎桓 结为夫妇 并被黎桓 立为 大圣明皇后 而杨云娥的前夫 丁先皇的称号 本来就是 大圣明皇帝 黎桓 为情妇 如此夹锋 史上认为是 对杨云娥 永远的嘲笑 但性爱心里 或可以解释 男性占有欲望作祟时 荒阴 也可以包装为 一种庄严 于是宋太宗 以福利丁玄 复位为出师之名 讨伐 黎桓篡位 侯仁宝 被任命为 郊州路 水路转运使 兰州团练使 孙全兴等人 被任命为 雍州路 兵马都部署 宁州刺使 刘成等人 被任命为 连州路 至所在经 广西 河浦县 兵马都部署 水路并进 讨伐交州 宋师同时 向黎桓 发出国书 指责其篡位之罪 黎桓派出 衙将 假扮丁玄的使者 到汴梁来 要求加封黎桓 为节度行军司马 这个意思啊 就相当于 中原藩镇的 留后 上书后 等待朝廷批准 赐节约 而后 即可称霸一方 但这也不过是 黎桓的缓兵之计 宋师 是不是批准 他做藩帅 他是根本不在乎 太宗也看出 黎桓这步棋 于是并不停止进军 但派出使者 到黎桓之处 要他交出 丁玄母子 入朝授封 黎桓 果然不敢来朝 于是 战争继续 黎桓 袭杀 猴仁宝 这时 宋师刚刚经历了高粱河之战一年 但这一次 初期 宋师表现不错 战争持续了半年之久 到了天平星国六年 九八一年三月 焦州行营在白藤江口 一战获胜 斩首千余级 击溃一万五千余人 缴获战舰两百艘 贾凯上万 侯仁宝率军继续挺进 已经过了今天越南的亮山 但孙全星一步 却停留在一个叫做花布的地区 名义是等候流程的水军 流程这个时候 正在越过北部湾 进入焦州北部地区 孙全星在此等候了七十多天 但已经失去了战绩 黎环已经部署妥当 流程与孙全星会合后 由水路而进 黎环退入支陵江 然后派遣使者 向侯仁宝投降 侯仁宝信以为真 未做防备 黎环夜袭侯营 宋师败祭 侯仁宝战死 宋师闻听 侯帅已死 率军撤退 这时已经进入炎下 宋师不适应这种酷热天气 战场形势也在变化 黎环已经做好各种战略防御 宋师已经没有胜算 转运使 许仲宣 经略局部战役后 向太宗上奏 告知侯仁宝阵王 要求撤回宋师 还没等到太宗答复 他就开始分布大军 分屯诸州 保境安民 并开库班上救治伤病 他对人说 如果等到朝廷答复 这几万人恐怕都要成为尸体 陈列在广野了 于是又上章 自我请罪 但是太宗了解实情 下诏表彰了许仲宣 孙全兴屯兵七十多天 严重遗物战机 被送到京师政法 其他将帅分别有赏有罚 侯仁宝被追赠为公布侍郎 黎环试图与宋朝修好 浅环俘虏 多次向大宋朝贡 要求承认他在越南的政治地位 到了雍西三年 九八六年 齐沟关之战后 太宗赵炯 承认了黎环 任命他为静海节度使 侯仁宝之雍州时 有一项德政 雍州辖境的右江江畔 长有一种毒药树 当地人经常采摘了出售 侯仁宝认为此事不妥 上奏朝廷 赵令将这类树砍光了 现在考察呀 这类树可能属于三棵桥木 有毒 但是也可以入药 树种至今还有 但侯仁宝此举 应该是出于人心 值得表彰 侯仁宝之死 让赵普的妹妹 做了寡妇 于是赵普 对卢多逊开始警惕 原来卢多逊 不是简单的与我赵普正见不合 原来他是处处给我下绊子 第二件事 赵普的儿子赵成宗 与高怀德和燕国长公主的女儿订婚 当时赵成宗正在全支潭州 得到赵令回汴梁成婚 但是还没有超过一个月 卢多逊就向太宗请奏 要求赵成宗归任 回到潭州认所 这一场新婚别 让赵普难安 实称普犹是愤怒 赵普从此有了愤怒 赵普愤怒了 卢多逊的好日子 也就到头了 柴宇熙告发秦王 此时啊 就要说到柴宇熙 此人就是那个可能率先推演 驸马升行的人物 他在太宗还在做晋王的时候 就在府中供职 这是一个善于应对 很机敏的人物 太宗建座 他呢也就跟着做了官 到了太平新国三年 九七八年 他已经做到供奉官 玉林副使又升为如经使 并长汉林斯 如经使是古来极有的官职 但是呢 不是一个实权职物 属于贤职 但是与一般的贤职不同的是呢 他有被选的功能 也就是如果朝廷有需要补官 可以从如经使中任选 此职呢 略似这个候补委员 太祖时曾任命如经使 去从事经济类工作 柴宇熙是让太宗 比较信任的旧人 到了晚上柴宇熙 在殿里值班 太宗有时候呢 就会召他来问询 宫外之事 有一次 柴宇熙等人 在太宗问询时 告秦王廷美交资 将有阴谋切法 秘密报告说呀 说这个秦王赵廷美 叫喊自大 暴力之虽 可能会有阴谋 不一定是什么时候 就会作乱 这是赵廷美大案 第一次浮出水面的历史记录 但是究竟是什么阴谋 柴宇熙发现了什么 证据在哪里都没有 没有任何记录 在那个洞则 左使书之 严则右使书之的 实陆时代 如果柴宇熙有言 说及赵廷美的阴谋 应该留下 哪怕是片言之语 现在没有 可以同情的理解为 柴宇熙等人 所说的是密言 言说之际 很可能屏退了左右 连充当录音功能的使官 也屏退了 但根据后来的故事 重新推断 这个阴谋 是可能存在的 此事让太宗不安 他想起昔日好友 大宋第一谋臣 积谋善断的赵普来了 赵普一生贡献的智慧 按数量考察并不多 但都是解决帝国 一等一的重要大事 其直面问题提出的 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规则 都是急具质谋含金量的 赵廷美案 对太宗乃至于 大宋帝国的国运 具有不可预测的挑战性 太宗在困惑中 要向他请教了 于是上诏问普 就是太宗下密诏 问赵普此事该当如何应对 赵普回答 臣愿被疏轴以查兼辩 就是臣愿意在中央任职 来密查可能的兼宁之辩 赵普的计谋 往往就在简短的言论之中 他这句话九个汉字 却表达了至少四层 或隐或现的意思 深深打动了赵炯 第一层意思是 这是个事 我愿意来做 而我只要做 就会有结果 第二层意思是 什么结果呢 兼变 第三层意思是 我要在朝廷重要位置上 才有可能查出结果 这就等于是向太宗求官 要求副相再一次做宰相 我愿意为帝国效全马之劳 但帝国也要对我有足够的信任 第四层意思是 因为事情可能是一场歼变 问题很严重 如果不查清楚 会危及皇权 危及帝国 密奏中的权性 太宗在犹豫 因为他隐隐约约 从几个渠道 听说过赵普 反对金贵之盟 反对兄中弟吉 就在太宗犹犹豫豫的几天中 赵普也感觉到了 太宗为何在犹豫 于是他不失时机的 又上了一道密奏 这一道密奏 也同样或隐或现的 表达了四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 我赵普乃是开国旧臣 做到宰相很正常 但是现在国家不正常 因此我没有继续 在书州工作 是因为被权姓所举 被权臣奸命所坏事 而当时的权姓 就是卢多逊 赵普见风所指 毫不客气 就像为赵廷美 事先定性为歼变一样 这里又为卢多逊 定性为权姓 结合后来的逻辑考察 就会知道 他先定性权姓之举 是打击政敌卢多逊 置为锋利的一道 赵廷美的阴谋 与卢多逊有关 赵普有能力查此歼变 而且最后的结局 果然就是这样的歼变 如此 卢多逊哪里还有前途 第二层意思是 我赵普是清白的 一礼在我这一边 说清这一层意思 要略略复杂些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二百七十六集 赵普在密奏中 为自己变巫 说到了 昭献顾命 及先朝自肃之事 杜太后的金贵之盟 和他当初 向太祖的辩解 赵普得罪人多 当初赵普反对太祖 立太宗为帝 后来就有人向太祖汇报说 说赵普非裔皇帝赵光义 当时赵光义 已经有了仅次于太祖的威望 赵普觉察到了 如果赵光义将来称帝 对自己那是相当的不利 何况即使在太祖朝 赵匡胤晚年 也对赵普有了不信任 将他由朝官外放到 何阳去做节度使了 于是就在有人挑唆赵普 与赵光义的关系时 赵普远在何阳 也赶紧再上一表 向太祖表明 他对赵光义的崇敬之情 表中说 外人为臣轻易 皇帝开封瘾 皇帝忠孝权德 岂有渐然 沈昭宪皇太后大残之计 臣石玉文顾命 知臣者君 愿赐昭剑 就是 外间有人说呀 说臣轻浮的议论 皇帝开封引赵光义 皇帝 那是忠孝权德的人物 臣哪里敢 那样的去挑拨利剑的议论呢 何况 昭宪皇太后临终之际 臣确实参与了 顾命活动啊 知道臣一片忠心的 是皇上您哪 愿您能够明鉴哪 不要受他人挑唆 史称 太祖赵匡印 得到这封表彰后 与当初杜太后的 顾命词讯 一起藏在宫中 很可能一起 放在了那个金柜之中 现在时机成熟 赵普就把这个事的来龙去脉 说给太宗听了 太宗于是就让人到宫中 去找那个金柜 果然就发现了两份文件 一份就是词讯 也就是杜太后的临终遗言 这份遗言的关键词就是 胸中帝籍 赵匡印之后 帝位传给赵光义 另一份就是赵普圣赞太宗 写给太祖的表彰 史称 太宗因此而感悟 知道赵普没有错 那么 错的就是卢多逊了 太宗于是在感悟之后 向赵普道歉 他对赵普说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呀 朕不待五十 以尽知四十九年非矣 第三层意思是 太宗 您要尽快恢复我的相位 因为有了第一层意思 和第二层意思的铺垫 让太宗感悟 所以赴相 那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几天后 太宗以普为司徒兼侍中 司徒是国家三公之一 只有宰相级别的官员 才可以就任 侍中一直是宰相级别的官员 竞称 由此二职 赵普已经重回相府 在职正丙 第四层意思是 我赵普的儿子赵成宗 还在新婚之际 暂且不要放回谭州了 太宗于是将赵成宗 留在了京师 这么一来 熟悉赵普的人们 就有了不安 雷德乡 与雷友林父子 赵普是轻易不动 动就是狠招 一击致命 朝臣都知道他的厉害 甚至如前所述 因为赵普反对北伐 而侯墨臣主张北伐 跟赵普唱对台戏 最后 让赵普抓到了把柄 把他正法 名相窦眼 在太祖晚年 已经开始怀疑赵普的时候 也不敢讲赵普一句坏话 宁肯失去太祖 对他的信任 也不敢得罪赵普 现在 赵普再次执掌着正 更吓坏了一个人 就是雷德乡 雷德乡啊 在太祖时 出任御史中成 史称久居建征之任 有职名 就是长久做盐官 有职帅的名气 他曾经依法弹劾过赵普 认为赵普 容许布下官吏 收受贿赂等等 不料 那个时候的赵普 正在陈桥立功之后 又献策收兵权 随大军平定 择路 李军 扬州 李重进 更为太祖谋划定鞭策 太祖正在依赖赵普 所以反而被太祖训斥了一顿 让人在院子里 拖着他拽了好几圈 还被贬官 到地方去做小官 后来雷德乡 渐渐领教了赵普 阴狠的一面 不免为当初的举动后怕 但是当初赵匡印如此做 也是给赵普看 兼有保护雷德乡的意思 意思是啊 哎 看了啊 我已经给你赵普出了气了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这也是免得以后赵普搞暗算 但是雷德乡 倔强 他有个儿子 雷友林 刚倔强 看到父亲蒙修 也知道赵普 作为陈桥兵变的第一薰臣 功高难于撼动 何况正在被太祖宠任期间 不过雷友林不怕 为了父亲 他开始秘密的调查赵普的 部下官吏受贿事 调查工作很艰苦 秘密进行了一年多 最后被他找到了证据 于是他用了大宋世术 皆有的政治权利 抓登文谷夙愿 就是敲击登文谷 直接向皇上上访 登文谷设在登文谷院 此院呢 也叫简院 乃是来自于唐代的官署名 唐使 在朝堂设一种叫做鬼的东西 四面有门 可以投书其内 后来 就叫放置鬼的地方呢 为鬼院 宋代改称登文院 后又改为登文简院 简称简院 隶属于建议大副管辖 此地呢 可以接受全国世术投书 凡有冤屈意见 在正常投书渠道被阻塞之后 可以到此投书 有关部门是必须接纳 当然投书不实 故意诬告 也要受罚 这是朝廷联系下情的重要局道 形式上略相当于信访局 登文谷一响 皇上就必须认真对待了 太祖就派人 按雷友林提供的线索去调查 一查 雷德乡雷友林的弹劾与控诉属实 所有被审问的人 都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或罪行 赵普的唐力上菜主部刘伟 伪造代理官职的公文 属实被正法 胡赞李可渡等 受贿作弊属实 挨板杖除名 并没收非法所得 其他人也多被关押发配 赵普确有包庇事 被下放到和阳 做支州兼节度事 赵雷德乡官复旧职提拔雷友林 为孝书郎 令人望而生为胆战心惊的赵普 被雷德乡的儿子雷友林扳倒了 但是几年之后 现在赵普副相又回来了 雷德乡怎么想 第一天上朝 赵炯宣布任命决定 雷德乡立朝 吓得手上拿着的护板都掉落地上 然后二话不说 马上上书要求退休 太宗不允 他又请求太宗接见 告诉太宗 当年曾与赵普对着干 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请太宗批准退休 太宗安慰了他半天 最后跟他说 请不必多虑 朕一定会保全情 雷德乡连皇上的保票都不敢相信 坚决要求退休 太宗不得已 罢了他的实权 给他个虚弦 奉朝请到朝廷上朝 不主事 并特意赐给他白金三千两 实称以为其心 就是用来安慰他那一颗 受伤而惊激的心 史称雷友林姓义刚耿 有富风 太宗喜欢他 曾问他 朕欲用武父为相如何 雷友林回答 臣父有才略而无度量 非宰相器 于是太宗没有提拔雷德乡 为宰相 这件事情证明了 雷友林并非只懂未复深渊 他还有国家本位的大格局 十大体 应该是忠孝两全的优秀官员 金贵之盟的悖论 赵普赴相后 太宗还在胸中 帝极的阴影中 没有走出来 这里啊 有一个悖论 如果承认金贵之盟的 关键词 胸中帝极 那么太宗继承哥哥太祖的大宋 就有合法性 但同时 太宗之后也要胸中帝极 那么就要传地位于赵廷美 方才合法 但如果传赵廷美 现在由赵普来调查 未来皇帝的阴谋 调查工作 本身就成了阴谋 这一行动 以后如何昭告天下 如果不承认金贵之盟的 关键词胸中帝极 固然可以不必考虑 再传赵廷美 但是太宗自己的权力 来源就有了问题 太祖凭什么不把地位 传给嫡子 而传给兄弟呢 历史将如何讲述 大宋第二代权力的 合法来源 面对这个悖论 假如是无良二世赢胡亥 权力至上进八王 雄才大帝 唐太宗 狠利酷独永乐帝 都不会有问题 他们无人会斟酌在意 天心民意 先把九五之尊弄过来再说 假如是 轻忽价值方向的犬儒主义者 也不会成为问题 好名声 算个屁啊 做了皇上 那就是我说了算 但是赵炯 读圣贤书 需要大宋皇室的荣誉 注重个人节操和道义 更在意历史铁笔定验 这样就有了焦躁痛苦不安 他于是在赵普秘密调查赵廷美 案件的时候 聂诺着说出了自己的引钟 赵普是早有准备 一句话点醒迷乱中的大帝 他说 太祖已悟 陛下起容再悟邪 太宗当下大悟 他知道局势已经到了这一步 只有一条路可走 终止胸中帝极的权力分配游戏 重回嫡子继承古制 当初太祖没有选择古制 这是一种政治失误 我不能够再失误 赵廷美专案组 由此有了背后法理的支持 可以继续调查下去了 史称 于是廷美遂得罪 凡廷美所以遂得罪 普之为也 在这种背景下 赵廷美于是有了罪名 赵廷美之所以获罪 都是赵普调查的结果 史上如此记录就有了问题 赵廷美 赵廷美究竟有没有阴谋 歼变而犯罪 如果有 为何这笔账要算到赵普的身上 如果没有 是赵普在罗之罪名 阴毒陷害秦王赵廷美吗 当我这样思考并提出问题时 我意识到 我已经陷入 非黑即白的房间演绎模式 显然 人性的复杂 以及故事完成的偶合力量 极为丰富 非黑即白 是不足以解释历史故事 也不足以解释人性丰富的 人如车轴自行运转 故事如车骨围绕车轴运转 原因如很多浮条 射向车骨而运转 以人为中心的故事 在诸多原因的浮臭中 成为完整一轮 所以我愿意说一个 自造的名词 浮臭之音 赵廷美案 可以解释的浮臭之音很多 赵普一人的推演 还不足以定验 赵廷美自演的 阴谋与歼辩 也不足以锻炼为大案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77集 以那些野史正史为文献资源 从中寻觅有意味的故事板块 以传统史论和圣贤意见 为思想资源 从中考索 落在时光那一面的人物 从中寻觅 威严大义 以现代历史哲学 为方法资源 介入思想 重新推断这一场 赵廷美案 会有新的历史收获 赵普复相 儿子没有回潭州 有秘密调查这个歼变大案 种种迹象 让赵廷美 也有了感觉 赵廷美 做出了一个试探性的动作 请求立朝的时候 列班位置 在赵普之下 按照往日规定 王 应该在 像之上 但他主动要求 在像之下 太宗的反应是 从之 马上 答应了赵廷美的请求 这是太平新国六年 九八一年秋天的事 在后来的一个冬季里 赵廷美应该有过思考 太宗建座之初 即令赵廷美 引开封 赵德昭 赵德方 并称皇子 因此 外间有了 赵匡印 赵光毅 赵廷美 赵德昭 依次传位的说法 王语称 建龙仪式的记录 就因此而来 但是不久 赵德昭自杀 赵德方 夭折 史称赵廷美 史不自安 开始不能自安 他感觉到太祖的两个儿子没有了 孙子还很幼小 将来帝位回归太祖一系的希望 已经很渺茫 而赵普 副相 已经有了不利的传言 我要求 搬在赵普之下 太宗爽快答应 这之中的逻辑是什么呢 赵廷美有理由怀疑 太宗将背离 金贵之盟的词讯 就是 太宗很可能要结束 兄中弟级模式 而这是赵廷美不愿意看到的 权力再分配首相 到了太平 新国七年 981年的春天 京师汴梁郊外的金鸣池 建成了水心殿 金鸣池乃是大宋 最富盛名的皇家园林 但也定期开放 每年三月到四月 大宋世数可以自由的游览 此地是规模好大 周长达到九里开外 可以训练水军 我曾在天津原艺术博物馆 看到传媒张泽端绘制的金鸣池征标图 图不大 一尺见方 却画有密密麻麻的人物是难以计数 正是水军演练的场景 水心殿位于浩渺的水面中央 有巨大的拱桥相连 此地景色秀丽 建筑宏伟 应该是汴梁宫殿之外 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进攻后 太宗要来泛州参观 这个时候 太宗得到了一个消息 史称 获告秦王廷美 预谋以此时切发 就是有人秘密的告诉太宗 秦王赵廷美阴谋 要在太宗泛州的时候 秘密发动政变 这个消息 很可能就是赵普秘密调查的结果之一 赵廷美有可能在金明池发动政变吗 从朱新 也就是猜疑动机的角度考虑 赵廷美假如要搞政变 此季应该是最佳时机 因为太宗泛州 有可能离开护从 假如赵廷美 却有死士肯于卖命 几个人劫持太宗 逼其善让 是有可能性的 从金明池地理位置和建筑格局考虑 赵廷美如果要搞政变 此地也应该是最佳地点 因为太宗如果登上了三面环水的水心殿 离开护从 假如赵廷美却有死士肯于卖命 一部人守住拱桥 一部人劫持太宗 也是有可能性的 这两个假设之所以有可能性 是因为赵廷美此时的职务是 开封福尹 首都市长 他只要愿意做且敢于做 并忍心做 就有可能性 据史上的记录说 如果金明池政变不能得手 则诈称病于府地 后车架临省因作乱 那就假装生病 等到太宗的车架到赵廷美府邸 看望 就在病榻前派死士 劫持太宗 假如这一切都是赵廷美的阴谋 太宗给予他的惩罚 那就是合理的 在任何一个时代 谋逆都会被在位者视为 颇天罪恶 但是太宗对此事的处理过程 让人生疑 按记录中的说法 太宗知道此事后 不忍报其事 就是不忍心暴露 宣扬赵廷美的这件谋逆罪恶 给他的处罚只是罢免了他的开封浮饮 转售西京洛阳留守 而赵廷美被罢开封饮 到西京赴任之前 就跟没事人一样 太宗还在赵廷美赴西京之前 赐给他西衣通西带 就是成套的礼服 带有犀牛角的名贵腰带 十万钱 卷彩各万匹 银万两 还将西京一座豪宅送给他 甚至呢 跟随赵廷美赴任的留守判官 河南判官都次前百万 到了四月 春末夏初季节 赵廷美要赴任了 太宗还特意派出 书密使曹斌 在琼林院是大摆沿席 为赵廷美践行 这种待遇 一点也不像 惩戒一个谋逆的罪人 但太宗赏赐了柴雨西 杨首一等人 因为秦王庭美阴谋事 就是他们告发的 也许就是他们伙同赵普 一起告发了金明池政变事 太宗呢 还同时惩罚了 书密城旨 陈从信 皇城使 刘之信 弓箭库使 惠炎珍 进军列孝 皇府 金明等人 都是因为这些人交通 秦王廷美 及受其私靠 与秦王赵廷美 有密切来往 并接受他的私人馈赠 这个记录 没有说他们参与了 金明池政变阴谋 而这些官员受到的惩罚 也不过是降级 连罢官都没有 只有一个叫王荣的次使 也是赵廷美亲信 被降职后放出狂言 我不久当德杰帅 就是别看我现在降职 但不久以后 我会做到节度使 意思是啊 赵廷美即使做了西京留守 也是有能力提拔我的 此人闪射 曾经晚强公设梁牧 一箭射入硬木 好几寸身 人称王硬公 他在抵御弃丹时有功 但是这番大话一出 太宗就将他削集刘海岛 开除出直官队伍 流放到登州沙门岛去了 但是过了几年 赵廷美大案过去后 太宗还是恢复了他的官职 此人又立了不少功 胸中地级集团 赵普副相卢多逊 也有不利的感觉 史称卢多逊 亦不自安 卢多逊更加不能心理平静 这种心理也简单 他过去是变着法的修理赵普 现在赵普不但没有导 反而再次入相 这意味着什么 他明白 赵普大权在握 开始与卢多逊较量 但他知道卢多逊也不是擅长 且党羽众多 真拼起来 伤敌一万自损八千 是可能的 于是呢 赵普选择了一个 比较温和的方式 他呢 多次暗示卢多逊 你要隐退 赵普的意思是 如果你从权力中枢退下 我赵普可以既往不咎 从此两清两安 但史称卢多逊 贪权顾位不能自决 因此啊 赵普多次讽裕后 卢多逊没有动作 这样赵普就有了新发现 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 还在交通来往 太宗文逊有了愤怒 于是将卢多逊这位国家级领导人 降之为部级领导人 同时下御史玉 赵普做的更多 还调查清楚了卢多逊的党女 在做什么说什么 如果将这一面大网收拢来看 就会看到赵廷美卢多逊 乃是一个铁杆胸中地级集团 他们在做一件事 拥戴赵廷美做大宋天子 如果兄中地级模式无法实现权力 不能和平交接 就等待时机以求一成 于是大欲炼成 抓捕了中书省当官赵白 秦府孔木官严密 小利 王继勋 樊德明 赵怀路 严怀中等 太宗当即下诏 命汉林学士成旨离访 学士护盟 魏魏卿催人计 善不郎中之杂事 藤中正等人 组成专案组 开始进一步调查取证 审理这一起答案 赵廷美卢多逊 就这样成为了一个案子的两个主角 审理的结果出来 卢多逊共言如下 我曾多次派遣赵白 到秦王府 告诉赵廷美 我所掌握的中书省的机密 去年九月 还令赵白对赵廷美说 愿公车宴驾 尽力是大王 但愿当今天子早一点驾崩 我等愿意尽力侍奉秦王您 赵廷美听到我这个话后 派遣樊德明回报我说 卢承旨 您这番话正合我意 我也愿意当今皇上早点驾崩 那就省事 旭资至通鉴长边记录这一场大案的同案犯 他们的罪名如下 赵廷美多次赠送给卢多逊弓箭等 卢多逊也都接受了 严密当初在赵廷美左右 太宗建座后补殿职 但仍隶属秦王府 此人滋恨不法 言多指赤 是暴力资虽 常做不法之事 很多言论直接指赤金上 王继勋 是赵廷美 优为信任的亲信 赵廷美 曾让他代为寻找生计 王继勋仗势而横行 占取他人财货 贪污腐败的是一塌糊涂 梵德明与赵白在一起交游相处 卢多逊就因为他们二人得以结交赵廷美 赵廷美呢 又多次派遣赵怀路 私赵同母帝 军契库副使赵廷俊 在一起议论 闫怀中 曾经为赵廷美 到淮海王前处那里 去寻求西域带金酒器 还借机接受了前处 私自赠送的白金白两 以及金器卷扇等 赵廷美又曾经要闫怀中 带着从前处那里寻来的 银碗金采洋酒等 到他的岳父 御前中佐马军都头 潘林的军营 去宴请军校 以此收买军中人心 这就是赵廷美的歼辩行为 几千个耳光子 调查之后 这些当事人全都承认了罪行 下一步那就是定罪了 就这些罪怎么定 太宗召集满朝文官武官 在朝堂集议会上 大臣王普等七十四人研究后 得出了共同的处理意见 卢多逊及赵廷美 有所既望 乃多有诅咒 属于大逆不道 应该行使诛杀灭族之法 赵白等人斩首 王普的女儿嫁给了赵德昭 封韩国夫人 此时王普正坐着帝国的太子太父 是前朝老臣 百官中德高望重 由他来领衔上奏 有权威性 太宗赵炯在群臣议定的奏章后 做出最后处罚决定 赵廷美下令回归私人府邸 卢多逊下赵剥夺官爵 并家属流放海南崖州 赵白严密王继勋 樊德明赵怀路严怀中 在都门之外斩首 没收家庭财产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78集 赵廷美的儿女都不再称爵位 可以直呼其名 但赵廷美的长子 贵州防御使赵德公 仍然为皇侄 赵廷美的女儿 还是皇侄女 但是去掉云阳公主的称号 所嫁的右肩门将军 韩崇业 将职为 右牵牛卫帅辅帅 分思西京 去掉驸马的称号 就到西京跟赵廷美 住在一起 此外 还有几个人 如中书舍人李牧 曾与卢多逊很亲善 而赵廷美在西京留守时 很多朝奏文本 都是李牧草拟 著作左廊刘夕之梁料院 居然擅自借给赵廷美 几十壶大米 这俩人都被弹劾 降职处分 黄宋通见长边记事本末 记录刘夕的事 令人奇异 说这个刘夕在太宗 照来询问与赵廷美的关系时 刘夕顿手称死罪 太宗是越想越来气 就命令左右 扇他的耳光子 殿上应该响起了连续 不断的啪啪声音 史称 命左右 批数千 尾盾而止 就是一直把人扇的尾盾 衰弱不堪 支撑不住了 这才罢休 这个刑法 显然不属于正行 但对人的肉体 和精神摧残 几乎不亚于一顿 杖性 而且几千个耳光子 那是需要时间的 太宗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听凭啪啪之声 滔滔不绝 他为何会由此 激进变态的处理呢 我认为 这是他在寻求一种心理替补 这一场大案 对人性是一个考验 在主张 胸有地涕 伦理大义的时代 兄弟相残 是无可规避的 道德伤痛 当赵炯赢得 这一场大狱的胜利 并暗自庆幸 由胸中地脊 平安过渡 到嫡子继承制度之后 他也感受到了 来自于骨肉同胞的 仇恨是大量 这种仇恨 犹如一只 令人眼晕悬空 而又不停旋转 颠簸起伏着的 巨大车轮 很慢 但在转 他没有能力 置身于 这一片仇恨巨轮之外 他就在这片巨轮之上 在旋转中 亮呛着 不断与母亲 杜太后 哥哥赵匡英 侄子赵德昭 他们死后的眼光相遇 他们谁也没有说话 就这么静静的看着他 一个个镜头缓缓转过 反复转过 他在跟着他们的旋转中 会发现 他们的目光里 没有仇恨 这时 他试图在旋转中 看看赵廷美 忽然 他发现 四弟赵廷美的眼光里 有一丝动人的微笑 四弟的微笑 一如幼时他感受过的 那么真诚友善 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几乎可以化解一切 很厉的温暖 他感到了弟弟的爱 四弟赵廷美 放弃了一切 足以悔气 打送荣誉 家庭尊严的努力 他默默的 接受了三哥 我的意志 在微笑中 给我的意志 一种世上 无人能晓的祝福 赵炯 能想起幼时 四弟对自己的无数次的呼唤 三哥 天平新国初 太宗刚刚建座时 弟兄俩应该有过长谈 廷美担心北汉与契丹的勾结 太宗对弟弟说 太远 我必取之 太宗现在应该能够记起 四弟当时看着他 那种崇拜信任的目光 而现在 边境已经爆来 契丹正在三路南下 侵扰中原 弟弟把一切都扛起来了 他正在用一生的所有 加持三哥驱逐器的恢复汉堂 就将的努力 于是 赵炯对自己有了痛恨 当左右 以上千个耳光子 在静谧的大殿 扇动起来时 赵炯正在心底流泪 他感到 那些耳光子一个个 都扇在了自己的脸上 啪 啪 大殿的耳光声 连绵不绝呀 二 赵普与卢多逊 被王夫之先生骂为 彼夫的赵普 晚年是否有愧 对秦王赵廷美的隐秘自责 赵普不一定属于 铁石心肠的残忍之徒 在他内心深处 应该对人性 还保有一种 发自天然的信任 他应该知道 如果没有他的推演 赵廷美 不会 获智歼变 这一下人的定验 李福与赵廷美之死 赵廷美 卢多逊 大案已经审理处理完毕 但后来 又陆续发现 赵廷美的党羽 赵普怂恿太宗 试图让大案继续下去 于是西京留守判官 严举 前开封府 推官孙宇等人 也被贬官 理由是 作为秦王官署 辅导无状 没有进到官员下属 见证讽秦王 阻止秦王 做阴谋活动的责任 而著作左廊 赵和 光禄四成 赵之威 因为都是赵白的哥哥 所以连这二人的家属 都发配到沙门岛 禁锢起来 赵普更认为 这么大的案子 仅仅判处秦王赵廷美 折居西京洛阳府邸 太轻了 而且对以后处理 可能的歼辩不方便 于是暗示或命令 开封府的礼服上言说 廷美对他的过去不悔过 还心存怨恨 请将他迁徙到遥远的周郡 以防他变 太宗也许犹豫了两天 最后下赵 将赵廷美由王降格为公 扶陵县公到房州安置 房州在今天的湖北偏僻 但山水映带景色优美 乃是历来王公贵族 功勋大臣犯罪后的流放帝 流放房州 实际上呢 等于网开一面的软禁 历史上有十几位皇帝 失掉政权后被流放此地 皇亲国戚那就更多了 大宋以来 流放房州的贵族 也是历历可数 太祖太宗时 就有四人被流放房州 当初太祖争择路 大臣中书舍人 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长的 赵行逢 怕苦装病被贬房州 后州柴宗逊 从帝降格为王 因为毕竟属于前朝君主 被贬房州 三思副使略相当于主管财务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范文 因为假传圣旨倒卖军用物资被贬房州 现在则是秦王赵廷美 几年后到了雍西元年 九八四年 在房州的福陵县公赵廷美 颇自纠责 很是内疚自责 终于在忧虑畏惧中 因病而足 房州把这个消息报到朝廷时 使秦上乌业流涕 太宗哭着对宰臣 离房等人说 听没 从小就刚愎自用 长大后更是凶婉 朕因为跟他是同气至亲 不忍将他正法 使他暂居房州 希望他能慢慢的思过 但我心中惦念他 从未忘记呀 最近正要推恩 想找个办法 让他恢复旧职 不想 他竟忽然陨世 这个事太让我心痛了 你们说这可怎么是好啊 说着就悲气不已 使称感动左右 于是太宗下诏 追封赵廷美为福王 此嗜好曰道 并为赵廷美按照国礼发丧 不久 又任命赵廷美的儿子 赵德公为丰州 金属浙江绍兴刺史 赵德龙为阳州 金属广西上司县刺史 并令有关部门 给予他们优厚的供应 不要有所缺失 到了雍溪二年 985年正月 又以丰州刺史赵德公 为左五位大将军 判几州 封安定侯 扬州刺史赵德龙 为又五位大将军 判一州 封长宁侯 家人呢 都随着他俩到治所安置 除了往常应有的俸禄之外 还每年给他俩三百万钱 移充公费 这笔钱就相当于特资费 可以自由取用 除此之外呢 还命起居舍人 韩简 又铺缺 刘蒙守 分别担任这两个州的通判 送别两个通判的时候 太宗对他们说 德龙德公 都没有州郡管理经验 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俩 相赞他俩 如果他俩有缺失 你们不去帮他俩纠正 只判你俩的罪 明臣宋齐 看到太宗这类举措说 被你子孙 前代罕有存者 陛下母亲推辞 舍罪续辜 足以感动天地 到了真宗建座 两个月后 又追任恢复皇叔 福王赵廷美 为西京留守兼中书令秦王 又过了几年 真宗还在河南汝州 邓州之间 找到了风水宝地 将赵廷美灵舅 从房州迎回改葬 称秦道王 到了宋仁宗即位时 又赠赵廷美太师 尚书令直贤 宋徽宗即位 改封魏王 陈国夫人耿氏之谜 赵廷美得罪后 陈国夫人耿氏病逝 她是太宗的乳母 有一次 太宗仿佛说闲话般 跟大臣礼仿等人说 廷美的母亲 是陈国夫人耿氏 耿氏最初啊 乃是朕的乳母 她后来出嫁给赵氏 还生了赵廷俊 朕因为赵廷美兄弟的缘故 也让赵廷俊跟随在我左右 但是廷俊啊 总是将宫禁中的事 泄露给廷美 前不久 金明池那个事 被揭发出来 如果朕要命令 有官部门穷追不舍 赵廷美就会罪不容诛 所以啊 朕暗下了很多细节 不再穷究 并且只让廷美折居西京 但没有想到 廷美并不悔过 更加有怨词 说了很多不逊的话 这才命令将她 牵折防舟 也没有更加严厉的用法 就为了让廷美能够保全 再找机会赦免她 至于赵廷俊 朕也没有深罪她 就给了个贬处而已 朕对于廷美 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了 这一番话 第一次透露出一个 与史上记录全然不同的故事 赵廷美不是朝宪太后杜夫人亲生 耿氏似乎是与赵鸿音有了赵廷美 而后又改嫁另外一个姓赵的人 生了赵廷俊 但史上似乎没有更多人支持这一说法 如是 这一条记录就有了两种可能性 要么太宗赵炷 编造了这个故事 其目的乃是暗中将赵廷美 从胸中地脊的谱系中排除出去 要么呢 史官编造了这个故事 其用意可以有两个方向的解释 或为太宗抹粉 或为太宗抹黑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79集 抹粉好理解 就是说赵廷美非皇室正宗 因此不能进入胸中地脊的行列 抹黑就复杂些 如果史官知道杜夫人生有赵廷美 并早已记录在案 谁敢这么编造 赵宽印开国 家族谱系早已被理官梳理清晰 宗正工作属于理智极为重要一环 地系中的人员族谱 有严格的档案 任何人不敢马虎从事 有时 为了一个族系中的人员嗜好 死后身份地位 职务职称 那都要交给百官议论 如历史上最著名的仆役 就是要离定皇上生父与养父的身份问题 赵廷美在太宗建座后出任开封隐 这是明摆着的皇位继承人的一步进阶 朝廷理官应该有数 族属谱系很难编造 太宗是明摆人 又格外鼓励大臣直言 他如果有这么明显 试图欺货天下的编造 臣僚们即使不去当面质问调查 也会在后来的日子里 把此事行住笔墨记录在案 所以啊 我估计太宗不至于如此漫涵 那么就是史官编造 而且是抹黑式编造 因为记录者也知道这个说法 不会有人相信 但还是要嫁祸于太宗赵炯 让他去背这个编造的黑锅 据说呀 太宗讲述完这个故事后 为之策然 很为这个事难受 有不忍之意 而听故事的大臣李仿则说 扶灵悖逆 天下共闻 西池尽忠室 若非陛下委屈宣誓 臣等何由之之 扶灵宫赵廷美 悖逆之罪天下都知道 但金鸣池和尽忠家族谱系的事 如果不是陛下您这么细致的讲述 臣等上哪里去知道这些事啊 李仿这一番话 更透露了史官仕途嫁祸太宗的意图 同样是赵廷美的罪恶 一面说天下共闻 一面说何由之之 意思就是没有你太宗赵炯 我们都无法知道赵廷美具体的罪恶是什么 更不知道赵廷美原来从根本上就不属于胸中地级 谱系中人 如此 外界流言 所谓铲除赵廷美是为了结束金贵之盟 太后辞讯胸中地级就落了空 看上去这个话是为太宗抹粉 但因为给赵廷美治罪 已经召集群臣吉义 个人罪行已经公之于众 现在又说那些罪行都不知道 而赵廷美乃是赵家老四 此事早已天下共闻 现在又说原来老四不是杜太后所生 所以这种抹粉实质上乃是抹黑 那个成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欲盖弥彰 把断剑门烧战道 西川别是一乾坤 赵廷美案是大宋皇室内部的一场全力分配活炬 与历史上的其他骨肉相残的活炬比较 这应该是最温和的一次 秦嬴政死后 胡亥和哥哥扶苏争天下 扶苏死 西晋时 以诸位兄弟为主 争夺天下的八王之乱 更将中原大地搅动的是天昏地暗血雨腥风 大唐帝国的玄武门之变乃是一场兄弟直面相残的伦理惊变 五代十国期间兄弟肩在流血中争夺地位很不显见 宋太宗赵炯 在俗称平井的送出第二代政权期间 好歹算是平稳度过 最大的利好是 此案没有惊动民间世述 没有影响文官制度的改良 没有减弱对契丹的抵抗力度 没有放松对翻阵习气的持续性米平 如果说有什么负面问题留下 那可能就是对天下道义精神的戕害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所谓至善不是终极之善的意思 而是角色化原理下应有至善 人无往不在角色中 太祖在后周时代是臣 建座之后在朝堂上就是君 回到家里 见到杜太后就是子等等 为人君者 其至善的伦理尺度是人 为人臣者 其至善的伦理尺度是中 为人子者 其至善的伦理尺度是孝 现代的总统 在总统府里办公时是总统 乘坐地铁时就是乘客 面对自己的太太就是丈夫 面对自己的女儿就是父亲等等 诸如此类 宋太宗赵炯 在赵廷美案中 可能收获了嫡子继承的权力分配古制大法 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成果 但因为对手是自家兄弟 这种争夺就意味着对九族和睦关系的破坏 也是对胸有地铁模式的破坏 用大学修齐置评的尺度来衡量 太宗作为哥哥的角色 与他的哥哥赵匡印比较 未能达至至善境界 有残德 此外 就赵廷美言 他果然是在推演一场歼变的阴谋吗 事态果然有那么严重吗 可以看看太宗的孙子宋仁宗 他有一个处理此类案例的故事 说有一个举子 给全职成都府的官员献尸 内中有句云 把断剑门烧战道 西川别市一乾坤 不足意思翻译成白话就是 知府您啊 只要派出精兵把守住川属东大门建门 然后烧毁中原进入四川的战道 这样我们西部四川就是另外一个邦国 很明显 这个举子在自命诸葛孔明 试图与大宋二分天下 这类小文人造反固然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呆气 但毕竟算是一种歼变阴谋 比起赵廷美来 罪行要实在的多 也严重的多 所以成都府尹心怀恐惧 甚至都不敢自己处理这个案子 就把这个举子上了枷锁 然后给宋仁宗上了一道表彰 说这个事 无非也是要求诛灭逆贼之类 不料仁宗看后 甚至带着一点轻蔑回复道 此老秀才 急于事患而为之 不足之也 可授以私户参军 处于远小郡 这是一个没有功名的老秀才 着急做官干的活 不足以治罪了 可以授给他一个小官 私户参军 看看川叔 哪一个边缘点的小郡有缺 补一个给他 然后这个老秀才 就到任去做官了 但是老秀才为帝国的宽宏 大量所震慑 越想越是惭愧 周遭估计也没有什么人 瞧得上他 他活的 没啥尊严 实称 不一年 残虑而死 就是不到一年 羞残而死 所以 假如太宗赵炯 有孙子仁宗赵贞的洪打 将赵廷美 负气而言的 愿公车早日宴假 视为一种牢骚 至多视为一种狂妄 一笑了之 也许未必能如现在这样 锻炼为一桩大鱼 那样 太宗兄弟间 也许还有另外的解决方案 一旦寻求到这个方案 太宗一朝 也许就会更为祥和 更少利器 或者也更接近 成平之势的美好人间 在文明邦国看来 道义价值与伦理美德 是美好人间的重要尺度 小胖孩和小兽孩 也许正因为一场大狱 让尖酸忌克的小文人 创作的禁于神话故事 讥讽诅咒了他 在所有这类故事中 有一个创作说 宋太祖赵匡印 变身金太祖的二太子 沃黎布 攻陷开封汴梁后 将宋太宗赵炯的子孙 杀戮一空 据说呀 宋臣有到沃黎布大营 见过这位金兵统帅的 说其貌绝类一族 就是他的长相 特别像太祖赵匡印 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 据说有人从金国 做使者回来 说宋太宗完颜圣 而不是沃黎布 长得极似宋太祖 还说 就是这位金太宗 乃是太祖转世而来 要打回中原 来夺取自己曾经的皇位 原来从太宗传位 儿子赵衡开始 大宋帝位 一直在太宗一系 到了南宋 高宗因为受了惊吓 失去生育能力 无子 而太宗一系的皇族 死的死亡的亡 没有死的 大多被掳网金国 中原地区 已经很难见到 太宗一系的皇族 宋高宗就有了 传给太祖一系的想法 当他听到这个 金太宗完颜圣的传说之后 就对大臣们说 太祖功而忘思 有自己的儿子 却将皇位传给兄弟 现在 我准备把皇位 传给太祖一系的人物 于是呢 在各地寻找太祖后人 找来了 一胖一兽 两个男孩 高宗让他俩在宫中 站着不动 观察他俩 开始啊 高宗重义小胖孩 但这个时候 来了一只猫 小兽孩没有动 小胖孩却去踢那只猫 高宗于是觉得 小兽孩不错 将二人都留下后 就暗暗的做了 传位给小兽孩的准备 这个小兽孩 就是宋孝宗赵伯从 后改名赵慎 他是南宋 最有作为的皇帝 他那种不凡不俗的 历经图治 直接推演了南宋 前纯之治 他还为岳飞 平反了冤狱 更有恢复中原之治 很多作为 却像太祖赵匡胤 他是太祖七世孙 因果是一种 无人能破解的 宇宙规律 但创作这个故事的人 将因果律 运用于人事方向上 除了劝诚功能外 也有了借机植入 自家文化观念的意味 譬如 创作者认为 太宗谋害太祖兄弟和儿子 所以他的后代 遭遇变身金人的太祖屠戮 并颠覆了太宗一系的北宋 而太祖 因为成柴氏主幼 夺取了后周天下 所以周世宗柴荣 变身蒙古统帅薄言 攻陷临安 将皇室男女全部掳走 颠覆了太祖一系 执掌的南宋江山 这类房间故事啊 是茶余饭后 瓜棚斗架下有趣的谈资 也可以从中读出因果规律下的道德伤痛 如果不是特别执着于报应的单向杜罗记 也有发人身形 足资回味的历史意义 卢多逊的大见识与小聪明 据说呀 卢多逊的祖坟在河内 今河南沁阳 他与赵廷美的阴谋 还没有败露的前一天晚上 有震雷 将卢氏祖坟上的林墓 全部焚毁 传闻此事的人都感到很异常 这个事儿为宋史卢多逊传 续资至通鉴长编 和黄宋通鉴长编 记事本末等书明白的记录 卢多逊下狱 在太平星国七年 九八二年下四月秉银日 宋史五行制 对汉涝雨雪有文毕露 但这一年的四月 并没有雷雨记录 沁阳附近 只有魏州有洪涝之灾 魏州在沁阳东 两百里左右 且有涝灾 并不一定有雷雨 故事的荒谬一望而知 但记录者或创作者 在讲述这个故事时 似乎意在指斥卢多逊大鳄 连老天也在震怒 并殃及他的祖上 请听下集 第二百八十集 不过细考史上 关于卢多逊的各类记录 此人呢 也的确似乎不得人心 说卢多逊 因为赵廷美案 被贬崖州的时候 到了附近的地方 暂住道旁旅舍 见一个老太太 说话间 发现她居然知道 很多京城便良之事 因此呢 就与她闲话家常 话也是越来越多 卢多逊就问她 老婆婆 你从哪里来啊 怎么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啊 老太太眉头皱在了一起 很不情愿的说 我 本来是中原士大夫之家人 有一个儿子在朝中做官 当时呢 卢多逊做宰相 命令我儿子王道 违背道义 去做那个邪痞之事 我儿子不愿意做 卢某人就恨上我儿了 最后找了个茶子 给我儿 按上严重的罪名 全家都被发配到 这个南部荒凉之地来了 不到一年呢 全家骨肉相继沦没 死在了这里 只剩下老身一人 流落在山谷之间 现在我寄居在道旁 不是没有意思的 我想呢 卢相啊 杜海贤良 仗势威权 自行不法无所臂计 这是一定要倒霉的节奏 他中江南村 也被发配到南边来 如果上天可怜见 老身不死 也许能看到这一幕 老太太并不知道 他就是卢多逊 卢多逊闻言后 沉默不语 赶紧离开了此地 卢多逊到了崖州之后 经历很惨 当时崖州归穷州管辖 穷州主管 就是派自己的崖将 去管理崖州 这位崖将 大约是贪恋中原人家的女士 看中了昔日卢相的黄花闺女 就向卢多逊求这一门婚事 卢多逊不允 崖将呢 就处处给他穿小鞋 还没事呢 就凌辱一番 甚至有了加害的动作 卢多逊无奈 允许了这门不般配的婚事 但细细来看 卢多逊的政治履历 并无大鳄 他在后州显德年间重进士 士鹤即为朝官秘书郎 吉贤孝礼 吉贤殿修传 是带有朝廷秘书性质的荣耀之物 太祖时呢 以本官职之制告 这是重要的秘书职务 他在后来的日子里 始终是大宋的一支笔 薛居正主持修五代史 卢多逊也是编撰者之一 开保六年 973年 他出使南唐 曾经携大宋威风 向南唐主索要江东诸州地图 那个时代 地图乃是重要的战略机密 但是他对南唐主说 朝廷要重修天下的地图经典 使馆中独独缺少 江东诸州的原本 请各带一本回去 南唐主不敢得罪大宋 于是赶紧让人图画了一个副本 给他带上 于是江南十九个州的地理形势 屯兵束手远近位置 户口多寡 卢多逊全都掌握了 回来后呢 就将他所看到的 李氏王朝的弊端和衰弱 告诉太祖 意思是 可以收复这个割据政权 他的一番意见 坚定了太祖收江南的决心 金陵平定后呢 他因为谋划有功 加吏部侍郎 太宗时 拜中书侍郎平章士 从征太元之后 又加兵部尚书 从此进入载府行列 并参与军机大事 成为朝廷重臣 此人机敏 有大见识 也有不少小聪明 当初太祖要人献背边之策 他曾经提出一都的建议 而且要一都到边境城市镇州去 等扫清契丹后 再一都回汴梁 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 但在与契丹胶着的紧张时刻 这个意见不实为一种大见识 与寇准后来敦促真宗过河 到蝉州北城有一拼 如果有奸命重伤 这个迁都的意见 也会被人说成是 以君王为赌注 他呢 读书多 博社精实 史称聪明强力 文词敏挤 好认术有谋略 多发其重 所谓认术 就是学习全谋诈术有心计 太祖赵匡印好读书 经常到使馆去取书观览 卢多逊就预先让使馆的小力 跟他通风报信 告诉他太祖取了什么书 知道后 卢多逊一定千方百计找来这本书 而后会通宵达旦阅读研究 等到太祖与朱臣在一起聊天 说起这个书 问到书中某事某人的时候 卢多逊会做到 应答无志 回应答对 毫无挚爱 非常流畅 这得多大阅读量 才能做到啊 同列臣僚们 一般是做不到 所以对卢多逊的博学 是心服口服 这个博学是带引号的 卢多逊当年骗取南唐后主徒 与江南十九州郡刑事图 虽然不是南唐父王的主要原因 但当是原因之一 也是说卢多逊与李牧友善 李牧呢 也因为赵廷美案被贬出 二人已经多年没有了来往 朝廷又规定 记录国家大事实证的抵报 不得流入海外 因此卢多逊在亚洲 没有任何朝中消息可以知道 一天 来了份设书 文件中也包括设免 参知正事 李 卢多逊很高兴 就对左右说 这个设免的参知正事 必定就是李牧 他如果能进入政府工作 我一定会北上 说着就催促舍人准备北上的行装 不久果然得到朝廷对他赦免后 坐荣州经广西荣县团练副使的通知 他正在准备渡海向荣州进发 忽然看到江南后主李玉 衣冠一如生死 李玉问他 相公何以到崖州来了 卢多逊说 驱 李玉说 如驱何如我驱 卢多逊这才意识到见鬼了 诗称 游氏感急除 因为这个原因感染疾病很快死了 这个故事啊 见宋人王明清的预兆心志 此书记录鬼怪是甚多 且这个故事中讲述的赦免一事 也与事实不符 事实是 卢多逊死后 家人被赦免 先到荣州 后到京南 但这类记载可以约略看出识人的一点价值评判 卢多逊骗图案 可能有功于大宋 但冒取他人信任轻赴其国 这是伦理上的污点 因此这类故事并不完全属于妖魔化笔法 卢多逊无大恶 但形势有残德是事实 卢多逊为人所不喜 主要是他秉证期间过于专断 当时有个户部员外郎 知志告王佑 判门下省 但他与吏部刘内全 掌管官员考核等事宜 略相当于组织部秘书长的侯志不合 侯志做出的官员处理意见 王佑常常给予博证 这个侯志乃是卢多逊的亲信 就来向他诉苦 卢多逊初始 也想收纳王佑成为自己的人 一起来阴谋打击赵普 所以就多次暗示他要站队 要助我卢多逊一臂之力 但是王佑不听 不接受这份收买 于是卢多逊就找了个由头将王佑 贬出为地方的小官 群臣有表彰 一般都要先通过卢多逊 否则 有私就不敢上奏 他还规定了建官上章 必须要有规定格式 还要加上一句话 不敢望臣立变 希望恩荣 就是不敢随意狂妄的陈述 立国变民之策 以此来求陛下赏赐的恩典和荣耀 这种八股做法 让很多大臣不习惯 建官左石仪 指使馆田锡就不欣赏 于是多次给卢多逊写信 要求他免除这类行事 卢多逊也不高兴 就找了个由头 把他外放到河北南路转运时 离开了京师朝廷 卢多逊流放衙州后 又通过押送他的人回京复命 还专门上表称谢 两年后 赵廷美死于房州 又过了两年 卢多逊死于衙州 太宗开恩下诏 将他在衙州的家人 迁徙到内地 到京南居住 不久呢 还录用了卢多逊的儿子卢庸为官 卢庸死后 真宗时 又录用卢庸的兄弟卢宽为官 卢宽的兄弟卢查 仅得年间中进士 做官后 卢查亲自到海南亚州 将父亲卢多逊的灵鹫 迎回内地 在襄阳归葬 真宗之道后 照襄阳当地官员 赐卢查钱三十万驻葬 还录用了卢多逊的孙子 为襄阳的地方官员 大宋帝王 即使对叛逆者 也较少狠利之气 倒卢 倒赵 与倒秦 赵普 算得上大宋帝国三百年间的第一谋士 此人做事有落手 但也有人性复杂的一面 赵廷美 卢多逊 大案 他要推演的表面看呢 是倒卢多逊而非倒赵廷美 但是要想倒卢最有力的法码是倒赵 此案中 一般使论认为背后的推手是太宗赵炯 但就智慧而论 在这一个回合中 我宁肯相信是赵普直接促成了这件大案 他要三次入相就必须倒卢 他做到了 如果要对此事做一句话评判 那就是赵普为了达到倒卢 而发动了倒赵运动 或者呢 也可以说赵普发动倒赵运动 而达到了倒卢目的 历史上的张良 作为韩国贵族后裔 不能容忍迎勤的存在 是大富的尊严在此 迎勤存在一天 韩国灭亡的国仇家恨就不能化解 于是有倾尽家财招募勇士的薄浪沙一击 却未能如愿 于是投向羽投刘邦 最终演成岛秦大业 随后级隐退 并不恋恋于什么万户侯 所以史上有一个动人的说法 人到汉高用紫房 谁到张良用刘邦 就像张良终生的目标是岛秦一样 赵普此时的目标是岛炉 张良做到了岛秦 赵普做到了岛炉 二人借助的都是帝王的力量 帝王不过是岛秦或岛炉的工具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 谋视赵普是赵廷美卢多逊大案的第一推手 但在倒炉之后 赵普应该有天良发现 此人落手啊也有限度 他似乎没有那种仇恨万丈的怒火 当他达到预期目的时 也有适可而止的君子风度 对卢多逊 当他知道自己已经胜券在握时 甚至多次暗示卢多逊可以提前退休 从此既往不咎 卢多逊就在这一个紧要关头 有了奴马练战斗的愚蠢 就像笨拙的马儿 走在凶险莫测的华山战道上 看到悬在空中的战道缝隙间的一粒豆子 也要停步去舔石 全然不知此境有多么危险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81集 最后 卢多逊在赵普的罗织下 被发配亚洲 这个时候 赵普的亲信李福 有了落井下石的主张 他呢 对赵普说 亚洲 虽然在遥远的海中 但那里的水土还很不错 我知道有个地方叫春州 虽然很近 但此地 瘴气很毒 到了那里 是必定一死 不如啊 让卢多逊到春州去 春州 在今天的广州阳春市 是传说中的藏力之地 李福此言 显然有讨好赵普的意思 史称 普不答 就是赵普没有回答 赵普为什么不回答 我认为啊 赵普在这个严重的时刻 忽然有了警觉 也许就在这一时刻 他能想起并明白 君子不为以慎的古训 读过半部论语的他 也应该想起夫子的严厉批评 比夫可与弑君 也与灾 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 狗患失之 无所不质疑 就是 拥恶漏猎之徒 可以共事服务于邦国吗 这种人 他没得到官职或富贵时 怕得不到 得到后又怕失去 一旦害怕失去 那他就什么坏事都敢做了 孔子这个话 可以称作识别局中人的铁律 是使人获取政治洞察力的著名原点 理解这句话 可以帮助认识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 这个话呢 也为后来的批评者多次引用 王夫知乾隆皇帝都曾允用夫子这段话来批评赵普 认为赵普正是这样患得患失的彼夫 认为正因为赵普是个彼夫 所以挑唆兄弟反目 锻炼赵廷美大狱 献太宗于不仁不义 这类事他干得出来 孔子所谓彼夫 主要是指君王以下的公侯大夫 这个阶层之间的权力争夺是残酷的 圣人用心良苦 但效果有限 不过也可以反过来说 虽然效果有限 但圣人并不停止言说 如果没有得知教化这类言说 官场就会呈现出纯粹的丛林法则 孔子儒学多少限制了君王公侯们 直接了当作恶的可能性 从法上之法 也就是纯粹伦理的方向 给执政指出了一条道德修炼的路径 成为垂训俗世的法则 朱熹为论语做集注 论及本章主旨 语气极为俊烈 大有痛底的风格 朱熹说 笔夫之流 小则顺庸士智 大则士父与君 皆生于幻师而已 又引北宋大儒 胡安国的老师 尽才知的意见说 士之品大概有三 至于道德者 功名不足以类其心 至于功名者 富贵不足以类其心 至于富贵而仪者 则一无所不置疑 朱熹总结说 至于富贵 及孔子 所谓笔夫也 如此理解笔夫 可以看到儒学 对于此类人物的验增 当赵普忽然明了 这一层意思的时候 他应该有了 对自己的验增 所以 面对讨好自己 至于富贵的 笔夫李福 这一番省略了 圣贤精神和传统价值观的 无所不至言论时 他能反省 我赵普是不是 也是这类笔夫 月头银之变 李福建言不久 有个望人 叫米德超 诬陷简孝太师 势中疏密是曹彬 朝廷 因为戍边士兵辛苦 每月月初 有白金赏赐 军中呢 称之为月头银 驻守郑州的司令 米德超 就借这个事啊 乘驿站的车 回到京师 给太宗上了份 急便报告 他说 曹彬秉正九 得势重心 臣是从赛上来 数族皆言 月头银 曹公所致 唯曹公 我辈 当哪死已 曹彬 在中央执政太久了 很得势重之心 臣刚刚从边赛上来 数族都说呀 说月头银 乃是曹公 给咱们争取的 没有曹公 我辈都会动恶而死了 这一番话 对熟悉 五代藩镇 往事的帝王来说 很有震撼效果 然后 米德超呢 又巧妙的 造谣 诽谤了一堆乱事 太宗不禁动了疑心 将曹彬 霸为天平军截斗使 提升米德超 做了疏密副使 但是米德超本意啊 是想取代曹彬 来做疏密使 不料 只做了个副使 而且副使的班绪 还在文人柴雨熙之下 很是失望 一天 他骂同僚及柴雨熙说 我上言国家大事 有安设计之功 但只得到 线头般的小官 你们这几个是什么人 反而比我的官还大 皇上真是没有定力 被你们这帮人迷惑 柴雨熙等人 将此事告知太宗 正好有几位大臣 来为曹彬说话 说曹彬冤枉 赵普也为曹彬开脱 太宗这才缓个味来 知道米德超即便所揍 其实乃是构陷手段 大弄 命人来审讯米德超 事情清楚后 将米德超除名 不再隶属于官籍 流放到穷州 这时支开丰府的礼服 正是当初米德超的举荐人 按律呢 也该成见 开始太宗给他的处罚 是便往宣州去做司马 但是米德超的事太恶劣 太宗想给一个更重的处罚 赵普此时已从心里放弃了礼服 于是就将礼服不久前建议将卢多逊 扁往春州的意见说了出来 太宗趁着一股气 干脆就将他扁往春州 礼服最后就死在那里 战国时商鞅曾有做法自闭的故事 唐代的周兴发明探考大翁的酷刑 最后有了请军入翁的故事 五代时也有个敏国的薛文杰 制作内设刀锋的剑车 最后呢 是他自食其果 首先做了禁区的故事 礼服此举也当在这类谱戏中 恶人自有恶人魔 但上述诸君都是自家魔自家 现在是一场清晰的谜局 考察近世因果 往往更有令人惊异的活距上演 故如学有金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明辞理者不仅害人 也往往害自己 这个浅显到白水一样的道德律令 却可能是人类道德极为重要的介遇 被王福之先生骂为彼夫的赵普 晚年是否有愧对秦王赵廷美的隐秘自责呢 赵普啊 不一定属于铁石心肠的残忍之徒 在他内心深处 应该对人性还保有一种发自天然的信任 他应该知道 如果没有他的推演 赵廷美不会获智 歼变这一下人的定验 我落在时光的后面 但如果可以假设 假设面对太宗的疑惑 面对柴雨昕上奏说 秦王廷美有阴谋时 赵普能够如后来真宗朝的王诞那样 也许就不至于锻炼为一场大狱 叩准簪花 太宗的儿子真宗皇帝时 明臣叩准 明满天下 晚年之永兴君 至所在今陕西西安 到了他的诞辰日 庆典生日的那种排场 好像在过圣节礼 规模规格 仿佛皇上在过生日 叩准呢 还穿了黄色的道士服 三花骑马 这个簪花呀 是大宋习俗 宋人不分男女 都愿意在头上啊 带一朵鲜花 皇上欲有庆典 自己也要带一朵鲜花 叩准生日也带花 还穿黄色的道袍 这就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了 这种行为认真追究起来 很是一个说不清的大案 而且果然就有人 向宋真宗打小报告 说呀 扣准有判信 真宗得到报告 开始也是一惊 就拿出西安快递过来的小报告 给当朝大臣王诞看 并问道 扣准真的要反了吗 明相王诞很认真地看过小报告后 微微一笑道 扣准这个老头这么大年纪了 还这么呆 臣 马上写个杂子 让他知道 王诞就这样 谈笑间 将一场可能的阴谋歼变 消弭于无形 而真宗也从此放过不问 史称 上亿亦解 事儿就这样 结了 这就是传统史论中 最为称赏的大臣风范 古迅有言 明者见微于无形 智者见祸于魏蒙 一个事件在魏蒙无形之中 即可动见其可能的威祸 并努力将其可能性扑灭 这是存在着的极高智慧 扣准 反还是没有反 可以一言而定 假令王诞如赵普般推波助澜 则大宋帝国将会又多一个大案 大臣王诞 事先动见了这个大案的霍威 扑灭了言此生长的可能性 而彼夫赵普 则未必见识赵廷美大案 动摇大宋道义 献太宗于不义的这类霍威之可能性 假如他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 而仍要一意孤行 问题的性质就会更严重 那已经不是彼夫 而是以邪辟阴毒坚定 都难于界定的人物了 赵普还没有那么恶 他始终认为 导炉连带导照 不过是偶然关系 甚至因为开始的导照 所以才在调查中 发现了连带导炉的可能性 对赵普而言 有意味的是 他正要导炉 却发现原来导照 正是导炉的最佳路线 几乎就是一条直线 直达线路 导炉是必须的 因为必须结束 卢多逊对我赵普的一步步欺凌或藐视 我的女儿女婿已经付出了代价 卢多逊也必须付出代价 导照是必须的 因为必须终结胸中地级模式 恢复嫡子继承模式 这个政治安排没有商量 所以啊 我倾向于认为 赵普有可能觉得愧对卢多逊 但绝对没有愧对赵廷美的心思 他认为他做的对 狼哉祈福的赵普 宋人笔记说赵普一故事 说赵普啊 晚年病重 夜里做梦很不吉祥 然后就拜托道教人物 为他驱灾祈福 但是需要有张表上达天庭 道士呢 就向他请教张表的主旨 向天庭祈祷 要有明白诉求 但是赵普很难对道士说这个事 于是就拿来笔墨 自己写就了一篇祈祷文 文中有文字道 秦官母子 地级自出于人谋 祭邪臣民 子贤难为乎天意 乃凭幽岁 聚成强梁 看臣血气之衰 似笔眼恶之力 信周筑埋魂于揪朔 何尽乌血破于至今 躺和地心 朱祭布乌菜馆 幸元沉死 事堪 永泄朱军 这文字啊 急趋生涯 梳理一下关系 大意如下 第二百八十二集 赵普的这篇祈祷文 梳理一下关系啊 大意如下 我这个事情啊 关系到 昭宪太后和赵家的几个儿子 胸中 帝级的施行 实在是出于太后的谋划 但考虑到立国立民的大事 太宗的儿子很贤良 笛子继承 不能违背 天意民心 所以不再施行 胸中帝级模式 没想到 赵廷美 却凭借着幽冥作祟 一成鬼魂之强梁 看到我年老血气已经衰弱 就肆意的在我的梦里头 做厉鬼 恫吓我 我很冤啊 就像过去西州时 那个乌柱为宣王谋划 却遭遇女鸠毁谤而死 过去晋国那个巫师 为国家谋划 但太子深生却自杀而死 这个事并不能让巫师负责呀 如果我为大宋帝国做的谋划 符合天地之意 那么贬折赵廷美 最后导致他死去 就跟当初周公诛杀周王的兄弟 管书菜书 没有什么两样 那都是合理的合法的 如果天地能理解我 免我不死 那么我将永远感谢 并愧对赵德昭 赵德芳这俩公子 尽管他俩也许很像 姚和顺的不孝子 丹珠与商君 文章写霸呀 就秘密的封起来 对着空中焚烧后 一掷 就是一扔 此时呢 恰好来了一阵怪风 把火吹灭了 文章就飘入空中 最后掉在闹市朱雀门 被人捡取 于是传送于京师 成为一件记录中的公案 大致这样一篇东西 委婉曲折 总之呢 是赵普在陈述 终结胸中地级模式 恢复笛子继承模式的 政治正当性诉求 在陈述自己的无辜 这样看啊 赵普即使到了晚年 还是认为自己的做法 是正确的 所以 他之所以导照 尽管是出于导炉的目的 又不仅仅是为了导炉 而是为了将地位传承 程序恢复到正当合理合法轨道 以期求得帝国的长治久安 另外一个记录者 说到了相近的一个故事 也可以约略见到赵普的自信 说赵普啊 生病很久很严重 就将自己最珍贵喜爱的 双鱼膝带解下来 交给亲历前真 请他呢 到上清太平宫去 嚷哉祈福 道士江道远 为他叩拜明界大神 对大神说呀 说赵某 乃是 开国功勋之臣 为何有这么深的冤魂千类 而不可避解 这个冤魂是谁呢 大神在一个巨大的牌子上 用弹幕书写了一通 浓烟在巨牌之上缭绕 字迹难辨 但看清了牌子后面一个火字 江道远就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真前 赵普听说后 说 我知道是谁了 必定是秦王赵廷美 当时是他与卢多逊派遣唐力 跟赵白等人阴谋交结 败露后导致一场大灾 我有什么错 半世平语 赵普在太平新国七年 九八二年四月赴下 不久扳倒卢多逊 贬折赵廷美 正在雄心勃勃要做一番更大事业时 第二年 太平新国八年 九八三年十月 借着赵普谦逊表示要退休的意见 太宗再次将他下放外地 到五圣军金属四川广安去做节度诗 两个月后 赵普启程 太宗在大殿宴请他 并写了一首诗相赠 说是诗 其实啊 真不是诗 七言四句 几乎啊 都是说理 这也是宋人诗歌的一个特点 太宗这一篇呢 更过一点 不过 算是给赵普的一个办事平语 也算精荡 诗云 中秦王室斩红魔 正是朝堂赖禀福 戒指赞愁清所至 修教一念远黄都 赵普已经六十多岁 到地方做节度史 明显已经不能再被书轴 他在自愿进入书轴位置后 帮助太宗完成了笛子继承的制度化设计 而后不再属于书轴人物了 这个事多少让他有点意外 失落感是应该有的 他没有张良那种急流涌退的隐世情怀 他一直属于狼庙之才 不能在中央工作 他无法猜夺原因何在 往日的荣光 谋士的尊严 都让他感到了一种失败 当太宗 把这首诗赠给他时 他甚至有了不真实的感觉 那种迷离堂皇 与他往日的精明强梁 是判若两人 无数往事开始涌来 他对太祖讲述 不要传为晋王赵光义的冒险 他阻止太祖任命 福燕青的苦衷 他将太宗门人 摇树无意中除去的蹊跷 他从逢赞行囊中搜出 贿赂晋王府邸幕僚的赃物 这些 这些都是当初 太宗对他失去信任的原因 现在 太宗完成了大宋权力 再分配的蓝图 我 赵普 没用了 失落中 赵普恰如其分的哭泣了 他捧着太宗的诗哽咽道 陛下 此臣诗 臣当刻实 让他随着臣 与修谷同葬九泉之下 一番话 太宗也动容 第二天 太宗觉得应该解释一下这个事 就对左右说 赵普对国家有大功勋 朕在不一时 我们就曾经在一起游历各地 现在 他已经很老了 朕不想再用这么劳累的机物麻烦他 所以给他选了个好地方 让他能够握制 所以写了诗来宣导我的意思 赵普很感动很感激 朕也跟着流了眼泪啊 名相宋奇对太宗说 赵普昨天也到了我们中书省 拿着陛下的诗哭泣着跟我说 此生余年 已经没有继续报答陛下的机会了 希望能有来世 能够再孝权马之劳 臣已然听到赵普这一番话 现又听到陛下这一番 讲述君臣祭遇的缘分 君臣始终之分 可谓两全了 后来 赵普又做西京留守 到了纯化年间 赵普的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差 就多次上表请求退休 太宗给了他更优厚的待遇和职称 太师 为国公享受宰相级别的愤怒 纯化元年990年7月以四 14日 赵普足 第二天 太宗得到补文 很悲痛 对晋臣说 朴是先帝与朕最为故旧 能断大事 向于朕长不足众人所知 朕军临以来 每代一书里 朴亦清洁自孝 尽忠国家 真设计尘也 闻其丧事 七创之怀 不能自已 就是说 赵普啊 赵普啊 是奉先帝和朕 是我们故郊中资格最老的人物 赵普对大事有判断 能决断 但他以前 有跟朕不对付的地方 这些众人皆知 但 朕军临天下以来 经常以特殊的优厚之礼节 对待他 赵普也能清尽 终结为国家效力 真是设计尘哪 听说他病逝 我感到太难受 太七创了 几乎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啊 说着就流下泪来 左右都受到感动 赵普这一生 有很多故事 在使馆流传 在狼庙流传 在江湖流传 邵氏文件录记载一事 则可以看作赵普的另一面 说赵普年轻的时候 游历长安 听说唐太宗李世民的墓被盗 骨骸流入民间 他于是花重金 购置这些铃骨 葬在昭铃下 曾经有一个当地的富豪 藏有李世民的脑骨 要价很高 赵普呢 很艰难的得到了 一同收葬 赵普此举不同寻常 不必诛心的分析 他为何如此做善事 能够收留亡人骨骸 重新下葬 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值得表扬 天伦为重 大魏为清 卢多逊当朝时 为政专断 赵普当朝时 事实上比卢多逊是还要专断 当时太宗已经放开言论 而且多次下赵求言 但是赵普要求陈辽们上殿 如有奏章 都要先给他看 奏章中必须删除 底斥实证的文字内容 才允许登对 又是那个田熙 正在做建官 曾经议论此事 但是赵普比卢多逊 好一点的是 没有责怪田熙 实称 后乃少息 以后呢 这类事就做的少了点 他对卢多逊 就没有那么宽容 说起他与卢多逊的分歧 很可能源自一个 小小的糗事 据说呀 赵普做书密史时 卢多逊呢 为汉林学士 有一天二人共同奏事 当时太祖 刚刚改原名钱德 因此对二人说 这个年后 自古以来没有过 似乎很得意 赵普就从旁边 跟着赞美 说 钱德二字 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好 但是卢多逊说话了 这个乃是 为蜀时用过的年号啊 太祖大吃一惊 赶紧令人检查历史记录 果然 前蜀后主王衍 曾经用过这个年号 太祖不免生气 于是拿起毛笔来 在赵普的脸上 画画脸 一边说 你怎么才能 向人家卢多逊 那么有才 弄得赵普 一个晚上 没敢洗脸 第二天 见了太祖 太祖命他洗去 他才洗去 赵普 本来对卢多逊 就有不满 这个事之后 就更结了个梁子 心中藏了近二十年 最后有了导炉活动 据说 陈桥兵变 太祖第一次进入后周宫殿 看见宫中嫔妃抱着一个小男孩 就问 这是谁 原来呢 是周世宗柴蓉的儿子 文武多人在太祖的身旁 太祖问 如何对待这个男孩 赵普说 去之 最后太祖没有去之 而是将他送给了潘美 由潘美养大成人 事件送人亡拱的随手砸路 赵普后来扩大了赵廷梅与太宗监的猜忌 直接推动了赵廷梅案 对伦理主题 赵普并没有足够敬畏 因此 我相信这个记录是真实的 用小说评论的话说 就是符合人物性格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83集 赵普始终没有明白 他在政治上的胜利 并不意味着 他在伦理上的胜利 王夫之批评他 更多呢 也是伦理方向的批评 在传统理念中 伦理大于政治 用王夫之先生的话说 就是天伦为重 大魏为轻 这是赵普一生没有参透的义理 事实上 也是近世以来 很多政治家思想家 没有参透的义理 或者说 故意不想参透 不愿意接受的义理 诵论中的四个观点 诵论中 王夫之先生 对赵廷美 卢多逊大案 给出了几千字的评论 堪称是 字字珠基 读懂这一篇史论 对理解 传统圣贤理念 理解政治与伦理的关系 甚至识别人人与比赋 看清近世身边的大事与小事 从此获得洞察世界的思想穿透力 都是一种 虽然未必令人赞同 但足够意味深长的思想启发 从头书里这一篇史论 与本书似乎没有必要 只略说一说文中的四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 辨识人与不仁之人 有一个铁门线 就是在父子兄弟夫妇这类人伦关系中 即使这个人从中挑唆 制造亲情流血罹难之案 而结果大有利于我 即使与这个人谋划大事时 他可天才决断 与他讨论机密 他能守口如瓶 与他处于威仪之际 他也绝不动摇 但这仍然是一个不仁之人 而不仁之人 不可以将国家命运托付于他 在王福智看来 像张子房这样的人 投项羽 投刘邦 用钟锦来评价 似乎不够资格 但是 当他面对刘邦父子之间的关系时 就好像自己的痛处 委屈的为刘邦讲解辟欲 深深的护持父子之情 以全其天性之恩 这样的人才是人人 而赵普不是 第二个观点 赵普很有可能怀有篡权夺位的野心 赵普的隐情就像当年杨素面对杨广 徐世纪面对武士的隐情 杨素的儿子杨玄敢反大随 其实正是杨素平时的志向 假如杨素不死 大随的随阳帝杨广 不过是乱随 而后可被剿灭的中原肥鹿 杨素呢 很有可能取而代之 徐世纪的孙子 徐敬业反大唐 其实正是徐世纪平时的志向 假如徐世纪不死 大唐的武则天皇后 也不过是乱唐 而后可被剿灭的中原肥鹿 徐世纪很可能取而代之 所以杨素 雍丽杨广 徐世纪 雍丽武后 都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赵普之所以在赵德昭 赵德方死后 绝技雍丽太宗 就是要借兄中弟级而乱大宋 如果太宗不保 或太宗身后 大宋又是一孤儿寡母天下 彼时赵普操纵宋氏会更自由 那又是中原陆肥之计呀 之所以如此猜测赵普 并不难知 看看赵普在太祖时 所有的谋划 几乎全部指向宋出的 故旧元勋 兵权固然收掉 但赵普却获得了大权 唐代灭亡之后 彼夫彼彼皆是 赵污了天下 而无法洗浊干净 赵普以一个优异的幕僚身份 沉溺于权谋中 与那个知名的彼夫冯道 是一样的人 第三个观点 赵普诱导人 主枪杀其天伦情感 犹如当年 要对周世宗的后人 斩草除根去之一样 几乎没有忌惮之心 这等不仁不仁 太宗决之意 所以给赵普的酬赏虽然很隆重 但在大案结束 还是将托国大事 寄托于后来崛起的 李房吕端等人 而赵普则再次霸相 老死于家中 所以大宋宗社才算平安 宋奇所谓 君臣两全的说法 事实上也暗含了赵普的危机 太宗没有将赵普置之于法 是赵普的幸运 第四个观点 卢多逊 试图看守住伦理大义 而不计个人荣辱 当赵普在太宗面前说太宗的坏话 一如后来的太宗面前说赵廷美的坏话 这些啊 卢多逊都有感觉 所以在太祖时 卢多逊就与赵普不合 试图保全太宗 等到了太宗时 卢多逊又想保全挺美 杜太后的遗命 虽然不符合嫡子继承的古制 不合法不正当 但是如果违背这个遗命 猜疑意气 则冰火就会跟着而起 但是天伦为重 大魏为清 所以卢多逊与赵普比较起来 立心愿意 疯癫长子赵元左 赵廷美大案中 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 在历史的幽微深处 孤独的闪耀出 传统圣贤肯认的高贵之光 他就是楚王赵元左 太宗的长子 史上记录的是啊 他几乎在癫狂状态中 度过了一生 太宗赵炯 有过三个皇后 隐氏 服侍 礼氏 隐氏 太宗发气 楚州刺史 隐庭勋女 早轰 太宗建座 追封为淑德皇后 服侍 魏王福燕清第六女 后周时 嫁给赵光义 太祖开保八年 九七五年轰 太宗建座 追封为 义德皇后 李氏 名将 李处云之女 太祖介绍给太宗为妻 太宗建座后 于雍西元年 九八四年 立为皇后 史称 明德皇后 太宗另有贤妃 德妃 贵妃 书仪 书仪 多人 内中 一个李贤妃 乃是防御史 李英的女儿 贤德 有名 太祖 听说后 为太宗 研聘 太宗建座 封为夫人 他生了 赵元左 赵元侃 赵元侃 后来更名 赵衡 就是大宋第三任皇帝 宋贞宗 但李夫人 死得太早 太宗建座第二年 他就病逝 还来不及 封妃封后 贞宗时 先追封母亲 为贤妃 又晋上尊号 为皇太后 有思 记上 士号 元德 故史称 元德 李皇后 赵元左 是太宗长子 贞宗的大哥 赵元左 出生于 钱德三年 公元九六五年 贞宗出生于 钱德六年 公元九六八年 元左 大元侃三岁 宋太宗 出生于 后晋天福四年 公元九三九年 大元左 二十六岁 元左 是太宗的 第一个儿子 长得是酷似老爸 又秉性 聪明 激进 所以呢 宋太宗 是非常喜欢他 据说呀 他十三岁的时候 曾跟从太宗 在近郊 田烈 当时 还有契丹的使者 来 也在一起 太宗 看到一只兔子 在玉碾前 出没奔跑 就让元左 射箭 元左 张公 一发而中 众人叫好 连契丹使者 也感到惊异 元左 可能确有一饼 他一直喜欢独居 不愿意见客人 太宗驾崩后 更是如此 但常常 能预知 要发生什么事 真宗时 看到元左 疯疯癫癫 就派了著名的 术士管归珍 到元左府邸 去为他祭祀 祈祷 消灾求福 左右呢 还不知道这个事 元左就说 管归珍来了 真宗听说后 也很诧异说 难道真的有什么 神异的东西 依附在他的身上了吗 元左 是因为四叔 赵婷美案 而封掉的 在此之前 他还跟从父亲 平定太原 征讨幽记 很正常的一个人 从皇子功底 出来后 为简孝太父 同中书门 下评章事 封魏王 初期在中书省工作 后来呢 又迁居东宫 加简孝太尉 进封为楚王 这是太宗 一心要培养他 做嫡子继承的节奏 但赵婷美的案子出来了 群臣正在议论纷纷 在研究如何定罪 老太父王璞 正在紧锣密鼓的 联络诸臣 联署 已经有七十多人 签了名 我推想 王璞也一定 找过赵元左 因为元左 当时官拜 同中书门 下评章事 这是载府级别的高管 理应联署 但我也不难推想 元左一定是拒绝 在这份奏章中签名 赵元左认为 四叔没有错 弄出来的那些事 不算个事 四叔几乎不带兵 几乎没有强有力的党羽 有个卢多逊 也不过是寻常往来 说了一些讨好的话 负气的话而已 就像王弹 看玉智老臣扣准 仁宗看谋逆的成都秀才一样 四叔这点事 在元左眼里 不是事 于是他拒绝签名 并开始试图搭救四叔 谨励不要酿成一场大狱 整个皇族中 只有楚王元左一个人 在救助赵廷美 但宋太宗 赵普 王普 柴雨西 这一方的力量是太强大了 太宗逐义已定 必要恢复嫡子继承制 赵普逐义已定 必要在导赵过程中 导炉 王普 逐义已定 必要支持大宋 结束胸中 地级的格局 从此走上 全力分配的古制 柴雨西 逐义已定 必要以当初 晋王官邸 救人的身份 帮助太宗 甚至也帮助袁左 完成大宋设计 继承人 要保持在太宗一系的 制度性设计 所以 袁左一个人的力量 还不足以救助四叔 太宗也不听 有一部野史 龙川别智记录说 太宗要立袁左为太子 袁左坚决推辞 说要立 也得立太祖之子 因为这个原因 袁左作为太子的资格 被废掉 但是这个说法不正确 因为袁左出阁 也就是接受翻封做官 在太平新国七年 九八二年七月 当时太祖的两个儿子 德昭德芳已经死了 所以他不大可能 要求立太祖之子 但是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 赵袁左 这位最有希望继承 大宋设计江山的人物 并不看重这份军权 这是进入 袁左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 让国似闲人 历史上 初让军权 给更合适的人选 有几个被儒家 反复赞誉的人物 有一人名太伯 是殷商晚期周族的太王之子 太王有三子 长子就是太伯 次子是伯庸 三子是姬利 姬利最为贤能 且生有一子 就是姬昌 未来的周文王 太王看到姬昌 就认定周族的希望 在他身上 就有意要将王位传给姬利 再由姬利传给姬昌 太伯看到三弟姬利 和大侄子姬昌 确实贤能 而父亲太王又有此意 就有了不露痕迹的 三次推让天下 第一次 太王生病 他去采药 故意没有回来 第二次 太王病死 他又故意不去奔丧 第三次 断发纹身 故意不穿用周族服装 表示不可能继承王位 最后跟着二弟仲庸 一起跑到今天的吴越之地 远离了陕西的周族之地 这样就造成一种 不露痕迹的让国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二百八十四集 三让天下的三让 也有不同说法 如 让姬利 让姬昌 让姬昌的儿子 姬发 也就是周武王 就是一说 这个不论 三让已经成为传统政治人物 智德的故事 孔子就盛赞说 太伯 其可谓智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撑烟 太伯的智德 以至于天下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表彰这个事件 这又是一个伦理重于政治的案例 在儒学价值系统中 外王 其分量是远逊于内圣的 达到外王 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目标 但达到内圣 却是必须追寻的目标 所以让国这类政治上不负责任的 开小差行为 在儒学这里 可以被当作智德来表彰 而政治人物之所以被表彰 是因为他们在伦理意义上富有圣贤气象 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都不能连累他们的内心 所以有让国 无论多么高尚的名声都不是他们愿意计较的对象 所以世数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们 这就是智德所在 让国的还有两位 一个是老大伯仪 一个是老二淑琪 俩人都是殷商末年孤竹国的王子 孤竹军喜欢老二 就要传位给淑琪 但是淑琪认为自己不是嫡子 不能继承王位 就让给哥哥伯仪 伯仪又认为 负命不可为 坚持不做这个国君 最后二人都逃跑 到了周国 看到周武王伐咒 认为这种战争属于以暴制暴 不是臣下应该干的事 就拦住马车建祖 武王不听 终于灭掉殷商 伯仪淑琪二人 此时周素 认为再吃周王朝天下的粮食是个耻辱 就到守阳山 采集野草而食用 最后饿死 这二人也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 是传统中国暴劫首制的典范 这二人的意义在于 做事求诸己 求诸己就是守住内心的人德之念 自然而然的做道义肯认的事 无论所得结果如何 不抱怨 按照圣贤的意见 这种发自于内心的恪守廉耻 是大丈夫之事 伯仪淑琪简称 宜琪 是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影响深具的历史人物 唐代韩裕 曾做伯仪送 宋代范仲淹 曾书写伯仪送多篇送给亲朋 近人张军丽先生 则引述韩裕的意见 也对宜琪之行给予了很高评价 他说 韩裕仪淑琪简称 有为有关器杰之文 韩氏与举世宗周之计 亚然于伯仪淑琪之恶死守阳山 乃是其所以然之故曰 穷天地更万事而不顾 又曰 威二子 乱臣贼子皆济于后世 意味呢 君臣上下 乃社会维系之大方 即令周氏为人民所拥戴 然不可不有此时周宿之一旗 且称一旗曰 一家非之 立行而不获者寡矣 至于一国一州非之 立行而不获者 改天下一人而以矣 可见 政治上一个朝代 即令成功 而一个个人 仍有其是非褒贬之特权 此其言将一人人格 一人信心 一人之殉道精神 推而至于 至高至远 无以附加者矣 方金国中充斥 朝勤暮处之辈 读韩氏此文者 其亦有冷水交辈之敢于 见中华民族精神气节 香港再生 1951年10月 第3017 近代以来 理解 薄夷书旗的 张军丽 可能是第一人 还有一位名叫 纪扎 他是 泰伯的后裔 泰伯 在东海之宾 建立吴国后 经过了多少代 到了一个叫 寿梦的人 继承王位 寿梦 有四个儿子 寿梦是老四 最有德能 所以寿梦呢 就想将王位啊 传给他 寿梦的几个哥哥 也愿意让寿梦来做君王 但是寿梦不肯接受 最后寿梦隐退于田野 以耕种明治 寿梦思虑很深 他不继承王位 既有谦逊的一面 也有远和的一面 他知道当时春秋之际 天下征战很频繁 而吴国也有了政治上的困境 明哲保身也是一种德 所以他不愿意从政 但还有更深的思考 也即邦国最高执政 理应坚持嫡子继承制度 无论天下怎样乱 这个天大的礼法不能变 他等于在用自己的行为 为周族天下以来的 立敌制度做出了实际维护 即使天大的利益就摆在眼前 也不变更这一种坚守 这也是一种智德 赵元左被废 楚王元左救助四叔没有结果 赵廷美终于被贬折 史称廷美之贬 元左请其罪 就是元左更向父亲质问 四叔究竟有何罪 太宗不喜欢这样的问题 优势势爱 就因为这个原因 失去了父亲的宠爱 赵廷美再次被贬到房州后 元左遂感心急 于是得了疯病 他经常会好久不上朝 大宋的法度他也开始不放在眼里 左右稍微有点微小的过错 他如果犯病就会用刀伤人 仆人和小丽从堂前走过 他有时会张弓搭剑去射人 太宗听说后 开始很严厉的批评他 要他改过来 但他是根本不改 到了夏丘之际 更严重了 太宗为此格外的忧虑 但只要听到他略略好一点 太宗又很高兴 甚至为了他能够病情好转 还大赦天下一次 太宗是太期待这个宝贝儿子 能继承他的事业了 说话到了重阳节 太宗召集诸位皇子 在元佑中验射 但是因为元左封病 刚刚有一点好转 这么热闹的场合 叫他来可能不方便 因此太宗没有召唤他来参加验射 到了晚上验射结束 太宗的次子赵元佑 来看望哥哥赵元左 赵元佑原名赵元西 太宗认为长子为左 次子可以为右 于是改名为赵元佑 在后来的日子里 太宗也确实因为元左疯癫 有改立元佑为太子的心思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赵元佑被自己的侍妾张氏 误读而死 他现在到元左的府邸来干嘛呢 史无记载 有记载的是 元左知道重阳节元佑验射聚会 没有邀请他 于是他对元佑说 如等与至尊验射 而我不欲言 是为君父所弃也 你们这些皇子们跟着至尊皇帝验射 而不叫上我这个老大 这明显是我被君父抛弃了 他的病情本来似乎已经好转 但就在这天夜里 忽然又一次发作了 到了夜半 他躲开妻妾 放火将自家的府邸点着了 这一旁大火 一直烧到天亮 火焰也没有停止 消息爆来 太宗认为 这一定是元左干的活 就派遣御使前往拿问 元左承认了 是自己所为 太宗得到结果是痛定思痛 又派出大内总管去见他 传达太宗的话说 如为亲王 富贵极已 何兄辈如是 国家点献 我不敢思 父子之情 于此决已 就是你作为亲王 富贵到极点了 为何凶恶背逆到这部天地 国家有点册 有宪章 我不能私自回护你 父子之情 从此以后两决 说着就要按国家的章法 给元左治罪 赵元左没有说话 蹊跷的是赵元西 也就是后来的赵元佑 为何在验射之后 到元左府邸 为何他去了之后 元左就放火 按照政治事件 谁最获利的原则推断 元左疯癫 最有希望获利的 就是赵元佑 如果元左疯癫转好 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储太子 作为老二 可能的替补机会 就是老大失去 作为皇储的资格 太宗也确实在后来 将赵元佑 进封为王 但这还不过是推断 赵元佑 究竟跟大哥元左说了什么 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赵元佑 未必在元左病情稍好时 去挑唆什么 重新加深加重他的病情 很有可能是元左自己选择了 这一时机彻底封掉 太宗处理意见出来后 陈王 赵元佑 以下 包括宰相 晋臣 都来哭着 营救元左 要求赦免 太宗是痛哭流涕 对诸位说 朕没读书 见前代帝王子孙 不帅教者 未尝不扼万愤恨 岂知我家亦有此事 朕为宗设计 断不舍之 就是 朕经常读书 看到前代帝王子孙 有那等 帅意 而不奉手 离法制度的人 没有一次不是扼万愤恨 岂能料到 我家也有此类事 朕为宗设谋划 绝对不能赦免 这等罪恶 于是下诏 将楚王赵元左 废为庶人 送到军州 金属湖北 丹江口安置 元左 无语难辖 德不孤 必有林 太宗对宰相宋齐等人说 近来内外稍稍安定一点 我正想自己示意一些 而元左居然纵火 实在是坏了我的情怀 宋齐等人奏道 瑶那么盛名 还有个不孝子丹珠 顺那么盛名 还有个不孝子商君 这些都不足以 连累陛下的盛名之德 元左也不是故意的 如果不是患有心疾 也断不会干这种事 请陛下开怀 然后宋齐等人 又率百官上表 要求将元左留在京师 太宗下诏不允许 百官又上表连上三次 最后太宗答应了 元左已经走到黄山时 赶上了朝廷发来的 赵还赵书 元左回到京师 等于被软禁 不许与外界联通 元楚王府的姿意 义善等都来向太宗谢罪 说自己辅导楚王不合格 所以导致楚王做浑事 太宗说 我教训他多次他都不听 哪里是你们这些人 能够赞相引导的 于是没有计较他们的罪过 王府之宋论 对楚王赵元左的评价是极高 将他放到有三让志德的 太博行列来赞叹 他说 三代而下 遂其智姓 珍其大节 过而不失其中 有光内运垂五百余年 人无德而撑者 其楚王元左乎 就是夏商周以来 一个人能够顺遂自己的智姓 大节真正而不宜 有过失 但不失为中庸之道 内涵微弱的圣贤光芒 到今天五百余年 而人们没有办法撑上他 这样的人 就是楚王元左呀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85集 王夫之先生认为 如果遂了太宗的院 天下就不会是赵廷美的 也不会是赵匡印子孙的 而一定是赵元左的 但赵元左则有发自天性的 侧隐之心 以此来对治鬼神 对治天下 一定要委屈的保全叔父 以免君父陷于不仁 而君父不仁就没有至善 就不是圣明之君 但君父不听 元左于是激烈洋狂 纵火焚工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向天下昭示 我赵元左不可以均临天下 即使因此而得罪 不幸而死 也会甘之如頤 所以太宗将元左 废为庶人 这恰恰是元左 得其心者的结果 所谓得其心 就是求人得人的得其人 当年 伯夷书奇和太伯 之所以抛弃人间最高爵位 安然处于天道格局 就是在小心翼翼的 护佑这颗心 以其达到客气负礼的境界 王福之先生列举了史上一些类似故事 认为啊 都不可能与赵元左相提并论 更认为大宋无人 没有像样的圣贤人物 为何呢 因为赵德昭之死 赵廷美之匾 这些都是大乱之道 是由太宗为最大的推手造成的 当时在朝堂之上 以刚直被人称许的斗称姚潭 以及昌岩被人称许的啊 田兮张其贤 以方正被人称许的离房屡端等等 那都是所谓的贤臣 但在这么大的国事面前 俯首结舌 任太宗忍心害性而行其思念 没有一个人敢于念想一下 开国的先皇太祖赵匡印 仅有一个卢多逊 保护太宗在前 护佑太王在后 不忘金贵之盟 但因为赵普的邪说一扑眼 结果有此大遇 宋自袁左之后 表彰了很多人 包括推荐太子的扣准 拥立太子的屡端等等 但是庭臣国史一般文人 却没有人表彰赵袁左 他引用司马迁的话说 薄夷虽贤得孔子而名义著 在昏埋遮蔽日月之光时 只有楚王袁左那里 微露了一线孤光 但有心者自然能够懂得选择 不一定要等到孔子来表彰 而后可以让袁左为人所知 只要他的这点孤光存在乎于人心 就足可不朽 现在赵袁左得王夫之推举 应该有更多人知道他了吧 明代有个思想家叫张穗 他有一部史论性奇书 名千百年演 此书呢 曾得到王夫之赞赏 书中评论历史故事 往往独具之言 不凡不俗 说到赵袁左 书中有言 楚王袁左 太宗之长子 庭梅死 袁左亦悬以狂击废 呜呼 太伯之让 其隐记 记扎之让 其绿身 袁左此举 可谓追记千古 其真狂言 太宗之残忍刻薄 到此宁不可为之 警醒也 就是说 楚王赵袁左呀 是太宗的长子 赵廷没死 赵袁左也就跟着 因为狂急而被废 哎 过去太伯之让国 行迹很隐秘 记扎之让国 思虑很深远 袁左这种洋狂举动 可谓一直追溯到 太伯记扎这样的古人 哪里是真的有狂急呀 太宗这么残忍刻薄 看到儿子如此 难道不能有所警醒吗 张岁 王夫之 是最能理解赵袁左的人 孔子云 德不孤 必有林 劲底救人 柴雨昕 柴雨昕 是理解赵廷美大案中的 另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他第一个告密 说赵廷美可能有阴谋 于是导诏大狱 开始了倒计时 这是何方人士呢 敢于在诸室 并不明朗之际 直接挑唆皇上和四弟的关系 而且还因此加官 柴雨昕呀 很可能是柴荣的堂直 虽然他的传记中 并没有出现 与柴氏的宗谱关系 但从他种种关系推测 应该是大致不差 他比柴荣 小二十一岁 他的儿子 名柴宗庆 柴宗亮 柴荣的儿子 名柴宗训 柴宗慧 都是宗字辈 他们的出生地 都在河北 柴荣出生在行州 今河北邢台 柴雨昕 出生在大明 今河北邯郸 这两个地方呢 相距百余里 在藩镇厚瀚时代 一度都属于 疏密使兼任藩帅 郭威的辖境 故柴雨昕的祖父一辈 应与柴荣 有着或远或近的 祖属关系 在那个人人重视俊望 也就是籍贯显贵 祖谱 以及祖系来源的时代 柴雨昕 从来不提他 与柴氏的关系 当有避嫌远惑的考量 所以 宋史柴雨昕传 说到此人时 开篇集到 柴雨昕 自玄归大名人 这种省略了 祖上名人的传记 很少见 史观如此记录 应该来源于 柴雨昕的自传 他少年时代 带有富贵气象 有人就对他说 子智不凡 若福以经术 必至将相 哎 你的气质不凡 如果能够用历史经典来辅助 一定能够做到将相这个位置 柴雨昕从此 留心学问 有了长进 等到太宗做晋王开府时 他投到府上 因为善于应对 得到晋王赏识 太宗建座 从供奉官 慢慢的做到了 汉林副使 如经时 一直到掌管汉林部门 又前宣徽北院时 还在寸土寸金的汴梁城里 在宝鸡房 给了他一座大宅子 这是一个 很得太宗信任的 尽抵旧人 太平新国六年 981年秋末冬初 柴雨昕 告秦王廷美阴谋 着疏密副使 于年 转南院时 向太宗告密 说秦王赵廷美有阴谋 因此而得到着身 为疏密副使 第二年 又转为宣徽南院时 宣徽院是 唐代后期设置的官署 负责管理大内各个部门 以及朝廷诸班内事的人事档案 更负责皇家祭祀朝会 大型厌食所需物资调配 一切内外供奉 名物检释等等 宋使一般用朝廷资深命官兼任 可领节度使 宣徽院分为南北二院 南院比北院资网更高 处理公文时 南北两院共同掌管 但宣徽院大印 由南院领印 这个职务略相当于 今日的中央办公厅 或中职机关工作委员会 权力很大 柴宇熙 由北院调入南院 看似平级转移 其实是领了更大实权 史称服务既久 一家勤敏 在大宋服务劳作越是时间久 就是越加勤快敏捷 他应该为大内流畅运转 做了不少辛苦活 太宗欣赏他 但到了雍西年间 朝廷议论要扩大工程建设 于是做了四制的标志 柴宇熙的宅邸 恰好在四制之内 一旦动工需要拆迁 柴宇熙担心补偿款不够 情以一官邸 就是要求要调换一下 要住进公有住房 这就暴露了此人贪财的一面 实称上因事博之 皇上因此而比驳他的为人 他还有结党的不良习气 工当偏霸一方 倒炉后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人名王延范 长的是行貌其伟 家庭富有 仗义任侠好叔叔 早年在京南做官 进入大宋后 在太平新国九年 九八四年为广南转运时 此前就有以旁门左道迷惑事述的术士 投其所好 对他说 你只要有意愿去做事 我可以暗地里给你加持力量 让你把事做成 所以范延范就敢于滋横做事 这个时候呢 他又遇到了一个相师 传闻他的相术很灵验 这个人就对他说 工当偏霸一方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会做一帝方式翻阵大帅 又有一个懂九宫算法的方式 为他推算命运流程 推算一个卦象后 惊讶的站了起来说 军侯大跪不可言 当如江南李氏国主啊 这个意思还是说 他将要有歌剧称雄的翻阵之命 不久又遇到一个县城的小秘书官 此人据说会像面 说他有坐天王行 平嘎眼 仙人鼻 雌龙耳 虎望的模样 这些都是大威德 猛烈富贵之相啊 说到了富贵那一天 也能坐上四门年 这些术语听上去 都是神秘兮兮 富有蛊惑力 王延范的父亲王宝义 就曾经坐过京南高市政权下的行军司马 兼领武太军 在川东留后 也是一个藩镇人物 藩镇的跋扈自在 有无数故事在江湖 在郎庙流传 一个颇有一点男子 和大丈夫气概的王延范 受不了这种诱惑 于是心中见有意志 有一天 一头豹子忽然闯入转运室 办公大院咬伤了几个官吏 左右都吓得两股战战不敢对付 王延范知道后 一个人拿起了一只铁戟 将豹子刺杀 完事后 他提着血淋淋的家伙 不免为之四顾 为之躊躇满志 从此是更加自负 一个地方官来访 晚宿在一起 几个人走下殿堂 在亭外是夜观天象 这个人指着西方一个大猩猩说 此所谓火星入南斗 天子下殿走者也 但是这个时候 有另一个门客引证星经说 这不是火星 乃是太白星在经过南斗 但王延范已经听不尽这个 他正在选择性的接受 他想接受的信息 于是 他与铁哥们在广州掌管 中外商船来往贸易的 世博官陆坦 讨论如何发兵 割据岭南 再造昔日一个南汉的大事 但不久就赶上陆坦 任期已满 要回到朝廷复命 他就托陆坦 给朝廷里的左石仪 唯物生一封信 信中很多银语 大义呢 是要唯物生 真知朝廷机密钥匙 以备将来所用等等 这就是在阴谋分裂大宋了 这个王延范对待下属很傲慢 像奴隶一样 刑法太严厉 导致属下不满 有个小将叫张八 可能呢 有了过错 王延范就给了他一顿板杖 张八是一口气咽不下 但自己呢 人小立威 于是要借力 就想到了广州之府徐修复 他知道 这二人一向不合 于是将王延范要谋反的 种种劣迹和证据 按照他知道的 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 徐修复马上派遣亲力 成一船 火速报网惊师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86集 太宗 太宗当即下令 朝廷派出资深内侍 严承汉 呈一船赶往广州 会同转运副使礼馆 以及徐修复等人一起 来审理这一期转运使犯罪大案 严承汉 在后周时就任内侍 入宋后 服侍过太祖太宗 后来呢 又服侍真宗 这是一个做事谨慎 但性情刚强 心思缜密 善于审查 隐危的人物 他主导的案子 当事人很难做手脚 案情很快出来 史称 这一干人 巨服 就是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事情得到处理 但是宋使 患者列传 说到严承汉 审讯王严犯的故事时 有九个值得注意的汉字 考略过苦 严犯碎作诛 转运使相当于省部级大员 审理这一期答案 严承汉 动了大醒 如此 所有关于王严犯的罪恶 可能就有了疑点 所以此事也有另外说法 据说呀 这位徐修复与王严犯不邪 就是不和谐 关系紧张 所以奏告王严犯种种不法 王严犯被正法后 他得到升迁 因为他的父母 都在他富贵之前 葬在了山东青州 所以呢 他上表要求到青州去做支州 意思呢 是可以顺便给父母改葬 营建坟墓 这是朝廷愿意鼓励的行为 就准了他的意见 但是他到了青州多年 根本就没有改葬 根本就没有改葬父母这件事 以后又被朝廷改至陆州 到了陆州几个月 他的脑后生了一个大疮 最后病重的时候 好像是见到了王严犯 实称 徐修复 但毫呼称死罪 就是一个劲的 毫哭身吟 口称死罪 这是见鬼的节奏啊 不几天 足 史官给他的评价是 无他能 长告命 甚不称职 旅行不见称于 近身云 就是徐修复 没有更多的德能 掌管告命文字工作时 不称职 操行也不被士大夫所称赏 这是一个德能 都有残缺的人物 徐修复派人来朝廷告密 并特意说 王严犯之所以敢欲不轨 是因为在朝廷有依托大臣 没有人敢动这位转运使 太宗就来询问宋奇和柴宇熙 王严犯这个人怎么样 王严犯与宋奇 有不远不近的亲属关系 所以宋奇呢 就说了很多好话 忠诚啦 勤勉啦 等等 柴宇熙呢 也在一旁赴会赞赏 太宗起了疑心 王严犯跟宋奇是亲戚 宋奇跟柴宇熙是哥们 这俩人一唱一和 定有朋党勾结 所以太宗很不高兴 最后找了个借口 说宋奇身为大臣 太诙谐 不适合做宰府 霸相 这样做 是不愿意捅破 二人勾连的这层窗户纸 史称 不欲显言之也 就是不想把话说的太明显 而后世同时下诏 怯则柴宇熙 给他的处理意见是 以萧卫大将军出之苍州 江湖显 郎庙更显 宋史中 柴宇熙与张迅 杨首一 赵荣 周莹 王显 王继英 七人合传 传后有论 相当于传统史家的盖棺定论 论曰 自柴宇熙而下 率因几世翻底 以攀附至通贤者 凡其人 就是说 这七个人呢 都是因为曾经在晋王府邸公事 攀附晋王 后来呢 得到富贵 但个人都有能力 也有残德 比如这个张迅 虽然理财是一把好手 但有技贤度能的恶习 周莹 虽然对军事知识很在行 但治理 足武 却有残酷 滥行的一面 王显 虽然为人谨慎有操守 但没有学识 没有见识 柴宇熙 虽然被人称上 勤快敏捷 却涉于 结党彭比 未免格局不大 所以这些人 都莫逃于 龌龊之际 没有人能免于龌龊 这个带有 讥讽的评价 龌龊 是指 非圣非贤 非大人之相 雍中佼佼者 常有的 拘谨 谨小慎微的样子 柴宇熙 攀附晋王 入朝后 又攀附 宰相 总有 结交同党 推演山头的举动 宋使 这个评价有理 柴宇熙 似距离 比肤很近 柴宇熙被贬 做了几个地方的 地方官 有政绩 珍宗时 还曾经 移之贝州 契丹 大军 兵临城下的时候 柴宇熙 已经做了 严密部署 城防防御 一切有备 契丹 俊寻于城下 知道无法攻克 撤退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 没有什么更大功勋 也没有更大劣迹 但告发赵廷美阴谋 却是忧他守法 此事功过是非不论 联系他与后周柴荣的 祖鼠背景 联系他是晋王府邸 救顾的心腹背景 联系他后来主动主导 驸马升行 取悦皇室公主的品质背景 四能给人一种感觉 江湖显 狼庙更显 三 文质 太宗一朝 转修文室 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 如果不比大明转修 永乐大典 大清转修 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 集成还要重要 那么至少一点也不次于他们 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 转修的文化典籍 中国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搜求天下书 太宗武功是有得有失 德之大在平定北汉 以赫赫为名 让吴越国与清元大藩 纳土归宋 和平统一中原 失之大 在与契丹的战争中 虽然也有 石岭关之战 满城之战的多场胜利 但高粱和之战 与齐沟关之战 两场失利影响太大 综合来看 太宗一朝 在与契丹的较量中 算是打了个平手 双方谁也没有实现战略目标 但在文质方向上 太宗一朝可称是成就显著 论起来 这才是九远事业 超过武功之成就 不可以道理计 太宗一朝的文质 影响中国深具 他做了很多事 其中之一是搜求天下书 太平新国年间 太宗视察三馆 也就是使馆 昭文馆 集贤院 去看这三馆的藏书 唐代曾建有重文馆 开始是属于太子学馆 有学士等馆 掌管经级图书 方便太子学习 但后来也在此地 教授诸生 后梁时 研习唐治 没有大的变动 大宋 研习后梁的三馆建筑 做国家图书馆 但太宗发现 馆内破旧潮湿 这里的馆员们 也没有多大积极性 于是下诏 在京师 另选一块好地 重建三馆 第二年 三馆建成 四名重文院 这个图书馆 可比以前宽彻多了 东边乡一排建筑为 昭文书库 南边乡一排建筑为 集贤书库 西边乡则分藏 京师子籍四部 为使馆书库 总六库 原来旧馆的图书 也全部都签过来 这样六库藏书 达到八万卷 又在重文院内 建密格 将重要的典籍 珍藏善本 移入其中 仍属于 重文院 大臣李志 总理此事 雍西元年 九八四年正月 太宗对侍臣说 夫教化之源 治乱之本 苟无书籍 何以取法 仅三馆所聚 一亿上多呀 就是文明教化的源流 治理动乱的根本 如果没有书籍 到哪里去向前人取法 现在三馆所聚集的书籍 遗漏的还很多呀 于是下诏 向全国求书 诏曰 三馆 以开源四库书目开馆 中所缺者 剧列其中 墓中外 有以书来上 集三百卷 当一帧录筹奖 于帝卷制之书 等级优次 不愿送书 借其本血还之 就是现在啊 三馆已经以大唐 开源四库书目为所引 正式开馆了 但是对照目录 缺失的还很多 可以开列所缺的书目 向中原内外募集 有人献书到达三百卷 应该讨论甄别录录 并给予报酬奖励 其他要根据 所献书的卷制多少 制定等级优厚赏赐 如果不愿意献书 可以借给朝廷 抄写完毕后 再还给人家 此诏一下 诗称 字是四方之书 往往间出疑 就是从此 四方各地各种图书 开始陆续出现了 大宋藏书 从此是越来越丰富 国家藏书 又有了各种专门的建筑 如太清楼 玉尘殿等 崇文院的建成 一扫过去馆员的墓器 从此这里成为大宋帝国 最让文人 是大幅向往的地方 在这里工作 几乎是当时的文人 所能到达的 最高直观 荣誉 那个时候 谁要是能入三馆 任何一馆 带职 做个普通科员 就会受到他人羡慕的眼光 太宗朝 明臣李志 首先来做这个秘书间 很有文坛祭酒的光荣 李志 本来就是个书虫 读书是乐此不疲 他曾经因木吉而请假 要求换工作 但是 要他到这里工作时 木吉似乎也不碍事了 太宗幽容也不说破 反而在他跟明臣 李坊 王化姬等人的密格中 官书干活的时候 一定要赐焰 那比工作餐要丰富的多 连带着三馆的图书管理员们 也都一块参与 李志呢 也不负太宗文治天下的厚望 多次推荐人才来充任教理 又请求购置王叔 也就是五代以来离乱天下丢失的古籍 这样就不断的有新发现的王叔出现 每一次有发现 李志就向太宗汇报 太宗就让他将王叔送来预览 在很休闲的变殿 变作召见 对李志是恩礼甚厚 人之嗜好不可不见 李志后来又监盼国子健 到太学去做总管 他发现当时虽然已经流行 诗经上书 以礼周易和春秋左侍传这五经 但儒学其他重要典籍 像春秋古良传 春秋公洋传 周礼礼记 孝经论语尔雅 这七部经典的著书还没有刻板 就推荐当时的宝学之士 杜浩 孙氏 崔颖正等人 整理这些典籍 准备刊课出版 太宗同意他的意见 就让他和名臣李汉一起 来裁断总览此事 这个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 十三经就差孟子了 孟子在五代后属时 孟场曾经勘课 到了南宋 朱熹 把他列入了四书之一 正式成为经书 李智要求勘课十二部经书 前人已经做过部分 但如此大规模系统整理 小勘著书 史上还是第一次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87集 不久 秘书建李智 尽献新进教定的图书 三百八十卷 太宗对他从容的说 人之事好不可不戒 不必远取前谷 只如尽事 傅燕青 以涉猎持竹为乐 于是呢 尽袭窥其意 争献鹰犬 燕青 悦而假戒之 其下因滋横侵扰 故知人君 当淡然无所欲 勿使嗜好行见于外 则坚定无字入言 朕年长 他无所爱 但喜读书 多见古今成败 善者从之 不善者改之 思宜矣 太宗这段话的意思啊 就是说 人有嗜好 不可以不借替 就是不可以不这个啊 戒备警惕 这个道理 不用说远古的什么案例 就说啊 近来的事吧 你看那个老将傅燕青了吗 他还是我的岳父呢 他就喜欢啊 涉猎持竹 就是骑着马在那追逐猎物 以此为乐 结果呢 近臣们都知道他的意思 就争着向他进献 猎鹰猎犬 那傅燕青呢 傅燕青就很高兴的接受了 这么一来 下人们就开始为了获得鹰犬 有了对百姓的滋意 蛮横侵扰 所以知道 人均应当淡然 不要放纵 更不要使世欲 渐行于外 这样 奸宁就没有办法进入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 我的嗜好是什么 朕越来越年长 没有什么其他爱好 就是喜欢读书 在书中看到了古今成败 好的经验呢 我就学着 不好的经验 我就提醒自己要改正 不过如此而已 李治听了这番话 感到这个君主不简单 就向太宗 拜武称赫 太平预览 太宗一朝 为中国文明文化 做了不少事 流传至今的 标志性的工作很多 其中最为人称赏的 大宋四大名著 太平预览 太平广迹 文院英华 册斧原规 除了这个册斧原规 为真宗朝编辑外 其余的三部 都在太宗一朝完成 册斧原规 是军政事迹的百科全书 四部书中 它的规模最大 有一千卷 分为三十一部 一千一百多门 了解远古至五代 也就是大宋之前的 中国军政 这是最重要的一部资料汇编 太平广迹 是宋代之前 中国笔记小说的一次集大成 全书五百卷 太多有趣的故事 这书是最值得花费闲暇时观 慢慢浏览的大书 从中看到的是中国人 在宋代之前的艺术想象力 以及民俗民风 大宋之前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 去看太平广迹 文院英华 是大宋之前中国文人的总集 是昭明文选后的诗文 慈父之集大成 但此书 所收文人的文章 从萧良时代开始 萧良 也就是梁武帝时代之前的文章 没有收录 而唐代文章 又收录的最多 占全书十分之九 几乎等于一部唐代文集汇编 四部大书 最为我赞赏的是太平预览 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类书 类书呢 是一种资料性工具书 它集合记录各种书的图文材料 按门类字运编排 便于寻类查阅 太平预览原名太平总类 太宗读过以后 改名为太平预览 在宋代四大名著中 最早修成 领贤主编者为著名文臣李访 还有李牧徐炫等十四人 其中 吴书 吕文仲 汤月 王克珍四人 在具体编辑方面用力最深 这些人物都是一时才俊 这个书从太宗建作三个月后的 太平新国二年 九七七年初开始立议 选题策划 完稿于太平新国八年 九八三年深秋 用了六年的时间 集合了北宋一流才情与头脑 编为一千卷的大书 此书将大宋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文字内容 分门别类 按类集合 一类一个主题 总五十五个大类 五百五十个子类 对世界总和性的门类划分 是人类追求逻辑秩序的智慧 它需要对世界总体把握的能力 因此这类划分代表了太宗一朝 制使者对世界的理解 换言之 浏览 太平预览 可以约略感知 送出读书人士大夫 中国的文化贵族 对天地 人 事 物的关心方向 这种方向 一旦以文本的形式 界定下来 在后世的推演中 就成为传统 太平预览 就是源自于 大宋太宗朝 千年传统的文献和逻辑起点 大宋赖此 奠定了一种 此前从未有过的文明文化 是在文化存量基础上 对中国传统做出的一个 了不起的文化增量贡献 今人要感谢太平预览的地方 很多 其中之一是 全书引用古籍千余种 全部为太宗朝以前的文献资料 但是这些引用的点集 到今天简点起来 竟有十之七八已经王毅 就是没了 因为有太平预览 这些王毅的点集 得以部分的保存下来 对一个流传有序的文明而言 这是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 尽是各类考古发现 最重要的发现 就是孤本文字的发现 每一次发现 都给人类回顾往事 带来一种惊喜 太平预览 在呵护传统文化存量方向上 也是功勋卓著的 人这种星球上唯一的历史动物 需要了解 由无数故事组成的往事 那就是历史 讨论历史和历史学的哲学意义 会有很多话题 比如历史对个体而言 如果不懂得 也不愿意懂得自己的出生前故事 那就永远是个孩子 对群体而言 不愿意思考 或割断 割断共同体的历史 将会失去未来 而对历史缺乏一种尊重敬畏 那就注定要犯历史性错误 所以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 历史是彷徨者的向导 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龙说 历史是由活着的人 和为了活着的人 而重建死者的生活 但我事实上 还是关心传统史学的意义 如孟子所言 孔子做春秋 而乱臣贼子聚 如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 赞誉春秋 这部永恒的经典所言 上尊周公一致 下明将来之法 包善处恶 事实上呢 这也是西方传统史学的主旨 如塔西陀就说过类似的话 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 赏善罚恶 不要让任何一项家言 异形淹没不彰 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 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 孙文先生的一番话 看似浅贤 却提炼了历史就是当代史 历史就是思想史的价值方向 孙文说 中国人之心性理想 无非古人所磨住 欲图进步改良 亦需从元祖之心性理想 揪其原流考其利弊 使之补偏旧弊之方 太平预览 将太宗朝之前的中国文献资料 分类整理 内中所含运的道德训诫 是比比皆是 在百年激进思潮影响下 以反传统为天然正确的各类喧嚣 对传统圣贤人物的道德训诫 吃之以鼻 视为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文明砍线 道德是文明人类的必修课 道德垂训是人类文明的敌长子 人类的优雅与美 生成于红深莫测的道德冤海 无道德 无美 无优雅 推演这个简易道理 方有文明可言 反传统并不光荣 太平总类 于太平新国八年 983年编程 成书以后 宋太宗对宰相说 使馆所修的太平总类 从今日起 每日进三卷给朕 朕当亲懒 宰相宋齐说 陛下好顾不倦 以读书为乐 这自然是好事 但是一天看三卷书 恐怕太伤神了 宋太宗说 朕幸喜读书 开卷有益 每见钱贷兴费 则以为借鉴 此书不过千卷 朕准备 每天读三卷 一年读完 这样想来 好学之事 读万卷书 以不为难 大凡读书 要自己性有所好 若不好读书的人 要他读书 也读不尽呢 此后 宋太宗果然 每日读 太平总类三卷 从不间断 如有哪一天 事情太多 而未能读满三卷 则一定要在以后 有空的时候 补上 宋太宗果然 一年读完了 太平总类 便赐此书改名为 太平预览 宋太宗 从太平预览中 读了大量史实 经常和群臣讨论 历史上的帝王得失 大臣苏义简说 皇上批阅旧史 安危治乱 尽在皇上考虑之中 此乃社稷 无穷之福 著名成语 开卷有意 就是从这个故事中来 一个月后 太宗在禁中读书 四时开始阅读 发现有一只仓鹤 飞到对面 惦记的兽头装饰 吃吻上 太宗啊 没有理他 一直读书到身时 五六个小时过去了 一身懒腰 发现那只大鸟还在 见太宗眼眷 这才拍拍翅膀 飞走了 太宗觉得神奇 说给禁臣听 禁臣回答说 这是上天被陛下 好学而感动啊 所以要用大鸟来视像啊 过去大汉杨镇读书 有冠雀叼着瞻鱼 坠落在杨镇先生的讲堂下 就是这类故事啊 据称 全书五百万字读吧 再和群臣讨论 历代得失 太宗就有了历史经验 太宗论刘义龙 杨素 许敬宗 有一次 太宗对侍臣说 朕于万机之侠 不愿意荒废读书之事 读书 这才知道历代帝王的行为方式 一个经验 如果不能有独立意见 万事全凭他人 那自己最后的位置 可能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说着 就讲述了南朝宋文帝的故事 他虽然很恭俭 但是元凶们一旦背逆 皇上就完了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二百八十八集 这个南朝宋文帝 名字叫刘义龙 是南朝刘宋的第三个皇帝 他一生恭俭 在为三十年 减免百姓赋税 做了很多好事 但他的两个儿子 刘绍 刘俊 因为做错事 遭到了宋帝刘义龙的责骂 刘绍呢 就让女巫 刻了一个父亲的玉石雕像 埋在宫殿前 日日诅咒父亲 早日焰假 这类巫蛊之事 被刘义龙知道后 就要废掉刘绍的太子位 并将此事告诉了潘淑妃 不料这个潘淑妃 却把这个事啊 告诉了儿子刘军 又不料刘军很快 就转给了太子刘绍 刘绍于是与大将萧斌 在一个夜里 带领东宫卫队 假装说受赵 入魏皇宫 进宫后 刘义龙正在烛光下 与陈下讨论废太子之事 见太子持刀进入 急忙举起了凳子自卫 被儿子砍掉了手指 哗啦啦的掉了一地 最终父皇被杀 显然 在赵廷美大案之后 这类骨肉相残的故事 让太宗痛心 侍臣们听了也都为之动容 不免一个个的心头一领 太宗还讲到隋朝杨肃的邪宁 隋文帝并重的时候 很想将帝位传给原来被废掉的皇子杨勇 但杨广与杨肃勾结为同党后 杨肃也假传圣旨 派杨广的东宫士兵进入攻进守卫 更派出亲信守候并榻上的隋文帝阳间 就在当天晚上隋文帝崩 杨肃之所以拥戴杨广称帝 很大程度上有曹梦德司马懿之志 他几乎倾注全力成全即位的隋杨帝杨广之恶 试图让杨广重判亲离 但杨肃死得早了些 而儿子杨玄敢也不争气 造反后无德无能被诛杀 史上对杨肃的评价是极低 此人帮助隋文帝开国 立功极高 但在晚年所作所为 无一不是邪宁之举 史称杨肃立国家有事以为身性 只要是国家有倒霉的事 他就感到对自己有利 王福之读通见论分析杨肃 认为隋之诸臣 为肃之不可脱也为罪 就是隋朝各位大臣 唯有杨肃是最不可托付的人物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天下古之之至不仁者也 从古到今天下各地 杨肃是最为不仁的人 而不仁者不可以脱国 是王福之的重要史学意见 杨肃的不仁特点就是杀人立威 几百人的将士跟敌人大军相遇不胜 回来后全部杀掉 这种行为只有战国时的魏辽说过 而做过的只有杨肃 按王福之意见 杨肃本来也无他智慧 为忍于自杀其人而已 就是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智慧和掏掠 就是忍心杀自己的人而已 他建造一所宫殿速度很快 但导致丁夫死者万计 这些功计其实都是以杀人而速奏其成 用杀人来尽快完成任务而已 王福之没有见过近代杀人记录 所以他说 旷古以来 唯以杀人为逝者更无其匹 这种人在帝王时代 只能是霍乱江山 涉及邪宁 是不可以脱国的 太宗还讲述了 与杨肃相类似的另一个故事 许敬宗推举武后 大唐高宗时 因为宠爱武则天武昭仪 要废掉名正言顺的王皇后 这在传统礼制中是不允许的 但武昭仪枕头疯厉害 高宗很想满足他这个愿望 但是大臣长孙无忌 楚隋梁等人一片反对之声 许敬宗看看九托不绝 就对高宗说 天舍翁多收十壶买 上欲亦富 况天子立一后 何欲诸人师 而望生亦亦乎 就是说乡下老农 要是多收了几百斤麦子 还想着要换个老婆呢 何况贵为天子 要立一个皇后 这个事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 跟着狭闪祸 有了这番言论 高宗得意 换了皇后 许敬宗的这类言论 固然有省略价值观 背逆人伦毅理的昏旺 更有他难于言传的心事 按照后人朱新的说法 他大有葬送唐代江山 从中于利的隐秘心事 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大员 往往就乐于看着帝国 不断犯错误 而后是取而代之 帝国在他们那里 不是小忠的对象 而是等待追逐的中原肥禄 太宗读书后 讲述这类故事 自有深邃的远虑 大臣苏义俭 听罢太宗论刘一龙 论杨素 论许敬踪的话题后 回答说 陛下阅览往日历史 安危治乱之道 都在心怀之中 这实在是设计 无穷之福啊 忍者之鱼 太宗的好学是出名的 太宗读书之多 后世帝王含有企及 读各类书 往往都有自家心得 有时候呢 就跟诸臣讨论 成为君臣之间 思想学问 进阶的一个常态 但讨论中 太宗也有偏蔽之见 可以看出 他的人鱼 顺便说 大宋帝王十几个君主 几乎个个 都有人鱼之病 忍者之鱼 是王夫之先生 对太祖赵匡印的 一个评价 大义就是说呢 太祖知道 兄中弟吉之后 自己的儿子 德昭 德方 还有兄弟挺美 可能是吉凶莫测 但不能因为这种 还没有实然出现的可能 就将兄弟赵光义 事先解决掉 天伦为重 大魏为亲 人伦大于社稷 伦理重于政治 所以不会以天位之去留 子孙之祸福 而浊丧自己的侧隐之心 去制止兄弟赵光义的 自发生长 阔然伪之于天人 就是豁达的将以后的事 委托给天命 人心 西人的说法就是 至于以后的事啊 上帝知道 这种人就是鱼 但反过来也成立 就是说这种鱼就是人 太宗攻取太原的时候 看到将士征奋 担心屠城 就在城池即将被攻破时 下令稍缓 就是人鱼 他读书时 偶尔也可以看到 他的人鱼心生之土路 有一次 他读兵法阴福经 探戏道 此诡诈奇巧 不足以训善 兼雄之志也 兵家轨道 不能导人向善 言之有理 但是战争谋略 与行政管理 是两个不同项度的问题 辞者长兵 铁哥撞响之际 如何奋勇 两军相对 很多时刻 更不是勇气血气之争 而是智者之争 这一层道理 太宗自然懂得 但他不以此为意 更不屑于将这种兵家的鬼谋 移用于政治管理 从大的战略而言 为正 人类真正的大型战争 整体上 事实上是综合国力之较量 不是计谋小道之较量 但就局部战争而言 如何可以省略伐谋 太宗的忍者之鱼 细考下来 事实上 也许有防备 兼雄之志的用意 他不期望帝国 被权谋人物所毁 传统典籍读的越多 就越能理解权谋 这种黑色智慧 瓦解文明 西式道义的破坏性力量 秦汉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元明清 都比大宋更愿意操练权谋 大宋是历来王朝 在政治管理方向上 最少权谋的帝国 大宋朱棣 总是仕途沐浴在 圣贤光芒之下 在齐政相守中 恪守正的一面 万岁与梅寿 大宋世俗 在民间有一种自发的习俗 往往会每天燃一烛香 祷告天地 祈求天地保佑 让当世天子万岁 让大臣梅寿 梅寿就是长寿 梅冒长称为梅豪 豪梅者长寿 故称之为梅寿 太宗知道这个习俗 有一次读书 小气 回顾宰相宋齐 梅房等人 说了一番读书体会 朕 朕因死旅其间 每日焚香 祝天子万岁 赐大臣梅寿 朕与清等 焉得不日思善事 以福意诏人之导 朕因为常常想到 胡同弄堂里的世数小民 每天都焚香 祝愿天子万岁 祝愿大臣梅寿 想想这个 朕与爱卿等 哪能不天天想着 做些善事 以不辜负天下 亿万人民的祷告呢 宋齐说 臣等蒙陛下不赐着用 又成戒狱 岂敢为不善之事 以赴臣恩 为死恭谨 数不万一啊 就是臣等承蒙陛下 不依照寻常秩序 拔用了我们 又承受了陛下的 训诫御旨 岂敢做不善的事情 辜负黄恩 只有想着 公道仁德 勤快机敏 以此来弥补不足啊 太宗读书 始终是关心民生的 有意味的是 太宗在读书中 还无意间接近了 今日流行的 轻饥饿养生法 说有一天 太宗对宰相说 这每日所谓 自有长节 尘间世事即罢 遍及官书 深夜旧寝 五谷而起 圣鼠近日 亦未长寝 乃至饮食亦不过度 行之已久 甚觉得利啊 凡人食宝 无不昏浊 堂四肢无所运用 便就枕 血脉凝滞 朱病自生 欲求清爽 岂可得乎 老子曰 我命在我不在天 全系 人之调逝啊 清等 亦当留意 无自清于 涉养也 就是朕啊 每天的生活工作 都很有规律 早间公事朝一完成 就开始看书 深夜旧寝 五谷起床 省下的时候 一个整天 也不昼寝 至于饮食 也不过度 这样 时间久了之后啊 感觉很是得利啊 我觉得 人只要吃太饱 没有不身体 昏沉头脑 拙乱的 如果四肢 还没有运动 就入睡 那就会血脉凝滞 估计啊 就有各种的病症 找来了 这样 想求神清气爽 那哪可能啊 老子有话说 我命在我不在天 人之身体 全靠自己调逝 爱卿等人 也要留意 不要轻视了养生之道啊 第二百八十九集 人君当淡然无欲 王福芝先生 对太宗的读书姿态 评价极高 太宗曾对理智说 人君当淡然无欲 勿使嗜好行见于外 王福芝非常欣赏这个意见 给予了长篇评论 以发掘此中的意义系统 王福芝认为 嗜好往往因为生活习惯所致 事实上是一种赶时髦心理 在蛊惑嗜好者 群然取一物而贵之 则贵矣 群然取一物而安之 则安矣 人人都认为iPhone6很珍贵 我有了iPhone6 就自以为珍贵了 人人都购置了iPhone6 而后心安 我也购置了iPhone6 也就心安了 君王若存此心态 是很可笑的 譬如过去那个魏义公 像金人喜欢iPhone6一样 喜欢仙贺 唐玄宗呢 像金人喜欢iPhone6一样 喜欢结谷 宋徽宗像金人喜欢iPhone6一样 喜欢花石 但这类嗜好的对象 在达者看来 都跟樊虫娃否土块之类 没有什么差别 他们的嗜好 不过是因为这类对象的名气而已 当君王这类嗜好被天下所知以后 就会起而效仿 于是成为一种流行时尚 于是就有了劳行劳神追求时尚的现象 于是有了央民田物等种种不良后果 所以君子所谓无欲 不是灭绝欲望 而是不备于礼将欲望控制在分上 不让人感到有特殊的嗜好 这样各类诱惑欲望的人言 各种拜官撰写的诱惑性文字 各种谄媚者试图引发嗜好的切腹之道 各种都受奇迹引巧方式的蛊惑 都不可能 变异我的合理欲望 但人人有欲望 且一旦欲望来临时 往往是心惊飘摇 人不能免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唯有朕之 太宗有言 朕无他号 唯喜读书 这就是朕之之道 如此朕之 外界种种诱惑 不能动我之心 如此道存 王福之呢 还进一步分析道 尽管如此 只说读书 还是会有弊断 如果以留俗之心读书 书也会为留俗所用 历史上 这类读书人 即使在帝王中 也不少 最后是消磨于读书之中 日月流失 废世丧德 王福之认为 读书之淫 也即过分 有三种表现 第一种 是那种寻张宅具 搜求险辟的典故 用来炫耀自己的博学 这是读书之色隐 第二 是那种 过分注重诗诚 处处是中规中矩 弄一个音韵 互相标榜 顾盼自雄 以为得意 这是读书之声音 第三 是那种 随着书中的意见 而喜怒 喜时向醉酒 怒时要操歌 跟着书中人士 而情绪起伏 这是读书之至淫 这三淫 乃是留俗读书法 所以真读书 一定要远留俗 审是非 自家以宁静 而镇三淫 不要被书中的文字 所诱惑 演化为嗜好 这样诗经中 那些兼有的淫乱记载 春秋中那些兼有的 逆乱故事 各地流行的方言图语 向里传播的摇艳闲话 都可以令人获益 这样才接近于读书之道 如果不是这样 则书中记载的种种文字 就有可能将人往欲望意图引导而去 所以说啊 以读书为嗜好 也是嗜好 也是容易将人导向欲望的路径 王福之最后说 这样来看啊 唯无欲而后可以读书 太宗关于读书的言论 实在是知道者的言论 值得加上 非白 太宗赵炯 诗一般 但书法不错 而且乐于在笔墨之间 花时间下功夫 史称 太宗善于写非白书法 雍兮三年 九八六年初秋的一天 太宗拿出自己写的非白字 赐给宰相礼仿 并对他说 朕退朝 未尝虚度光阴 读书外 会留意于真草 今又学非白 此虽非帝王事业 然不犹豫于田游生色乎 就是说 朕每次退朝啊 从来没有过虚度光阴 读书之外 就是书法了 我比较留意真书草书 现在又学非白体 书法 虽然不是帝王事业 但把时间用在这里 不比用在田猎 游性生色上好多了 太宗似乎特别喜欢 写了非白大字送人 这也是联络 君臣感情的一种方法 大臣们呢 也都乐于得到太宗赐字 估计啊 求莫保的人不少 有一次 他一气写了 二十幅非白书轴 浅忠实 拿着去送给 宰相吕端等五人 一个人五周 大宋朱棣身后各有私人图书馆 用来收藏帝王个人的文字文具用具等 太宗似乎有意丰富自己未来的图书馆 纯化元年九九零年七月 他就特意将预制诗文四十二卷交藏于秘阁 他对自己的非白作品似乎也很自信 这次还专门写了四十轴存到秘符 非白字每一个都有一尺的直径 吕端等人得到赏赐后到殿上来称谢 太宗对他们说 我这非白是依照小传字体来写 与历书不同啊 朕君临天下 干嘛还要在笔宴之间花时间呢 实在是天生喜欢这个 不忍心轻易放弃 岁月久了 慢慢的也就得到了非白的写法 有一年太宗给晋臣每人写了一幅非白作品 特别赐给了参之正式扣准十八轴 这是因为上一次赏赐大臣的时候 扣准出使在外没有得到 这一次一块给了他 赏赐之后 太宗又对宰臣吕蒙正等人说 书札过去算作六亿之一 不一定是帝王的看家本领 朕不过是听政闲暇时 没事用这个自娱自乐而已 真宗人宗也善于写非白 写好这种字有难度 据说呀 是当初东汉蔡雍所发明 他看到修理工确的工匠 用条柱沾了白粉写字受启发 写了非白书 据说这种字要在中风行笔的时候 见出平行的莫思 莫思之间有空白 所以称为白 字要写的灵动若非 所以称为非 这种字类似于榜书 字体很大 适合做匾额 古人静悉自指 每天练习这么大的字 指墨伺候不起 所以有可爱而不可学的说法 后来学习者成功者也确实是很少 但太宗用点指墨还是小问题 所以他乐此不疲 且成就不俗 这是他长期沉浸厌边 点滴收获而后达成的成就 但更与一个叫王柱的书法家有关 王柱 此人习练王羲之书法 得其精髓 在太宗朝坐汉林 太宗听证之余 读书之外就留心书法 有写的稍稍得意点的 就让内侍拿了去给王柱看 史称 柱 美以为为善 就是王柱往往批评他说 为尽善也 就是还不够好 太宗听后 于是就更加刻苦临帖写字 觉得有点进步了 有写的更好点的字了 再拿给王柱看 王柱 仍如以前一般回答 有人就问王柱 为何要这样回答 王柱说 其实皇上的字已经写得不错了 但好固然是好 如果告诉他写得不错 恐怕皇上从此不再用意去练 那就没有更大的进步了 时间长了之后 太宗又写了比较满意的字 让王柱看 这一次王柱感到字确实好 夸赞道 公至已非臣所能及 就是功夫到了 这种成就 不是臣所能够达到的 太宗就在这样的王柱的边策下 是越写越好 史称帝笔法经诀 超越前古 誓以为由柱之归义也 就是太宗的笔法 精妙绝伦 超越前面的古人 世人都认为 这是由于王柱的巧妙规劝而获益的 多少年之后 真宗还对宰相说到这个事 并且嘉奖王柱 善归义 认为他在士书代赵这个职务上 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史上叫王柱的人很多 五代宋以来就有几个王柱 有个五代后周时期 差点做了宰相的高阳九徒王柱 在太祖朝还常常酗酒 他曾是后属的一位县主部 宋太祖时继续做他的县主部 契丹的学术成果 太宗看到汉字在使用中常有喘悟 很想动用国家力量 做一场汉字纯洁化运动 便于中原子弟们 能有学习汉语文化的基础依据 此时契丹燕京崇仁寺有个和尚 士西林 看到唐代和尚士惠林编转的 一切精音义有不足 于是续写为续一切精音义 此书选取佛经词语 先注音再试词 并引用传统各种字书运输和多种文献 注音则用反切和直音书十卷 到大宋太宗雍熙四年 辽圣宗统和五年 公元987年写成 契丹对自家文化很看重 名流写书 只言片语 不准出境 故中原地区始终未见流传 但此书曾流传到高丽 由高丽传入日本 清光绪年间 此书从高丽和日本 再传回中国 不过这类大书 起心动念 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集成 需动用多种文化资源和力量 因此中原虽然未见此书 但应该对此书的起念流布会有感觉 文化的整合 会规模性忽然薄星 如轴心时代 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展开就是 但也会在某个具体方向上忽然薄星 如汉代的筑经 宋代的宜经 清代前家时期的整理国故 都是在同一个方向上 形成为学术共享 宋代太宗真宗时期 中原契丹都有了对文字音韵方向上的学术展开 契丹在做续一切经音义的同时 大宋正在做雍西广运 太平新国七年982年 刚刚结束了赵廷美大案 这年的五月 契丹三万骑 分三路来侵略大宋 燕门关潘美 辅州 蛇玉清 高阳关崔燕进正在抵抗中 陕州也正在闹蝗灾 其他州郡也有人爆来河水绝口 冰雹灾害等消息 但太宗仍然好整以侠 组织各地通晓汉语文字的专业人才进京 详定音韵 王柱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成都府调入京师的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二百九十集 王柱从成都府调入京师后 太宗提拔王柱为著作左廊 汉林世书与世读 王柱乃是王羲之的后裔 近代名相王导 大唐名相王芳庆 都是他的先人 是门法大户 有家学渊源 他的书法为识人所称赏 后来他还主持编辑了著名的书法籍大成著作 纯画隔帖 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工程 纯画隔帖 是将先秦至五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末迹 经过双钩方法描摹下来 而后刻板再拓印 成为书法之帖 此书共十卷 收录一百零三人的四百二十篇末宝 这就是中国发帖之冠 从帖之组 还有记录说 太宗曾将内府所藏历代末迹 由王筑编辑摸写 而后刻实称纯画隔帖 这类石刻后来在战争中遭到破坏 残碑散见于各地 我曾在西安见到纯画隔帖的一块残碑 字极小 然刻功精良 不免驻足良久 让人想见大宋风韵的 作为书法家 也是文字学家的王筑 与另一个同行 高中正都是原来后属时的文人 高中正也精于字学 对古文 《传书》《专书》《立书》《行书》《草书》》都有研究 太平行国二年九七七年 他进宪八体书 太宗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 赵入京师 受著作左廊指使馆 与朱文臣详定各类文字学专注 当时的名臣张继 也有文采有学问 曾与徐炫重新校定 说文解字刻板搬行 太宗看后很高兴 就问沟中正 汉语中有声无字的有多少 沟中正答应回去检点 不久整理为一卷线上 太宗看后说 朕也得到二十一个字 可以一块录下来 孝经碑与雍西广运 沟中正曾经用大传小传八分体 三种字体书写孝经 课时到了真宗时进献给国家 真宗在汴殿召见他 问他这块孝经碑写了多久 沟中正回答 臣写此书十五年方程 真宗加探很久 赏赐甚厚 命人将孝经碑藏在密格 此地太宗时就有意要刻孝经碑 而且自己书写了孝经 给当时的大臣李治也曾刻碑 沟中正的则是三体碑 当时前周金属陕西咸阳 现古铜顶四方形有四足 上有古文二十一字 没有人能够解读 沟中正与另一位文字学家杜浩 详细查验 引用典籍一个个解读了字意 有根有据为人所信服 沟中正王柱 还有著作左廊吴炫 大理寺城杨文菊等人 共同开始篆定雍西广运 沟中正第一步 先分出了字运的门类 等于完成了结构性工作 太宗给了他很优厚的赏赐 雍西广运书成凡一百卷 这是一部运书 运书是将汉字中相同音韵的字 编排在一起的字典 运书需要注音 反切法为运书所常用 传统文字中 字书字典是基础性建设 但需要极高文化素养 才有能力修转 字书字典属于小学一类 毕露蓝缕的工作 从最早的尔雅开始 到说文解字是一个高峰 到了雍西广运是又一个高峰 这是中国文化中 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很多学问 如历史文学经学乃至于诸子学 都需要有小学的功底 才有可能升堂入室 王柱 沟中正 徐炫 张继等人 以及更多的学问家 在太宗朝 一直延伸到真宗朝 所做的工作 都可以被称之为 中原文化重建 五代乱世之后 有了这样一批人 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不坠 他们生平世纪都很简单 除了学问 似乎没有更多业绩可以谈 杜门首道以文汉为乐 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他们是程序传统文化 使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文化守望者 顺便说 雍西广运是对隋唐之计 陆法延的切运的一个补充修订 也是真宗朝定名为 大宋重修广运的前期形态 或者也应该说 大宋重修广运 简称广运 是太宗真宗两朝的修订成果 广运为何重要 他第一次将两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个汉字 整理分属于二百零六个运步 而这些运步又按平赏去入四声分布 每个运步都有一个代表字作为名目 史称运步 这就成为运步的排列顺序 而这个顺序 如一东二东之类 就成为记忆汉字进入运输的钥匙 之后 到了金朝南宋 又有了著名的平水运 平水运将广运义书中允许互通使用的运步合并 另外合并了不能互通使用的几个运步 成为一百零六运 于是此书成为诗人写作进体诗不可离手的工具书 它基本反映了中原诗人从隋唐以来作诗的因运规则 因此诗人乃至于金人创作进体诗 要有赖于平水运 理解唐诗也离不开平水运 由这部运输可以上诉中原唐音 复盘千年前中国人发声用语的语音形态 而由此为依据 可以考据解决的学术问题是多不胜数 没有广运可能就没有水平运 那就像金人理解诗经一样是困难重重 太平预览 太平广迹 文怨英华之外 太宗朝主持修订的广运 以及说文解字 纯画隔帖等 极大的丰富了中国文化 这是比平北汉以及和平收复吴越国与清元军 更久远也更深沉的文治功勋 十六字教 国子建总管李治推荐了国子博士杜浩 直讲孙氏崔怡正等人之后 这些大儒都对帝国的文明推演 贡献了学问智慧和道义方向 太宗录用这批人物 一直加汇后人 若干年后 有一天 真宗皇帝对李治说 朕宫中无事 乐闻讲诵 就是我在宫中没有事的时候啊 愿意听听学者们讲诵经典 于是 照崔怡正的后院 讲尚书大语末 尚书大语末 在学界被一部分人认定是尾书 但即使是尾书 从制造这部尾书的东晋梅泽算起 也在中国流行了1600年以上 其中很多思想已经进入传统 传播有效 成为中国记忆的一部分 大语末中最重要的意见 是被人称为十六字教的四句话 人心为微 这是危险的微 道心为微 是微小的微 为经为义 允直绝中 我在本书第一部赵匡印时间中 简略介绍了十六字教 现在重复来说他 实在是因为他太重要了 十六字教直指传统政治管理 他直接扣问 政治如何才是合理的 合法的 正当的 人性恶不可测 意味着政治充满风险 而如何治理 其道引而不张 并不是那么明白显示 让人轻松掌握 但一定存在一种 唯一的精准之路可走 那这条路是什么 也不知道 但中道 也就是中庸之道 是必须考量的 总体战略 中庸不是中间 中道也不是中间 不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而是平衡 政治治理的平衡状态 是一种从实然起步 走入应然的过程 而应然是一种价值诉求 文明邦国必须以价值诉求为导向 而不是以利益诉求为导向 古今中外 盖莫能外 在人性恶的普遍环境中 在世数对利益的普遍追求中 如何推演价值文明 这之中的平衡之路 就是优秀政治家的从政之路 一位顺从人性恶 引导本来就是经济动物的人类 去瞩目于经济方向运转 等于教挠生物 教本来就会爬树的猴子去爬树 等于省略了价值诉求 天下嚷嚷 乃成以无意动物世界 文明规则的破坏 丛林法则的流行 原因在此 一位演唱灭绝私欲 推演纯洁利他世界 等于背离人情 天下萧萧 乃成一虚假天使世界 在虚假圣洁中自我高潮 在自我精表中廉耻流失 最后演绎为一个犬儒主义天下 原因在此 背离允殖绝中的圣贤意见 不祥 太祖太宗明白这个道理 真宗也明白这个道理 在他们无数的治理经验中 这个理念指导下的政治经验 是至为珍贵 太祖允殖绝中 以一种赎买 而不是预先杀戮功臣 或无所作为的方式 解决了可能的阴谋拥戴问题 太宗允殖绝中 以一种政策性向文质倾斜的姿态 省略了多种以暴异暴的模式 尽量减少 对武臣的各类制裁或轻蔑 引导大宋漫漫消弭五代以来 甚至秦汉以来的翻阵上武的交汉气息 收敛天地之间的杀气利器 以一代人的时间推演了一个强盛的文明之邦 珍宗允殖绝中 以一种商谈 而不是硬拼的模式 与契丹平等对话 解决了多年对质流血的连绵战争问题 为大宋迎来了百年和平 到了宋仁宗时代 晚期开始渐渐偏离允殖绝中的平衡路线 国家开始在祥和气象中 隐约潜伏了不祥之兆 三百年帝国有了危机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二百九十一集 家法与家学 宋代史论家吕中有专著 宋大世纪讲义 内中说大宋家法 有言道 宋朝以家学为家法 故子孙之守家法自家学史 此范祖语 帝学一书 吉言宋朝成平百三十年 亦于汉唐 有祖宗吾不好学也 然人君之学 犹在于所共学之人 故在太祖时 则有若王昭素 在太宗时 则有若孙氏 刑禀 在真宗时 则有若催一正 逢元贝 皆 吉一时之悬也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为人所称赏的大宋家法 其实是来源于家学的 后代帝王之所以守家法 其实是从家学开始的 而这种家学 在于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 共学之师 这些人物都是当时顶尖级的儒学大家 宋代的家法是一个绝大话题 千年以来议论不休 近人也有专注 专闻反复讨论 理解大宋家法可以有几个方向 吕中先生这一番话 让我思考这个问题 有了几个节点 第一 大宋家法与家学有关 并来源于家学 而家学乃是以圣贤说法 儒家义理为核心的经典传承过程 第二 并不存在成文家法 所有家法皆以家学为思想资源 因此家学有多么复杂 家法就有多么复杂 但一以贯之的大道是公道与仁德 因为这是儒学价值的核心 第三 家法事实上乃是一种 诉诸价值应燃系统的政治伦理规则 这种规则由太祖太宗开始 包括真宗的言行 成为后代帝王效法援引的前代经验 但这种经验具有习惯法 而不是成文法的性质 理解这三个节点 可以理解大宋家法大义 太祖太宗真宗 作为十世纪后期 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领袖 合格 崔仪正的大宇墨 讲述甚为精彩 在以后的日子里 真宗不断召他来尽忠讲尚书 一直讲到十卷之多 因为他讲得好 赐给他五品福 太宗一朝听儒氏说圣贤义礼成为一种传统 后来演化为经验 所谓经验就是言聘实贤 为帝王讲授儒学经典 令帝王接受儒学教育的小课堂 经验制度化 是要帝王接受教育有连续性 不但这一代帝王日常要连续学习 以后一代代都要连续学习 这种教育的持续成就为一种宫廷文明 在规则化的管理下 推演为有效引进圣贤理念的政治机制 是否接受圣贤理念成为君主光荣 与耻辱的尺度 在荣誉感召之下 君主的尊严也有了理性方向 因此经验之实质 是对君主行为奇妙的价值制衡 礼绝讲太卦 端拱元年988年的一个夏天 太宗车驾到国子见李静孔子 礼必升年准备回嫁 临出西门时 看见一间经堂内正有讲座 左右告知 博士李绝正在聚众讲学 太宗知道此人 太平新国五年980年时 因为通九经 李绝起家成为降座兼成 后来到建州 金属广东罗定市做通判 任期将满时 当地人舍不得他走 一力挽留 郡县至天下至 太宗喜欢治理地方 有德有能的巡礼 就下诏 褒奖他 签为左赞善大夫 知四周 今江苏须一县 转秘书城 后来又刊定 唐代大儒孔颖达的 五经正义 被同僚举荐 做了礼济博士 雍西三年 九八六年的时候 李绝与幼仆缺 李若卓出使交州 交州此前有乱象 侯仁宝征讨 当地叛乱者黎桓 失利 黎桓做大建立黎朝 正在与大宋 是欲战不敢 欲降不甘中 多次前使休贡 但又多次备命 李绝二人到达交州后 李若卓就对左右说 虽然黎桓称帝 但我们不敢跟他称臣呢 太宗曾封黎桓为节度使 见面后 黎桓还算尽礼 但没有下拜 说是患有矫疾不方便 欢迎宴会的时候 黎桓在大厅里 摆满了南方所产 奇货异物 很有绚人耳目的意思 但大宋使臣是一眼也不看 黎桓试图送给各位礼物 也被拒绝 只要求黎桓将此前 失陷于交州的一个使臣 带回便良 黎桓答应了 然后又安排休息 对二人说 我们这里风土如此险峻 你们中朝之人炸来此地 能不疲倦吗 这话显然是有刺儿 意思是 交州不容易攻取 如果攻取 会很疲倦 李绝回答道 国家提风万里 列郡四百 地有平易 亦有险固 此一方何足云也 咱们国家版图 总共不下万里 排列周郡四百多 各地有开阔平原 一马平川 也有险固山岭 重沿迭乍 这一块地方何足倒在 据说啊 黎桓闻听此言 漠然色举 就是没有话可答 神色沮丧 现在听说李绝 在这里讲学 太宗忽然来了兴致 就让人照李绝 御前讲学 李绝来到车架前 看到坐在御脸上的君王 未免不爽 就对皇上说 陛下六妃在御 陈何敢折身高坐 就是陛下 您乘坐六匹马拉的御年 臣子怎么敢就来升坐讲学呢 太宗惭愧 于是从六匹马拉的御年上下来 命有官部门 另外张驾连目 为李绝另设一座开讲 从臣都有座位 列席听讲 赵普也在座 讲什么呢 陛下您出题 太宗于是让李绝讲周易的太卦 太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 属于第十一卦 卦象是 昆卦居于上 前卦居于下 按照寻常理解 前在上 昆在下 但这一卦恰恰相反 但李绝很高兴 就顺势讲述了天地通感 君臣相应的道理 他这个讲述 取法于周易的 炭词 而炭词是讲述六十四卦主旨的文字 乾坤道志 等于天地相交 是吉象 小往大来 其志同 内阳外阴 内剑外顺 内君子外小人 君子道长 小人 萧道 等等 都是太卦的主题词 寻此类主题词展开 是一篇大文章 熟悉周易的人 会约略理解 李绝讲了什么道理 大义呢 是天道与人道的对应关系 君臣相会相交 皇帝与士大夫 共治天下的大道理 古来大儒 往往不时时机的 典化君主 在帝王之师的荣誉下 乐此不疲 且往往收获政治效益 是事实 传统士大夫 就这样 用圣贤精神 儒学义理 作为思想资源 一点一滴的 矫正着帝王的 至思方向 在不自觉的 做着隐秘的 价值制衡 太宗听他一番讲座 很高兴 特赤薄白痞 第二天 还在跟赵普的一次谈话中 说到这个事 昨日 听李爵讲太卦 文艺深奥 但足以作为帝王借鉴 朕当与爱卿等 共遵守这个卦中所言 君子道长 小人 小道 鸡迷文人论 有一种说法 意思是 宋太宗 太平新国年间 大宋建国已经二十年 原来的割据政权首领们 如李玉梦场之流 一个个都已经死了 但还有些旧臣 往往会对新朝有不满 太宗 以其怀顾国 蓄意志 于是有了高招 将这些人全部收用 安排到各个广阁之中 让他们去修书 如太平预览 太平广记 文怨英华之类 而且要尽可能的做到 卷制浩瀚 然后给这些人 比较优厚的待遇 孤已是迷之 录其长 柔其智 姑且以此来 积迷这些文人 用他们的长处 消磨他们 恢复故国的意志 意使他们 可能不安分的心 如此一来呢 这些人 就老死于文字之间 不可能在政治上 发挥作用了 云云 可以将这种 政治深刻的讲述 概言为 积迷文人论 率先讲述 这种论调的 是南宋诗人朱锡珍 南宋学者 王明清 灰尘 后路 则记载了这个说法 此类政治深刻 从古至今 并不显见 基本上可以归类到 阴谋论大范畴 阴谋论 除了奉旨操作之外 基本上可以看成是 二三流文人 对自家政治深刻的 一种炫耀 但这种政治深刻 古今套路一致 模式统一 只要熟悉这种套路和模式 可以很轻松 炮制无数阴谋论 这个套路或模式 就是以诛心 以及猜测动机为手段 是权威人物光明正大的 安排或讲述 为障眼法 在障眼法背后 是权威人物的根本利益 如此 封建统治阶级 为小民伸张冤情 赈灾续牢 清摇伯父等 一切符合 庶民利益光明正大的安排 不过是一种让步 是为了封建阶级统治 长治久安云云 这是阴谋论中的 封建统治阶级 让步论 如此 资产阶级 提高工人待遇 改善工人生活条件 实行民主宪政等 一切符合庶民利益的 光明正大的安排 其实都是虚假的 是为了资产阶级 更根本的利益云云 这是阴谋论中的 资产阶级虚伪论 如此 如学光明正大讲述 仁义理智信 讲述温良公俭让 讲述四维八德等 圣贤理念 事实呢 是为了维护或迎合 统治阶级等级制度 是为了自己有一天 也能爬到统治阶级位置上去 云云 这是阴谋论中的 儒学专制论 诸如此类 因此 古今阴谋论 一般没有思想 韩金亮 不仅仅因为它太简单 太粗糙 太过于城市化 属于精致的房间思维 基本上不提供证据 更重要的是 它所有的讲述 含有真实判断 但最主要的是 几乎所有阴谋论 都是对人类正价值的一种 公结 阴谋论 不仅仅是反制的 也是反道德的 从现在可以看到的阴谋论考察 几乎没有例外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二百九十二集 王夫之宋论专章 说到大宋太平新国年间的 机密文人论 他毫不客气的批评这种说法 既人之善而为之 此以斋之 以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惜足信哉 既恨他人的善行 而编造诸心的言词 去批判人家的言行 这种 用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的阴谋论 哪里值得相信 按王夫之先生的意见 大宋一朝 因为五代藩镇造成乱世 所以对武将比较提防 宋所记者 宣立之五尘尔 非偷生妖宠之文士也 但尽管这样 太原降将杨叶 父子卧兵 麾下都是死士 为杨氏父子所用 而且是威震于其丹 这样的人 比那些文人 对大宋的威胁大多了 但是太宗仍然对他 不猜不计 而那些偶尔会发牢骚的文人 如张继 徐炫 沟中正等人 不过是浮华一夫 虽然他们自诩 不为之用 也就是没有得到大用 但是这些人 根本用不着担心 以挥之劲 不可覆吹 张继 算是这些文人中 智慧比较民给的 太宗也用了他 政经 政治活动 国家大事 他都参与 太宗并没有提防他 其他的人 就可以推之了 过去连李玉那样的人 俘虏之后 连曹宾都知道 不必再提防 几个弄笔杆子的文人 实在不值得 为之重重的防御 王夫之的深刻 还不仅在这里 他看到了太宗 更深远的用心 为什么要受给这些 祥臣做转修大书的事呢 从唐末以来 后梁篡夺大位 也需要文人装点门面 但他那种兄弟 那种对文人的无情杀伐 让富有唐代遗风的文人 是战战兢兢 大诗人杜寻贺 被后梁聘任 几乎要吓死 所以文枣风流 成为文人的打击 谁也不想因此而受到重用 到了后唐后晋后汉 这些篡位的武夫执掌国柄 那种旷汉一代又一代 互相之间比的是弓箭刀枪 所以文人被武夫瞧不起 也根本谈不上文明之志 等到契丹进入中原 蹂躏的中原大地是千里为虚 人与人之间就死都来不及 哪里还有时间 沉吟于文枣 谁还有心思整理中国典章 到了周世宗时代 很想有所作为 但中原故老大多已经凋零 年轻的读书人还没有被启用 有几个文人 如王普斗仪 都从北方燕照之地起身 都有简制 也就是简易质朴的特点 与古来 含勇于典章的文人 还有距离 几十年 百余年来 中原文明就这样 在战乱中呈现为凋敝之下 但在江东西蜀 则因为化江自首较少战乱 保存了汉唐以来的文化文明 那里的文人得以在相对的和平中 以其从容之岁月 举文愿之英华 这样就为中华文明 留下了一批读书种子 大宋统一中原 要想求得博雅之儒 在各种文明推演中 能够有成果 除了后蜀南唐 保存下来的人物 没有其他人 太宗可以说是 善取才矣 光武帝忠兴大汉 要复兴中原道德文艺 雅跃礼仪 是从偏安巴蜀已久的 公孙树那里得到人才 四战之地 不足以留文质 那么偏处于边比之地 才可能会保留中原文明 士大夫生于礼崩乐坏之事 如果处于偏僻之乡 珍重古来遗文 必有成传 如果成平之事来得早 他可以自身重振文明 如果来得太晚 他的弟子必能重振 考乱世到成平的古来历史 几乎没有例外 都是这种规律 在太宗一朝修书 那可不是简单的 悠悠岁月 人才机密 那是士大夫得道 道圣者 道行而至已得 闻成者 闻住 而心已亨 以道而人生胜出者 道能行 而志向已经实现 以闻而成就人生者 书已住 而内心已经通达 这样对文人而言 做官与否 封侯与否 都不是他们的荣誉 他们的荣誉 在利言不朽 现在想想 汉代复兴 很多功臣都已经 隐没不张 但过去儒学的托命之人 沈培 福盛等 他们整理古籍的遗则 却至今被人享用 太宗一朝 转修文室 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 如果不比大明转修 永乐大典 大清转修 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 还要重要 至少一点也不次于他们 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 转修的文化典籍 中国文明可能是 另外一种样子 就如此意义上说 大宋广阁中的这些文人 是可以恒久享有 中国文化光荣的文化英雄 而太宗赵炯 是他们的领袖 四 法治 文明立国必有法治 而法治之有效推演在人 太宗赵炯 声明此理 赵廷美大案后 他观察到 世术守法义 勋贵守法难 于是 在推演国家法治时 格外注意责人 不完美的圣贤大义 大宋法治是大宋文质中的重要一环 说大宋法治千头万绪 先从大赦说起 赵普多谋善断 口才厉害 很多时候 他所提出的意见 也往往符合正道 这也是为何太祖太宗两朝都很敬重他 当初 太宗曾有一次要搞大型的祭祀活动 按照常规呢 要施行大赦 有一个人上书说 希望不要大赦 理由 则援引诸葛亮治理鼠地时 几十年不赦的故事 太宗听上去觉得有理 但又感到 差在哪个地方 就问赵普 赵普回答说 凡是祭祀大典 圣朝都有原点 一定要赦免 表示其人如天 像刘备孔明之类 只不过治理区区一个地方 臣不信这个 也不会援引这个做立正 太宗很高兴 就将大赦的事定了下来 大赦这件事有两面理 司马光曾有名言 杀人者不死 虽尧舜 不能以治治 就是如果杀人者 不能绳之以法 即使是尧舜时代 也不能达到天下大治 大赦 其弊端在此 名人张岁 千百年眼 就曾批评大赦 书中认为 自春秋时代以来 后世屡有大赦之法 但是这种不问情深情茧 罪轻罪重 凡育大赦 杀人者可以不死 伤人者可以不行 盗贼 即坐监犯科者 可以不问 这种做法 只能有助于常奸 让奸命生长 大宋自太祖太宗以来 三年之中 遇到交寺 就大赦天下 成为一种制度 到了仁宗时代 有阎官认为 三岁一赦 余骨未有 这是唐代兴兵之后 开始有的做法 但这种大赦 有罪者宽之未必自心 被害者亦之未必无怨 不能自心将负为恶 不能无怨将毁为善 一赦而使民毁善长恶 正教之大患也 就是说 有罪的人得到宽量 未必能够自心 被害的苦主得不到 正义伸张 岂能没有怨恨 不能自心 做恶人 就会继续做恶 心中有怨恨 就会后悔做善事 这样一个大赦 结果却让世数后悔为善 滋长恶行 实在是正教的 很大的祸患 仁宗对这个道理很重视 但还是坚持大赦 只不过批复道 罪人情重者 无得一赦免 就是犯罪的人情节过于严重 不得统一按照大赦法 免罪 到了北宋末年 大赦开始变样 宋徽宗在位25年 大赦天下26次 驱赦 也就是不大赦天下 只赦免一个或几个地方 14次得因 37次 所谓得因 也是一种赦免令 唐代开始有大赦最流行 他与大赦不同处在于 大赦是罪无轻重都赦 得因则是将量刑 减重就轻 譬如大赦有得因 死罪留罪各降一等 就是将死罪降格为留罪 留罪降格为徒罪 而徒罪账罪吃罪 则全部是免 所以还是一种大赦 这样计算 宋徽宗时 总有设令77次 祖宗时代的三年一次 到了他这里 几乎变成了一年三次 这种烂赦 在南宋 到了光宗时代 竟然达到一年四次正式的大赦 实称 行政稳 而恩义烂矣 就是国家的刑法之质 已经乱套了 朝廷的德政恩赏 已经太烂了 这样的大赦 不仅正乱 对苦主而言 也是一种不公 譬如 某甲杀害某乙 某乙家属 千辛万苦将某甲搞倒 某甲判为死罪 结果预赦 免了 这就是对某乙和某乙家属的不公 所以大宋时代格外注重大赦的范围 遇到特别需要大赦的年份 总要有诏令告知天下 有些罪恶是不能赦免的 如改元开保 这是一件大事 开始大赦天下 但是诏令规定 十恶杀人 官吏受赃者不原 犯有十恶罪 杀人罪 官吏而不是事数 受惠罪 这三种罪犯 不在赦免范围内 开保四年 九七一年 东 南交济天 也是大事 开始大赦天下 但是诏令也规定 十恶 固结杀 官吏受赃者不原 犯有十恶罪 故意劫略杀人罪 官吏受惠罪 不在赦免范围内 太宗时代 也有这类规定 雍兮末年 以襄王赵元凯 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为开封隐 改封受王 这是立太子的节奏 大事 大赦 但诏令也规定 十恶 故谋结斗杀 官吏犯正赃者 是不能赦免的 但太宗即位的当年 大赦 常赦 所不原者 闲除之 是全面赦免 平常赦免令下 有规定 不可以赦免的 如十恶 杀人 官吏受赃等 这一次 也赦免了 这种赦免 看似宽大 其实 是对十恶罪 杀人罪的 受害者的不公 是对官吏 受赃罪的 纳税人的不公 总之 大赦 是一个 有弊端的法治 大宋帝王 也深知 这个制度性 规定的 弊端所在 但为何 还是要 施行大赦呢 因为要 收敛 天下 刀兵之行 推演 祥和之气 也因为 天下 被量刑的 罪求之中 很可能 有冤案 后者 让大宋帝王 寝食不安 让大宋贤臣 无比焦虑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93集 中国圣贤 可能是世界上 最早展开 一罪从无法理思想的人物 尚书大宇末 留下了名言 罪夷为轻 公夷为重 与其杀不孤 宁施不惊 如果有疑欲 罪犯判罪要轻 如果有疑工 功臣受赏 要重 与其可能杀掉一个无罪的人 宁肯不杀 哪怕失去正常的精益 后人解释这句话说 人命至重 至欲 以慎 宁施不偿之过 不滥杀 无罪之人 所以 重宽恕也 周代时处理案件 对很多疑犯 都实行了赦免 唐代还有规定 疑犯 可以用材货 自我赎免 现代西方 对一案 也是从轻 从无处理 怕的就是出现冤狱 有伤天地和气 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 就是一个著名案例 辛普森杀妻证据很多 但在审理中 控方要求森普森 戴上现场发现的血手套时 结果发现 手套小 戴不上 就是这样一条漏洞 让辛普森的辩护律师 得到了机会 要求陪审团 宣判辛普森无罪 这一案件的意义就是 再一次以西方的经验 肯定了传统中国圣贤 与其杀不辜 宁尸不惊的合理性 大赦当然存在缺陷 但内中很可能存在不辜 在无法证明囚犯 有罪或无罪的情况下 首先选择推定无罪 南宋朱熹的弟子蔡沈 在他的书籍传中 也解释大宇末的这句名言说 孤 罪 经 常言 为法 可以杀 可以不杀 杀之 则恐陷于非孤 不杀之 恐施于轻纵 二者 皆非圣人 至公 至平之义 而杀不孤 由圣人 之所不仁也 故 与其杀之 而害 彼之声 宁 孤 权之 而自受 施行之责 孤就是罪 经 就是 常 大宇末的意思是 执法 可以杀 可以不杀 不知道人是否有罪 杀了 就恐怕陷于杀害无辜 不杀 就恐怕 失之于轻易放纵了罪犯 这二者 都不是圣人 至公至平之义理 但比较起来 杀害不孤 尤其是圣人 不能忍心的 所以 与其杀了这个人 害了他的性命 不如让他活下去 而宁肯 自受量刑不当的 施行之责任 所以 赵普鼓励 太宗大赦 符合古来圣贤大义 虽然大赦 并不完美 刑法 蜀谈征 文明立国 必有法治 而法治之有效推演 在人 太宗赵炯 申明此理 赵廷美答案后 他观察到 世术守法义 勋贵守法难 于是在推行国家法治时 格外注意责任 雍西元年 九八四年 开封有一个刑事案 有个寡妇刘氏 让她的婢女 到开封府 起诉她王夫 前妻的儿子 王元吉 多次毒害她 差点毒死 当时开封府 研习后周以来的制度 设 左右寻军院 执掌 吉卜刑讯 略相当于今天的东城西城区法院 兼检察院 刘氏案 出到右军寻院 经过推问 王元吉 死不承认 执法官觉得 事实也不像这个寡妇所说的那样 于是呢 转移到左军寻院 到了这里 碰到了一个酷吏 将王元吉上了酷刑 这个酷刑被他灌了一个名称 鼠弹针 老鼠的鼠弹奏的弹 鼓针的针 在手指上用刑 食指连心 受刑人受刑过程中 会不断经卵般 抖动食指 极为残酷 王元吉 熬不住 只好承认 于是 炼成毒杀继母一案 忽然 这个案子出现了转机 刘氏寡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死了 王元吉 也有了翻供的意见 这时开封府 也愿意认真对待囚犯 重新审理时 得到了一些刑讯逼供的细节 但是案子还在拖 几个月没有宣判 开封府觉得这个案子 不好断 就上报给了朝廷 太宗认为 没有明显证据 可以证明王元吉下毒 但毕竟有个继母的状词在 就给出了个意见 免死 徒刑 就是扶劳役 王元吉的妻子 看到这个宣判结果 不接受 于是 姬登文古称冤 太宗亲自听断 赵问王七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确实冤案 于是 派遣忠实 拘捕原来 左右军寻院的执法官审问 案情大白 原来是刘氏寡妇 有通奸之士 又惭愧 又恐惧 更怕前夫的儿子王元吉 知道 就设法做局 冤枉他 要置他于死地 借官府之力 杀人灭口 而这个寡妇的兄弟 早就在欺骗隐瞒 王元吉父亲的财产 并用了一部分 给军寻院推官行贿 还有个衣官也被收买 说寡妇确有中毒的征兆等等 太宗将此案 所有的推官和左右军寻院的主管 全部降职 下调凤路 做假政的衣官流放海岛 而那位发明 蜀坛征刑罚的左寻军院执法者 被太宗调来 以请君入瓮法 就是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现场 树坛征 使称此人呢 婉转嚎叫求速死 太宗对他说 你看看 你也不能接受这种疼痛之苦吧 谁能接受得了呢 于是放了他 令人解开捆覆他的绳索 只见此人两手 很久很久不能动弹 太宗对观看的宰府大臣说 京义之内 乃富冤库如此 况四方乎 就是在京城之内居然还有这样的冤烂酷毒之案 何况天下四方偏远之地呢 开封府的几位重要官员也得到了惩罚 当时支开封府刘宝勋 判官李济宁都罚了一个嫉妒的俸禄 所以太宗对地方上主持法律工作的官吏格外重视 号严氏者王继 春化元年 九九零年 冬 朝廷要派遣专使提侠总督 诸道的茶税 盐税 酒税 除了夏秋二税之外 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在此 太宗还考虑到 既然派遣专使下去 就责成他一并查访民间利病 以及地方上励志的善恶 这个人物最好能有刑部工作的经验 于是就问左右 刑部中谁最喜欢严氏 就是好严氏者 就是那种看到问题 愿意提出建议性意见的人物 左右说 有个大理寺臣王继 是刑部的官员 他多次给刑部 给中书 给朝廷上奏 太宗知道此人是烈士子弟 有才 有性格 于是任命了他 去管辖各道的国家财物 他在福建的时候 发现当时朝廷 要此地 疏运仙鹤羽毛 作为制作凋零剑之用 当时这个东西 属于战略物资 地方必须按朝廷的要求 被其疏运到京师 哪里会有那么多的仙鹤呢 所以啊 地方为了凑齐鹤羽 是费尽了千辛万苦 史称民慎苦之 王继认为这个事不行 不能这么干 他上书要求 除了部分贺语之外 可以用鹅毛来代替 太宗觉得意见不错 就如他奏请改了 太宗很高兴 知道这个人有能力 于是改命通判郑州 郑州 至所在真定 来进河北的正定 辖今天的河北石家庄附近 七八个县市 是唐五代以来天下雄藩之一 石敬堂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 此地地当边境 谨要性仅次于河东 所以太祖太宗 以至于后来的大宋帝王 都要派出重臣把守 久之 驻守此地的文武直官 就有了娇汉之气 王继来此做通判 幻海风波甚险 但王继不怕 他本来就是河北人 出生在深州 今河北饶养 他的父亲王树 在太祖开保年间 曾经知秀州 金属浙江嘉兴 但是赶上了当地的盗匪之乱 盗匪进入秀州 王树被杀 家人收屍后 王继趴在灵鹫上 是悲痛嚎啕 盗匪又来要杀王继 王继看着这一伙盗贼说 我父亲已经死了 我哪里还想活着 只恨我没有力量杀掉你们 为我父亲复仇 史称贼益之 就是盗贼认为啊 他有父子大义 放掉他没有杀 王继在兵乱之中 带着父亲的骨质 逃逆在山中 不久官军来剿匪 王继找到官军首领 陈说了盗贼情形 提出了破贼的建议 盗匪平定后 他的母亲也病死 于是他护送父母的灵鹫 回到申州 申州的主将 向朝廷汇报了他的情况 太祖还召见了他 王继经常涉猎精使 好读左侧春秋 太宗雍西年间 他给朝廷上书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在学士院考试中中地 被捕为县主部 后来做到刑部官员 改判郑州之后 王继面对此地藩帅太守们 有理有据的开始了法治推演 牧手们大多都是功勋之臣 大多都有汉裕契丹的武功 所以啊 多少都有点居傲 但下人不免刻薄寡恩 王继心道不过是第三把手 所以他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但王继从不向知州藩帅们挑战 也不向他们屈服 就是四个字 秉公执法 州官们也无可奈何 束守此地的汉族 就是强悍的兵族 往往呢 资议侵报庶民 做不法之事 有人竟在夜里 焚烧民居 乘乱盗取民财 王继知道后就在各个兵营附近放出耳目 有一天报道某地有火 王继就安排数十壮士潜伏观察 果然在火光中看到几个兵匪 带着盗窃物资往外跑 捉住后不上报 现场平道当即正法 然后再持奏骑士 向朝廷快马报告盗贼正法之事 太宗文讯是很高兴 有一个都孝 街市上吃酒 撒酒疯耍无赖 打落了人家的牙齿 王继行使判官权力 不等上奏 直接给予杖刑 而后捆了这无赖 送到汴凉 地方得到治理 史称 君臣未速 君是要塞郑州 人之未发 境内肃然平安 太宗听说 郑州励志业绩 大阅 连下三道诏书 褒奖 未劳震州 更拜王继为监察御史 这是大宋除帝王财断权 丞相行政权之外的 第三种权力 监察权 御史属于查院 品级很低 但权限慎重 内外官吏 军要受到查院监督 御史为百官所忌惮 王继在御史任上 更是关心国家大事 上书讨论统天下之术 管理中国的政策策略 核心意见是 劫民物之道 包括慎重选择进尘 注意区别贤余 理政国家名气 削减弥肺用度等等 都很切合时弊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94集 一直到真宗朝 他在做地方官 兼任江南路安抚史时 看到大汉民机 就亲身督促官吏 熬州 舍州 并且每天都要亲自尝一尝 这个州熬的合格不合格 还录取了很多机民 作为周郡的香兵 救活了很多人 他在临终之际 给真宗上遗书 要皇上尽贤退余 并罢免 不是很紧要的土木工程 他已经看出了真宗朝 比太祖太宗两朝 更多了铲鱼之辈 也更多了奢靡之风 他不希望大宋帝国出问题 王继的意义在于 他的执法断案 未必尽合法条 但在勋贵盘踞之地 在犯罪性质过于恶劣之际 需要止乱 因此就有非常法治制裁 但这之中的分寸把握很重要 如前述 焚烧民居 乘乱盗窃的兵匪 王继的处置是 捉住之后当即斩首 这是执行军法 因此是合适的 法治需要能力推演 就是有能耐的官吏推演 修行统重听断 大宋法条相当严密 宋法治因习唐代律令格式 而随时有所损益 这个损益的文本成果 就是编斥 类似于宪法修正案 是对前面唐律 宋行统的修正补充 当时一丝一路一周一线 又别有斥 太祖建龙初年 即下诏判大理寺斗仪等人 修订编斥四卷 凡106条 然后与新编定的 宋行统三十卷 一道颁发天下 这些编斥 在损益传统法条时 参着轻重很详细 事称平允 人们认为很公允公正 太宗太平新国年间 又增加编斥到15卷 纯化中增加到30卷 真宗贤平中增至 18550条之多 太多了不好操作 于是又下诏 有几世中多人重新修订 合并同类删除重复 最后定为编斥 286条 这些都预示了大宋 向着法制化管理天下的努力 宋行统 从唐律书役而来 各类行段 都有明文规定 但如何执行 执行还是不执行 这之中就有了空间 地方并不是人人 都有执法能力 或按照法条执法的积极愿望 于是太宗下诏 自今经朝 牧执 周县官 并需席读 律令格式 秋满至经者 当试问 若全部通晓 则量加 殿伐 就是从今天开始 在京的朝官 幕府职员 地方周县官员 都要学习律令格式 任期满后 都要到京考核 面试 如果全部通晓 都是都不通晓 那就根据情况 给予惩罚 但是如果有哪位官员 熟悉律令格式 可以上书自荐 试问通过 可以补官到刑部 大理寺任职 三年之后可以升迁 太宗呢 还给晋臣美人 颁发了一部送行筒 深命百官 除了日常公职之外 要看看 律令格式之类文章 用来作为大宋 法学资源 并自我检点 据此决断预示 太宗对五官们 带兵打仗 一般可以听其自专 但对官员们 判案 却始终不放心 如果有冤案 那是太宗最为心痛的大事 太宗至为焦虑之事 在此于是有了 路求听断 路求 就是帝王 或者官员 亲自到狱中 去巡视审理案件 这是传统司法 不废的场点 听断 就是听取当事人 或法官 陈述暗游 而后提出 决断意见 也称 听诵 或断誉 荀子认为 正令合法 举措事实 听断公明 是衡量邦国文明与否的 三条标准 听断 国之大事 他的要义在于 减少误判 洗血 冤情 谨利避免司法不公 听断不明 是很大过失 听断不明 必有冤情 国有冤情 必有利器 而利器不详 所以 大如韩玉认为 帝王能够公亲听断 是旋转乾坤的大事 对于离冤的事述而言 血冤就是一场 旋转乾坤的生命事件 所以 米血白棒是第一天理 历代文明邦国 知最高管理者 心底略存一点善根 略有一点天良 无不瞩目于此 大宋帝王对此事 更是极为重视 所以 太宗听断不断 史称 太宗在遇 常攻听断 太宗在统御天下时 常常抽出时间来 亲自去审理案件 尤其是疑欲 经师有疑欲 大理寺难于判断 太宗往往回到现场 亲临审理判决 人称 美能逐渐隐危 就是往往能窥见案件 隐危之处 得以公正处理 积登文古 民告官 大宋的登文古制度 可能是历朝历代以来 实施最好的 下面有冤情 有话说 地方处理不当 都可以直接到登文古院 敲击登文古 直接跟皇上对话 谁也不敢拦着 雍熙年间 大宋正在跟契丹打仗 有个开封女子李氏 来积登文古 按由呢 是说自己没有儿女 而且有病 一旦死去 家业没有托付 太宗据此下诏 开封府要根据 这个李氏女子的意愿 裁断处置 也就是她名下的财产 要根据她的意愿处理 开封府在处理过程中啊 发现 这个李氏女子的父亲 还在 就囚禁了这位父亲 根据案件的逻辑分析 很可能是啊 李氏女子与父亲是一体的 要自行处置私有财产 但遭遇他人觊觎 于是呢 在他人的推动下 开封府逮捕了李氏女子的父亲 李氏女子不甘心 又积登文古 搞行政诉讼 将官府告到了朝廷 知道来龙去脉后 史称地害 就是太宗啊 大吃一惊 他说 此事 岂当尽兮 年古之下 尚或如此 天下智广 安德 无枉烂乎 朕恨不能亲绝四方之欲 故不辞劳尔啊 就是这种事 也要拘禁人家的父亲吗 天子脚下 还出这种事 天下这么大 哪能没有 王法滥行下的冤案呢 朕恨不能亲自 去审理天下四方的案件 朕要是能做到 朕是不辞辛劳的 于是 李氏女子的案 处理完毕后 当即派出朝廷 能臣十四人 分头到江南两浙 四川 京湖 岭南等地 审理刑御 规定三条 一 地方官吏 在司法级 军政处理方面 有不作为 或独职懈怠者 要何罪上报 二 如有林氏精明允荡 勤勉机民 刑御公正 没有研制者 要论功上报 三 各州郡都要做到 十天过问一次刑御之事 不得拖拉 纯化四年 九九三年冬 更发生了一件奇案 说这个案子奇 是因为它太小了 京畿有个小民 牟灰丢了一只小公猪 更奇的是啊 这位小民牟灰 居然为此而积登文古 尤其奇的是 登文古院和太宗 都受理了这个私有财产丢失案 最奇的是 处理办法是 由国家拨款 签钱 长期值 按价赔偿 国家赔偿 私人财产损失 太祖时代就有案例 当初大兵进入汴梁 有士术 遭遇痞子截掠 太祖抓住了痞子 并拨款 赔偿了士术损失 太宗此举依然 当时应有官员 对此事提出质疑 太宗对宰相说 似此细事 悉诉于朕 亦为听觉 大可笑也 然推此心 以临天下 可以无冤民意 像这等小事 也到朕这里来起诉 朕还为之听觉 确实太可笑了 但推演这种听断的 耐心攻心 用以君临天下 可以做个表率 都这样做 世上就不会有冤民了 审礼冤质 感召和气 太宗担心的是冤民 他自己也说 朕于御宣之际 夙夜交劳 律有冤质儿 我的心思啊 常在行御诉讼这件事上 日夜交劳 怕的就是有冤狱 久托不绝的案子 所以他不断的派出使臣 到各地去巡视 他自己更在京师 多次听断 有一年冬天 他亲自过问京师 狱中的囚犯 一个个审礼 一直到很晚 晋臣都劝谏他 不要劳苦过甚 太宗说 唐汇集无告 使御宋平允 不致网饶 朕义 深以为是 何劳之有 如果我这么做 能够有利于上告无门的人 让案件公平允荡 不至于网法 我会非常示意高兴 哪里有什么劳苦 为此 他特意在宰相面前 发布了一通议论 中外臣辽 皆若留心证悟 天下安有不智者 慧养梨树 申理冤智 岂不敢召何弃乎 朕美自擒不殆 此智必无改意 霍云有思细故 帝王不当清爵 朕亦则亦乎是 若以尊级自居 则下情不能上达矣 朝廷和地方的官员 如果都能够留心证悟 天下哪里有智力不好的道理 有恩惠给百姓 神理冤暗治暗 岂能不感召天地和气呢 朕常常要自己勤勉 不要懈怠 这个意志是绝不会改意的 有人说 主管官员的小事 帝王不应该亲自决断 朕的意思与此不同 如果以尊贵自处 那就无法做到下情上达了 由于相信天人感应学说 遇到严寒酷暑或鱼血返常的日子 太宗就亲自来复审狱中囚犯 大部分都给予了宽大处理 纯化元年九九零年四月 因为天气大旱 太宗就亲自到京师狱中 录囚听断 史称多所元简 很多都得到了宽大处理 这一天 太宗还专门 令上石御膳房进宿膳 派遣常参观分别到各道绝狱 还派出忠使 到五月去其余 地方诸道则继续派遣朝廷能力前往厅段 诸州有大狱 更随时组成专案组 官员由太宗亲自选定 要他们乘驿站车马前往审礼 临行前 太宗会有嘱托 审礼完毕后 一定会详细了解审礼经过 渐渐已成为常例 后代也都遵守这个常例 这在大宋各个帝王本季中 都可以看到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295集 到了端拱年间 各地方的周郡负责司法的官员 司礼参军 也都由太宗亲自拣选 地方上士术有道经师来喊冤的 太宗也会派出御史官员乘坐驿站的车马 前往地方会审 史称 数年之间 刑罚轻省矣 就是几年的功夫 天下的刑罚知识是越来越少 显示了无送 玉空的太平景象 玉空 就是监狱里没有人 这就预示着无人犯罪 是传统至为赞叹的治理成果 而大宋也确实经常性的出现玉空 太祖太宗时代 凡是地方周郡有玉空现象 一般都会降召褒奖 如果周司司礼院玉空达到三日以上 就可以随处建立一个道场 供奉神灵表示感恩 道场所用的供奉之物 如酒肉水果香料不满之类 都由官钱支付 周府洁镇给五罐钱 周郡给三罐 而且道场建立 不许扰民 也不许扰力 但是 由此也出现 制造贾玉空的现象 当时 一个周府有私理院 有周司 还有靠近周郡的县城 都是细捕囚犯的地方 有时地方呢 就会将囚犯从私理院 移往周司 这样就腾空一处 可以报玉空 为了解决这类问题 有人建议允许本周官吏 互相监督 如有虚奏玉空就要受罚 另外规定 私理院 周司等 都没有进球 才可以上报 玉空 由此也可以看到 即使是制度性规定 即使在大宋 即使都是读圣贤书的人物 即使有言行俊法 也还会有人钻空子 弄虚作假 这不是制度问题 而是人性弱点问题 滥葱案 太宗亲自路求听断 这个做法 曾经有不少人反对 但是太宗 虽然褒奖他们的建议 却并不接受他们的意见 继续路求听断 有一个归得 金属河南商丘节度史的推官 名叫李承欣 他购买大葱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烂的 于是就鞭斥了这位卖葱的菜园农民 卖葱一次冲好也是一过 但不至于遭遇鞭斥 更麻烦的是 这位农户被鞭打以后 伤口感染发炎 几天后死了 农户的家人不干 告到了朝廷 太宗听断后 认为这位推官是滥用职权 等于是私设公堂 故意伤人致死 被政法 私设公堂在太祖时 称为善略求者 就是擅自以酷刑对待囚犯 是一大罪恶 太宗对欲求的同情 几乎是一种天性的善良 当时有规定 死刑大案必须由朝廷复案审核 但这样一来 有些未必够得上死刑的案子 也要大理寺审阅 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月 甚至长达一年以上 太宗在听断时 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对宰相说 每月大理奏案 霍节目 小有未被 必疑文暗覆 风将遥远 动射数千里外 尽细烟酒 甚可怜也 自今 清等祥拙 如其非人命所系 给予量罪区分 勿须再举 就是 朕 每次越南大理寺的案卷 看到有些案例 有的是有些文案方面的 小的环节 没有完备 这就要下文重新审核 大宋风将很远 动辄就是千里之外 这样 欲求在里面待得太久 实在是可怜 从今天开始 清等要详细斟酌 这些案卷 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案 就尽快量罪 做出处分 不要来回来去的审核了 太宗对路求听断的公亲 源于对天道的敬畏 在儒学设计中 天道制衡军权 是一种不宣之秘 圣贤深通 不与怪力乱神之基本语境 但全面接受了天人感应学说 这之中就有制衡军权的大意 君主非神 与世数一样 乃是介于神与兽之间的存在 在没有宪政制衡的条件下 天道制衡就是选择之一 且传统圣贤对此几乎是重口一词 形成了强力传统 无人可以挑战这个传统 在文明推演中 天道制衡成为君主的自觉选择 成为一种值得自豪的荣誉 离治未病 法治乙病 传统中 离与法有着密切联系 一般来讲 离更重 法不过是离的补充 假如将邦国视为一个有机体 则离是用来做预防的 是治未病的 法则是用来临床治疗手术的 是治乙病 守离者不离于法 守法者可禁于理 传统认为 只要天下守离 法可搁置物用 这样的世道 被称之为太平盛世 大宋帝王们一生一世追求的 就是太平盛世 但离的推行 帝王要做表率 端拱元年988年 太宗到东郊 以太劳大礼祭祀 先农神之后 开始耕吉田 传统有无礼 吉礼 兄礼 宾礼 军礼 家礼 向天祖 或天地神奇 祈福 称之为吉礼 丧葬哀调之士为兄礼 朝剑 聘问 惠盟为宾礼 与战士 田列 筑城等相关事为军礼 婚庆 宴祥之类为家礼 吉田 属于吉礼 一般在年初正月 春天来临之际 由天子率官员 霍诸侯 亲自耕田 这种耕田 是向天下 适以农时 告知天下耕种季节的开始 天子带头耕种 是齐年的礼 年是五谷风俗的意思 吉田 是传统中国 自周代开始就施行的礼 吉田一般规定 天子有千亩 诸侯百亩 这都属于天子或诸侯私人所有 吉的意思是戒 也就是天子先自己耕种 而后借民力继续耕种 所以天子吉田 只是象征性的耕种 开个头 太宗下到田里 亲自直离藩地 按理智呢 他应该往前推三条龙 反回来再推三条龙 史称三推三反 王公诸侯们 要五推七反 公卿大夫们 要七推七反 一般士大夫 是九推九反 太宗三推三反后 有思高唱 礼弼 但太宗说 朕志在劝农 恨不能忠于千亩 岂止以三推为先 朕来做这个吉田礼 志在鼓励天下务农 更恨不能亲自将我这千亩 良田都耕一遍 其指以三推作为限度 于是继续翻耕 旁边的侍臣 一个劲地要他停止 太宗这才放下了 梨头回宫 为此 太宗还做了诗 说东交吉田的事 并将诗赐给朱臣 他说 国之尚锐 唯封年尔 自磊岁登人 人无极意 朕求之虽窃 而德化未恰 天昼若是 能无巨乎 国家的最高的祥瑞 是封年啊 自从这些年连着丰收 世上也没有大的流行疫病 朕虽然求智心切 但自认为道德教化还不够好 没有料到的是 上天给我们这么大的恩赐 想到这里啊 能不心存敬畏吗 于是又下诏 诸道百姓有生活困难的 要在当地发放粮库的粮食 接济他们 他对宰相们说 累年以来百物丰富 自京师达于四方 并无灾力 无骨顺成 若非尚穷降福 何以及此 今郡县至广 声齿甚重 每闻一方小有凶欠 即命赈给 虽不能辩 亦表朕 勤绪之意也 就是多年以来啊 国家是越来越富有 从京师到地方 也没有太大的灾害 五股丰收 如果不是上天降福 哪里会有这么好的景象呢 现在郡县这么广大 百姓甚多 朕每次听到 有一个地方 小有凶灾欠收 就命令地方镇绩 虽然也许不能周变 但也以此来表示 朕勤于政务 存续四方的一点意思啊 赵普在旁 鼓励这位君王道 闻王藏枯骨 天下称人 夫民忧草也 草上之风碧眼 若帝王用心行道 上和天意 民自岳福 臣等美闻陛下发言 必思为苍生见长力 宁忧何气之不降也 他这句话是说啊 过去文王收藏野外的枯骨 天下认为他行人道 民很像风 草上有风 一定随风抚养 君王就像风一样 如果帝王用心行人道 上和天心天意 下民自然高兴而亲服 臣等常常听到陛下发言 一定是在为苍生 推演长久之力 这样 哪里还用得着担忧 上天不降和气呢 心里总是存有 苍生之常力 就不会以任何宏大借口 掠夺亲临苍生的私有财产 竟为感恩于上天所降之福祉 就会远离种种血脉奔章的激进情绪 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邦国管理中 星星点点的改善民生 爱民敬天 由此政治之主要诉求 于是可以在离于法的规定情境中 推演并构建帝国的秩序 如此就是有道邦国 法当原情 太宗执法有一个基本思想 法当原情 这个思想事实上来源于春秋绝遇 而春秋绝遇又来源于 孔子亲亲相隐的法学大义 说清这个问题需要相当的篇幅 但也可以用有限的文字 勾勒这一公案的一理 父亲偷了羊 儿子要不要举报 在文明邦国看来 可以不举报 因为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是一种源于亲情的当然之理 是法上之法 符合自然法原理 西方现代法律也承认 当事人有犯罪嫌疑 亲属没有举报的责任 应回避 但在激进思潮主导下的国家主义法律中 规定必须举报 否则就是藏匿罪犯 属于犯罪 显然 亲亲相隐 奠定了中华法系的文明道种 第二百九十六集 在此基础上 汉代董仲书提出春秋决狱 这个意见的框架是 以春秋大义为司法裁判的思想资源 同时援引儒学各类经典 作为审判依据 凡是法律条文规定的案例 法官即可援引儒学经义定验 在具体判案中 第一考量案件事实 第二考量犯罪动机 如某甲之父与人斗殴 某甲持棍帮助父亲 但不小心把父亲打死 由于某甲动机并非是打死父亲 所以按春秋决狱 某甲无罪 这类动机性考察 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甚重 因此却有利弊参半的结果 但是即使现代司法 权重证据细细考察 也是利弊参半的 人类问题 没有一揽子彻底解决之道 试图一揽子彻底解决 人类问题的政治诉求 是一种辉煌梦想 梦很美 但不具有现实品格 就这个意义说 春秋决狱 自有其合理性 合法性 正当性 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春秋决狱 有缘心 也就是考察动机之必要条件 如果动机善 有罪 也可以减免 如果动机恶 无罪 也可加刑 宋太宗 赵炯 在此基础上提出 法当缘情 缘 是考察案件的缘由 情 及天理人情 判决结果 要将天理人情 考虑进来 这样 就让司法 有了更趋于公正的可能性 西北荆州 经甘肃 京川 定安县 有一个庶民的妻子 对庶民前妻的儿媳妇很是痛恨 将其断侯杀死 此事成为一个答案 按一般法条 这是婆婆杀儿媳 而婆婆属于父母一辈 儿媳属于儿女一辈 这样呢 就可以界定为亲族之内 因纠纷而起的杀人案 且因被杀者为子女辈 或有忤逆情节 故婆婆杀儿媳 似可减免一等罪过 卷宗到了太宗那里 看过后给出的意见是 法当缘情 此必由济嫡之计 爱增疏别 故当以凡人论也 就是司法 应该考虑天理人情 这个案子一定是嫡子继承 继母心不能平 因此 有决然不同的爱增喜物所导致 可以不必考虑宗族内部关系 就当是普通世述杀人论罪 撇开婆媳关系 按法律事实定罪 这个庶民之妻就是一个杀人犯 婆婆的身份 并不能让他享受豁免权 这是从杀人的动机 给予定罪的大宋案例 具有同泰复仇的自然法精神 也符合春秋绝育的原新大法 太宗还因此下诏 对宋行统做了补充意见 自今 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其父 并以杀伤凡人论 打这以后 凡是继母杀伤前夫前妻的儿子及儿媳妇 都要以普通人杀伤论罪 与此连带的 还有继母改嫁问题 继母的丈夫死了 家中的财产归谁所有 继母还是前夫的子女 太宗给出的意见是 继母改嫁自由 但不得占有已死丈夫的财产 应当全部给丈夫的子孙 丈夫的子孙如果年纪幼小 要由官方为职检查 封存财物 带幼子长成后交给他 如果继母将财产带走 以盗窃论处 这个处理 看似对继母不公 但丈夫与前妻留有子女 如果继母将财产带走 则子女不免处于 体积豪瀚之中 而继母改嫁 后夫应该满足她的生存所需 如此处理 也是对丈夫和前妻 以及他们的子女权益的一种保护 值得肯定 叔叔告职内有隐情 宋时有厂务 经营各类物资 包括粮食木材等 也有制造业 造船造酒等 厂务属于官办企业 由朝廷派出官员监管 一般由官方额定经营指标 指标呢 可以是食物 也可以是钱博 完成指标之后 还有盈余 这个就叫县余 也称县利 有些比较贪的监官 往往呢 就将这部分盈余 收归己有 但难免被人告发 一旦败露 按当时大宋法条 属于坚守自盗 应弃士 也就是街头正法 太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认为量刑过重 不符合法典精神 于是下诏 从今以后 凡是贪用陷余的 只算偷盗 不算坚守自盗 刑法只能判处 留罪以下 传统判罪啊 由轻道众 有吃 账 徒 留 死 之五行 留行 就是发配流发 下死刑一等 大宋 太祖 太宗 对于贪污罪犯 是极为厌恶 一般都有 从众判决的形象 但就贪污陷余的 这个案例看 太宗 也有 谨利 原情 从天理 人情 考虑 此类案 自有 罪不致死 可能性 于是 减免一等 由死 降为留 从现代 司法量刑 标准看 太宗 此举 可称公允 有一个著作左廊 龙氏园 在老家善州 经山东善县 告他的侄子 龙小喜 说这个侄子无赖 好赌博 屡教不改 因此 想不承认这个侄子 断绝输职关系 善县之州流查 通判田之 就将这个事啊 弄成一个案件 报到朝廷 定宴之前 太宗看到了 这份卷宗 他怀疑 这个案子有假 龙小喜 可能被诬告 于是交付 御史台 重新审理 真相 原来是 龙氏园 看上了 王兄 龙氏安的财产 龙兄 死后十余年 龙小喜 子承赋业 龙氏园 就要夺取 这份产业 于是诬告 龙小喜 而知州和通判 就在龙氏园 家一场酒宴上 定计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炼成了一场冤狱 处理 结果是 龙氏园 决账 发配 商周 崖前禁锢 列入令策 终生 不得 做官 知州 流查 通判 田志 同时 免官 废为 庶人 家财 没收 太宗 太宗 为此 特意下诏 方今 府欲 黎元 亲戌 行献 岂容 赵林 之下 尚有冤枉 之人 毒乱 正经 损伤 何气 枉其 安置 岂可得乎 应两经 及诸道 周府 凡有 居欲 一令 尽心 无智 网脑 现在大宋 正在抚育 黎民百姓 推演 法治 宪章 岂能容忍 法律 赵林 之下 还有冤枉 之人 那种 贪毒 乱法 破坏 政治 损伤 天地 何气 的行径 在 怎么能 期望得到 太平治理 以后 两经 及 诸道 周府 凡有 案件 审理 应该 尽心 查验 不要 违法 断案 导致 正理 不能 伸张 宽大 兵痞 护持 工人 有一年 冬天 有人 报告 有 盗匪 群伙 夜半 进入人家 截取 财物 经过 很长 时间 侦查 没有 结果 但 此事 恶劣 太宗 是一定要 得到 结果 就让人 发出 高额 悬赏 告示 果然 就有人 来检举 揭发了 原来是军人士兵几个人截伙干的事再查进货其党把所有的同伙都抓来了太宗没有客气全部正法但这个事还没有完太宗认为军队干这种事大有五代恶习唐末五代以来多次阴谋拥戴的兵变大多由这类兵匹推演而成 于是开始在军中 调查那些今年有罪罪受过处理的凶恶无赖之辈 得到数百人 但是看着这些兵士的时候 太宗又动了侧隐之心 想想 罪恶归罪恶 但是按法 死不当死 于是就给他们上了铁钱项圈留在军中查看 过了一个阶段又将这些人都照到重政殿训斥了一番 每人刺钱三十文将他们都放了 算是宽大处理了这些兵匹 但太宗亲自听断 有时候呢 也会放出蜡手 有个管理皇宫花谱的小官高进 曾诬告义父 也就是原义工人朱熹 说他呀 有种种恶技 但太宗照问 原来是这位高进 曾经向朱熹索要贿赂 朱熹不给 于是遭遇诬告 太宗发脾气 将高进仗己 大板子 流放海岛 这个事给太宗一点阴影 他感到工人很容易被人欺凌 天平就开始向工人倾斜 太平兴国七年 九八二年 有个西遥物 就是管理东西遥物的一个官职 负责烧制瓷器 供中用度 此地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打架斗殴案 说是西遥物的一位义夫 也就是雇佣的烧遥工人 名叫夏玉 他呢 喝醉酒 殴伤了队长杨燕进 太宗神礼卷宗听断 弄清了原委 原来啊 这位夏玉 很有一点群众领袖的派头 西遥物有一位指挥使牛饿 不免对这位带头大哥有点嫉妒 就安排队长杨燕进 设计做局 试图献人以法 太宗是大怒 将杨燕进正法 牛饿流放海岛 而夏玉 则被提拔为管理人员 还赐给他 布帛银带 宰相们 看到太宗 总是亲自听断绝遇 并能察见尹威 于是互相连篇来向太宗庆贺 并要求将太宗听断的故事记录下来 交付使官 将来呢 修太宗实录用 太宗答应了 皇子被推问 端贡元年988年初 太宗非常喜爱儿子赵元熙 在赵元左疯癫之后 很想将他立为太子 于是任命他为开封隐 封许王 但是他惹了麻烦 什么麻烦不知道 反正被御史忠诚弹劾 而且找去谈话 史称被鞠 鞠就是审理 纠察 但不判案 两宋鞠是鞠 燕是燕 后者才负责判案 在鞠与燕之间 还有个过程 就是由专业司法文官 根据被鞠之后报上来的案情 援引法条 及告知负责定验的主官 此案适合使用什么法条 法条的引用 皆源自送行统和后来的鞭斥 主官根据案情和适用法条 给出判决意见 称为定验 如果是大案 还要上报 线报到周郡 周郡报到朝廷 朝廷有私会审 最后报到皇帝 现在 大宋首都汴梁市长 许王赵元熙被拘 他这个习惯享受尊崇的人物 受不了这个待遇 于是向君王诉苦说 臣天子儿 已犯忠诚故被拘 愿赐宽幼 就是臣啊 好歹也是天子的儿子呀 因为犯在御事忠诚手里 所以被拘 请求父皇开恩 宽大处理我呀 太宗说 此朝廷义至 孰敢为之 朕若有过 臣下上家纠斋 如为开封福尹 可不奉法邪 这是朝廷的 以轨制度 谁敢违背啊 即使朕有过错 臣下还不忘了 纠察指摘呢 你作为开封尹 能不奉法吗 时称 论法如是 赵元熙被处罚 亦如国家法事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倾听下集 第二百九十七集 旭资质通建等书中 记录了这个事件 这种法律精神 是传统中国永远的光荣 也是太宗赵炯的光荣 值得为之 福以打败 太宗担心子弟不能客己 于是 在这一年的春天 对朱王有过一次训诫 当时皇子封王受以节度 陈王元熙 进封许王 韩王元侃 为京南湖南节度时 进封湘王 纪王元分 为威武建宁节度时 进封岳王 亦王元节 为建南东西两川节度时 太宗亲自写了诏书 给元熙等人 诏书说 朕周显得中 年十六 时江淮卫宾 从昭武皇帝南征 屯于阳太等州 朕少席公马 屡与贼交锋 贼应贤而博者慎重 太祖驻兵六合 闻其事 俯辟大喜 年十八 从周世宗太祖下瓦桥关 迎莫等州 意在行阵 即太祖即位 钦逃李军 李军李军 李重进 朕留守地精 朕府都下 上下如一 七年 蒙尾兵权 遂于受开封隐 历十六七年 民间架色 君子小人真伟 无不更安 即位以来 十三年已 朕持减肃 外觉 甜油之乐 内却声色之鱼 真实之言 固无虚事 如等 生于富贵 长自深宫 民术艰难 人之善恶 避孔未小 略说其本 岂尽于怀呀 夫弟子亲王 先须刻己立经 听悲纳见 每着一衣 则闽残腹 每参一时 则念耕夫 至于听断之间 勿先知其喜怒 朕每亲临树政 岂敢淡于焦牢 礼劫群臣 无非求于起卧 如等 物比人短 物事己长 乃可 勇守富贵 而保终极 先贤有言曰 逆武者是无师 顺武者是无贼 此不可以不察也 这段话就是说 朕在后周显德年间 十六岁的时候 那是江淮之地 还没有平定 跟随昭武皇帝 太宗的父亲 赵红阴死后 嗜好昭武 南征 屯兵于扬州 泰州等地 朕少年时就练习弓马 多次与敌寇交锋 敌寇应贤而倒折 很多人 太祖当时驻扎在六合 金属南京 听到我的事 拍着大腿叫好 朕十八岁的时候 跟从周世宗太祖 曾经攻取瓦桥关 盈州 墨州等地 也常常在行军阵营中 自从太祖建座 亲自讨伐 则禄 李军 扬州 李重进 朕留守在京师 镇府首都 公平执政 上下一律 就在这一年 接受了兵权 一年后 又受我开封银 经历了十六七年 对于民间农事的辛苦 君子小人的真伪 没有我看不懂的 自从继位以来 十三年了 朕一直坚持简朴的生活 对外谢绝 田烈有赏之乐 对内 推具 悦武色情之鱼 这是真实之言 没有虚假的粉饰 你们都生于富贵 长在深宫 对于民间的艰难 人心的善恶 恐怕 未必全都知晓啊 我这里略说说 根本大事 并不是我全部的心思 帝王之子 作为亲王 首先 必须做到的是 克己 砥砺意志 历经图治 要做到谦卑的纳贱 每穿一件衣服 就要心存对残妇的怜悯 每吃一顿饭 就要心念对耕夫的同情 至于司法听断之间 一定不要没有问暗游之前 上来就以自己的喜怒对待 朕每次亲临军政时务 岂敢怕苦怕累 每次以礼接待 文武百官 无非是想求得臣子的结成意见 你们千万不要鄙视他人之短 不要仗视自己之长 这样才可以永远守住富贵 保持始终的吉项 记住先贤的一句话 逆武者是无师 顺武者是无贼呀 这是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的呀 太宗这一番话啰嗦 语言并不凝炼 应该属于史官未修改的实录原稿 可以建出作为父皇的真实心意 堪称语重心长 太宗时代的执法 除了太宗亲自听断路求之外 遇到天下一案 厌有不能绝 也就是寻常所说的疑难案件 也会集合庭臣讨论解决 这方面呢 没有常法 也就是没有制度规定 有了疑难案件 就会临时临时召集群臣 听取各方意见 而后决断 端宫初年 广安军 金属四川广安市 有一个庶民名叫安崇旭 他的王妇安之义 先后有五个女人 其中三个已经不在 生母蒲氏之外 尚有继母冯氏 他要上诉继母 按由是 继母冯氏曾与安妇离婚 现在要将资产 全部给他自己的儿子 朝廷大理寺审理后 发现继母与安之义 并没有离婚情节 那么这个儿子起诉继母 估计是有隐情 于是按理法判决 安崇旭诉讼母亲栽赃 罪当死 报到太宗这里 太宗生疑 反复询问细节 执行这个案子的 判大理寺张碧 坚持自己的判决 是正确的 于是太宗将此案 下到台省讨论 台省 乃是中书门下所在 于是一般文职官员 都参与了讨论 大文豪徐炫发言认为 现在只要知道这个冯氏 如果真的离婚了 那就可以判决他归宗 回到安家 财产不能带走 如果没有离婚 那就是安崇旭做假证 陷害继母 依法当死 现在详细考察卷宗 发现案子没有冯氏 与安之义离婚的情节 一共有四个证据 况且不孝的刑法 是有利于教化天下的大事 不能变 应该依照刑部 大理寺的一审判决 安崇旭当死 议论中 很多人赞同徐宣的意见 如此判决 很有政治正确的意味 但名相礼访 等43人提出了 不同于徐宣等人的意见 礼访等人的意见是 法四 也就是刑部大理寺 判决为不当 理由如下 如果认为 五个母亲都有同样的继承权力 那么普氏虽然不是原配正房 却是安崇旭的生母 安崇旭之所以告状 是因为田叶被冯氏继母强占 这样亲母 朴氏就会没有了经济来源 衣食不给 陷于饥寒交迫之中 所以来起诉 如果按照法四意见 安崇旭当死 那么安之义有什么罪 导致绝后 而朴氏又将脱身于谁 度过晚年 臣等结论性意见如下 田产都归安崇旭 冯氏既然没有离异 可与朴氏同居一堂 安崇旭需要对二位老人供养终生 如此 儿子有副业可以守成 冯氏则终生不至于缺乏赡养 至于安崇旭做假证 冯氏强占安家田产 可以同时赦免 这种法当原情的集体讨论结果 千年之后感动了我 大宋有地方讲理呀 对于大宋管辖之地偏远的地方 往往历史上承袭着话外习俗 太宗一般不予更话 但是事情涉及民生厉害 往往就以疏导的方式 慢慢的涵养变化 譬如今天的梁广一带 有些偏远的山区 往往有杀人计鬼 并不求医 和尚取妻等伤风败俗之席 太宗给出的意见就是 委托本郡熟悉中原衣冠文明的长力 多方化岛建议致志 他期待能有文明的官员 用一种温和的方式逐渐改变这种习俗 不要采用岩形郡法强力改变 东汉光武帝时 金属越南的九真郡 曾是蛮荒之地 那里的婚丧嫁娶饮食男女 都与中原礼法距离甚大 光武帝派出一个叫仁炎的学者 去做九真太守 仁炎看到当地除了涉猎之外 不知道牛可以耕田 就教民做农具 耕田 几年后当地就变得富有起来 又教化当地人婚嫁 可以年龄相配 不至于乱婚 于是当地人生了孩子起名 都愿意带个仁字 仁炎成为教化一方的古人 太宗希望的就是大宋 有人炎这样的人 但对于外化之地 出现过于血腥的习俗 太宗也出辣手更化其俗 采生杀人以死罪论 纯化元年九九零年秋 辖州金属湖北宜昌 长阳县有庶民相座相收哥俩 收受了富人的钱财十冠去采生 原来八霞一带有一种风俗 杀人做牺牲用来祭祀鬼神 谁也不愿意被杀 于是有钱人就花钱招募人杀人 为之采生 相座相收这哥俩 就谋杀了县民李奇的女儿 将割下的耳朵鼻子 截断的四肢 拿来送给富人 结果此事被乡民告到了县里 正好赶上著作郎 罗处曰 奉使出使在八霞 看到了此事 于是上书 太宗文言很是吃惊下绕 建南东西川霞路 京湖岭南等处管内周县 遇到此类事 要告诫属下官吏 要小心侦查 逮捕这类富人和杀手 以死罪论 由举报者 即以富人家财转赠 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上报 加罪惩罚 太宗对这类邪恶不手软 罗处曰是一个有气场的人物 史称 行神丰硕 见者加重 就是形象神态都有丰满高大气象 看到他的人都会敬重他 他文笔漂亮 也有思想 曾有论文 黄老仙六经论 大义说呢 老子学说与孔子学说相近 没有冲突或矛盾 史称人多种植 人们都很看重这篇文字 他也有关于削减 冲官的尚书 认为三司 也就是负责经济工作的独立部门 可以重新化归尚书省各司 这样可以减少朝廷机构 尚书写的是文采飞扬 石有家具 如 人者可与习长 难与事变 可与乐成 难与律史 罚天地简易之话 见洪范大中之道 可以亿万思年 锤衣裳而端拱等等 他应该是大宋较早提及 冗官吏弊的人物 第二百九十八集 罗处约这个人啊 还有诗才 与名流王宇称 苏义简相畅鹤 但他在做金葫芦巡抚时 人称欲以科查立名 而急于禁用 就是想用苛刻的查举 来奠定名声 而又急着被朝廷大用 所以呢 就在巡抚工作中 奏合了很多官员 乃至于他一路下来 不少地方官被朝廷罢免了 史称 士论博之 就是士大夫的议论啊 有点轻视他 他呢 死得早了点 纯化三年 九九二年 足十年三十三岁 此人若有寿 应是一个用法严酷 汉代张汤式的人物 有记录说 他是唐代库立 罗西士的一孙 罗西士在大唐天保年间 曾被宰臣李林甫推荐 与一个叫吉温的库立 共同执掌行御 二人很快就弄出了罪名 将一批大臣投入监狱 当时有个说法 叫罗钱及网 罗西士向钱子及温向罗网 这是厌恶这两个人的罗之锻炼 致人于死罪 大宋酷立较少 不喜欢用重点 但罗处约 颇有乃祖一封 他的存在是一个艺术 禁声词 大宋法治也比较注意 着眼于风化 有那种与世术风化不利的行径 朝廷呢 会有人提出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禁止 有朝廷命官出使川叔 发现建南之地 有妇人之家 多愿意招这个上门女婿 上门女婿与妇人之子叙齿 做兄弟行 等到妇人死了 就一起分配妇人的财富 于是当地很多贫民人家 就有男儿舍弃父母出费到妇人家 成为当地一种流行风袭 使者认为啊 这种现象不好 甚至风化 而且容易引起争送 希望朝廷能下文禁止 史称 照从其请 就是下诏同意他的请求 建南这个地方啊 又有地方交汉的庶民 为周骏县官有功德者 建立生祠 就是为活人建祭祀性质的祠堂庙宇 还要刻碑歌颂 官吏有善政管辖地区的人 就愿意干这个事 但建生祠要集资 这笔钱就要在乡村逝世募集 于是有剖脸巨脸搜刮行径 实称小民患之 就是普通百姓 身以为祸患 太宗于是下诏 周骏为周县掌立剑生辞尽之 两者各州 往往有人穿了奇装异服 拿着刀吹着脚 自称可以治病 这类人行走在乡间 逝世 往往有人相信 事实上呢 这是一批走江湖的骗子 巫师 有人就举报此事 于是朝廷也下文禁止 犯者以造谣获众论处 帝国法治 有时会以诏令的形式下达 如果照章执行 九支就成为祖宗法 具有了稳定的法令性质 法令性质的诏令 大多涉及民生内容 帝国有五倍 制造弓弩就是一项 弓弩最重要的材料是牛筋 但牛筋事实上产量很低 一头牛只有很少很少的几根筋 而最好的牛筋 则在牛脊椎骨两旁产量更低 而牛是帝国农业最重要的生产工具 各地都连牛筋 逼得紧了就要杀羹牛 这在帝国是一种悲剧 于是太宗下诏 制造弓弩要节约牛筋 只在纵里 也就是竖文方向上使用牛筋 其他帝宫上的横纹等处 可以改用羊马筋替代 使称这道诏令仪下 每年可以省下牛筋千万 钻法律空子的刁民 人心为威 大宋刁民是很会钻法律空子的 有道手持凶器 进入了人家 事后破案 案法已强盗论处 但太宗朝时 有人知道大宋法律中证据 认为时过境迁 那个凶器已经没法考证就在现场 于是自诉凶器在进入人家之前 放弃在户外 是空手进入人家的 有斯认为 此事难于何定 就上报朝廷 太宗元晴 认为凶器是否带入很难核实 但还是要以强盗论处 因为不如此处理 容易启发他人的艰辛 也来效法 无论是否携带凶器 既然进入了人家 非偷即盗 太宗此举也公远 在民事纠纷中 庶民争田产 也往往钻法律空子 譬如 有些刁民 就让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出头 到官府起诉 意思呢 是由这个年龄的老人 做当事人 不会遭遇拘禁 官司打起来 又不妨碍农活 而大宋还规定 老人不受账责 即使官司大输了 也不至于挨板子 这样官府调查起来 会有很多麻烦 此举等于搅乱了功法 太祖时有个宋州 金属河南商丘 观察判官何欲输 发现了这种现象 于是上书 要求制度性处理 从今之后 七十岁以上 不得参与刑事案件 有案情 要令家人代为起诉 但家中确实没有男丁 而处于孤老境界的老人 不在此里 太祖接受了这个意见 从此制定为法律 到了太祖前德四年 九六六年的六月 又下诏规定 七十岁以上争田产 要令家人陈述暗游 如果家人共犯 一家之中的尊者受过 但这位尊者 如果按照法律规定 属于不被判罪者 则疑罪于家人中的第二尊者 所谓法律规定 不被判罪者 指的是八十岁以上 十岁以下 以及重病在身的人 太宗时代 重申了这项法令 并有另外的规定 八十岁以上 十岁以下 以及重病在身 这三种情况 如果有人告他们 谋反叛逆子孙不孝 同居之内被人侵犯 这三种罪名可以受理 除了这三种罪名 其他罪名 一概不受理 雍熙四年987年 太宗针对老少犯罪问题 下诏道 老人和孩子不加刑罚 这是圣人养老念幼之指 但是征诵之计 也不可不注意省察 因为艰险的诈术 也有多种途径 仗势高年 就是其中一端 另外有一种犯人 知道大宋 有案件审核制度 而且知道一审核 就可以拖 万一拖到大赦 案件就可以不了了之 于是就不断翻供 这是更令大宋 头疼的现象 纯花四年 993年 这种翻供现象 被提上议事日程 有一位知智告 柴成物上演此事 大意是说 官员调查刑事案件 案成之后 要派遣拆官 审核录问 涉及执行大弊罪 也就是死刑罪前 更要派遣朝廷职员 来监督判决执行 这个时候呢 往往有罪犯翻供 称冤 于是又另外派遣官员重审 这固然是国家极为重视 死刑的制度规定 但经过考察 发现这个事啊 也有弊端 有些罪犯犯罪 致重当死 但因为多次翻供 赶上三年一次的大赦 就成全了他的奸计 即使不遇到大赦 反正是一死 闹腾一阵是一阵 也无所谓 彭州 金四川迎山 有一犯人贾克明 因为杀人案 前后被拘禁一年半 有过七次刊问审理 每次都认罪 但是一经正法前的路问 他就翻过 但陛下英明 对此案做出 惊涉不放的决定 后来经过转运副使 蒋坚白 提点使臣 董巡 再次会同审理 才得到最终的处断 但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 七次都要牵连证人 逮捕嫌疑人 有关的各州县 都要追查前因 这些受牵连的人太无辜了 期望今后朝廷 转运司 州府 拆关审理案件 如果服罪事实清晰 但到了路问的时候 罪犯翻供 轻者委派本州另外审理 重者 由转运司 在临近州郡 派遣官员审理 如果三次推问审理如初 当依法断案 太宗把这个意见 拿到大理寺 详细讨论要意见 大理寺给出了法理依据 根据行统记录 唐代长庆元年821年 11月5日有斥 也就是唐律的补充法条 罪犯称冤 如果已经三度断结 不再属于重新推定的范围 以后按这个法子 只要有过三次推问 就不再受理第四次 但如果罪犯告发 本推官收受贿赂 推问不公平而成员 则可以继续受理 如果翻供者所言不属实 除了本犯死刑判定之外 还要加罪一等 如果官员受贿属实 则官员在本罪外 另加一等 如果囚徒成员不虚 则第三度推官 要在本法判定之外 加等贬择 第二度第一度推问 则按照降等次序处理 这样就将重罪案件 最大限度的保持了处理公正 大宋的文明有司法成本 太宗明白民间疾苦 也明白世风交离 因此动用法律手段 保障民生之外 也注重封习的文明更化 是他继太祖之后 推演道义天下的方向之一 宋使行法治 有一段话评价大宋法治 立论公允 大义说 宋朝兴历承接的是五代乱世 所以太祖太宗时代 狠用了一些重点 用来惩治 奸恶邪辟的罪犯 但是每年都亲自审理案件 甄别案情 务求谨慎明断 整体上以忠厚为本 中原统一后 礼乐教化越来越兴盛 世人在开始做官的时候 都要熟悉法律法令 君王一心以宽大人证 来治理天下 所以尽管立法条文很严 但实际用法却很宽恕 案件只要有一点疑问 在审核时 往往都会得到减免 观察几代人下来 在这样连续的和平昌盛之际 天下世数都乐于安生 难于犯法 而天下大致的规模 很有传说中 夏商周三代的样子 但是到了神宗元丰年间以来 行书越来越繁杂 不久奸邪之人 又得到了重用 于是国家刑法政令 就有了紊乱 朝廷难渡之后 大权旁落 周郡的小官员 也可以专断刑法 而刑罚的宽大或严厉 都在这些人身上 但是尽管如此 南宋的几代君王都知道 以爱民为新 虽然不免失之于 太过于仁慈软弱 但是太祖太宗遗留下来的遗训 还没有泯灭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二百九十九集 太祖太宗 力求司法公正 一罪从无法当原情 法贵有偿的思想 总根于 以爱民为新 五 明臣明流 薛居正 贾黄中 张其贤 李访 沈伦 宋奇 吕蒙正 吕端 寇准 钱若水 王语称等人 皆为一时才俊 他们的故事 不仅有趣 还往往构成 理解传统中国 理解大宋帝国 理解太宗一朝 理解世俗生活的 异议系统 大宋精英 大宋名流最多的时期 是仁宗一朝 艳书 韩琪 范仲淹 傅碧 包整 欧阳修 狄青 曾拱 司马光 苏氏 苏哲 苏老全 宋奇 宋祥 宋敏球 成仪 成浩 成天球 刘树 王肃 曾公亮 孙傅 石介 邵康杰 刘勇 张仙 梅瑶辰 王增 木修 滕子经 尹朱 庞吉 张瑶佐 夏耸 于静 王德勇 毕生 胡怨 文彦博 赵辩 范祥 苏顺亲 李购 蔡香 吕一简 张仔 文童 周敦仪 苏颂 王规 吕公柱 仿佛春秋战国 清末民初时期 人才辈出 这是中国历史上 文化灿烂 精英 贫现的一个历史时段 考太宗一朝 已经开始有了文化积累 浏览大宋各类边年史 可以发现 太宗在位22年 几乎每年都有人才脱颖而出 虽然不如人宗朝那么星河灿烂 但也足够称得上文采饼位 徐炫 从南唐归附大宋的著名文臣 与兄弟徐凯齐名 说文解字 在他手上得到一次成果卓著的整理 还曾续编宋代重要大书 文愿精华 刘汉 大宋明依 曾与马志等人详定唐本草 潘慎修 一官一饮 善于义齐 曾经与太宗多次对异 并做齐说 讽玉制道 标举封上 为士林称赏 士赞宁 曾修 高僧传等 有著作多部 乐史著作家 有太平环宇记 明东天下 行丙 著名经学家 所著 《论语正义》 《孝经正义》 《尔雅义书》 都已经收入金本 《十三经》著书 王延德 应该算是旅行家 曾到高昌 今新疆图鲁番 两年后 带着回虎等编族官员 上百人回到大宋汴梁 驻有西周成绩 周克明 天文学家 大宋朝的立法 多由他来坚定 苗守信 也是天文学家 太平新国中 主持造新力 太宗命为 前元力 陶义 画家 与黄泉齐名 实称 西蜀黄泉 东京陶义 许道宁 民间画家 曾在城门外卖药 买药者赠画 亦是民工交口赞誉 一元籍 画家 中国绘画史上的知名大家 吴书 著作家 学者 曾与黎坊等人 编修 太平预览 太平广记 文院英华 通字学 有说文字译等著作多种 李书 著作家 学者 著有 国朝会药 革门一帜 三朝 训剑图等 另有别籍 百余卷 林布 著名隐士 攀浪 雌人 柳开 诗人 除此之外呢 太宗一朝的名臣名相 也很多 除了本书前面介绍过的 赵浦 卢多逊之外 更有 薛居正 甲黄忠 张其贤 李仿 沈伦 宋 宋 吕蒙 正 吕端 寇准 钱若水 王于称等人 皆为 一时 才俊 他们的故事 不仅有趣 还往往构成 理解传统中国 理解大宋帝国 理解太宗一朝 理解世数生活的 异议系统 中国 十世纪的精英 在此 弥渊白棒 第一天理 薛居正 五代后进时 曾举进士不地 写了一篇 浅筹文自我排浅 读过他这个文章的人 有识者看出 此人不凡 替躺豁达中 另有功夫之量 古人称三功四伏 都是帝王的左臣 这个意思就是称赏 薛居正有宰相之才 但在后进后汉时代 薛居正呢 一直在下辽之间臣服 他并不介意 这是一个知道自己荣誉方向的人物 乱世中 他即使在做小官 也有一项了不起的坚守 遇到可能的冤情冤案 必要为之 弥渊白棒 还苦主一个清白 我曾不止一次 引用过明代大臣吕坤的一句名言 弥渊白棒第一天理 君臣文武 只要心存一点不滥欲 不枉人的念头 就是善根 薛居正正在后汉时 不畏惧全臣史洪赵的威权 必要为无权无事的庶民 代理官司平凡冤狱 在宋初时 不畏惧名将慕容颜昭的威权 必要为一群和尚们代理官司 刀下留人 这些故事 本书第一部赵匡印时间 已经说到 太宗时薛居正坐到左铺页 招文馆大学时 北汉平定后呢 更进位司空 这是人臣所能达到的最高职务了 在帝国的日常管理中 薛居正谢礼阴阳 付出了载辅大臣的智慧 帝国的运转 期间有无数的细节需要处理 薛居正在正式堂中书省从容调动 帝国十几年的流畅 薛居正有功 他应该是经由个人努力 在乱世中 四命歹实 不浮躁 不自弃 守正巡礼的一介名相 但他的最大功绩 也是他个人的最大成就 不是败相 而是立言 他有一部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是今天能够看到的 二十五史之一 书原名五代史 欧阳修又以春秋大义出新五代史 故薛相 此书被称旧五代史 又因为记录的是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周五代的历史 史上也称 梁唐 晋汉 周书 这个书底本 有三大来源 一是五代各国的实录 二是泛制的 五代通录 三是各位史臣各自掌握的去古未远的各类史料 参与此书编撰的都是宋出名流 薛居正是兼修 这个书的价值意义 说来宏大 但大略可归结为如下意见 第一 基深二十五史 为中国连绵不断的历史记录提供了一个完整文献 迄今为止 人们认识五代史 此书也是最重要的文本 第二 创造了一种编排方法 以中原五个朝代的延续变更为主线 故称五代 这是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条件下 勉强撑起中原正硕的旗帜 为华夏政治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一种解读模式 而更多的割据政权如南汉 北汉 前蜀 后蜀 南唐 南平 吴楚 吴越 敏 则被称为十国 而十国中又有世袭列传 建伟列传的区别 其余如契丹 吐蕃等 则被称之为外国 进入外国列传 要解释的是啊 所谓外国 并非等同于今天意义的外国 乃是指中原以外的地区 在帝国版图内 外国属于机密地区 也就是虽然军队不能到达 但按照华夏传承历史 也属于天下范畴 四海一家范畴 是更大范围的共同体 这种编排方法 就赋予了数十年乱世 一种结构或线索 中国在摇摇欲坠中 寻此结构或线索 依然有典章可寻 赖此典章 中国虽然陷入了混乱状态 但并没有陷入丛林形态 虽然野蛮 但并不蒙昧 第三 这种典章就五代十国的政治生态而言 至少凸显两大价值 一是对秩序的追求 一是对民生的重视 按现代国家原理考察 只要还有这两大价值 世数让渡部分权力 是利益的利 不是力量的利 世数让渡部分权力 组建起来的国家 就还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剩下的事情 是如何更化推演 旧五代史 在编辑撰写 各类人物与故事时 对这两种价值 给予了足够倾斜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之不同的是 更注入了批判意识 但不能因为欧阳修的批判 就认为旧五代史没有思想 事实上 靴是恪守了儒学价值观 所有的讲述并不背离圣贤理念 至于对某类人物如冯道的评价 那应该视为儒学内部的分歧 事实上 直到今天 如何评价冯道 仍然是一个不可能化一的 句诵故事 儒学并不试图统一天下意志 儒学承认 道并行而不相悖 薛相观拜载府 更兼修五代史 堪称立功立严足可不朽 但在立德方向上 他有两个事为人诟病 第一件事 他信服道教 最后服用丹沙中毒 那是太平新国六年九八一年六月的一天 他已经服用了丹沙 在朝中奏事 忽然觉得不对劲 赶紧辞别 走出了大殿 在外来不及回家口渴 喝了一声多水 等到堂立将他扶回中枢时 已经不能说话 但他一定是口渴男人 只用手指堂五间的储水器 左右赶紧取水来给他 但是他已经喝不下去了 他躺在办公室的阁屋之中 估计是丹沙在胃里面发热 实称 土气如烟烟 被人抬着送归家里 到家就死了 这一年 他七十岁 大儒是不服用丹沙的 并非不相信那东西 而是相信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日常生活自有居一四命之姿态 在公而安的境界中 完成儒学的体验 传播或见旅 大儒没有时间去研究 或服用丹沙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三百集 第二件事 他呢 至家无方 儿子薛维吉 乃是一个街头恶少 薛维吉 养在读书人家 却不像一个读书人家 子弟 男子汉 打丈夫 往往也有妻不嫌 子不孝之糗事 但名气这么大的薛相 儿子却是一个恶少 这个事在士林被人探晚不止 这儿子并非是薛相亲生 薛相的妻子 杜汉 不允许他纳妻 因此 薛相无子 收留了薛维吉 薛相很爱这个儿子 不免有逆宠之事 这个儿子呢 也利用了这一点 外面做事都瞒着薛相 所以薛相对儿子所为 是一点不值 薛维吉有勇力 长得也魁梧高大 就在京城与恶少们一起追逐打闹 提球纵酒 还喜欢音乐 与灵人们在一起是吹拉弹唱 就是不读书 跟薛维吉 一起拜相的沈伦 卢多逊 他们的儿子 都以复阴得以为上书郎 做了朝廷的文职官员 但薛维吉 只好做个 幼谦牛尉将军小武官 太宗知道薛相的家事 等到薛相病逝的时候 太宗来到灵鹫前调研 薛相的妻子来拜见 太宗呢 安慰了薛妻好久好久 而后历声道 不孝子安在 薛居正正在灵鹫的一侧 听到皇上如此称呼他 是又羞愧又害怕 不敢答应 太宗又道 这个小子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啊 如果改不了 恐怕不能继承先人的志业 那怎么办呢 薛维吉从此以后 像是变了一个人 实称 进阁固态 把过去的生活方式全都变了 他开始谢绝那些街头恶哨 整个居丧期间 按照礼节应酬往来宾客 后来又常与贤良的士大夫来往 更涉猎一些史书 慢慢的有了气质上的变化 史称 实论 昔然称之 实论都重口一词的称上他 太宗知道他的行为改变后 就让他知禅州 又改知扬州 后来 薛维吉做到河南之父 奉祥之父 改变一个不孝子 让他走正路 这是太宗给予薛相最大的恩典 但这位薛维吉虽然改过 却与养父薛姬症一样 也是至家无妨 他死前娶了后妻柴氏 他死后呢 这个柴氏要改嫁 但前妻的儿子不干 将继母告到了法院 结果带出来一桩大宋奇案 这一个寡妇 居然与张其贤相敏中 两大名相有了牵连 张其贤在向柴氏求婚 柴氏要嫁张其贤 薛维吉的儿子不同意 向敏中要购置原薛居正大宅子 这个案子是错综复杂 糗事闹大 以至于皇上都要出面来听断审案 但这已经是真宗时代的故事了 等申书 甲皇忠就是雍西北伐之后 处理曹宾专案的那位大臣 他的名字就怪 皇忠皇帝之忠夏也 自娃民女娃之市民也 由其名字可知 此人乃是亦有着中原情节的世子 中原情节 用今天的话语表述 就是爱国主义者 大宋与以往诸朝有种种不同 其中之一是 有着中原情节的武士文士很多 驱逐契丹 驱逐西夏 驱逐金人 驱逐蒙元 成为大宋世人的政治正确和伦理正确 这是历朝历代所罕见的文化政治现象 大宋地缘环境恶劣 逐渐培育起中原世子呵护 并捍卫中原文明的自觉性 这是中国 不是中原重申 我行文用词往往有细微的差异 各种隐中 知亦可不知亦可 这是中国文化展开中的一道特异风景 他的四世祖贾丹 乃是唐代一位名臣 在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 做了十三年宰相 贾丹先生还是史上有名的地理学家 曾经绘制海内华遗图 这图已异 但据后人推断 俨然就是一幅亚洲小地图 贾丹先生功行温厚 那个时候 人都称赞他为 纯德君子 贾皇忠身上继承了乃祖的风范 贾皇忠的父亲贾贫 是晋氏出身 宋出做官 历任刑部郎中等职 最后做到水部园外郎 知君一线 贾贫老先生 生性炎异 史称善于教子 一般有士大夫子弟来拜见他 贾贫先生呢 一定会尊尊教诲他们 格物置之正心诚意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他教育儿子有两个案例 值得现在父母思考 第一个案例 因为小黄忠从小就聪明 影物力强 五岁的时候呢 贾老先生就在每天清晨 要他立正站好 展开书卷阅读 贾先生称此举为等身书 揣夺其意 就是要假黄忠小朋友啊 要读完或写完相当于身高一般厚度的书 我呢 做过一个未必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计算 我见过影印宋版书 沈约编辑的宋书 此书呢 每行十八个字 页九行 一百六十二字 宋书约两千页 总三十二万多字 厚度达四厘米 于是可以计算 每厘米约八万字 按普通人的身高一米七零来计算 如此等身书 则为一千三百六十万字 这种游戏式的计算也有意味 我观察古今中外 就力言不朽工业的 当然不在于字数多少 譬如孔子 只有不足几万字的言说 西哲 维特根斯坦留下的文字也不多 但不影响其地位之不朽 但就更多人言 世俗的不朽 却需要文字的堆垒 一生之中 完成上千万字的大甲 比比皆是 甲黄中在父亲的提携督促下 也留下了近千万字的柱树 现在已知的甲黄中柱树 至少有五种 全部计算起来 当在千万字以上 宋史礼至极礼记载 甲黄中曾与宋出几位文臣 包括御史忠诚刘文首 忠书舍人李法 兵部园外郎支支告卢多逊 左司园外郎支支告护盟 太子詹氏杨昭俭 这个时候甲黄中官职是左扑缺 开宝通礼是根据 大唐开元礼损益而成 不久又参与制定了 通礼一转一百卷 这个书今天看来 似乎距离世俗政治 伦理生活很远 但在当时却有着 划时代意义 五代以来之所以战乱平仍 简言之就是礼崩乐坏 君臣世数朝廷地方 都没有了规矩 礼是秩序原理的哲学 伦理表述 无礼不能期待秩序之恢复 宋太祖受周善收览权刚 亦以法度振起故弊 接受后周善让 改揽天下最高权力 完全靠法度重振 消弭五代以来的弊断 礼制就是郡县帝制时代的法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 太祖赵匡印 与周公鸡蛋一样 都是立法者 而贾皇中等人 则是最初起草立法的元勋 智礼作乐 非大德不能啊 就是参与智礼作乐 在帝制时代 乃是最高的殊荣 宋史 一文志还记载 贾皇中 在后周时 曾参与编撰过 显得日历一卷 这应该是记录周世宗柴荣的十路的前身 太平新国初 太宗赵炯下赵 令贾皇中主持并收集编辑神医普救方一千卷 广目路就达到十卷 直到二年 九九六年 贾皇中病逝 死前 他还在神医普救方基础上 另编辑精简本七十四卷 史称 他还有贾皇中籍三十卷 文集内容我未见 但见过他的几首诗 写的是 蕴界典雅 有唐诗风物 另外 大宋明臣从后堂投诚过来的张继 还编辑了贾皇中谈录一卷 这类力言之成就 应该与他从小受过等身书的教育有关 第二个案例 贾皇中五岁读等身书 六岁就举童子科 七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写文章 遇到有感触的务事 就可以复诗歌勇 父亲看到孩子有出息 就让他经常性的吃素食 小孩子要吃肉 不免嘴馋 父亲就对他说 四叶成乃得食肉 就是等你工业有成就了 才可以吃肉 小皇中不得了 自家立志 十五岁考中进士 并被太祖授予孝书郎 集贤孝礼 签著作左郎 指使官进入朝廷 成为国家干部 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算是一个奇才神童了 后来他在太常寺礼院工作 因为他对历代典故很熟悉 同行不懂就要问他 他在详细刊定国家礼仪的时候 损益得中 根据时代变化 有增有减 很得中庸平衡之道 好为称职 贤者贤 见贤者悠贤 太祖平定江南之后 贾皇中呢 被选之宣州 不料正赶上此地饥荒 很多人开始落草为寇 贾皇中就拿出自己的俸禄 来制作弥州施舍 史称赖权活者以千数 因为他的弥州 而能活下来的基民是上千人 然后他设法平息倒扣 导寇们被他感动 纷纷改邪归正 继续做良民 太宗时贾皇中升迁 做了礼部员外郎 又知生州 生州就是南唐的金陵 今天的南京 他为政简易 所谓简易 可以有多种解释 理解这个概念 也可以简化一下 就是五官辽器 即可视为简易 这是古今中外 所有官员不易 但有应该达致的境界 生州在他的管理下 得到有效治理 秩序良好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三百零一集 有一天 贾皇中在腐蜀中巡视 发现一个偏僻的房间 大门锁的是很严实 他就命人将这个房门打开 发现里面存放着金宝数十柜 就是几十箱金宝 价值约数百万 原来啊 这是礼裕时期 宫廷中的遗留物品 当初曹斌下金陵 没有清点过这批物资 时间久了呢 也就被人给忘记了 这个事 贾皇中要是不说呀 完全可以据为己有 但是他当即上表 详细说清了这批物资的 来龙去脉 现存数量等等 太宗看到表彰后 对左右说 非皇中连克 则亡国之宝 将乌法而害人矣 如果不是贾皇中 这么连结又操守 这些亡国之宝 就会玷污法度而害人了 于是赏赐给贾皇中 金钱三十万 贾皇中最优秀的事迹 是蒋叶厚进 举荐人才 雍熙二年 九八五年 他知贡举 掌力不人选 端贡初年 又加中书舍人 后来再典贡布 这期间呢 他从韩郡 也就是贫寒而优秀的世子中 选拔了不少人才 当他举荐这些人才 安排官职之后 回过头来 再看他当初的推荐词 确实惊荡 他是看人准确 举荐 这是对帝国最大的贡献 譬如 后来著名的大臣谢碧 是一个少年时期就好学 有智操的人物 贾皇中之宣州时 一见其之 一见之下就暗自称其 谢碧后来的成功 与贾皇中的推举言语有关 另一个名相 吕端 未出名时 就被贾皇中所欣赏尊重 皇上要让吕端出镇襄阳的时候 贾皇中不同意 努力推荐他做朝官 于是吕端进入中枢 先成为枢秘直学士 最后做到了参之正事 就是副总理 古人有句 不漏文章是已经 谢碧屡端 自是人中龙凤 有不凡不俗气质 但贾皇中先生的剑举 为他们的龙门一跳 创造了极大极远 故古人有言 贤者贤 见贤者悠贤 贾先生当得 他举荐人才之后呢 从不自我表公 当时很多人 都因为他的举荐 而登上名位 但很少有人知道 是他推荐的结果 史称 当是文行之事 多黄中所见隐 尚未常言 人莫知之也 这个贾皇中 也有一个弱点 有时候缺少一点 决断精神 对有些决定 他未慎的有点过头 做参之正事的时候 有些文件留在中书 迟迟不能决断 这就等于没有建树 还耽误事 因此呢 实论对他是很不欣赏 史称 贾皇中端紧 能守家法 连白无私 就是为人端正谨慎 能守住 祖宗家法 也就是朝廷制度 清连无私 在汉林的时候 太宗召见他 问他实证得失 贾皇中只说 臣值点书照 私不出位啊 军国正是非臣所知 就是臣的工作 主要是执掌秘书 草拟治书 照令 所有的思虑 不出所在位置 因此 军国政治大事 不是臣应该知道的 这种态度 也是臣子一格 因此 太宗更加懂他 也更加重视他 认为此人 确实紧厚 但是另一方面 太宗也希望 大臣 能有更大的作为 贾皇中 出之禅州时 已经患病很严重 太宗关心他 就让他回到汴梁 到朝廷上班 当初呢 他到禅州之前 巡礼来宫中 向太宗辞行 太宗像朋友一样提醒他 福 小心翼翼 君臣皆当然 若太过 则失大臣之体啊 做事 谨慎小心翼翼 为君为臣 都该如此 但是太过 作为臣子来说 就失去了大臣之体 显然这个话呢 是说给他听的 也是说给其他大臣听的 大臣不是官做的大 就叫大臣 在传统语境中 大臣是指那种 致个人安危于不顾 甘以天下为己任 有担当有决断的官员士大夫 春秋时期的人认为 国之大臣 荣其宠禄 任其大劫 就是国家所谓大臣 因为国家信任 俸禄很高 所以很有荣誉 同时呢 能够担任国家大事 历来明君 明臣都认为 得大臣体 是一种至高包扬 太宗对大臣有期待 不希望有作为的臣子 不去作为 宇宙小 一身大 与太宗赵炯一样 甲黄中啊 也有闽浓的情怀 纯化四年 九九三年秋 连续几个月 阴雨连绵 很多房屋都被雨水泡坏 太宗认为 这个事啊 阴阳不挑 而宰府之职 哲学一点的说法就是 谢礼阴阳 这个说法意味着 天灾与人祸相连 如果治理人间 无祸乱 天相也祥和 不会有灾意 反之 天降灾意 必因人间灾祸而起 太宗在大雨中 已经了解到 各地有恶嫖出现 于是责备宰府礼坊 与副宰相甲黄中 礼汉说 你们接受那么多俸禄 可知也有恶嫖吗 礼坊等人羞愧 而又恐惧 出来后 甲黄中对人说 唉 当时胆觉宇宙小 一身大 恨不能入地儿啊 大宋君臣 对民生的苦难 有担当 这种羞耻心 是最接近圣贤气象的地方 甲黄中 从禅州回来后 太宗已经开始建立楚宫 也就是为太子建府邸 这样就需要选择大臣中 有德有望的人物 来做太子的宾友 甲黄中 本来也在这个名单中 但因为他病情较重 改为理智理汉 但是太宗知道他的为人 就改任甲黄中为礼部侍郎 兼任秘书建 后者是秘书办公室主任的工作 可以接触到很多宫中 典藏图书文集 这正是甲黄中喜爱的 他一生喜爱读书 史称 素氏文集 所以呢 进入内阁 他很欣慰 纯化年间 甲黄中曾拜相 出任几世中 参知正事 太宗呢 还召见了他的母亲王氏 赐座后 对老人家说 教子如是 朕梦母已 你能教育出这个优秀的儿子 朕有些孟母的风采呀 说吧 还作诗送给了王氏 另外赏赐也很丰厚 但是太宗事后对侍臣说 朕常念其母有贤德 七十余年未绝老 梅雨之雨 甚明敏啊 黄中终日忧据 必掀起母老矣 就是朕看着甲黄中的母亲啊 一直有贤德 身体还很好 七十多岁了 不嫌老 我每次跟甲母说话 都觉得 他很明白 很敏锐 但是甲黄中则 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 弄不好啊 他要走在甲母的前面了 结果第二年 甲黄中就病逝了 而甲母尚无恙 还没有任何疾病 太宗很忧伤 知道甲黄中一向清廉 家中并不富有 于是赠礼部上书之外 令赐钱三十万 等到葬氏完毕 又召见他的母亲王氏 再赐白金三百两 还对王氏说 勿以诸孙为念 朕当不忘也 不要为你的孙儿们担忧 朕不会忘记他们 宋史中 甲黄中与名臣 李仿 吕蒙正 张其贤 同传 史称四臣 李仿为人毁谤时 并不与之计较 吕蒙正被人污蔑时 并不辩论 张其贤 被同列牵连 并不解释 这些 与甲黄中多次 引荐他人 而不自居其功 是同样的品德 宋史中 圣赞了四臣的这种君子人格 认为 有圣明的君主 才有贤明的臣子 正因为有了贤明的臣子 才足以辅佐 圣明的君主 这样的明臣顺应时代 道德高尚 与太宗一起 由修身明德而造就 成平之志 可谓 君臣各尽其道 这是传统 军政治理中很动人的风景 人民本也 疆土末也 张其贤 可能是大宋历史上最难于理解 也是性格最丰富的一个人物 说清张其贤 要先看看他给太宗的主和尚书 太平新国五年 980年 太宗高粱河之战失败后 朝臣中很多人还想肃取幽记 张其贤反对 他说 圣人举世动在万全 百战百胜 不若不战而胜 自古疆场之难 非尽由戎敌 亦多边利扰而致志 若圆边诸债浮育得人 但是俊磊深沟蓄力养锐 以异自处 宁我治人 此礼目所以用赵也 所谓择足不如择降 认利不如认人 如是则边比宁 缅运减 河北之民或修系 然后务农击鼓以食边用 敌人之心 故意择利避害 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灾 陈文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 岂止争尺寸之土 决强弱之士而已 使故圣人先本而后莫 安内以养外 人民本也 将土莫也 五帝三王 未有不先根本者也 遥顺之道无他 在乎民安而立之耳 民既安立 内安本故 则远人 敛人而至 陛下爱民人 立天下之心 真遥顺也 陈绿 群臣多以鲜微之力 刻下之术 倾苦穷民 以为功劳 至于生民极苦 见之如不见 闻之如不闻 脸怨素忧啊 无大于此 福王 沈泽通如 分路采访 两浙江南 京湖西川 岭南河东 凡 为命日复脸 苛重者 改而正之 因而立之 使赋税 克力通计 可经久而行 为圣朝定法 除去救弊 诸周 有不便于民者 为掌力文奏 使天下皆知 陛下之人 待陛下之会 以得怀援 以会立民 则气丹 不足吞 烟记 不足取也 这一段文字 说尽后来 组合意见的 一礼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三百零二集 张奇贤的这一段文字 说尽后来组合的意见和意理 各种史料记载原文略有不同 我呢略为整理不纳 疏通其大意 是 圣人做大事 不动则已 动就要考虑周全 百战百胜 不如不战而胜 自古以来 不得已诉诸疆场的种种灾难 不一定都是由异族导致 很多也是驻守边疆的官吏 自生边信所致 如果沿边要塞的将军 任命得人 只需要修缮成防 高强伸钩 积蓄力量 养育锐气 以义代劳 从容自处 不去侵扰敌人 宁肯敌人来侵扰我 这就是战国李牧 之所以在赵国大破匈奴的功用 这就是所谓 则族不如则将 任力不如任人 这样 则边境安宁 转运减省 河北一带的士术 能够修养生息了 然后呢 积极务农 储存两股 以此可以充实守边之用 敌人的心 也是人心 他们也会驱利避害 哪里肯心甘情愿 屈腹死的来做道寇呢 我听说 统一宇宙者 以天下为心 其肯争夺尺寸之地 角力强弱之士呢 所以说呀 圣人做事 首先物本 而后关注肢节 这就是先安定内部 以此来教化一敌 人民就是根本 江土就是枝节 从五帝三王以来 没有不先注重根本的 姚舜之道 没有别的 主要在于安民立民而已 人民安利 内部之本就坚固 一敌就会恭敬前来朝贡 陛下爱民人 立天下之心 真是遥顺在世 但臣担心 群臣会为了微小的个人利益 施行苛刻下民的盘剥之术 以侵犯穷苦百姓为功为能 以至于民生疾苦 看到了就像没有看到 听到了就像没有听到 招惹怨恨导致过错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肯望陛下 审慎的选择有通识的大儒 分路采访过去五岳盘剧的两者 礼堂盘剧的江南 武平盘剧的金湖 孟场盘剧的西川 刘场盘剧的岭南 北汉盘剧的河东 看看他们过去都有哪些 复脸苛刻沉重的制度规定 以圣贤之意为根本 将其改正过来 并因此而行立民之道 使国家赋税有定额 可融通调剂四方之用 可经久而行 这是为圣明的天朝立法 除去旧日的弊端 而各州郡 有哪些不便于民生的旧式章程 可以委托有道义的地方官员 直接向朝廷汇报 也要将其改正过来 这样 天下都知道陛下仁爱之心 普受陛下仁德之慧呀 用仁德来怀柔远方 用利益来汇责人民 大宋能做到这个份上 吞灭契丹收复燕迹 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了 不仅如此 张其贤这一番话 事实上还另有深意 原来呀 张其贤在高粱河之战后 似乎是主河派 但在后来的 齐沟关之战前 他又是主战派 结果他主战的齐沟关之战 是大败 太宗很羞愧 对张其贤说 你看看 你看我以后还干这种事吗 张其贤更羞愧 几乎是无地自容 这个令人不解的矛盾 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 张其贤在我看来 几乎称得上是 太宗朝绝顶聪明的智者智士 他为何会有此前后不一的尘言 这不是反复小人的做派吗 王夫之先生看出了各种门道 概括王夫之宋论中的意见就是 张其贤事实上是主战派 这就是他在后来的齐沟关之战中 赞同北伐的原因 但他看到太宗时代 实在是没有像样的将帅 如此出征必败 所以主张暂缓征法 但是契丹得到燕云十六周 时间越长对大宋越是不利 因为契丹得其地 更知道大宋有收复之意 所以非常警觉 日夜是修缮成房 边地日益巩固 契丹得其人时间越久 当地世述回归中原的意识 也就越是淡漠 到齐沟关之战时 齐地齐人已经沦陷近五十年 故老还在的 不足百分之一 更多人则使用契丹之俸禄 耕种熟悉之土地 渐渐为契丹同化 当地人已经开始视中原为绝育 就是太过遥远的隔绝之地 视衣冠为智库 不愿意承受束缚之礼 这样 沦陷驱士术之心 已经渐渐开始忠诚于契丹 而不再忠诚于大宋 如此 则山前山后 永无可以收复之期了 所以有志之士 急切地争取早一点恢复汉唐旧将 还在担心已经迟暮 哪里还忍心继续等待呢 太宗使用的曹斌攀美将帅 也都不是张祁贤心目中的名将 与战国李牧比 他们还差得太远 但是现状如此 张祁贤也只好姑且听之 长久允许在内心的收复之志 不得不降之 就是降低自己的期待和意志 姑且顺从这个安排吧 张祁贤为何在瓦乔关战役后 反对太宗北伐 为何又在齐沟关战役前赞同北伐 这种前后矛盾并非是张祁贤主张的摇摆 更不是反复多变 实在是因为他知道 无可以统帅之将 但又不能一时一刻忘掉忧烟之耻啊 但有志于恢复汉唐旧将的名士 胜利不足以得意 失败也不足以沮丧 这就是为什么齐沟关战败之后 张祁贤独守戴州而有捷保 与那些怯懦的臣子们在一起 张祁贤实在无能改变他们 只好孤独的出头 独挡一面 少记其累落之壮志而已 就是稍稍以此一战之劫 寄托其累落不平的壮志 据此可以知道 张祁贤始终以收复为心 而不是犹疑多变 没有定力的人物 太宗也深深知道 他有忧国之成 但也实在是因为 翻阵割据以来 阴谋拥戴的祸患 太重太深 不得不遗迹将帅 不能消除这种思念 所以在空域武将时 不期望他们作大 武将们也深知太宗之情 故一力躲避大的战功 推卸大的军权 由张祁贤的前后矛盾之言 查看言论背后 深不可测的隐情 君子实在认为 张祁贤这种作为 是一大悲剧呀 旭资质通鉴长编 说到张祁贤这个上书 有评论道 祁贤之论 其之本矣 然祁贤 徒之弃丹未可罚 而不知焉记在所当去 岂为祁贤不知之 虽赵普田兮 王宇称 亦不知之也 就是说张祁贤的议论 可以说是 知本之论了 但是张祁贤也仅仅知道 契丹不可以讨伐 却不知道 燕记必须要收复 太宗的时候 又旗指张祁贤 不知道此理 就是赵普田兮 王宇称等人 也不知道 按这个评论的意见 张祁贤不过是 为主和而主和 显然此论 并非知人论事 还远没有洞悉 张祁贤内心的 隐忠和苦忠 更无法理解 张祁贤智慧的痛苦 与王夫之的精彩评论比 二者见识 高低顿线 理解人物很难 理解智者更难 理解大贤有难 看懂史上智者大贤 许别具之言 偶像李大亮 张祁贤几乎算得上 一个传奇人物 他是跟着哥哥 学习儒学经典的 后来的腾公 也就是相公的老师 腾秀才 也对他有提携之功 他在贫困中长成后 逐渐有了四方之志 与朋友们论及时事 往往是慷慨激昂 陈述意见 很有远略 史称孤贫力学 有远至 议论慷慨有大略 像很多年轻人一样 他少时 也有自己心目中的偶像 是唐代的李大亮 李大亮乃是大唐一等一的开国功臣 他的文武策略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 而且气场强大 在一堆人中 他最显眼 他当初 曾与瓦岗军作战被捕 瓦岗军有一大将张碧 一剑之下 一只 当即认为此人不简单 于是杀了跟他一起被俘的一百来人 独独留下了他 俩人一番长谈之后 成为默逆之交 成为一生的朋友 以至于后来 李大亮富贵了 还在到处找张碧 但是张碧也是人物 不想麻烦人 就总是躲着李大亮 过了很久 李大亮在街上认出了他 抓住他的胳膊 就大抠起来 说要将自己的财产 全部赠送给他 张碧不受 李大亮就奏明了 唐太宗李世民 说自己之所以能为大唐立功 主要就是因为张碧 当年有过不杀之恩 表示要把自己的官爵 俸禄全都转赠给他 唐太宗就封赏了张碧 李大亮还对民生问题很关注 对战后逃荒的难民 他都有周到的安排 棺材不够用时 他就卖掉自己的座脊 资助百姓 抗击突厥时 他更是履历战功 有一次 他驻守一个小县城 突厥来犯 他看到形势不妙 众寡不敌 于是单骑到突厥迎雷 与豪帅谈判 聊了一通 祸福之礼 时称 群虎感悟 相帅请降 李大亮又将自己的座脊 当场杀掉 与突厥燕尹 随后徒步而归 如此 突厥先后投降的 有一千多人 后来 他在大唐名将 李靖麾下 做梁州都督的时候 在青海大败土玉魂 俘获其冥王二十人 斩首数千级 缴获羊马牛畜二十万 他还曾经打腾了北方一个著名的一族 薛延驼 在平定国内叛乱的时候 李大亮曾连下十余城 李大亮还有中原本位思想 在唐宋以来的主战主和争论中 他这个意见显得与众不同 当时境外突厥 以及朱仪 有的归父大唐 有的还没有归父 唐太宗李世民 感到境外的藩乐部族 在天寒地洞中很苦 于是派人将粮食运输到边境 让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 赠送各部落已是天朝皇恩浩大 李大亮反对 他认为中原世数也并不富有 将本根需要的生活资料 这么大方的赠与外邦 是对本邦的扰烦 于是给太宗尚书 留下了一段著名的奏章 他说 陈文与随缘者 必先安静 中国百姓天下本根 四夷之人 由于之业 扰于根本 以后之父 而求久安 为之有也 自古明王 化中国以信 欲以敌以权 故春秋云 荣敌豺狼 不可厌也 诸夏钦尼 不可弃也 我听说 要安抚境外远方的部落 一定要先安定最近的人 中原百姓 乃是天下根本 四夷之人 好比之业 扰凡自己的根本 用来后代之业 以此求长安安定 是从未有过的 自古以来的 明王 圣君 教化中原 靠的是诚信 驾驭 遗敌 靠的是全变 所以春秋 有句话说得好 荣敌部落 像豺狼一样 很难满足他们 华夏 像亲人一样 不可以放弃啊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三百零三集 李大亮 话中国以信 欲遗敌以权说 深得儒学精髓 也符合现代社会学 对组织系统的分析 国家也是组织 按社会学理论 组织系统内部 与组织与组织之间 其公平诉求和程度 是不一样的 组织内部 作为本体 就是本根 那种 薄带组织系统内部 后带组织系统 外部的行为 在文明组织之间 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 大学有言 其本乱 而末制者否已 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 为之有也 就这个意义而言 李大亮 实乃大唐如将 画地实策 张其贤 为什么欣赏李大亮呢 他在给太宗赵炯的上书中 恳切讨论本末问题 说人民本也 江土末也 五帝三王 未有不先根本者也 似乎可以看到 与李大亮的脉络 相近之处 圣贤人物往往是心意相通 在各类政策性决策矛盾的时候 圣贤人物的第一选择是民生 而不是君王设计江山 或是其他大词 大唐名相 房玄龄 曾对唐太宗 夸赞李大亮 美称大亮 有亡灵 周伯之节 可以当大位 经常表彰 李大亮 有大汉 顾命大臣 亡灵 周伯的节操 可以将大事 托付给他 旧唐书认为 房玄龄 对他的评价功允 名下无虚事 是一个名识相符的大唐名士 此中所论李大亮种种 也正是张祈贤后来所追求的 有些故事 几乎就是对李大亮的模仿 张祈贤这一生就做大宋名士 他也确实成就了自己的名士风范 顺便说 相拱也是这样的人 张祈贤为相拱作传 也有自家的寄托 张祈贤画地实册的故事 正史也史都有记录 这个故事很方便让人看到 大宋初年的文人做派 帝王做派 说张祈贤年轻的时候 什么功名还没有的时候 赶上太祖赵匡印 寻幸西京洛阳 张祈贤就自我推荐 拦住太祖的御驾 说有平定天下的实册 史称布衣献策 古人做官啊 要有官服朝服 未做官时年纪又轻 只能穿布衣 但这个布衣 其实是麻衣 棉花用来织布并普及 是很后来的事 而丝绸绫绫绫绫 要老年人才可以穿 所以没有功名的人 一般都穿麻布 格布 瘦毛衣服 而且多是短衣 布衣又称贺 所以古人又称 做了官 众进士为 士贺 就是脱去布衣的意思 这个时候 太祖就召这位布衣 到行帐里 在辩座前 让他面臣 张祺贤 举止大方 在帝王之前 毫无扭捏 残座之下 他开始侃侃而谈 没有带实册的文字材料 就随手在地上笔画 他线上的实册题目是 一 下并坟 就是攻取河东北汉伟政权的方略 内中当涉及选将重要意见 二 复民 此策乃是文明邦国题中应有之意 由张祺贤提出 带有天下为公的自觉意识 自觉复民 乃是推演国家目标 天下目标的制度性努力 民生问题 在张祺贤这里 居于重要位置 三 封建 主要启用宗室作为大宋平藩 根据后来的军政演绎观察 虽然恢复西州封建制 可能性不大 但是如果强化一下宗室分封于地方的力量 也许在靖康年间 祥兴年间 抵抗北方铁骑 会有另外的可能性 宋室宗室传 室官就认为 宋代宗室虽然有分封 但名识不符 最后世代一远 宗室中人已经与世述之家 没有什么区别 到了靖康之乱 遭遇惊人之虐 一个原因就是 无封建之石 所以没有得到封建之国的助力 就这个意义来看 张祺贤有在大宋帝国恢复东周制度的美妙设想 四 敦孝 孝道是生命对生命的感恩文化 由此感恩方有敬畏 有敬畏方能对道德律令又坚守 方能有望演绎道义天下 因此传统中国秩序良好的时期 都是主张推行孝道的时期 反之乱世一般都是反孝道的 近代以来毅然 五 举贤 邦国治理 举贤为重 古人成就自我很大程度上 要依托他人举荐 也包括自荐 制度设计为人才脱颖流出口 一般呢 就会形成功序良俗 反之 遏制人才脱颖 就容易形成世俗利器 久之 即形成社会危机 六 大学 即太学 自西州以来 即为传统培育高端人才的教育机构 但太学 又不仅为培育人才而设计 更重要的功能 黄宗熙在名仪待访路中 论学校有言 使朝廷之上 驴言之戏 建模如染 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 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天子 亦岁不敢自为非是 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这就是在学校 也就是太学中演绎 天下未公的舆论场 仿佛呢 战国时齐国的 记下论坛 读书人可以在此评论 时政和天下大事 这就是西者所谓的言论自由 七 集田 核定土地 公平收税 国家财政呢 主要来源于此 但必须透明公正 八 选良力 国家官员从朝官到地方官 都有一套考核指标 德能是重要的两个尺度 九 承奸 贪赃王法者 奸邪酷毒者 理通外国者 各类邪辟 在理智和理智无效时 即诉诸王法法条 十 续行 一罪从无 是古来圣贤 治为妾要的治愈审案精神 明德 圣法 不以惩罚为主 而以明德为上 对罪犯 给予尽可能的文明待遇 是收敛天地不祥之气的必要法门 烂成酷刑 非圣贤之道 画地实测 不俗 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一个无官位 无职称 无声望的人物 会做这类思考 不说犬儒主义 理解不了这种情怀 一般士大夫 也总是先有著作 而后攀缘名流 干液豪门 等待剑引提携 而后成就一生 也很难理解这种情怀 人间的差异 很大程度上 是格局的差异 不一张其贤 出手就是载福气象 这就是凡人与天才的差异 但有意味的是 赵匡印理解他 而且深深的理解了他 以天下为己任的 士大夫情怀 于是赵匡印 认真思考了他的实测 认为其中四测很合理 可以实行 不料张其贤不干 坚持说 其他那六测 接善都好 都可以实行 两个人 在御驾行进的路边 争执起来 这位步一 操着鲁西南的口音 耿耿着山东人的倔脾气 一个劲的说这实测 多么多么的重要 皇上 则操着狱中的口音 耿耿着河南人的倔脾气 一个劲的说 只有四测可行 我仿佛听到两个人 像庄家汉一样 在那比划 在争论 赵匡印 耶 嫩说的那个不种 唯啥来 我告诉嫩来 张其贤 啥不种 俺说的那个 没有一个不种 俺要讲那个道理 老鼻子去了 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 赵匡印 嫩还说啥来 就有四条忠 剩下的全部忠 张其贤忠 我说忠就忠 赵匡印不忠 张其贤忠就忠 史称 太祖怒 赵匡印发火了 令武士 将张其贤 拽出了形杖 扔到岛边上去了 但在起驾 回东京的路上 他越想越认为 实测确实接善 虽然未必 一定要挨个施行 在东京 赵匡印对兄弟赵光义说 我寻幸西京洛阳 最大的收获是 得到一个张其贤 我不想给他爵位 给他官位 以后你可以将他收在朝廷 让他辅佐你做宰相 这是老赵对兄弟的爱 也是对张其贤的爱 对兄弟 他绝技死后传位 且为大宋第二任帝王 预备人才 严懒人才 此外 让张其贤 在太宗一朝 最终成就 宰府事业 也是对他二人的 一个期待 张其贤 后来 在真宗一朝时 说过 臣受陛下非常恩 故以非常为宝 这是古来世子的一种普遍心态 也是儒学君使臣以礼 臣氏君以忠的基本模型 孟子更将这一层的意思 发挥尽致 君之士臣如手足 则臣之士君如父心 君之士臣如拳马 则臣之士君如国人 君之士臣如土戒 则臣之士君如叩仇 赵匡印 要张其贤 去受太宗的非常恩 去做非常保 这种对大宋未来结构的安排 只有政治家赵匡印做得出 对张其贤 太祖所做是部分肯定 然后错意他的傲气 让他明白世界是有规则的 多一点谦逊敬畏之心 会成就更大 史上如此培育人才的案例不少 老赵这里是一个 法贵有偿 正上清静 另有一个记录说 是赵普向太宗推荐了张其贤 张其贤还在不一时 多有士大夫行为 也就是士行 赵普很欣赏 张其贤出生于后晋 石敬堂时代 父亲去世早 他三岁时跟着母亲到洛阳 父亲死的时候 家中几乎没有钱来办丧事 河南的一个县力 为他们操持了这个事 张其贤一辈子没有忘记这个人 以兄弟来对待他 直到他富贵之后 这个兄弟也没有变化 有个太子少师名叫李肃 张其贤年轻的时候 也曾寄托在他那里 李肃待他不保 张其贤做官后 李肃病逝 张其贤一力操持办理了他的丧事 据说赵普一开始推荐时 太宗没有用 赵普于是将张其贤这些个事情 讲给太宗听 并说 陛下如果能用张其贤 张其贤感恩 他日给陛下的回报 会比这个还多还大呀 于是太宗启用了他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304集 是天才就不会受挫后一蹶不振 受挫感太强 一般离天才较远 天才的自信 不是外力可以击垮的 画地实测之后 张其贤在超级自信中继续磨练 动心忍性 他在修炼中等待 一年后 太祖崩 太宗建座 张其贤来考进士 太宗呢 想起了哥哥的推荐 放榜时 很想把张其贤 拔为高等 但主持考试的官员 将他置于第三甲之末 太宗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考分 但他也有变通的办法 等到这一榜禁士 要任命官职的时候 太宗呢 将所有禁士 全部放为经官 再到地方通判周郡 张其贤这一榜士贺 就做了将坐监城的经官 将坐监 为掌管公式建筑 和用气的官署 成为将坐监的监士 一说呀 张其贤士贺为大理平士 大理就是大理寺 略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 平是大理寺属下的官员 长推案 参决一遇 然后 以这个经官的身份 到渠州去做通判 正六品 比七品支县职位还高 张其贤在官期间 做了不少 立国立民的事 除了抗击弃丹 所有政绩 都与民生主题相关 以至于他离开地方时 地方事数都很怀念他 这里呢 就不做介绍了 说几个张其贤 跟法有关的故事 看看这些故事 是大事还是小事 张其贤 刚到渠州 就赶上一个大案 当地抓获了一起 盗窃犯罪分子 地方论及这个案子 要将所有人全部正法 但是张其贤 不愿意这样简单执法 他从中很细心的 甄别出五个人 属于失辱者 就是非主观作恶 不小心掉入节道之案的人 这就等于救了五个人 这是小事 还是大事 就帝国而言 甚至就地方而言 这确实不是大事 但就这五个人中的 每一个人而言 那就是大事 天大的事 事实上 就张其贤而言 也是大事 儒家伦理 自孟子以来 就有这样一个铁逻辑 杀义无辜而得天下 不为也 传统中国法系 自从汉代以来 就有儒学儒家的介入 因此 经由儒学儒家推演的法理 成为法上之法 它具有西方所谓 自然法的性质 这个法上之法的核心是救人 而不是杀人 中国史上 凡读圣贤书者 皆知此理 以前 诸州郡有罪人 大多要解诵到京师 由朝廷审问 地方这么做的原因 与意志翻阵有关 自太祖时代起 对地方大员收兵权 也收财权和法权 这是为了从源头上 解决翻阵作恶的问题 就法权而言 五代以来的地方藩阵 独立处理法案 杀寡随意 草菅人命 没有任何制度性的制衡 这种司法不公造成的冤假错案 比比皆是 于是太祖时代 将终审权收归朝廷 死刑更必须由朝廷附和 而后才可以执行 那种地方随意 以法制之的现象 渐渐转换为 以法制之 但是这么一来啊 又新生了一个弊端 那地方上啊 干脆就把这个疑难的案例上交 不再承担责任 随后就出现了更糟糕的事 各地网经师 缔解嫌疑犯 是越来越多 朝廷等于在为地方干活 这种阅祖带袍的事 事实上在瓦解着帝国的司法管理正当性 你还有没有能力管理帮国的执法 不仅如此 嫌疑犯们在往京师押送的时候 从江南到京师 从河北到京师 从甘肃到京师 路途遥远 五冬六夏气候无常 又因为没有法律法规的保障 吃喝都没有人愿意无偿供给 所以这样的嫌疑犯 一路上比林冲发配苍州还惨 史称 诸州罪人多顾颂雀下 路死者时长五六 路上要死一半人以上 这个现象应该从太祖时代就出现了 但是没有人看到 或者说是没有人愿意为这个事情 在励志方向上想对策 张其贤 这个读圣贤书的书生 在后来做江南西路转运使的时候 路上一次次碰到 由江南诸州送往汴梁的一对对嫌疑人 他呢都要向解送的官吏 要犯人的案卷查看 从中他发现了很多判决被证法的犯人不是首犯 于是就一个个为他们申冤 并因此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办法就是以后 凡是往京师递送囚犯 未送之前 要有地方委托京明有能力的官员反复审问 落实再递送 如果审问不实 则从事审问的官员算犯罪 这个意见得到了太宗的认可接纳 地方官员开始认真办理案件了 谁也不敢玩乎职守 从此 江南送往京师的罪求减少了一大半 这就是从制度性源头解决问题的 社会零星改造工程 也就是不做彻底坚决一揽子改变社会的梦想 而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弊端开始改造 西哲波普尔认为 这是自由邦国应该有的决策模式 有意味的是啊 无土大贤王夫之先生也持这样的意见 而张其贤以及大宋帝国的圣贤们 往往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在改造着中国 显然这不是小事情 甚至比起他的画地实测来更重要 按照王夫之先生的意见 甚至范仲淹动辄一揽子解决帝国问题的策划案 那种极易更张 着急着要讨论大的变革 也是导致后来王安时变法种种问题的先生 于是 百年安静之天下开始有了纷扰 如此则张其贤的画地实测 与范仲淹的调臣实事 就有了逻辑上的同构关系 从政治安静这个秩序原理来看 太祖赵匡印只肯认 实测中的四册是有道理的 这个话题较大 留待以后慢慢展开 事实上张其贤后来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过画地实测的实施 即使他多次出入相府 也没有再继续推行的念头了 这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法贵有偿 正上清静 实在是天下福音 这八个字就是张其贤的余路 他说这句话 也是他在做转运史时对民间疾苦的一次考察 南唐理事朝廷对民间多有搜刮 一些小民居住在国有土地上 就要缴纳递房钱 这也罢了 但有的地方小民居住在江边 江水已经淹没了租住地 也要收地方钱 更有甚者 有人租不起地 就编排了大猪阀 扶在水上居住 也要炸几个散碎银子出来 巧立明募约 水厂钱 这些钱贷的避正恶法 到了张其贤这里 全部割除免掉 他还看到一个现象 李氏具有江南的时候 有一个规定 稍稍有钱的人家 纳税超过三千以上的人家 每户都要出一个壮丁 还要在脸上刺字 并要这户人家自备军服盔甲和兵器 然后送到官府代位保管 遇到战事起 就将这些军服盔甲兵器交给壮丁 每天给米两声组成武装力量 明义军 南唐归附大宋后 这些个人都被太祖犯规 重新务农了 但是到了太宗朝 有人认为这些壮丁 过去曾经算航武之人 恐其不乐于耕种 可以派遣使者挑选一些人 重新入伍 并其家属一块都送到京师来 张祺贤反对这个意见 他上言道 江南义军历皆良民 横遭勤佩 无所逃避 克服之后便放归农 酒杯黄蜂并皆乐业 若逐户搜索不无惊扰 法贵有偿 正上清静 钱赤既放营农 不弱且仍旧冠 他说呀 江南过去的义军 一个个都是良民 不幸横遭次字 配力航武 没有办法逃避 大宋克服江南之后 都放归务农了 多年来 已经在黄蜂之下安居乐业 如果像这位说的 挨家挨户的搜索 去找够得上条件 送往京师的壮丁 那是免不了要惊扰地方的 法律最珍贵的是稳定不变 政治最崇尚的是清静无为 太祖时既然已经下诏 要他们回家务农了 不如不变仍旧惯 法贵有偿 正上清静 这是受过保守主义 政治哲学训练的思想者 都能理解的正价值 文明邦国的政治家 都明白这个道理 以及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有有意味的是 仍旧惯三个字 这是孔夫子非常赞同的一个意见 是孔子的弟子 明子迁语录 此事重大 值得略略展开 仍旧惯 论语先进 鲁人为长府 明子迁曰 仍旧惯如之河 何必改作 子曰 夫人不言 言必有众 就是鲁国呀 要重建国库 明子迁就说 仍旧用旧库的老样子 怎么样 何必一定要改建呢 孔子说 此人很少说话 但一说话就在点子上 改作就要大兴土木 就要劳民伤财 所以不如 因习旧事不动为好 朱熹为论语做急注说 言不忘发 发必当理 唯有得者能知 因习旧事 是一种有得者的保守姿态 动辄求心改作 其实是不自爱 不自信之表现 从思想背景考察 改作往往与激进 或激进主义有关 俯库翻新 若无必要 极数多事 这类求心的 现代市政建设中 往往可以改建 一些城市的老建筑 承载着历史的文化信息 凝固为城市的古典音符 古建筑的存在 因为时间参与 有了四维的性质 他们在寂静中 给人的沧桑感 透一出的古典之美 是不可再生 不可再创造的 每一栋古建筑 都是一件 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公开破毁这类古建 就是在公开破毁 艺术品 与公开焚烧一幅名画 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比焚琴 主贺还要杀风景的蠢形 但一动动 古老的艺术建筑 在求心的建设心态 以及利益的追逐下 已经并正在 且还将频频遭遇破毁 这类改作行径 所透露的就是激进思想 而激进是与保守 完全不同的一种思想理路 第三百零五集 在文明的推演中 保守或保守主义 是比激进或激进主义 更值得推许的思想价值 原因就在于 保守主义尊重人类往昔的创造 注重经验的积累 不相信是有能人 可以快速的推进历史进程 这样在保守主义的文化保守过程中 共同体间的传统得以保存 道德的架构得以保存 文明得以保存 而激进主义不这样 激进主义专以破毁为药物 有意味的是 一些破毁却是打着构建的旗帜出现的 为了构建一个新世界 必须破毁一个旧世界 就是激进主义的常见模式之一 而破毁的结果是 共同体间的传统也遭遇荼毒 道德架构开始崩塌 文明罹难 文化的浩劫 往往起源于激进或激进主义 激进或激进主义往往远离文明 这是今天的人们应该反思的精神事件 孔子和民子此处讨论的 可能有节俭的观念 但更重要的还是保守精神 这是圣贤的光荣 很珍贵 值得金人记取 张祈贤对南唐壮丁案 坚持仍旧观思想 已经与化地实测时的慷慨激昂 有了距离 此外 正上清静 也是政治治理中的一大关节 纯化四年 九九三年 太宗赵炯 已经接受张祈贤的意见 有此思想 他对宰府 吕蒙正 吕端等人说 清静治治 黄老之身之也 夫万物自有为 以至于无为 无为之道 朕当立行之 至如极暗卧至怀阳 婢子见弹琴至善妇 此皆行黄老之道也 就是以清静无为 而达到天下大志 这是皇帝老子 非常深奥的道理 天下万物 大都从有为 而走向无为 无为之道 朕应当努力施行 从古人的经验来看 汉代的极暗 清静不多事 卧在床上 就治理了怀仰 春秋时的婢子见 清静不多事 每天弹着琴 就治理了善妇县 这都是在行 皇帝老子的清静之道啊 参之正是吕端回答说 国家若行黄老之道 用这种办法 来达至生平之事 小国很快呀 宰臣吕蒙正说 老子称 治大国若烹小仙 就是说 那个鱼不要一个劲的 去翻动脚扰 锅里的鱼来回翻动脚扰 就烂了 邦国之民来回翻动脚扰 就乱了 现在大臣中 上风式议论制度 变更的人很多 陛下可践行皇老清静之话 来镇定这些议论 太宗回应说 朕不欲色人言 狂夫言之 贤者择之 孤之道也 朕不想堵塞人的言路 狂人有话 让人家说就是 贤者自有选择 这是古来之道 这一段对话意味深长 他至少表明了 如下几层意思 一 张其贤正上清静说 在太宗这里得到肯认 二 此说来源甚古 与皇老哲学相关 而这种不扰民 也即无为而至的思想 其实也是儒学的 无为而至就是论语 而不是老子中的话头 而这个思想 最为接近现代政治哲学 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 三 大臣们在纯化年间 已经有了上风式议论更化的意见 这些意见有的属于折腾 所以吕蒙正主张 政治 也就是终止他们进言 四 太宗认为人言不可色 即使是折腾的言论 也让他人去说 说话在人 选择在我 是古之道 史称 张其贤做转运史时 周行若干周郡 秦究民弊 物行宽大 江左人 思之不忘 就是秦于研究调查 民间之弊政 务必行使宽大政策 江南世数都很思念他 无法忘记 石廖阳 张其贤是最优秀的帝国官员之一 他呢有很多意识 据说他长得很美 资宜丰硕 姿态仪表 很丰满高大 其实呢 就应该是个大胖子 据说 他在河南引张全义的门下时 有好几个人的饭量 自己常常说 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遇到村子里 有人做祭祀 做法事之类 他跟着参与 才能吃个饱饭 有一次到人家做法事 看到人家宰牛后 有一张牛皮 他取来煮熟 全部吃掉 甚至还传说 他在画地实测时 太祖召他进入行宫 赐给他为什么吃的工作餐 狼餐 一份不够他吃的 就在大盘子里 也就是公用的盘子里 直接用手抓食 太祖好笑 就用祝福点他的脑袋 让他说那实测 他呢 就一边吃一边说 根本不害怕 据说 太祖还给了他一束箔 这个记录呢 出自大宋哲学家 邵雍的儿子邵伯温 建于邵氏文件录 但此说 与令武士拽出说不同 变通一下 当时的历史场景可能是 人是拽出去的 但拽出去之后 又给了一束箔 另一个野史 宋人周辉的青波杂志 还记录了张祺贤的一个梦 说他不一的时候啊 在松山游历 醉了 卧在一块大石头上 梦到有人驱赶一群羊 到他的跟前说 此张相公食料羊也 这是张相公 您一生要吃的食料羊啊 等到他富贵之后 每一顿饭 都要吃好几斤羊肉 还往往不够饱 实称 简单 事无与比 他的能吃 事上几乎无人能比 看来张祺贤 乃是大宋第一吃货 天下头牌掏客 应该没有问题 说张祺贤 曾经知安禄州 安禄在今天的湖北 此地呢 比较偏僻 一般人没有见过大官 张祺贤 带着金官的身份 下放到地方 人们听到 知道他的能吃以后 感到此宫 不类常人 实称 举郡精害 整个州都很惊奇 择舌 结果就有一个好事者 在一次与宾客的会宴中 厨房的一个小吏 就准备了一个金漆大木桶 放在大厅的旁边 偷偷的盯着张公吃什么 只要张公吃一样东西 他呢 就把同样类型 同样分量的东西 投入到大木桶内 等到晚上又喝酒 就连酒也倒进去 最后连酒水带食品 将整个木桶都装满了 史称 郡人皆饿 周郡之人都很感叹吃惊 认为 想富贵者 必有益于人之处 记录这个事的乃是欧阳修 就在他的笔记 《归田录》里 张其贤因功得到提升 到了纯化二年 九九一年的夏天 他已经做到了参知正事 这是正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职务 不久又拜礼部侍郎 同中书门下评张事 这是宰相正值 此时他已经富贵 太宗知道 他少年时代家庭贫寒 由母亲代打 这样的母亲 带出这样的儿子 应该不是简单的人物 就同时封赏了 他的八十岁母亲孙氏 为晋国夫人 按例呢 命官夫人可以到宫中 来与皇后聚会 这类活动略相当于 当时流行于欧洲的贵族沙龙 孙氏年老 但身体强健 有时呢 就到宫中来 太宗每次见到这个老太太 都要凯探 他有福 有寿 有令子 经常亲笔写诗 写诏书 慰问老人家 令给赏赐 待他犹如家人 就像欧洲贵族 得到国王恩赏 视为荣耀一样 大宋当时的晋身 也都认为这是个很大的光荣 记录这个事儿的大宋近身名流 叶梦德 曾与张祈贤后人有来往 他在张府亲眼见到太宗 写给孙氏的诗和诏书 诗云 往日贫如母 年高寿太平 祈贤行孝事 神理甚分明啊 守赵云 张祈贤拜相 不是今生 乃是素氏遭逢 本性于家孝 弑君忠 婆婆老福 见而荣贵 太宗诗文 都有简质的特点 叶梦德认为简质 也就是简易质朴 也是太祖太宗历来代臣之道 故时见叶梦德 石林艳雨 张祈贤 既恶如愁 但对仆役下人 又有幽容的一面 他在做江南转运史时 一天家宴 有一个仆人某家 偷偷的窃取了几只银器 放到怀里 恰好 被张祈贤在帘子后面看到了 他盯着他看 但一句话也不说 当时不说 三十年也不说 跟任何人都不说 后来他三次出任宰相之职 门下的仆役们也都有提升 而某甲的位置却一直没有动 一日 某甲瞅了个机会 对张祈贤说 某扶持相公您时间最久 但是比我后来到府上的都得到了一个官职 相公 您独独把我遗落 这是怎么回事啊 说着 眼泪都下来了 张祈贤说 我本来不想说 你却来埋怨我 你还记得在江南时 某日你偷盗我银器那个事吗 我带着这个往事三十年 不告诉任何人 我现在做国家宰相 推荐百官 哪里敢以盗贼来蒙羞受辱 这样念你服侍我多年 我给你三十万钱 你离开我门下 另外去选择一个安身之地吧 我现在揭发了你过去的糗事 你应该有愧 此地不可再留你了 某家文言 又震惊又害怕 哭着离开了张府 君子小人 永远会有 世界没有希望成为君子国 因此这类故事就总有警示 省示 遇事的意味 懂此理小 小人可以借替 君子可以守恒 张祈贤读圣贤书 但他不是寻寻辱者 不是那种可以拓面自甘的人物 大宋言论自由 但是很多人不大珍惜这种格局 借着可以自由说话的机会 多行诽谤之事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306集 大宋言论自由 但是很多人呢 不大珍惜这种格局 借着可以自由说话的机会 多行诽谤之事 居官迟慢 与清静之理 张祈贤曾经以 吏部尚书的朝官身份之青州 长达六年 治理地方很是安静 这是儒学和现代政治哲学 肯认的较好治理模式 既不轰轰烈烈烈 做坡天的政绩 也不绞尽脑汲 做搜刮的恶事 地方诉诸民间自治 在自发秩序原理下推演无为而至 但浩大喜功之徒 不喜欢这种安静模式 总要折腾点动静出来 于是与张祈贤有龌龊 有人就诽谤他 居官迟慢 做官很怠慢 啥事也不管 很傲慢 啥话也不听 朝廷听说后 就将他从青州召回 免了知州之职 张祈贤对人发牢骚 像座宰相 兴无大过 金典一郡 奈昭勿意 正是监狱除三十年 林老反主州不了 就是说呀 过去做宰相还好 没有大的过错 现在执掌一个周郡 却遭到非议 这真是管理御除三十年到老了 反而不会主州了 张祈贤这个话肯定是正话反说 他对迟慢说并不买账 懂得清静之理 懂得无为而至的士大夫们 听说这个话后 对迟慢之说也甚为不满 认为持此说的人 纯粹是对张相公的诋毁 实称士大夫闻之 深醉棒者 张祈贤一生富贵 虽有起落 但不爱平安 晚年退休 不想再参与正事 做一个江湖散人 他在洛阳 购得大唐中兴之臣 裴渡留下的五桥庄 一大片园林 这里呢 曾经是裴渡与白居易 刘雨昕等名流 燕饮盘还的居所 张祈贤得到后很愉快 经常在院子里 与老朋友乘坐一小车 带着酒具游玩 垂吊 他呢 还另外造一卧年 可以坐在上面 让人抬着 一边吃酒 一边看园子里 庄家的掌饰 醉了 就栖息在树荫下 他呢 还写了一首诗给人看 诗云 五桥金德 进宫炉 花竹烟云 幸有余 诗亮白头心一足 四登梁府 九尚书 裴渡 曾被大唐封赏为进宫 诗亮 是张祈贤的名字 旭自治通鉴 说他四见梁府 四次到梁府 也就是书密院 中书省工作 一个是五职 一个是文职 九居八座 九次兼任八个要职 也即 蒲叶 书密史 六部尚书 他对自己 俗世的一生 似乎很满意 但仍有内心的孤独 他似乎很明白 当朝显患们 没有补天御日的大手笔 甚至连扣准这样 一等一的人物 他也不愿意再多来往 真宗朝 大搞风扇天书 虽然有试图 以此震慑蛮夷的隐忠 但读圣贤书的张祈贤 视此为怪力乱神 不认为是治国正途 他给真宗上书 没有得到肯认 于是有了退隐之念 所以五乔庄大门上 提写着他的一个榜文 老夫 老汉已毁猎 以毁猎 宣勉 或公寿 垂访 不敢拜见 老汉我 已经毁弃了 官府 官城 如果有 当朝的民工 来访 老汉实在 不敢相见 他内心 孤独 可能一生 没有之音 愿得制度狭小 沈伦 原名沈义伦 因为名字中的义 与赵光义重合 避讳 所以改名为沈伦 他在太祖时 奉使到吴越 路过扬州四周时 因为民机饿死很多 沈伦回到朝廷 就说服太祖 将当地的军粮储备 拿出来镇纪积民 王师伐鼠 他做转运使 王全彬等将领 竟相搜取民间财货子女 沈伦独居于佛寺 饭书时 吃粗粮素时 转运使也是一方大远 有人呢 就拿了搜取而来的 真意乞巧献给他 沈伦是一概拒绝 东归汴梁时 他的囊中 只有图书数卷而已 沈伦信佛 他的居处很卑陋 但他处之艳如 很泰然 无所谓 当时全要们 都在设法冒着朝廷的禁令 到陕西甘肃 去购置大型木料 用来营造私宅 等到事情败露了 只好向太宗检讨 沈伦也曾为母亲 购买西部的木料 应建佛社 于是呢 也来检讨自首 太祖看见他一笑说 你不是破坏纪律的人 太祖更知道他 私宅还从未修过 就派遣中使 带了图纸 为他营建 沈伦私下告诉使者说 愿得制度狭小 就是希望房屋构造 不要太大 小一点 使者告诉太祖 太祖同意 是称不违其制 就是不违背他连接之制 太宗使 编太祖实录 沈伦为兼修 礼仿护盟等人修传 他与卢多逊私交不错 卢多逊事情败露之前 沈伦已经上表 请求退休 等到卢多逊事情败露 因为沈伦与卢多逊 为同列 而不能察觉其阴谋 太宗狠狠地斥责了他 沈伦一直很倾介 淳朴谨慎 因为信佛 相信因果 曾经在圣下之时 坐在世中 任凭蚊虫叮咬 有照顾他的同仆 拿着扇子来赶蚊子 他就将同仆赤退 沈伦期望 用这种行为祈福 他在巷位时 也曾赶上碎鸡 就是闹饥荒 乡里人呢 有向他借粮的 他都给予 最后的数目 达到千壶 乃是容量单位 以前一壶十斗 约合金一百二十斤 宋时改为五斗 约合金六十斤 千壶就是六万斤 这在宋代 不是个小数目 对任何人家而言 都是一笔财富 但是沈伦将粮食借出后 到了年底 把所有的借据都烧掉了 但沈伦道义上有一事 不免有残德 他还在不知名的时候啊 曾娶严氏 无子 后又纳田氏 生儿子 沈济松 等到他富贵的时候 原配严氏 觉得自己无子有愧 就多次将朝廷封赏 给他的封义 让给田氏 沈伦的做法是呢 答应了 并开始为田氏 营造釜底 于是正式由田氏 做了正式 这件事 近身非之 就是当时的士大夫 都认为沈伦不对 我也认为 沈伦不对 但严氏不公 广开严路 与楚文王 宋齐 则是另一类型的宰府 他本来是幽州寄人 石敬堂割让幽云十六周后 此地属于契丹 契丹也开科举 宋齐 举进士吉地 曾经做契丹王子的士徒 契丹侵略中原 灭后晋 宋齐跟着 并留在了中原 后汉 后州 他都在做官 曾有辨别冤狱的记录 于是太祖时 提拔他为开封府推官 负责经师刑狱工作 当时太宗赵光义 为开封隐 但太宗看到他与赵普等人 过从甚密 那是结党营私的节奏 因此不喜欢他 就跟太祖说 将他从开封调走 到外地做官 一直到太宗建座 还是不喜欢他 史称 义齐久不得掉 压抑宋齐好久不得声调 太平新国三年 978年 受宋齐为太子贤马 这是皇子的侍从文官 但太宗在给他直官之前 召见他 为他此前与人勾结 彭党之事批评了他 宋齐败谢 愿意毁过自新 正在他一步步升迁的时候 又遭到卢多逊的意志 卢多逊拜 宋齐才得到机会 后来做到尚书 成为宰府大臣 但是太宗 还是有点不放心他 就特意对他说 世之治乱 在赏当其功 罚当其罪 极无不治 未为世喜怒之巨 极无不乱 清等甚至 就是世上的 治理乱世乱局 在于赏罚分明 赏就应当符合他的功 罚就应当符合他的罪 这样就没有不能大致的 假如将行赏 当作发泄自己喜怒的工具 那就没有不乱的 爱卿等人要慎之又慎啊 但是宋齐并不谨慎 他在进底时 就曾经因为结党 被当时的晋王赵光义鄙视 但还是不能改掉这个习惯 有一次 太宗很诚恳的对宋齐等人说 过去 帝王们大多因为 居于九五之尊 颜色态度很严厉 弄得左右 没有人敢说真话 朕与爱卿等在一起 一直很平易 尽量和缓颜色 商榷实事 就位能通达上下之情 不要有拥塞至爱 爱卿等尽管直道而行 不要有所顾忌避讳 太宗这一番话 事实上是期待言论自由之下的 太平之事 广开言路 这个国策 太宗一朝 堪称一以贯之 雍西元年 九八四年九月 太宗对宋齐等人说 今年秋熟四方都有丰收 人民也没有什么急患疫情 这都是上天垂幼 我们大宋所致 朕当于爱卿等 做更多的好事 来报答上天的恩典 然后说 西楚文王 得如黄之狗 愿禄之增 田于云梦三月不返 宝身见之 王隐习福地 身术见五十 贵家王辈者在 身驱出情死 王兆而谢之 杀狗折增 物质国事 病国三十九 朕官书至此 未尝不节赏数四 自古君臣 非道合 何以己此 若君不信用 虽有职臣 亦无以行其道 太宗这个话 是一则比较偏僻的典故 补足前后的羽翼和来龙去脉 大义呢 如下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三百零七集 太宗这个话 是一则比较偏僻的典故 补足前后羽翼和来龙去脉 大义如下 过去 楚文王得到如簧那地方的猎狗 远路那个地方的好剑 就到云梦去打猎 三个月都不回来 得到丹那个地方的美女 就沉眠在淫狱中 一年不理朝政 大臣保身 劝谐他 说 先王让我做太宝 按规定 您这样表现 应该受到鞭打 楚王说 我从小生在富贵中 请改变刑法 不要鞭打我 保身说 我承受先王之命 不能废弃这个规定啊 楚文王只好接受 趴在了席子上 保身拿了五十只一束的剑 一说是金条 跪着 放到了楚王的后背上 几次这样 就算象征性的鞭打了 楚王说 反正 我也有了受鞭刑的名 还是真实的打我一顿吧 保身说 对君子 要使他内心感到羞耻 如果羞耻都不能改变 皮肉受苦又有何用啊 说罢 是匆匆离开了王宫 自己流放的沼泽之地 并请求给他死罪 楚王说 这是我的过错 保身有什么罪 于是 楚王召回保身 杀了如黄的猎狗 折断了院路的名剑 放走丹地的美女 改正了以前的过错 后来 经国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 变得强大 这是保身 急言劝谏才有的结果 朕读书至此 往往要叹息不已啊 自古君臣 如果不是以道相合 怎么能够做到这样 如果君不能守信用 即使有直言之臣 也没有办法通行正道啊 宋奇听后 为太宗的博学 感到很惊讶 就说 这事百年来 人均很少有知道的 如果不是陛下博览群书 哪能得到这种见解啊 但是臣听说 知之非奸 行之为奸 愿陛下面立啊 这是宋奇最大胆的一次言说 太宗认为 他说的对 但是宋奇 偶然会有的那种笔漏 暴露了他们庸人的一面 不仅与敢以天下为己任的 照谱不同 即使与清界纯景的 薛相礼仿比较 也有距离 甚至与沈伦比较 似也缺少一点信仰中的坚守 他看中了卢多逊的大宅子 就与同列柴宇熙串通 由柴宇熙向皇上吹风 要将卢宅转移给宋奇 广州那边转运使 王延范试图拼霸一方的大案中 柴宇熙与宋奇也在为之辩护 让太宗不得不猜忌他们结党的行为 如果他们的结党 如仁宗时的范仲燕为天下计 那将是另一种性质 现在为了一个远房的亲戚王延范 为了得到卢多逊的大宅子 就这样叽叽喳喳 确实有失大臣风范 宋奇本来是燕人 这是燕照的燕 对契丹形式很熟悉 他曾经给太宗上表 长篇大论讨论公取契丹的谋略 有大尔无荡之处 也有窃和实际之处 太宗呢 曾有选择的采纳过他的意见 后来在公取西夏时 他也有可取的意见贡献 与薛相礼坊比较 沈伦宋奇这两个载府 少一点大人气象 吕蒙正与太宗的博弈 吕蒙正在载府中比较特殊 他是正式科班出身 太平新国二年九七七年 太宗朝头一场科举 他获进士第一 士鹤寿寿江座奸程 通判生州 进江苏南京 吕蒙正很顺利 做到参之正事 最初他的父亲 好内宠 与妻子刘氏不睦 于是休了妻子 吕蒙正呢 就跟着母亲一块 被扫地出门 生活很窘迫 但他像后来的范仲淹一样 越是困窘 越是努力 忠于一举重地 朝廷赐给府邸一座 于是接父亲母亲来住 但刘氏仍不与前夫来往 二人同堂议事 吕蒙正呢 仍然恭敬的伺候父母 没有怨言 直到吕蒙正的父亲去世 吕蒙正气量很大 参之正事 是国务工作 最有实权的宰府职务 他第一次进入朝堂的时候 被朝室轻视 其中一个人指着他说 这个小子也参政啊 吕蒙正假装没有听到走过去 同列人不能替他咽这口气 回头就问 是谁这么大胆口吐狂言 吕蒙正急忙阻止他说 不必不必 若果一旦知道此人姓名 恐怕终生不能忘啊 不如不知道为好 此事传出 十人都很佩服他的气量 太宗对这位新科状元有期待 对他说 凡事未答 见当事之物 利于理者 则泱泱于心 激烈于位 得以献可替否 当尽其所运 虽言未必尽重 亦当千亿而耕之 彼邪于道 朕故不以崇高自恃 使人不敢言言 一般士大夫啊 还没有发达的时候 往往看到 当事政务有备于一里的地方 就内心不快 现在 你已经位列朝臣 有机会 可以批评时政 哪些有意 哪些有害 贡献有益于政治的意见 要尽所能有的智慧 即使某一个意见 未必精大 也应当群策之际 有所变更 使适用的意见 有益于正道 朕是不会自视地位崇高 而让人不敢说话的 不久 礼访霸相 吕蒙正 拜中书侍郎 兼户部尚书平章侍 兼修国师 这就从副总理 往国务总理 又迈进一步 在载府期间 吕蒙正为政 重内涵 不重刑事 物行宽大 有简易之风 这是载府的正经品质 因此不久 就获得士林众望 吕蒙正呢 也更以正道自持 他记住了太宗的一番嘱咐 遇事感言 每一次议论时政 有不经允的地方 他一定要争论 要求趋于经允 太宗很欣赏 他这种无影的工作风格 赵普也欣赏他 吕蒙正的感言 是薛项 梨坊 沈伦 宋齐 做不到的 纯化年间 太宗检讨此前的历代征法 有一番自我辩解的话头 他说 朕以前争讨北汉契丹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民除暴 如果我要是浩大喜功 穷兵独武 天下恐怕早就被战火烧光了 这番话说的是实情 如果战争一味求胜 不计一切代价 也许会有另外的战绩 那样一来 天下恐怕就会出现 杜甫冰车行踪的场景 边亭流血 成海水 五皇开边 亦未已 君不闻 汉甲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 生惊奇 纵有贱妇把厨离 何生龙母无东西 旷富勤兵耐苦战 被娶不义权与鸡 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百古物无人收 兴鬼繁冤旧鬼哭 天阴雨失生啾啾 如此武功是太宗 乃至于大宋王朝十八帝 都不愿意看到的风景 西民利 众民生 是大宋 与其他王朝比较 很突出的特色 但吕蒙正 还不满意 他进一步 敲打皇上说 隋唐数十年间 四次蒸发辽东 那时人没有法子 承受王朝命令 隋扬帝乃至于全军覆没 唐太宗则自己都运送土木去攻城 最后还是没有法子成功 说起来 治国之药在内修正事 做到这一点 则远人自会来归 国家也可以因此自然导致安静 显然 修德以来远人 也是吕蒙正的关键词 就此也可以判断 他是一个主和派 有一次 晚上张灯设宴 成鱼之外 世数云集都在看皇上 吕相与太宗在一起 太宗再一次对自己的文质武功 有了飘飘然的自诩 他对吕相说 五代之际 生灵凋敝 丧亡太多 周太祖郭威 从河北南归 世数都担心大军飘掠 那个时候 下面是火灾 头顶则是彗星 看到的人都很恐怖 朕当时亲历那个乱世 以为不会有太平日子了 但现在朕亲揽树正 到今天 已经做到万事粗粗理顺 朕就经常想 感恩上天的赐予 让我大宋如此繁盛 于是朕知道 治理乱世 在人 吕蒙正 避袭 一本正经的回答 陛下现在看到的灯火辉煌 是因为陛下的车架所在 世数都聚集起来 所以凡圣如此 臣曾经在京师城外 布吉里的地方 看到很多因为饥寒而死的百姓 所以凡圣不一定都是这样 期望陛下能够看到近处 也看到远处 这是苍生的幸运 太宗听到这一番话 变了脸色 什么话也不说 吕相不慌不忙 泰然回到自己座位 是称同列多质量 就是同列辽蜀们事后 都称赞他的正直诚信 这一个故事有意味的是 同列多其质量 太宗正在太宗一朝形成精英 敢于同军权博弈 推演文明价值的倾向 乃至于这种倾向 到了人宗一朝 有了精英们 越是被贬处 越是光荣的风向 大宋感言 不仅仅是胆大的问题 而是价值认同的问题 精英们有了这种 民生为重的理念 君王必得向此倾斜 否则就是无道 就要遭遇士大夫的轻易批评 久之以道义价值 制衡君王权力的力量产生了 除非遇到混不吝式的痞子皇帝 否则 但凡有一星一点价值敬畏之心 就不得不严肃对待这种 来自于王朝精英的 道义价值制衡 一般来讲 没有哪一个帝王敢于向道义价值挑战 这是传统中国秩序治理方向上的一大隐秘力量 在现代政治哲学中 还没有足够的讲述理清这一隐秘力量 他在何时 以何方式 由什么人主持推演这种隐秘力量 帝王为何在道义价值制衡模式下 老老实实不敢挑战 各种更隐秘的力量是什么 都需要更大篇幅来调分吕希 这是一篇思想史大论文 吕向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 会一直坚持 在跟太宗的博弈中 不胜出不罢休 这个特点很像赵普对太祖 第三百零八集 吕向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 会一直坚持 在跟太宗的博弈中 不胜出不罢休 这个特点很像赵普对太祖 不可夺之志 有一次 太宗要派遣人出使朔方 下旨告诉中书选人 要选那种可以负责做事的人 吕向提出了一个人选 太宗不许 第二天 太宗又问 太宗又问 吕向还是提这个人选 三问 吕向人选不变 太宗恼火 把他的奏章扔到了地上 道 一定要换人 你怎么这么执拗啊 吕向答 不是臣执拗 是陛下还不了解这个人 然后又固执地推荐此人道 这个人可以出使 其他人都不及他 臣不愿意用魅道来随意地顺从君主之意 怕害了国家大事 说吧 将举着的护板错开 让出脸来 扶手将奏章拾起 纳入怀中 徐徐而退 同列都屏住呼吸 替他害怕 太宗退朝后对左右说 哼 这老家伙的气量 我不如 后来就用了吕向推荐的这个人 果然很称职 太宗对他这种 不可夺之志 很赞赏 吕向也确有知人之名 为朝廷举荐闲人 不遗余力 他有一次问自己的儿子 我做了宰府之后 外奸对我有何议论呢 儿子实话实说 大人您做丞相 四方无事 蛮夷都像话本朝 很棒 但是也有人说 吕向无能做事 朝中权力都被同僚们争去了 吕向说 我却无能 但有异能 善于用人而已 这才是真宰相应该做的事 吕向 有个夹带 就是一个小布囊 里面呢 有一个小册子 常常随身带着 遇到心结石的某某人 或遇到官员之间的替代 也就是交接任免 他都要与人交谈 了解对方有何特殊才干 以及对方所在之地 有何特殊人才 客人走后 他就马上记录在小册子上 人才在这个小册子上 都有分类 等到朝廷 有这类型的人才需要 他就随时找出 向皇上或百官推荐 真宗朝时 他年老 要求回到洛阳居住后 真宗 曾两次到洛阳去看他 有一次还问他 爱情珠子 哪个可以大用 吕向回答 诶 珠子皆不可用 但有一个侄子 吕一俭 正在出任影州推官 这是一个宰相之才呀 从此 吕一俭浮出水面 在后来的日子里 吕一俭成为人宗一朝 重要的栋梁人才 还有一个人叫傅岩 是吕蒙正的门客 一天傅岩对吕蒙正说 有个小儿子十来岁 想让他进入书院 可以干个小活 吕蒙正答应 等到见到这个孩子时 大吃一惊到 哎哟 这个小家伙 他日明卫 跟我差不多 但是功勋会比我还大呀 于是让傅岩的儿子 跟着自己的几个儿子 一块学习 供给很丰厚 傅岩的儿子 就是后来的大宋名相 傅碧 吕蒙正就是这样富有 鉴别人才的能力 吕相也有后来的名臣 王安石的风采 对各类误解 基本不辩解 四相四故事 吕蒙正刚做宰相时 有个金布园外郎 张申 知菜周 因为贪污的事被免职 有不满意吕相的人就说 张申乃是西京洛阳的富豪 哪里肯接受赃物啊 那是吕蒙正还没有中进士时 曾经向张申求资助 未能如意 所以现在因此 而锻炼成一场冤狱 太宗听说 就恢复了张申的官职 但吕蒙正并不解释 任人去东说西说 不久他还因为这个原因而霸相 他也不申辩 正好赶上考课院这个审查部门 得到了张申过去事的实情 此人确有贪赃事 于是霸出了他 而蒙正也再次负相 太宗对他说 这个张申果然是真的泛有贪赃事 吕蒙正听了 给个耳朵而已 也不屑 吕相故事多 他呢 还很清廉 过去大臣入相 子弟可以惜复阴 博得一个清药之职 就像皇上的子弟出生不久 就可以封王 享受十亿一样 大臣的儿子 也可以在出生之后 即享受俸禄 这算是一种皇朝特权 与现代君主国 齐用祖辈爵位的意思相仿佛 但这种特权 只在物质俸禄和荣誉尊严方面 并没有政治上的参政义政权力 卢多逊做宰相的时候 尋力为儿子卢庸授官 起家即为水部官员外郎 这是属于公部的一个私下面的干事 当为八品 后来就原力成为制度 现在吕蒙正儿子也要习复阴 就上奏说 臣天居甲科籍地 侍赫只是寿江座奸城 九品经官 天下才俊 很多人没有机会 最后老于言学 默默无名 不沾手录者太多了 今臣子刚刚离开墙堡 就获这个荣誉之务 臣担心受到阴间谴责 请求以臣氏赫时的九品小官 补给他吧 太宗答应他的请求 从此成为定制 吕相应该属于 不与怪力乱神 不贵难得之物的人物 有一个朝室家里 藏有一个古镜 自言这面古镜 能照二百里 打算献给吕相 意思就是要与吕相结交 吕相一笑道 我一张脸横竖不过碟子的 哪里用得着去照二百里 听到的人很叹服他的机制 吕相没有做官时 因为母亲被修生活很贫困 等到富贵以后特别爱吃一种鸡舌汤 每天都要吃一碗 有一天他在自己的花园里游逛 老远就看见墙角有一座土山 就问这是谁干的 干嘛用的 左右回答 这就是相公您吃鸡杀的鸡毛啊 吕蒙正很惊讶 我能吃多少鸡啊 能有这么大一座土山 左右回答他 鸡一个舌头才多大点 相公您一碗汤 要用多少鸡舌头 您吃鸡舌汤多久了 吕蒙正这才恍然大悟 于是漠然反省 从此绝不再是 太宗驾崩后 迎葬时 吕蒙正感到自己这一生主要业绩 在太宗一朝 很感谢太宗对自己的知欲知恩 他不弄虚作假的感恩 直接拿出家财三百多万来资助修建灵寝 下葬日 他抠得特别悲哀 人以为得大臣体 吕蒙正死后的嗜好是文木 风浪中端坐 吕端是那种轻易不动心的人物 看事做事有定力 外界纷扰 不影响他的判断力 太宗朝 他做朝官考工员外郎 兼任市域史之杂事 前者略相当于负责考核官员政绩的组织部干事 后者则属于 监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副官 在这个职务上 他有一次飘洋过海 出事高丽 回城时 大船遇到了风浪 船上围墙 被大风折断 船上人没有不恐惧的 但吕端就是不恐惧 端坐读书 一如在自家宅阁之内 跟他同行的另一位官员 将船上所有比较沉重的东西 包括高丽国的赠送物品 都扔到海里 这才勉强回到中原 此事一如后来的王阳明 在千军万马 箭矢飞射中 可以端坐不动 在死亡来临之前 可以微微一笑 道一声 此心光明 亦复何求 而后长眠 这种修养 史称功夫 获至这种功夫 必有此前多年历练 而后可以成功 功夫来源于孔子 孔子可以在恶人 还颓的围困中道一声 天生得与语 还颓其如与合 还可以在颠沛流离中 闲歌不错 而在日常的姿态 则是功而安 心存对天道的恭敬 而安于种种际遇 这种功夫的思想源头 则来源于大学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知止就是知道 自己的存在目标 对一个心存高远的人来说 他的目标即是使命 那是必须要达至的 此案存在 当这种目标 已经内化为 生命运动惯性时 轨道是不可能变更的 如是外界种种纷扰 不可能让他动心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安 吕端是知道自己方向目标的人物 读圣贤书 至君尧顺时 或立德或立功或立严 此生不朽 当着强青急催之时 死亡来临之际 荒乱是无意义 且有失圣贤气象的 夫子有言 生死有命 无需为 粗林之灾难 手忙脚乱 看懂吕端这个故事 可以理解 为何太宗要评价他 小事糊涂 大事不糊涂 凡是与支止无关的事 在他看来 都是小事 可以糊涂处理 凡是与支止有关的事 都是大事 必须永绝判断 我猜想 就是在高丽回国的大船上 吕端被人讥笑为糊涂的 但吕端在大事上 确实不糊涂 吕端曾在秦王赵廷美府邸公干 赵廷美做开封饮时 他就在府中做判官 当赵廷美被贬处后 秦王府中一干属利 也都因为经济案 遭到了清算 纷纷被贬 吕端被贬到商州 为私户参军 从副部级贬到副科级 但他从容上道 不辩解不忧虑 后来又被移往汝州 再被召回京师 做朝官 又出之蔡州 在蔡州时有善政 当地利民签名上表挽留 但还是被改为私部园外郎 之开封县 签为考工园外郎 兼世玉史之杂事 然后出世高丽 回来后 一直做到又建议大福 吕端也曾在许王赵元熙 任开封府引时 再做判官 但没有想到的是 袁熙 这位太宗很期待的太子 居然抱病而死 有人就认为 吕端必赞无状 作为王府判官 对王子没有有益的帮助 于是 御使五元营内侍王继恩 就来到王府找吕端谈话 史称 推问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三百零九集 吕端正在堂上办公 看到人来 慢慢站起 二位使者很客气的说 有赵推军 就是有皇上赵令 要来推问先生 吕端神色自若 对侍从说 过来取走我的帽子 二位使者说 哪里到那个地步 吕端说 天子有赵令来问 那就是犯罪嫌疑人 既然是犯罪嫌疑人 哪里可以在堂上 对待致使 于是下堂 面对致使 随问而打 吕端自始至终 讲理守理 得家赏未尝喜 与异错未尝聚 赵元熙之死 是个大事件 吕端作为副职 有轻微的连带责任 事件要处理 最后贬一级 由开封隐判官 贬为畏畏少卿 俸禄掉了不少 这时呢 又赶上考课 也就是庶职审查 群官之中 有受到牵责 成为贤职的 那样就没有了正职的 重要俸禄 收入少了一大截 到了跟皇帝对尹 也就是回答皇帝询问时 很多人在哭诉 削官之后 家中不免饥寒 轮到吕端尹对使 吕端说 臣以前辅佐秦王 因为没有进职 所以贬折商周 但陛下还是着拔了我 继续委任要职 现在许王爆轰 更是臣辅佐不像个样子 陛下又没有重重惩罚我 还是让我列于朝官 臣真是罪过太大 幸运太大了 现在有官部门又来考核 决定我们的进退 如果能得到一个影州副使 这是臣的愿望 太宗对他说了四个字 朕自知青 考课之后不久 吕端又恢复旧职 还被提升为疏密职学士 这是参与军机的文官之职 升迁折降过程中 吕端始终雍容大度 从容闲暇 不忧不喜 当时赵普在中书 观察到吕端气量红身 就对太宗说 无关吕功奏事 得家赏未尝喜 与异错未尝聚 异不行于言 真台服之气也 我看吕先生奏事 得到陛下家赏 他也不喜行于色 遇到陛下错意 他也不忧惧生涩 也不解释缘由 这人真是台服宰臣的大气 赵普导卢反对取忧烟 有彼夫的一面 但他那种敢以天下为己任的 大人格局 让他有一种英雄 西英雄的天然直觉感知能力 他推荐的人物 太祖太宗都很重视 于是不久 吕端又被败为 参之正事 事实上 不带赵普推荐 太宗就一直很重视他 很想让他来做宰府 转了一圈 等于再给他一个历练的机会 太宗不说 吕端是东转西转 心里明白 他知道自己能断大事 知道如果坐到宰府的位置 自有谢礼阴阳之功 但万事需要水到渠成 这不是个焦躁的事 所以他在连续的转换工作中 很踏实 这是对自己人生大事的一种决断姿态 他不忙 终于 太宗将吕端提拔到与吕蒙正相近的位置上来 官拜参之正事 这是副相 却是主管中书实际事务的副总理 据说呀 雍兮初年 太宗在后院赏花钓鱼 有时呢 就与群臣赴诗唱贺 史称 曲艳赴诗 有一天 吕端在后院与太宗在一起 太宗有诗两句 欲尔经沟 申未答 盘西虚问 钓鱼人 这个意思是啊 我很想获得更大成绩 但是力量有限 水泰深 我做不到 因此 需要问一问 在盘西钓鱼的那位江太公 这里的江太公 太公暗指就是吕端 吕端也赫施两句道 于臣勾直 难堪用 疑问豪梁 解枉人 这是吕端谦虚的说法 但此时的吕端 也确实没有更多功绩 太宗怎么就会 把他视为江太公 西州第一名相呢 应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四弟赵廷美 很可能向太宗推荐和讲述过 秦王府中的人才 赵廷美应该对吕端很尊重 第二个原因 当初太宗征讨北汉 本来要赵廷美做京师留守 但吕端说服赵廷美 不要留守 而是跟着哥哥去平北汉 这个事让太宗很惊讶 吕端这个意见 是深通人情世故 明了君臣奥秘 看透 委屈心思 置为 炼达的一种决断 吕端很可能 懂得未来权力再分配的格局 如果赵廷美 接受留守京师的委托 就等于承认了 自己可能的 合法继承人之位 那就很容易 掀起引发兄弟之间的 隐危打量 现在 吕端请秦王 跟随君王北征 等于忽略了 京师留守 这个相当于 监国的继承人位置 如果此事 是为秦王想 那等于加持秦王 平安过渡 如果是为太宗想 则等于暗中提醒太宗 秦王是不是可以做继承人 无论吕端在为谁想 他都已经介入到一场 天大的格局中来 这不是小鸡者 可以纵横败河的场域 但吕端很从容镇定的 在这之中游走 让人不可小觑 第三件事 就是初始高丽 遭遇风浪的故事 那不是常人有的定力 这等人物 促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机关悠险断得透 动凉动凉不就是这等人物吗 直到元年九九五年四月 元吏部尚书 平章氏吕蒙正被罢为幼扑页 幼扑页也是丞相级别 但不在中书办公 更多属于荣誉之称 随后呢 提拔吕端为户部侍郎平章氏 到了平章氏就是名副其实的十相宰府了 为了安慰吕蒙正 太宗呢 特意跟吕相解释 蒲页是百官师长 朕认为中书事情太多太麻烦 让吕端上来跟你平均一下劳役 又对吕端说 庙堂之上做宰府没有虚的 只要能觐见闲人 赤退不孝就是称职 轻可要自免呢 吕端这个时候 已经六十岁出头了 做了近四十年官 这才做到宰相位置 太宗常常埋怨自己用吕端太晚了 但吕端在相位上并不作为 是称以清静简易为物 有人在朝廷奏事 往往有很多异议 但是吕端几乎没有什么建议性意见 有一种记录 甚至说吕端端护确立四顾问 就是端着捧着护板 等着皇上发问 不问不答不扣不明 甚至皇上有时候问大臣一些事 吕端也听着其他人回应 自己也不说话 太宗也渐渐发现 中书报来的意义 很多不过是显示 自假见解高出一筹 但事实上施行起来 未必有什么利好 于是太宗发布了一道手闸 介于中书诸官 从此以后 中书这边有事 必须经过屡端详细斟 再来上奏 趋突喜心 方为真挚者 直到二年 九九六年五月 西北那边 西夏有事 大宋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战河 西夏始终反复 而灵州这个地方 在今天的宁夏无中市 那个时候呢 是大宋的北境 此地守卫 难度很大 但放弃守卫 西夏就会侵占 太宗有点犹豫 一时间 更倾向于放弃 以节省民力 于是下诏 要诸臣讨论 讨论前 太宗还略略 说了一下自己的担忧 灵州孤绝于西北 万一有事 救援恐难及时啊 然后还特意点名 宰相吕端 知疏密院士 赵荣等人 各自说说 守卫 还是放弃的厉害关系 吕端主张守卫 但没有说 只说要和赵荣讨论后 做一道杂子上奏 这时从南唐归附过来的 文臣张继 超越班次 上奏弹劾吕端说 吕端等人作为宰府 皇上有问询 居然沉默不语 不符合为国家 规划大事的体统 吕端反驳说 张继有所言 不过揣摩陛下意见而已 太宗看着二人 一时心有所动 但什么话也没有说 不久 张继上了一道奏书 主题是请求放弃灵州 当初太宗有这个意思 也想放弃 但现在已经后悔了 思考后 觉得放弃灵州 可能是个错误 而这个时候 恰好接到张继的杂子 很不高兴 就回给张继说 倾索尘言 朕一句也没看明白 张继闻言 知道押宝错误 流汗而退 太宗召来 同知疏密院士 向敏忠 对他说 张继的上言 果然被屡端撂中 设计尘的特点 就是决断大事 不以帝王之意为义 而以天下 以苍生之意为义 以事件之自身 逻辑方向为方向 而不是以帝王喜怒 偏好方向为方向 张继才情不俗 但他揣摩上意 判断上意 是放弃灵州 于是就做一篇 放弃灵州的奏章 如果上意是固守灵州呢 他也会做一篇 固守灵州的奏章 这类笔幅做法 就距离设计尘荣誉 差得太远了 吕端的做派 其实正是 古来持重者的风格 只要中书流畅运转 载府不必声势 房间一般乐于 称赏惊天动地的大事 以此来评价载府功过 事实上 越是维持中书波澜不经 越是证明载府 谢礼阴阳功大 那种无端生出乱世 再去平定乱世的载府 反而更被房间叫好 是因为 不通一个基本道理 驱突喜心 比焦头烂额 更负智慧含金量 人间的悲剧 也往往在此 看重驱突喜心者 聊聊 吕端在书中 贡献更多的就是 防患于未然的 驱突喜心之意 这些议论一定很多 他阻止的动议 也一定很多 以轻净简易为物 一定也有 不以轻净简易为物的动议 吕端一定是否定了若干动议 但被记录下的很少 即使是史官 也未必认为 驱突喜心有多么高明 所以 懒得去记录 第三百一十集 譬如 假定有这样一个案例 一个企业家要投资一笔较大资金 总经理否决了这个意见 事后可以分析得出 如果投资 实本的可能极大 但这个总经理的意见 会在事后 被董事会赞许为一个业绩吗 一般很难 否定性意见 往往难于进入业绩 但盛名的人物董 他知道远见的价值 尤其知道否定性远见的价值 假如这个否定性意见告诉他 要将凸就是烟囱 弄成曲弯曲的状态 以避免失火 假如这间房屋价值十块钱 这个意见就等于为他保留了十块钱 假如是一个亿 一万个亿呢 假如是一座江山呢 盛名的人就会这样思考问题 于是成为智者的知音 如果在朝廷这种现象就叫君臣纪会 君臣纪会的动人之处 吕端在做参之正事 一代名相扣准也在做参之正事 扣准也是一位能断大事的人物 但他比吕端要颠 就是更为刚猛 气量却不如吕端 而吕端为设计计 知道大宋需要这个人 所以对扣准很尊重 吕端首先拜相 做平章事 而扣准没有 吕端担心扣准内心不平 如果是张继 那他内心爱平不平 吕端才不会去管 就给皇上上书说 臣兄于庆任参之正事日 西于宰相同 愿赴故事 他的哥哥吕于庆 曾经在太祖朝出任过参之正事 执政权力范围与宰相是一样的 他愿意恢复到吕于庆时代 意思呢 就是让参之正事扣准先生 能有与平章事同等执政权力 太祖时代 赵普一人为相 特意为他设置参之正事 作为宰臣的辅佐 后来一个阶段 赵普受到冷落 开始由参之正事与宰臣分权 太宗知道这个过程 扣准吕端在他内心也实在是半斤八两 于是同意吕端意见 下诏 从此以后 参之正事与宰臣轮流掌管中书大印 轮流押班 唐代史上朝也就是朝会 大臣奏事 由监察御史领班跟进 宋代开始由宰臣领班跟进 叫做压班 日常工作另有官员朝会之后赴中书正事堂议事 压班成为宋代领贤大臣的日常工作 这样安排使有安慰扣准的意图在内 扣准也确实值得安慰 这是大宋三百年间一等一的功勋大臣 中国在十一世纪之后的百年和平 几乎可以说是由此人一手推演而成 真宗之所以能够平安成为皇储 扣准有功 真宗之所以能够平安继承皇位 吕端有功 吕端扣准是太宗晚年选择的 最重要的两个人 邦国兴在人 大宋得人 这是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之交 最值得庆幸的大事 吕端伸之扣准 扣准也伸之吕端 太宗伸之扣准吕端 扣准吕端也伸之太宗 更有意味的是 吕端伸之太宗 知道他伸之扣准 而太宗也伸之吕端 知道他伸之扣准 有有意味的是 吕端与太宗之间都伸之对方的伸之 所以吕端有请 太宗立即是心领神会 当即应允 并不解释 这种君臣计讳 在帝制时代不是寻常可见 总有动人的一面 吕端对太宗有感情 至到元年九九五年五月 开封隐寿王元侃 及后来的真宗赵衡 奏言 太康县 昭庆乡华阳村的村民 捉获了一只黑色的兔子 贡献给朝廷 太宗听说后 对大臣们说 玄兔之来 国家之庆也 黑色的兔子能到中原 这是大宋国家的喜庆之事 吕端等人回答 玄色是北方之色 兔子属于阴类 因此代表了一敌之相 华就是中华 中国属于羊 这个瑞兆意味着一敌将要入朝 接受中原关带 这很可能预示着国家和民生的喜庆 推动国家进入太康之势 太宗一向不很相信祥瑞 但这一次谈祥瑞 事实上大有内心委屈 他与契丹和战十几年 最后的感悟是 虽然输不了江山 但也打不赢契丹 因此只有和一条路可走 但是当他主动向契丹求和时 契丹还记着他十几年前 唯有战耳一句狠话 竟指西楼之地 进坟老上之亭一篇习文 所以不肯和 而西北西夏正在日益作大 西属西川刚刚平定了 李顺王小波之乱 而中原成平已久 虽然有效抑制了 藩镇割据之祸 但荣兵荣官 也开始成为一种 建起的负担 国家在凡胜的背后 已经有了疲惫之下 这让太宗不免 忧惧从生 吕端深知太宗内心之苦 于是顺势论祥瑞 安慰一下这个知音大老板 但太宗还是在不久之后驾崩 我认为太宗在高粱河之战中 腿上的剑伤发作自是疑音 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已经心力交瘁 风波之言不足律也 吕端捍卫太子赵衡 顺利即位 是他决断的重要大事 也且暗下不表 且说西夏李继谦 这位李继谦的哥哥 李继彭 曾经归附大宋 献出了所属的几个州军 但李继谦不服气 就另立一个山头 且投靠契丹 坐大河西之地 太宗时多次与大宋 战了河和了战 有一次保安军 金属陕西制丹县边帅 在李继谦的战事中 俘虏了他的母亲 消息传到汴梁 太宗有了朱沙这个老妇 向西夏示意朝廷 微断的意思 但并未最后决定 当时寇准在淑密做妇使 淑密负责军机大事 于是就招来寇准商议此事 寇准觉得此事两可 朱沙老妇一利一弊 不朱沙老妇 一利一弊 最后准备草拟一片东西 给保安军 可杀 寇准从宫中回来 路过相府 吕端看到怀疑有大事 就邀请寇准过来一聊 并对他说 陛下是不是告词你 不要对吕端说什么事啊 寇准说 没有这事 吕端又说 边境寻常之事属于书密使管辖 我吕端可以不必知晓 如果是军国大事 吕端我被为载辅不可不知啊 寇准就把此事告诉了吕端 吕端问 为什么处理这个老妇人呢 寇准说 准备将她在保安军北门外正法 以此来告诫兄弟 对抗大宋 就这个下场 吕端说 一定要这样处理 不是有意的策略 请你慢慢起草文书 吕端先去见皇上 再论此事 吕端进入宫中 对太宗说 过去项羽 得到刘邦的父亲 说要碰了老爷子 高祖刘邦说 如果要碰老爷子 请分给我一杯羹汤 古讯有言 居大事者不顾其亲 何况李继谦这种悖逆之人 他就更不会顾忌亲人被杀了 陛下今天杀了李继谦的母亲 明天能勤住李继谦吗 如果不能 反而白白结下一个怨仇 这就更坚定了李继谦背叛大宋的决心 太宗认为啊 他说的对 但是怎么处理呢 吕端说 以臣之于见 不如将老父安置在延州 金属陕西延安 使人伺候他 善待他 以此招来李继谦 即使他不来不想 也可以由此而系住他的心 他知道他的母亲生命就在大宋手中 不至于太过分 太宗听他一番话 不禁是拍着大腿说 哎呀 没有爱卿你这番话 几乎就误了我的大事 随后 太宗采用了吕端的这个决断意见 后来 李继谦的母亲病死在延州 李继谦不久也死去 他的儿子李德明 改变了李继谦的政策 同时与契丹和大宋和好 这样就等于不再与大宋为敌 短时间也曾迎来西部的和平 这种局面的获得 史称端之利也 是得益于吕端的建议 由于这个建议的价值很高 太宗进封吕端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 吕端虽然居于相府 但已经可以参与军机大事 吕端像张其贤 也是个大胖子 也很能吃 他在被贬为地方小官 私户参军时 还专门置办外厨 掩揽宾客 他身材魁梧 又滋容龟秀 还善于弹血 遇到贬折 意态豁达 旷达而自然 被贬往商周的时候 太宗还给他一个惩罚 不准骑马 官署中有人就安慰他 您哪忍一忍吧 可以消灾 吕端呢 晃晃胖大的身躯一笑道 不是某消灾 现在是长耳朵的马消灾了 寇准多次向太宗推荐吕端 说吕端不是寻常人 要早一点启用他 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 渐渐老了 太宗还在为秦王赵廷美的案子生闷气 就说了一句气头上的话 朕知道此人是一个好人家子弟 但是很能吃大酒肉 其他有何本事 但是不久以后 还是启用了吕端 显然这个话不过是一时之言 不是太宗的心里话 吕端多次升迁贬折 都随天意 无可无不可 他待人厚道 善与人交往 也轻财好施 又多宽恕 有一个叫李维清的 从原来知书密史 改为御史忠诚 降级了 他怀疑是吕端在挤兑他 等到吕端被贬折 李维清就开始从外围网络证据打算构陷 吕端 有人提醒吕端要小心 吕端说 吾直道而行 吾所溃违 风波之言 不足律也 当初吕端的祖父因为患海风波被举足杀害 吕端的父亲吕齐 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孩子 被一个同郡的老乡叫赵玉的救了出来 后来赵玉的孙子赵少宗被吕端视如己子 后周时的名向冯道 因为与吕端的父祖有试交 冯道家世败落后 吕端将自己的俸禄分出一部分来 救济冯道的后人 第三百一十一集 吕端的名气连草原契丹都知道 他曾两次出使沙漠绝育 敌国对他很是尊重 后来又有使者道 契丹就问使者 吕端还在做宰相吗 其才寇准 寇准是太宗朝提拔上来的名相之一 他出生于961年 是大宋建国的第二年 父亲曾在后晋时做过官 也算世家子弟 寇准少年时就有阴脉之气 通晓春秋三传 即左传 公羊传 古梁传 19岁时 重进士 太宗殿上取人 很重视老成人物 看到年纪太轻 往往不取 有人知道太宗习惯 就劝寇准啊 虚报年龄 增加岁数 寇准答 我寇准正在进取 可以做欺君之事吗 于是不改 但还是种地 受大理平市 支龟州的巴东 大明府的城安县 他在治理地方小县城中 开始显露 致氏之财 县里 每当有暗期 预会 缴纳赴税 参与 摇曳之事 他都不必专门 下发通知 只将官府具体事宜 写一张纸 标明 何人 何时 到何地 做何事 张贴在 县崖大门旁 事就办成了 史称 百姓 莫敢后期 世述百姓 没有人敢晚到不来 这事证明了 他另行禁止的能力 不是一般 太宗觉察到 这个年轻人的 刚猛微断 认定他是个奇才 就将他 调入京师 做朝官 做到上书 余部郎中 书密职学士 又到吏部 负责官员 审核工作 扣准执政 对内格外注重 刑法公正 太宗也重视 公正问题 春华二年 991年的春天 中原大汉 按照天人感应的 传统义理 天灾 乃是上天 对人祸的事情 太宗一朝的知识精英 与殷商以来的 知识精英一样 都会借着天灾 讨论人祸 于是 在九汉无语之际 新疆如焚的太宗 召来群臣 问实证得师 一般大臣 知道太宗近年 对大宋的文质武功 有得意之色 于是 大多用天术 来应对太宗 无非说天意如此 我等谨慎修德 极好 他们不想直接 指臣实证 扣准 就借着这个事 说红饭 说人祸 说刑法不公 太宗听后 果然不愉快 拂袖 起来 回到尽忠 这一次扣准 没有来得及 拉住他的衣服 但过了一会儿 有内侍 来传扣准 扣准入见后 太宗问他 哪里有什么 刑法不公 扣准回答 请您将 二府的官员 都召来 我就说 太宗答应 就召二府的官员 二府 乃是中书 和书密两府 都来了之后 扣准就说了 祖籍王怀 同事贪赃 却得到 不同处理的案子 那原因 就因为 王怀 是参之正事 王勉的兄弟 得到庇护 太宗 处理了这个案子 更知道扣准是一个可以大用的人物 当天即败为左建义大夫 疏密副使 改同知院士 但扣准有一个天生的弱点 他呢 不太会委婉说话 这在日常交流中 要么他听对方 要么对方听他的 都做不到 那就只好争吵 但他一般也不愿意争吵 那样似乎有失体统 所以往往在对方的攻击下 自己无话可说 刚猛载辅 不敢自辩 扣准在后来做载相时 一如既往的 守正即恶 恪守正道 痛恨恶行 这样呢 就得罪了很多人 往往被小人轻压 有一次 有一个不一 肯定是受到谁谁谁的指使 就来朝廷啊 告发扣准 说他跟王子赵元杰 有勾结 扣准 毫无准备呀 他也确实跟赵元杰 有来往 但事出突然 怎么才能说清楚呢 事称 准惶恐 莫知所自明 就是扣准 惶恐不安 不知道怎么来说清楚这个事 幸亏有另一位名臣 必是安在 极力为扣准辩白 然后将这个不一 交给审讯机构 一审 原来是诬告 制道年间 汉林学士张继 执掌考工 负责考核官员政绩 但扣准 负责力部选事 有推荐官员任命某某职务的权利 张继 年纪比扣准大 却知道扣准正是县管 于是一力讨好扣准 而扣准也正好年少气盛 也想着有个老儒能支持自己才好 而张继 从南唐过来 有老儒之名 就很注意这个人 张继常常观察扣准 总是 官带整齐 等着扣准出入 就为了一个 一而退 就是作一后 恭敬退下 但一句话也不说 他这就是做姿态 所以博得了扣准的好感 因此 就召他来聊天 张继 乃是一个铁嘴 能说 敏捷 善于持论 所言很多 都能被扣准信服 于是扣准 拿他当兄长 反来尊敬他 并多次向皇上推荐张继的能干 等到张继与扣准一块在中书执政后 张继对扣准的态度更是恭敬 但扣准的 宦海臣服 几上几下 太宗渐渐有点 无法忍受 这位老朋友的鼓噪 恰恰被张继看出 而张继 因为复合太宗 打算放弃 灵州的念头 义士不称职 很担心自己的前途 就想办法 巩固自己的权位 他更担心 自己与扣准友好来往 将来有一天扣准被罢处 自己野兽牵连 于是有一天奏势 谈而皇之的开始弹劾扣准 说扣准退朝之后 有很多傍言 这很正常 扣准因为一个阶段以来 认同了张继 凶事之 肯定是无话不谈 没有任何戒备 张继就将这种 不设防语境下的言论 拿来弹劾扣准 诗称 准色变 不敢自变 扣准的脸色都变了 不敢自己为自己辩解 结果扣准又一次被罢象 这类故事都透露出 这位刚猛的宰府 其实不太会为自己说话 不太懂自我保护 人一诬告他与王子勾结 他就没有话说 人一弹劾他下班后胡说 他也没有话说 这在当时都是不小的罪名啊 但他不懂自我保护 与吕端不同的是 吕端在张继试图捣吕时 轻轻一句话就奠定了张继未来的败局 而扣准做不到 与小人打交道 他不在行 他的智慧不在这里 太宗罢免扣准后 又不免想念这位郭造者 有一次 将扣准罢出到青州去做官后 太宗问左右 扣准在青州很快乐吗 左右回答 扣准得到一个不错的州郡 应该不算苦 几天后 太宗又问 左右揣摩 太宗 可能是想重新召回扣准 但一想 这个质拗的相爷 太招人烦 就回答说 陛下思念扣准 总也忘不了他 但我们听说 扣准天天种酒取乐 不知道 他是不是也思念陛下呢 太宗听后 默然不语 但是过了半年多 还是召回了扣准 败为参之正事 太宗知道扣准的价值 在对待契丹西夏方面 扣准不是坚定的主战派 但也不是坚定的主和派 他应该是坚定的积极防御派 真宗时的缠冤之盟 是扣准一手推演而成 那就既不是主和 也不是主战 而是毫不犹豫的 坚决拒敌于国门之外 但也毫不犹豫的 坚决不做收复燕云十六周之响 严格说 这是务实派 扣准为向后 西边有麻烦 从唐末以来 藩族部落有一部分 居住在渭水之南 当时有名臣温仲书之秦州 将这些部落驱赶到渭水北岸 而且设立军事要塞 设卡子口 不允许藩族南来 太宗看到这个简报后 很不愉快 他对扣准说 古枪戎上杂楚一落 比藩仪一动难安 一有调发 将重困无关中矣 就是古代的枪族戎人 不止在渭水一带 甚至在河南的衣水落水 都与中原人杂居 这个很正常嘛 西北那边的藩族部落 喜欢洞不喜欢静 很难让他们定居 万一边境一起 那就会让我关中地区 陷入困境了 叩准回答 唐宋景不赏边宫 足智开源太平 江场之臣邀功 以忍惑深刻戒业 宋景乃是唐出名臣 时突厥在边境时有骚乱 边将曾擒杀突厥首领 但宋景担心边将一心立功 自夸威武 容易为国声势 于是抑制边宫 一年后才颁发赏赐 大唐之所以有开源盛事 与宋景已经制动的治国风格有关联 寇准也担心边将乘机邀功 那样就容易启动边信 所以不赞同驱赶藩族 太宗认为寇准有礼 就派他出使魏北 去见藩族首领安抚了地方 温仲书则被洗往其他州郡 太宗朝扣准最大的决断 是帮助大宋帝国选择了第三任君主 宋真宗 君臣选太子 至到元年995年 扣准加几十中 这时已经是太宗在位二十年 快六十岁的人了 大臣逢整上书 要求立出 太宗大怒 将逢整扁往岭南 从此朝廷内外 没有人敢说这件事 当时寇准从青州 刚刚被召回来 按理呢 要来入建 太宗正在处理高粱河之战 受到的剑窗 这个旧伤近来似乎是越来越严重 总是旧窗复发 看到寇准进来 太宗就撩起了衣服 给寇准看剑伤 一面问 卿何来缓烟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寇准回道 臣非诏不得知经师啊 我没有皇上的命令 是不敢到经师的 太宗直接问他 朕诸子 赎可以赴神器者 我的儿子 谁可以做继承人 寇准回答 陛下 为天下责君 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以 谋及进尘不可以 为陛下责所以 赴天下望着 陛下为天下选择 后继君主 如果向后宫宦官谋划 是不可以的 向进尘谋划 也不可以的 唯有陛下自己选择 看看谁符合天下人的愿望 扣准这个话答的 很是机智 一方面 将选择大权给太宗 一方面又提出 赴天下望着 当时太宗的长子 赵元左 已经疯癫被废 次子赵元熙 已经爆轰 赴天下望着 只有三子赵元侃 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所以 扣准表面上 给太宗一道选择题 其实 是让太宗自己说出 扣准也想拥立的太子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312集 但太宗还是很认真地想了又想 史称 扶手久之 太宗扶手之际 扣准就待在那里 等待结果 他看了太宗大腿上的剑伤很严重 他知道结果是什么 果然 太宗将左右秉退 敲声问扣准 相往可以吗 相往就是赵元侃 扣准马上回答 知子莫如妇啊 胜律既以为可 愿即决定 最知道儿子的那就是父亲了 圣上的考虑既然认为可以 请立即决定下来 于是定了下来 相往赵元侃为太子 这个事呢 还有另外的版本 说立赵元侃啊 就是扣准直接提名 说太宗将扣准从青州召回 就是想问后事 所以才给他看大腿上的剑伤 但是扣准回答 知子莫若妇 臣于不知也 太宗不满意 坚决要扣准提名 扣准再败后说 臣官诸皇子 为寿王得人心 寿王就是赵元侃 此时封湘王 正是立太子后 改封寿王 史官记录 往往以后封者为准 史称上大岳遂定策 太宗非常高兴 就定下了国策 以寿王为皇太子 绪资至通鉴长边 也有记录说 以湘王元侃为开封隐 改封寿王 用扣准之言也 虽然这条记录的时间不准确 但太宗立太子扣准 居第一公是没有疑问的 立太子那是要有一番大理的 很盛大 这种策立太子的嫡子继承皇位制度 从唐代中期以来 已经荒废很久了 现在到了太宗时代得到恢复 当太子从太庙回来 车架走在街上 经师之人都聚拢来看 一个个都很喜悦 有人看到太子的风仪就说 哈少年天子啊 后人有议论 由此可见真宗之位 不仅是太宗本义 也出于大臣之议论 庶民之推代 而非出于太宗之私心也名义 但寇准刚猛微断得罪人太多 后来遭遇诋毁 再一次让太宗不满意 二次把关 去做邓州的支州了 这样太宗病逝时 吕端独自承担起拥立太子的职责 这是后话 荣当慢表 太宗晚年将吕端和寇准提拔为宰府 使有作为顾命大臣的意图在 他这个决定 让大宋和平进入第三代 且持续性的步入太平盛世 价值制衡 钱若水是完全不同于所有名流的一位大臣 他在宋出的群臣博弈中 以臣子的亲旺和独立 展现为前所未有的模型 他脱略了五代以来的积息 直接回到春秋战国 以一种孤傲清俊的人格力量 让君王不敢小觑 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 在钱若水这里得到一次 意味深长的铺垫 至到三年 九九七年的一个夏天 太宗对钱若水说 是之血骨入关 遭食得味 于于托子月马肉食 前护后拥 严赏宗族 此族以为荣誉 岂得不结成报国乎 就是说呀 士大夫学古人经典 考举入关 遇到天时得到官位 穿戴官服 骑马吃肉前呼后拥 朝廷荣赏 连及宗族亲属 这风景 也足够得上荣耀了 这样的士大夫 能不结成回报国家吗 钱若水 没有料到堂堂大宋帝王 会说出如此一番 没有格调的意见 于是他给出了一番 格调高远的回应 高尚之事 不以名位为光宠 中正之事 亦不以穷达亦志操 其或以绝路荣誉之故 而效忠于上 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 他这段话 就是说 高尚的士大夫 没有人会拿名位 当作荣宠荣耀 中正的士大夫 亦不会因为穷困或腾达 而便意志向操守 陛下说的这些 因为有爵位俸禄皇上的恩宠 这才效忠于设计朝廷皇上 这是中等以下的 所谓士大夫才有的现象 太宗羞愧 然其言 认为他说的对 这是价值制衡的又一个有趣力政 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 士大夫所有者 价值是以绝大权重 在任何一个有道邦国中 价值制衡都是有效的 在价值沦丧人性泯灭的无道邦国 价值制衡不过是一个稀薄的梦想 而在价值被嘲笑 犬儒主义盛行的末世邦国 所有的试图诉诸价值制衡的士大夫 都是不明智的 所以孔夫子有言 邦有道 威言威行 邦无道 威行言孙 对于士大夫而言 在有道邦国 要有批评的勇气 也即威言 要有正直的行为 也即威行 在无道邦国 要有正直的行为 但言语要小心谨慎 也即言孙 孔夫子甚至主张 邦有道 则是 邦无道 则可卷而怀之 就是邦国有道可以做官 邦国无道 就藏身隐退 钱若水认为 他所在的大宋邦国 是有道邦国 故可以威言而且威行 而太宗也确实是一个有道君王 对他的威言理解认同 但不久 正坐着公布侍郎 同知疏密院士的钱若水 被罢为集贤院学士 判院士 这等于从一个军政职务 改为文职官员 虽然文职很荣耀 但实际的军政权利没有了 这个事也许 与钱若水的一番孤傲直言有关 依钱若水的敏感 他不能不多想一点 后来有个叫刘昌岩的几十钟被罢官 太宗对赵荣等人说 看到刘昌岩了吗 赵荣回答 经常能看到他 太宗问 他剃气了吗 赵荣答 跟我们说话时 常常流泪剃气 太宗说 一般都这样 当被禁用的时候 不能悉心做好在职之事 一旦被贬 又剃气哀叹 钱若水在旁 不喜欢帝王对士大夫的这种奚落 就说 昌岩 食未尝剃嗣 盖荣等迎合上一耳 刘昌岩其实没有剃气 这是赵荣等人在迎合陛下而已 刘昌岩并非士大夫中的佼佼者 此人毛病不少 但剃气与否 在钱若水这里却是个大问题 他与士大夫的风骨有关 假如一个士大夫 对于升迁贬折十分在意 对那一份俸禄十分在意 就会因为贬官收入减少而哀叹 而这并不是传统圣贤 所期待的风景 我相信 当太宗对刘昌岩如此轻蔑时 钱若水有一种刺痛感 不久 又有吕蒙正被罢免宰府 去做仆叶一事 太宗又对钱若水说 人臣当节节以保富贵 蒙正前日不一 朕卓为宰相 今退在班列 想其牧川望复未已 人臣应该竭尽忠诚和节操 以此来保住自己的富贵 吕蒙正以前是一个不一 被朕卓拔为宰相 现在又退列在下辽班列 估计啊 他望眼欲穿的 在盼着副相呢 钱若水继续讽裕太宗道 蒙正虽登显贵 然其肃望 亦不为田茂 蒲叶师长百辽 资品重重 又非寂寞之地 且蒙正顾未尝以退坝寓意 当今言学高士 不求容绝者甚多 如臣等辈 苟贪官路 呈不足以自重 他是说 吕蒙正啊 虽然曾经登上显贵之位 但考察他的生平生望 也不算甜貌 他很合格 当得这个尊荣 他现在做的这个铺叶 也是百辽之掌 资格品位 都很崇高重要 那也不是什么寂寞之地 况且 我知道吕蒙正 也从未有过 因为不做载辅 就忧虑郁闷 当今很多言学高士 不愿意求取 荣华富贵高官厚禄 像臣这样的人 如果就想着 贪图官位俸禄 那就确实不足以自重 毫无尊严可言了 太宗无话可说 钱若水这种 天子不得臣 诸侯不得有的 士大夫 孤高之气 在真宗朝 也有记录 但这种记录 以前述记录 有重合 因此 可能有的地方 失真 说钱若水 在做书密副使时 吕端曾经把相 真宗第二天 对俯臣说 闻吕端命下 哭泣不已 我听说 罢免吕端的 赤命一下 吕端一个劲的哭泣 实称 钱公立声曰 安由此 钱若水严厉的说道 哪有这种事啊 钱若水很气愤 退朝后 还对诸公说 我被眷恋绝路 为上剑驳如此 我们这一班人 太眷恋 绝为俸禄了 以至于让皇上 如此轻薄瞧不起 于是 钱若水开始 要求辞职 不要这份绝路 还有一位名相 王增 真宗有一次 对陈辽说 王增已经霸相辞退了 但他却 勤寻确立 转悠来转悠去 不走 这是希望 再次启用他呀 众人听了这话 都唯唯诺诺称事 钱若水 挺身而对达道 王增已盗去国 未见有迟路易 陛下撂人 何伯爷 陈等弃此 如土戒儿 王增 因为守道而离开朝廷 没有看到他有保住那份愤怒的意思 陛下评价人物 怎么这么轻薄呀 陈等抛弃这份绝路 像抛弃一份土壳了一样 不会留恋的 说罢 愤而出 愤怒的离开了朝廷 当天 当天就将表示身份的礼服 毁裂 穿上道士服 阳狂归嵩山 就是装疯 回到嵩山 记录者说 真宗大害 多次召他 也不回来 最后 在嵩山终老 这个事记录 未必真 但钱若水 从太宗清世朝臣开始 就有了隐退的念头是真 续资至通鉴 续资至通鉴 长边和几部野史 如宋人魏了翁的 赫山笔录 元人张光祖的 言行归鉴 都记录了钱若水的 一番心理活动 这在史书记录中 是比较罕见的 续资至通鉴 长边的记录是 若水因自念 人主待俯尘如此 盖未尝 有饼节高脉 不贪民事 能全尽退之道 以感动人主故也 将四满岁 及一吉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倾听下集 第三百一十三集 续资至通鉴 长边的记录是 若水因自念 人主待俯尘如此 盖未尝 有饼节高脉 不贪民事 能全尽退之道 以感动人主故也 将四满岁 及一吉 就是钱若水啊 因此 开始自己琢磨 君主 如此对待 俯尘 这是因为 他还没有看到 朝廷里 也确实 没有那种 秉持高尚情操 不贪民畏 与权势 能够保全 自己的 进退之道 也就是 达可 奸计天下 穷则 独善其身 的人物 所以 无法让君王 为此而感动 现在 君王所见者 多为利路之徒而已 我钱若水 应该等到 这个文职任期一满 立即要求告退 但是这一年 正赶上春汗 太宗为此 而焦劳甚 焦虑辛劳 很是优惧 钱若水 看到国家有事 没有提出辞呈 不久 又有西北用兵的事 到了第二年 太宗 驾崩 他试图辞职的报告 始终没有递上去 但是 到了真宗继位 他看到国家 一时还算清平 就提出辞职 理由是 母亲太老了 需要照顾 连续上了两道奏章 真宗这才勉强准了 但在退休前 真宗还召他到 变殿后院 多次聊朝廷大事 最后 真宗问他 陈辽中 谁是可以大用的 动良之才 钱若水说 有个中书舍人 叫王诞 此人有德望 足可托付国家大事 真宗很高兴 对他说 这人也正是 朕心里所期待的 一个人才 诗称 若水好极 引后进 推贤重世 胸中 祸如也 就是钱若水啊 好接引 晚辈后学的人才 推举贤良 重视士大夫 但并不鞠躬 胸中 很敞亮 祸大 但是真宗 并没有让他全退 还是让他 以公布侍郎的身份 在集贤院做事 钱若水 曾参与修传 太祖实录 真宗又让他 主持修传 太宗实录 他引进了几个 当世名流 一同修传 成书八十卷 内中记载 太宗故事甚多 真宗 浏览自己父亲的往事 不禁流下泪来 钱若水 是第一个 在帝王面前 推动 士大夫气节的 宋代大臣 值得注意 弱水 血渊 钱若水 为官一方 米渊白棒的作为 也了不起 他在同州 做推官 负责地方 各类案件 审理工作 但支州 却是个性格偏激的人物 多次任性处事 钱若水 跟他争 他也不听 最后 钱若水 发布一个预言 你这么干下去 有一天 朝廷会罚你 让你熟童 熟童 是唐代开始 对某类人 实行某类 熟免政策的刑法 有时 是刑法之上 再加熟童 就是要犯罪人 向国家缴纳 铜金属 一般 从一金到百金 以上不等 犯罪越大 熟童越多 这位支州 还真叫钱若水 说中了 果然有一事 处理不当 被朝廷驳回 并处赎罪论 支州很惭愧 向钱若水道谢 但改不了 很快 顾太赋盟 铜州 有一个富民家的 小女仆 逃亡了 怎么也找不到 小女仆的父母 就告到官府 支州 就命令府衙的陆氏参军 来审理此案 这位参军啊 过去曾经向这个 富民家借贷 富民家没有答应 他早就怀恨在心 于是借这个案子 开始制造冤狱 参军看小女仆 找不到了 干脆就锻炼成 小女仆被富民家 父子树人合谋杀了 尸体丢到水里 找不到了 总之 这个大欲炼成 富民一家 数口都是死罪 不服就上刑 最后富民一家 忍受不住酷刑 只好承认 州官呢 也反复审验 认为没有问题 但钱若水 怀疑此案 留这个卷宗 在推官办公室 好几天 没有提出判决意见 陆氏参军就找到他 倒打一耙问道 你是不是接受了 富民家的钱财 要替他脱罪 钱若水笑着对他说 现在这好几口人 都要被判死刑正法了 岂可不多留几天 我认真看看 这些判辞状子 一直留了十来天 知州多次催促他 赶快给意见 但钱若水 就是不附属个人意见 同州上下都很奇怪 不知他要干什么 有一天 钱若水找到知州 秉退从人后对他说 我钱若水之所以 留着这个案子不动 是因为秘密的让人 在找这个小女仆 现在找到了 附属于是 父母一见之下认出 于是抱头痛哭 知州升堂将富民一家 从狱中提出 打破枷锁 放他们走 但富民一家不走 对知州说 没有您 我们一家都被灭族了 知州说 哎 这是钱推官的功劳 不是我的功劳 富民一家又去见 推官钱若水 钱若水不见 说 这是知州 自求得到的结果 跟我没有关系 知州 因为钱若水 为人血渊 救活了好几个人 要为他奏论请功 但是钱若水 看得很清楚 对知州说 我钱若水 只求遇事证 人不冤死 至于论功 不是我的本心 况且 如果论功 那陆氏参军 会怎么办 知州对他这种姿态 很是叹服 陆氏参军 则到钱若水办公室 口头愧谢 钱若水不说这事 但知州和陆氏参军 再说 于是远近 都知道了这件事 这件事啊 就记载在 司马光的笔记 《宿水记文》中 钱若水 也有汉域契丹 平定西夏的谋略 曾上书朝廷 谈自己的战略意见 得到加赏 太宗一朝 钱若水 得大臣体 有明示范 为后来的大宋明流 形塑为一种 特殊的人格模型 离访不朝宋太祖 离访是太宗一朝 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在后周时代 就享有大名 周世宗曾读过他的诗 对人说 无久之有此人矣 于是将离访 提拔为知智告 极贤殿职学士 后来呢 又加使馆修传 判馆士 离访成为后周的 一等一笔杆子 文明之大 仅次于范智 后周公帝四位 赐金子 所谓金子 指金印紫兽 金印可以是印喜 也可以是金鱼带 这是一种表明 职务职称的饰品 紫兽 则是紫色的官服 都是高官显贵 可以享有的身份标志 这时 他可能正在担任 汴梁市长的职务 但是有意味的是啊 陈桥兵变之后 礼仿 这么重要的文臣 却没有得到太祖重用 从建龙元年960年开始 史上看不到礼仿的记录 直到钱德元年963年 才知道礼仿为己事中 全之恒舟 此前有三年时间 没有他的身影 礼仿是一个在士林中 享有圣誉的人物 他死后光环不减 著名收藏家文臣宋寿 曾经为双居的礼仿夫人上寿 宋寿带着二十多人到礼府 李夫人在连后打礼 宋寿在堂下拜祝道 太祖宗寿 太夫人您不能饮酒 我请以茶代酒为您祝寿 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壶茶来 针满了献给李夫人 再拜而去 礼仿死后在士林中 仍然享有如此人亡 礼仿是一个自尊心很重的文人 这方面他可能仅次于钱若水 太祖自陈桥进入汴梁 后周三大名相 范智王璞 魏仁璞都已经称臣 另一个文人陶古 更在实行善让大典时 将预先准备好的善尉诏书 在众人仓促无备中 拿出来妖宠 而礼仿 则在这一最重要的现场 失踪了 不见了 他一定是没有出席典礼 也使 宋人陈师到后山谭丛 记录一故事 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李相仿在周朝支开封府 人望已归太祖 而访独不赴 王师入京 访又独不朝 就是宰府李访 在后周时只开封府 当时太祖赵匡印 已经有了很大威信 很多人都在攀附 这位殿前读点检 只有李访不去巴结 等到陈桥大兵进入京师 李访又独自不去朝见 这样 李访就成为大宋建国的一个艺术 所以初期赵匡印将他贬为道州司马 道州在今天的湖南南部 与广东接壤 从汴梁到道州 有两千多里路 李访上路后不行 每天走十几里 同行有监护就问他 他说不急 等着后面还会有赵命 太祖知道后 下赵要他骑马去上任 他不去买马 去买了头驴 慢慢骑着去上任了 后来又调到延州做别价 延州就是今天的延安 那时呢 属于边境地区 别价相当于通判 是周军的第二或是第三把手 按规定边境州官有三年期限 到了期限 李访不愿意往内地迁徙 后来朝中宰相向太祖推荐了李访 说可大用 于是召他到兵部 李访辞别了五次不准 于是进京 但路上走到长安时 称病两个月 朝廷派来的忠使 催促他 尽快回朝复命 到了洛阳 又称病一个月 而后才走 好不容易 这才到了汴梁 见到太祖后 他在等待一个结局 没有料到的是 上劳之 皇上很是为劳了他一番 李访这才受到感动 仿佛卧龙先生 被刘玄德三顾茅庐感动一样 于是说了一句 让太祖感动的话 臣前日知世州而已 今以后世州之心是陛下 臣此前啊 只知为后州服务而已 现在愿以为后州服务的忠心 为陛下服务 事成上大席 就是皇上大席 说宰相不谬贱人啊 宰相真没有胡乱举贱人 能得到李访 太祖是真心高兴 李访就用这种方法 前居后宫 完成乱世之后 读书人的一点孤傲是自尊 看起来很可笑 与誓死不背叛后州的韩通将军比 他屈服了 但是与范智等人比 他恶守了一点士大夫的荣誉 与陶谷比 他坚守了不主动 阿妇的门线 值得庆幸并值得原谅的是 大宋乃是一个有道邦国 李访此举 气节有亏 但不是腹腻 文明展开 需要更多模型 李访的模型 意味深长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三百一十四集 文明展开 需要更多模型 李访的模型 意味深长 后山谭丛 记载的李访故事 与国史记录 或有敌武 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于进入传统 且有效传播的故事而言 文本可以独立 获得独立的意义系统 至于如何鉴别真伪 需要思想史 和辩伪学的双重介入 与薛像一样 李访并没有多少传奇故事 但他代表了那个时代 士大夫的一种倾向 明哲保身 力言自重 太祖晚期 对赵普的砖断 有所警惕 当赵普 被雷德乡 雷友林父子弹劾时 他有了霸出赵普 宰府的意思 更由于卢多逊 与赵普不合 太祖也听到了 更多赵普的坏话 因此 特别想听听 后周速臣 李访的意见 但李访的回答 很让太祖不满 李访说 臣直思书赵 普之所为 非臣所知啊 就是臣的职责所在 主要是负责草拟书赵 至于赵普的所作所为 不是我能够知道的 太祖时 李访没有做到载负 到了太宗朝 因为赵普 宋齐做载相很久了 朝廷呢 也希望能有后继者 但载负 需要资历 在老陈中 没有人比李访 资历更老 于是李访 开始参之正式 赵普 出镇和阳后 李访又拜平章士 正式成为国家丞相 太宗一朝的文质 因为有李访这样的文人参与 越来越有文明气象 距离五代乱世 已经是越来越远 李访为相 在处理大宋 与契丹的关系上 是主和派 他的名言就是 屈己修好 米兵西民 就是皇上要委屈自己 努力与契丹修好 尽量停止战争 让百姓休息 这一条原则 后来成为大宋诸臣中 主和派 劝谏君主的关键词 也成为君主 自我标榜的关键词 为了做到米兵西民 李访几乎不讨论 北向用兵之事 几次应召上书 也都是主张不用兵 对边辈也不上心 更多的日常生活 都在复诗艳悦 这样的姿态 连不一人物都看出来了 于是有个不一 名叫窄马舟的 就饥响了登文古 诉讼李访这些事 认为啊 他不适合做宰相 太宗听后 也适当的给了李访 一点博承 一钱不值 李访 这个人很厚道 待人有数道 史称与人打交道 不念旧恶 乱世中 他看到了太多的 牙字必报 因此 在朝臣的位置上 他总是小心谨慎 无赫赫撑 就是没有那种 盛大显著的样子 很低调 但即使这样 还是被人嫉妒 陶谷 嫉妒他 卢多逊 嫉妒他 张继 也嫉妒他 尽管他对陶谷 一让再让 对卢多逊 从无一句恶语 对张继 更是主动交好 但嫉妒 该来还是来 李访 与卢多逊 平时很友好 但卢多逊 多次在太宗面前 说李访坏话 有人甚至 透露过 卢多逊的 背后毁谤之言 但李访不信 直到李访 做了载辅 太宗跟他说 卢多逊是 李访还在 为卢多逊辩护 太宗忍不住说 哼 多逊 居常毁清 一钱不值 卢多逊 平常把你糟蹋的是 一钱不值 一钱不值 成于在此 李访 这才知道 他交了个什么朋友 但李访 做事 也有原则 他守住 读书人 那一点清高 从不请托 也不移老 他在中书 做载辅时 总有人来求他 请他在皇上前美颜 以求尽用 李访 若明知 此人 可以拔用 但还是正色拒绝 却在背后 推荐此人 如果明知此人 不可大用 反而会和颜悦色的 对待他 李访的子弟们 就问他 为何如此 李访回答 用贤良人才 是君王之事 如果接受 人才的请托 那就是 买卖私人的恩典了 所以遇到 可用之人 一定要严肃拒绝 这样就能将 恩典归于君上 我不必鞠躬 如果遇到不可用的人 让他失望 又没有好话给他 那是容易收获怨恨的 所以要和颜悦色对待啊 李访患有新疾病 几年发作一次 一次发作 就要一年才能恢复 据说 这是他执掌告命三十多年 因为劳逸思虑所致 等到他做了宰府 更加忧虑畏惧 直到二年 九九六年 李访陪同太宗 到南郊参加祭天大典 繁琐的礼仪完毕后 诸君入贺 李访拜武中 忽然扑地 应该是心机梗死 被台立扶出回家 几天后轰 年七十二岁 嗜好文正 文正是大宋朝 乃至于延续到大清朝 传统文人死后 能够享有的最高荣誉 历朝不多见 大宋能够荣应这个嗜好的 李访是第一个 随后三百年间 只有王诞 王增 范仲淹 司马光等 不足十人 善人君子 父子相继 此前一年 正月 太宗在前员楼关灯 照礼仿坐在旁边 并亲自给他 斟了玉酒 取了岸上水果 小吃之类给他 楼上大臣不少 太宗就指着灯火中 一派繁华的京师街道 对诸臣说 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方 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像 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官崖 官署 但现在这些都不见了 因为城市改造 街道拓宽为通渠大道了 说着又发表一篇议论 过去后晋 后汉 君臣那么昏暗 互相猜忌 网线闲凉 当时人民不聊生啊 就算他们想迎见修缮京师 都没有功夫啊 礼仿回答 后汉 后晋 臣都经历了 哪里可以与今天的盛朝同日而语啊 像今天这样四海清平 周俊平安 民勿富康 都是陛下恭敬秦政的结果啊 这一番话 似不免面鱼 但也是实情 太宗像所有愿意听奉承话的人一样 听后也高兴 因此回顾诸臣 给了礼仿一个评价 礼仿市政 两入中枢 未尝有商人害物之事 以其今日所想如此 可谓善人君子矣 就是礼仿服务于朕 两次进入中枢 但我知道的是 他从未做过商人害物的事 善有善报 所以他有今天这等的尊详 真可谓善人君子啊 礼仿就是大宋太宗朝的善人君子 薛相身后荣誉在旧五代史 而此书礼仿也是编撰者之一 礼仿身后荣誉 更在太平预览 文院英华太平广记三部大书 这是奠定他文政工地位的 名山不朽事业 与薛相比并不逊色 更有意味的是 他教子有方 他的儿子李宗厄 也是文职起家 礼仿曾经做到三管两制 崇文院赵文管 集贤院使管三管 做汉林为皇上起草 赵令为内治 加知之告 为中书文下拟定赵令 为外治 而李宗厄在此之后不几年 也做到了三管两制 时人很认为这是一种 父子相继的荣耀 李相比薛相更具 弑君子风采 六 王宇称柳开攀浪 王宇称乃是刚直不恶 宁舌不弯的一个人物 又总想着治君尧顺 于是开始了抗书血炫 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 他坚决不同意太宗的物质主张 坚决要为徐炫学渊 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 终于有了结果 磨面为生要治君尧顺 王宇称就是建龙仪式传说中的作者 如此他似乎是一个史学家 但建龙仪式伟书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不足以评论他的文人成就 他主要的成就在政治和文学 政治上他提出了一些建议性的意见 文学上他是宋代著名散文家诗人 他的诗自称一派 史称白体诗人 白居易风格的诗人 这些都是推演大宋文质的个人成果 但更有意味的是他的行为方式 宋太祖出生于927年 宋太宗出生于939年 王宇称出生于954年 他是在太祖太宗之后出生的人 他出生六年后大宋建国 他是生在大宋前长在大宋后 耳闻目睹的都是大宋气象 他出身贫寒 世代都是种田人 据说他家以墨面为生 可能有个小墨房 但他很聪明 九岁时居然能写文章 太平新国八年983年 他在儿历之年登晋世帝 士贺即被授予成武县 在山东逐步县秘书 后来又签大理平氏 大理寺的干事 参与司法审讯 第二年就正式做了长州 今江苏苏州的支县 这对于正处于青壮年 又是苦出身的读书人来说 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他于是对仕途有了自欺于圣贤的志向 杜甫曾有诗 自卫颇挺出 力灯要露金 至君尧顺上 在使风俗纯 做官就要至君尧顺 要辅佐君王 让他成为可以与历史上的尧顺 相媲美的圣君 让天下风俗 回归三代时期的淳朴样子 男更女之各自当位 老有所养 又有所爱 官寡孤独 都有邦国照应 残疾人能有合理安排等等 这种境界就是天下大同 致力于这种事业就是天下卫功 是称以道士君的大义在此 杜甫的这几句诗 很精确的概括了 古来士大夫出世的目的性和价值观 年轻的王宇称 熟读唐诗也读圣贤书 有了与杜甫同样的志向 他写诗道 无声非不沉 无智妇不卑 志君望尧顺 学业跟孔姬 我出生在了一个好时候 我的志向并不卑下 我要做的辅佐君王成为尧顺那样的人 我的学业之所以辅佐君王的思想资源 根基在孔子和周公 周公鸣鸡蛋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三百一十五集 他志向不卑 因此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 于是在做朝官之后 敢于再陈述意见是直言 讽剑很大胆 他知道自己的直言 富有道义价值 甚至在诗中自诩 坚膜断令剑 拟术直言棋 我还要磨一把 斩断坚令的宝剑 打算自我开始树立一面直言的旗帜 为此他甚至多次得罪太宗 端拱称与御戒实册 端拱元年988年 王宇称被提拔为 幼时宜并直使馆 时宜还是见官 太宗内心其实还是想听到他的直言 使馆是文职的荣誉所在 文臣在使馆工作都有一种自豪感 王宇称还是坚持初衷 不改直言之息 恢复朝官不久 他就写了端拱称 文中很多犀利言词 继续批评朝廷 批评太宗 他说 天生争民 树之私慕 开悟成悟 应徒受禄 为君实难 为必作福 再以欲而从人 不以人而从欲 为既尊大 实为开态 健忘焦牢 祸生懈怠 乃有见证 乃臣真戒 真戒为奸 赤君之过 见证为奸 救君之祸 就是说 天生黎民 这么多人 要为之树立一个管理者 通晓各种事务者 可以接受天命 成为君王 为君不容易 因为只有君王 才能作威作福 所以君王 要以自己的欲望 服从他人 而不能以他人的欲望 服从自己 但是在君王 这个位置上久了 年景也好了 君王就会渐渐 忘了过去的焦牢 有时就会生出 懈怠之心来 于是 由我们这些 见官的见证 陈述古往今来的道义 见证的艰难 在于止斥君王的过错 见证的艰难 也在于救护君王的灾祸 他的意思是 君王生活过于奢靡 其实这个止斥并不真实 宋太宗在历代君王中 生活可能是相当平衡的 他不奢侈 也不作态 顾求简朴 后宫连粗人宦官 都算在内 不过三百人 但太宗对这类批评 心里有数 所以一般也不苛求 收到他的端拱撑之后 还给他加官 做左思剑知之告 王宇称 过了一段风光的日子 还给皇上献了 欲戒实册 来讨论边庭战略 大意就是说 外任人内修德 边防县上 要多布置间谍 离见西北外患之敌 又赶上一个灾年 东早 王宇称上书 认为啊 这种天象意味着 君臣之间正教有缺 他要求 对外停止每年要购买物资 对内则停止工巧之计 近来城外掘土 往往破坏人家的坟墓 要重新礼藏填埋 外州有些发配的罪犯 如果不是贪赃之罪 可以释放 他还要皇上下诏 从皇上开始下至百官 再到不担任素卫的军士 边庭将帅 都要减少俸禄 以此来上达天谴 下福人心 每个月递减 一直到羽族而后停止 还说 他自己在朝臣中 虽然家最贫 俸禄也最薄 但愿意带头减少俸禄 他认为用这个办法 但敢人心 必照和气 那样就会解除冬季干旱问题 带头减少新凤 这个新鲜 但是太宗并未采纳 道安尼姑案 几年之后 卢州有个尼姑 叫道安 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 状告一个人 他的弟媳妇 具体暗游 今天已经很难复原 但知道的结果是 所告不实 也就是诬告 恰好 这个道安的弟媳妇 是名流徐炫的妻子的外甥女 当时徐炫知道此事后 可能给开封府判官张去华 递了条子 于是张去华 没有判道安弟媳妇的罪 反而把道安从开封府 卸送本州 就是作为诬告犯罪分子 带了刑具 遣返回卢州了 道安不服判决 又再次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 即登文古 状告徐炫 以耻毒求情 去华 故不为之 就是徐炫给开封府写信 为他太太的外甥女求情 所以开封府判官张去华 故意不治理此案 这个事 惹恼了太宗 他痛恨原案 于是交大理寺推问 王宇称 恰好刚刚提升为这里的主管 但王宇称审理的结果是 维持原判 此案就是道安这个尼姑误告 没有影子的事 徐炫 张去华 是干净的 太宗不放心 又经过刑部 宋石等人复审 结果是继续维持原判 递上来的结果是 张去华审判正确 很奇怪 太宗不想给道安 置诬告罪 猜想他的心思可能是 这一伙子人 徐宪 宋石 王宇称张去华 难免不勾结仪器 欺负人家一个女泥 于是 有诏物质 别人听了这个结果 也倒罢了 但是王宇称 乃是刚直不阿 宁舌不弯的一个人物 又总想着 治君尧顺 于是开始了 抗疏血炫 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 他坚决不同意 太宗的物质主张 坚决要为徐炫血冤 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 终于有了结果 他再次被贬为 商周团练副使 而且连宋石 徐炫张去华一道贬 徐炫已经很老了 遭贬不久 病死 太宗对王宇称 是又烦又爱 他知道这个文人性格 刚正不容他物 就告诉宰相 要告诫他 然后重新提拔他 做了朝官 并执红文管 但王宇称 做官久了 俸禄确实不高 感到了生活的压力 于是要求 补一个郡官 多一点收入 以便于奉养老人 于是皇上 又命他治善州 并赐钱三十万 他到善州 才十五天 又被召回为 礼部员外郎 在之之高 但王宇称 直言的性情 一直不改 太祖 夫人 皇后 并故 葬礼 不够规格 群臣的丧福 不像给一位皇后 下葬 戴慢了这个 开国皇帝的皇后 王宇称认为 不公 于是 与宾友说 皇后曾经母仪天下 应该用旧礼隆重下葬 这不算劝谏 应该是背后的牢骚话 但有人把这个话汇报给太宗时 他不想收回 也不悔改 坚持自己的意见 于是这位坐着汉林学士兼知审官院的朝官 拜罢为公布郎中之除州 太宗给他的罪名是 轻似轻薄放肆 为了证明罢黜王宇称的正当性 太宗还对宰相解释 人之兴奋固不可疑 朕常借序语称 令自羞耻 静观举措 忠言不改 尽属之地 岂可覆除乎 就是人的性格 真是不可一意 朕曾经告诫过王宇称 让他自我羞耻 不要太过青丝 但看他近来的行为举措 始终没有改变 攻进汉林之中 这么重要的地方 哪里还能让他继续待下去呢 太宗也确实曾经当面告诫过他 对他说 清聪明文章 在有唐不下寒柳之列 但刚不容物 人多举清 使朕难避啊 就是爱卿你的文章成就 如果在大唐 不会在寒玉柳宗园之下 但你这个人太刚硬 不能包容其他人 这样就容易让人阻碍你 如此一来 朕也无法庇护你啊 这一番话说得很知心 史称 宇称气败 王宇称哭着 拜谢了太宗 以疑制疑 王宇称在朝廷期间 曾经为对付西夏李继谦 贡献过一个战略意见 他认为 朝廷多次讨伐李继谦 而李继谦依旧今天投气单 明天归大宋 摇摆不定 此人 可以不必劳动大宋力量 去征服他 只需要公开声明 并列举他的罪状 小玉边亭 翻旱各部 设立赏赐 给予高官 只要这样做 用不了多久 李继谦不是被擒货 就是被销售 边亭诸部落人 自会立功 这也是 以夷制夷的 一种掏掠 对付李继谦 似乎也只有 这一招最好使 而后来的结果 也确实如王宇称所料 李继谦在内部 被人所杀 西夏曾经一度 归附大宋 到了真宗朝 王宇称成为素臣 得到真宗的敬重 贤平四年 一零零一年 王宇称之黄州 金湖北黄冈 在任期间 周境之内 有两只老虎搏斗 其中一只死 被吃掉一半 这一期间 还有群姬夜明 一个多月都不停止 冬天的时候 天上大雷 这类现象 弄得朝野不安 王宇称上书 引用传统经典 红范 关于天人感应的说法 自己检讨 认为此事 当应在我王宇称的身上 真宗当时 正有泰山风扇的大典安排 他在百忙中 赶紧派遣使者 乘坐一马 到黄州去安慰他 并为他做法事消灾 法事期间 使者问道教主持人 主持人说 这个事应在熟徒者 真宗惜财 听说后呢 觉得不能让王宇称当其就 就给他转移周郡 让他到禅州去坐之中 这样也许就能偏离开 所谓的天上惩罚 王宇称很感动 给真宗上了一份感谢信 那中有 宣誓鬼神之问 不忘生还 茂林风扇之书 指其身后 这样的字样 这都是不吉祥的文字 宣誓 是汉代魏央公的宣誓殿 汉孝文帝曾在这里 向贾义请教鬼神之事 茂林是汉武帝的灵寝 汉武帝曾有风扇大典的故事 王宇称的意思是 有天人感应这类鬼神之事 我并不奢望还能活着 至于陛下您一定要效法汉武帝 准备泰山风扇的大事 我只期待能在我的身后施行 这些话说的就像称语一般 时称上亿之 真宗很精益 果然 王宇称 到了蝉州 不出一个月就死了 只有48岁 第三百一十六集 称诗与势力 王宇称故事多 宋史对他的评价是 就是写诗填词有功夫 很机敏很丰富 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敢于言说 喜欢评价人物 直身行道是他的基本品质 他常常跟人说一句话 吴若生元和史 从事与礼将崔群间 死无愧疑 元和是唐宪宗时期的年号 宪宗时大唐出现短时间的 兴旺发达局面 史称元和中兴 而礼将崔群 则是元和年间敢于直言的大臣 王宇称这个说法 大有恨古人不见我的自诩 他小的时候啊 当时已经是名流的毕士安 正在他所在的几周做事 听说这个小孩子有才 就去看他 王宇称正在推脸子抹面 毕士安呢 就让他以抹面为题 做一首诗 王宇称当即对道 但存心理症 无愁眼下持 若人轻着力 便是转身时 毕士安一听很惊奇 就将他留在子弟间读书 有一天聚会 几周太守出了一个诗句 英武能言 争似凤 做客一时对答不上 毕士安呢 就把这个诗句写在屏风上 王宇称见了 写了一句在下面 知诗虽巧 不如蚕 毕士安一剑叹息道 哎呀 经伦之才也 就是治理国家的动良之才呀 于是给他穿上 士大副的衣冠 呼他为小友 等到毕士安做载辅时 王宇称也开始入朝长至高 古来大剑士有二 一为食英雄于威食 一为料结局于世仙 毕士安有慧眼 王宇称有天才 此事成为一段文坛假话 史上记录的衬诗衬语很多 王宇称这里呢 就有几个案例 他有并贺士 内中两句道 埋意肯同鹦鹉种 飞鸣不道凤凰池 大义就是说呀 先贺就是死了 也不会跟鹦鹉在一起同葬 尽管先贺飞鸣高岛 不会到凤凰池 凤凰池是朝廷 正式堂中书省的比喻 这个诗一语成衬 王宇称这么高的才华 这么高的志向 最后却没有做到宰府 衬语成真 纯化年间 他做梦写诗 梦里呢念给太宗听 还记得其中一句是 九日山间见菊花 醒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就被贬到商周 去做团练副使 到了关底之后 满眼都是菊花 即唤见真 这类衬诗故事 可以看作人们 对他诗才的肯定 犹如所有人的丰富性一样 王宇称也有势力的一面 这个势力是带引号的 太宗想周知天下事 因此有规定 即使是很疏远的小臣 有意见 也可以到朝廷来 面见直言答对 王宇称反对这个制度 认为不可 他上书 奏章中有一句话 至如三班奉旨 其卑贱可知 三班是低级五官 当时设东西横三班 做五官入室 先做三班戒旨 转三班奉旨 然后一级级升迁 最后可以做到截度时 三班戒旨是没有品级的 王宇称这个话一出 得罪不少人 而且流传开来 史称天下盛传其余 到了他自己被贬商周 有一天是国际之日 他呢 跟着太守到寺庙进乡 天还没有亮 朦朦胧胧 也看不清什么 佛殿之前 有一个人仿佛穿着紫袍 端着护板 王宇称认为 这个人可能关节不低 就想跟他聊聊 这个人将护板收起 对他说 某级可知也 王宇称听不懂 这个人解释说 公曾经上书言 三班奉旨 卑贱可知 某金级官为 三班戒指 事级可知也 史称 王宇称听后 悟然自私 很惊讶 若有所失 畅往了半天 王宇称 瞧不起三班 应该是一低级错误 他忘记了 他原来也曾在家里 磨面 连三班也不是 各类人皆有 时运不计之时 落魄不是本质 何况出入仕途 三班不过是一个阶段 前途如何 未在未知之间 所以这个故事 看似嘲弄王宇称 实则是对 事项的一个讽誉 人性中的势力 古今一致 大宋也不例外 王宇称 一代名流 也未能免俗 贬折文化 王宇称曾经折手 齐安郡 在金属湖北麻城 此地荒凉 各类攻击都很困难 但在聚会时 也有营迹作陪 不过此地的营迹 模样不佳 王宇称就写诗说诗 一溪西都看牡丹 稍无颜色便新蓝 而今寂寞山城里 骨子花开也喜欢 回忆过去 我在西京洛阳看牡丹 按指洛阳营记时 稍微的颜色差一点 就提不起兴趣 到而今 来到这个寂寞的山城里 看到野草一般的 骨子花 按指此地营迹 也心生喜欢 营迹是大宋的 一个制度性规定 也称官迹 在各州郡多有 用来给市 不带家眷的官署 官迹有身价 高低不等 一般呢 都来自沟兰 也就是封月场所 宋代勾兰很发达 南宋试图 割除这类规定 但还是有灵星存在 事实上 营迹 也及随军妓女 是一个世界性现象 他在替徐炫 雪渊一案中 被贬商周 为此还写了 三处妇 内中有一句 是这么说的 趋于身兮 不屈其道 任百折而何亏 无当守正直兮 配仁义 其终身已行之 这几句话好懂 意思就是啊 虽然连续遭遇贬处 但我还是要走正道 正直与仁义 是他一生 所要坚持的内核 凭着这一篇东西 他成为贬折文化的中间 中国历来步伐 因贬折而知名的文人 此前 韩玉 一封朝奏九重天 西贬朝阳 路八千的故事 广为人知 此后 范仲淹连续三次被贬 第一次 有送行的人说 此行极光 第二次被贬 送行的人说 此行游光 第三次被贬 送行的人说 此行游光 故史称范仲淹 是三处三光 王语称在真宗朝 曾有变法主张 可以称得上是范仲淹 庆历变法的先生 被贬处 一是官职下降 一是俸禄降低 因此 按世俗的眼光看问题 会认为 这类人吃亏 但正是这类吃亏 有了道德预设 被贬出的官员 都是敢于直言 有正义感 有道义担当 敢以天下为己任 为百姓仗义直言的人物 侍奉以为 被贬光荣 被贬者也认为 被贬光荣 于是 凡以道是君 而不是 为道良谋 而是君的 有荣誉感的士大夫 就有了不怕贬折 而坚守圣贤立场的故事 有意味的是 朝廷与君王 也容许大臣们 以被贬而自豪 在这类奇妙的默契中 推演出了一种 中国特色的贬折文化现象 王宇称在为太祖皇后仗义直言被贬后 好友苏义俭重进士第一的那一把 有何进等进士 三百五十三人 这些人都很钦佩王宇称 于是 由苏义俭带头 联名给太宗上奏 请求给王宇称送行 太宗答应 到了那一天 三百多人浩浩荡荡 将贬官送到西短亭 朱生在官桥之下 向王宇称败别 王宇称很感动 写诗给苏义俭留念 但送行者 还是有些害怕 不大敢过于亲密 有一个叫窦元斌的书生 拉着王宇称的手流泪说 天哪 这难道就是命运安排吗 王宇称记住了他 后来有诗给他 内中两句道 唯有南宫斗园外 位于垂泪 阁门前 白体诗 奢田词 王宇称是宋出著名文学家 成就是多方面的 宋出有三家主要诗派 白体 西昆体 碗堂体 王宇称在白体阵营中 成就最高 他有一首奢田词 颇为时论所赞赏 古声烈烈 酒熏熏 浊上高山 入乱云 自重自收 海自足 不知遥顺 是无君 这诗写的是部落族人刀耕火重的景象 很像古诗鸡壤歌 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 早景而饮 耕田而食 地利与我何有哉 这种风景 看似对尧顺有不敬 事实 却是传统政治哲学原理 也是现代政治哲学原理 对尧顺的最高褒奖 其大意就是 无为而至 君王 朝廷 国家 政府 不对世术 指手画脚 世术 在自发秩序环境下 在充分 自主的自由选择中 安居乐业 现代 充分 市场条件 从根本上推演的 也不过就是这种境界 安居乐业 是鸡壤歌 也是奢田词的主题 更是传统政治 与现代政治 落实于民间的 至美风景 人类 还远远没有实现 安居乐业 他的词也写得好 可惜传释的 只有一首 典将唇 词曰 与恨云愁 江南依旧称嘉丽 水村渔市 一缕孤烟戏 天际争红 遥刃行如坠 平生事 此时宁地 谁会平兰意 这词好在哪里 实在不是赏西类文字 可以说清 读下去 反复读 引勇 就会慢慢发现词的美 王宇称 仅凭这一首词 足可以进入 诵词大家行列 他的诗 晚年开始学习杜甫 曾经偶尔写诗 与杜甫暗和 就记录此事说 本与乐天为后进 感期子美是前身 就是本来啊 想做白乐 白居易的后进学生 但也敢于期许 我的前身 也许是杜甫 杜子美先生 他散文成就 也是送出翘楚 他的正论散文 带漏怨记有言 一国之政 万人之命 玄于宰相 这在君相博弈的 政治大环境中 将相权提到了一个 重要高度 他是最早认识到 君主与士大夫 共治天下的人物之一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第三百一十七集 搜主意 王宇称 做左司建事 曾经给朝廷出过一个建议 请至今 群官 一宰相及 疏密院使 并需朝霸于 都堂请建 不得于本厅 沿接宾客 以防请托 就是啊 从现在开始 大小官员 要见宰相 或疏密使 都要在退朝以后 到都堂去求见 宰相和疏密使 不能在东府或西府 至本部大厅 接见宾客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防止 搞私人请托 私建 是言官 主要负责考察 朝廷缺失 一旦发现 就要直言论奏 如果事情较大 还要敢于当庭建政 王宇称在朝堂 日日观察得失 发现有人啊 不干不干 走后门 办私事 于是就想出 这么个办法 试图杜绝私人 走门路 通关节 利益 也是未攻 但这却是一个馊主意 此事涉及太宗朝的 广开沿路政策 也与一个叫王勉的人有关 王勉 是一个颇有机心的人物 当初呢 他曾经与张其贤一同 执掌疏密 略相当于国防部 或参谋联席会议工作 等到张其贤外放 出手山西戴州时 王勉有机会升职为 疏密副使 并参之正式 五代以来 文官兼任疏密武职 很常见 疏密院称西府 正是唐称东府 二者呢 同在一个大院 人称二府 二府之间都是都唐 因为二府合议 或者是接见宾客之地 是总的办公地点 陈述当时主管 央企盐铁工作 也来到东府 但陈述生性磕查 王勉在中书正式堂 做过一些不漂亮的事 很担心同僚友人 跟陈述说旧事 于是呢 就很不自在 这个时候 左思建王宇称上书 提出了那个建议 王勉觉得这个主意 正好可以分离正式堂人 跟陈述等人 说他的往事 就上书力挺王宇称 认为此事可行 太宗呢 一时昏溃 觉得既然能实行也好 就令御史台宣布 这一决定 实行之 这不是个小事啊 王宇称的这个主意 等于鼓励皇上 采访大臣 离间君臣关系 按儒学意见 这不是成之道 谢必两批太宗诏书 太宗朝虽然还在开国之初 人才粗疏 但旧中也有明白人 反对王宇称这个意见的明白人 是左正言谢必 左正言 在唐代就叫左时宜 杜甫就曾做过左时宜 与王宇称的左思建 都属于建官 地位略低于左思建 负责观察 并提出各类批评性 或建议性意见 也称言官 谢必是太宗朝 推动言论自由的重要人物 在王宇称提案之前 太宗一直提倡 事述上言 但到了端拱初年 读书人见到上书 严是往往可以封关或赏 于是严事者是越来越多 之中所严事 良有不齐 于是太宗下诏给阁门 也就是接受 事述上言的办公室 只接受那些 不怀有遥望之心的上言 所谓遥望 也即信心 意思呢 指试图借助上言而得利的心思 这样一来 面对种种上言 革门就要完成一个判断 这位是不是怀有遥望之心呢 如此一来 从革门这里接受上言时 事先就有了盘问 革门官员自然也是良有不齐 在盘问中就有了对上言者不够尊重的动机性结问 这样一方面是从革门开始就摁下了很多上言 另一方面呢 上言者也往往有性情清高的人物 不愿意接受这类结问 更不想得到遥望的激评 干脆放弃了上言 史称 游士言路少庸 从此世数上言的通道略略有了拥塞不够流畅 显然 对于广开言路而言 这不是吉祥 谢碧于是抗书 直言赵令之非 他针对太宗的赵书批评说 鞭筆有势 民政未义 狂夫之言 圣人择焉 苟结而拒之 四聪之名将有所必 愿采其可辙 聚其不可辙 恕庸庸之情 得以上达 国家边境还没有安宁 国内政势也还没有太平 这个时候 即使是狂夫之言 圣人也应该能够从中选择 假如像现在这样 盘问上言人是不是怀有遥望之心 那么四方聪慧明智的意见 就会遭遇拥蔽 希望能够采用可行的意见 拒绝那些不可行的意见 就可以了 不必设置什么上言的条件 这样所有上言人 就都能将自己心里的期盼意见 说出来 上达朝廷了 太宗见自己发布的指示 遭遇如此犀利批评 没脾气 收回成命而已 现在 谢碧又遇到左思建王宇称 所谓杜绝请托的建言 忍不住又上了一本 批评王宇称 也连带着批评了宋太宗 他说 服赌明诏 不许梁府接见宾客 是一大臣以思也 天下至广 万机至凡 陛下以聪明 寄予俯臣 苟非接见群官 何以兮之外事 古人有言曰 宜则物用 用则物宜 若国作衰迹 强臣善权 当此之时 可以为律 今陛下 鞭榻宇宙总览豪杰 朝廷无巧言之事 方面无姑息之臣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乃何以执政大臣 为衰世之事乎 使非其人当斥而去之 既得其人 使之以正又何以也 赦若杜公堂请业之理 岂无私事乎 色相府请求之门 岂无他敬乎 此非陛下 推赤心以待大臣 大臣展四体 以报陛下之道也 王语称 魅于大体 旺帅兄义 以毕聪明狂躁之言 不可行用 这段话大意是说呀 我谢必看到了 关于不许梁府 接见宾客的找书 且以为 这是猜疑大臣 有私情的找书 天下那么大 陛下那么忙 所以才将个人的聪明才智 寄托于府城 如果不是接见群官 怎么知道朝廷以外的事情 古人有言道 疑人勿用 用人勿疑 如果是国运衰末 强臣专权 那个时候 怀疑大臣还说得过去 现在陛下已经收拾天下 总揽了四方豪杰 朝廷并无巧言吝啬之徒 地方并无姑息放纵之将 礼乐征伐各种重大命令 都从天子出发 为何要怀疑执政大臣 做这种衰乱之事的事呢 假使用的不是合适的人 就应当赤退 既然用的乃是合适之人 放权给他 又干嘛要怀疑他呢 就算杜绝公堂 私人请托之事 难道梁府大臣 就没有自己更秘密的私事了吗 杜绝相府请求这个门径 真想请托的人 难道找不到其他的门径 去请托吗 这个诏令可不是陛下 推赤心待大臣 令诸大臣舒展四体报答 陛下之道 左思建王语称 对国家大体太糊涂 昏头望鱼 以此遮蔽了陛下的聪明 盖属于狂躁之言 不可推行使用啊 实称 帝懒奏加探 即命追还前兆 何以毕所上表诵使馆 皇上看罢谢毕的奏章 很是加上赞叹 当即命令追还前面一份诏书 并将谢毕所上的奏章 交送使馆存当 谢毕是东晋太府谢安的二十七世孙 有文采 著述多种 多次给太宗真宗禁言 他的意见 一般都能得到采纳 作为盐官 谢毕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他看到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 整理混乱 就提出要按照唐代 经时子集 分作四库的做法 管理大宋的藏书 太宗觉得有理 就按他的意见做 并让他出任四库 极库的主管 当时声殿奏事的人 得到皇上认可后 就带着奏章到有关部门去传达 这个过程啊 难免有瞧望之举 也就是投机取巧 望言夸大的举动 谢毕就上演 要求从今往后 凡有上演属于正式的 要送中书 属于军机的 要送书密院 属于经济的 要送三司 都要经过复合 而后执行 这样就避免了 执行准奏时的人为走样 谢毕的这个意见 被采纳后 成为大宋定制 差点挨板砖的大臣 谢毕是赵炯很喜欢的一个大臣 有一次 谢毕在使馆负责安排落榜的橘子 当时落榜者不少 有些谣言在流播 以至于有些橘子啊 怀屁以四其出 屁就是砖码 落榜的橘子们不服气 以为谢毕不公 怀里揣了板砖 准备给他一下子 谢毕听说后啊 从其他的小路 折进了使馆 躲起来 多日不出门 太宗听说后 是大笑对左右说 谢毕职责 是考试审教 哪里敢赢此舞弊啊 这是落榜小人 不自己掂量分量 反过来埋怨主考官 但这事也不得不防啊 于是问左右 坐什么官 前后的引导警卫 比较雄伟 以至于城里人 都得回避一下 左右奏道 只有台省之杂 比较威风 很多警卫 闲杂 难于靠近 台省 指的是上书省 中书省 也包括御史台 之杂是御史副职 负责纠谈百官 大约得罪人较多 故出入府院保卫工作 做的比较认真 太宗听后 就任命谢毕 做了鱼部员外郎 兼试玉史之杂事 以此来避免遭遇板砖之祸 谢毕生性朴素 简易 对道家方式 有个性化理解 据说他临终时 沐浴更衣 穿了道家服装 焚香端坐而死 谢毕多次议论 时政得失 所论一般都切合时弊 多次令太宗收回 已经发出的诏书 太宗为此很高兴 更多次嘉奖他的忠诚 有一次在遍殿公干 太宗当面表扬了他 谢毕回答说 陛下从剑如流 故臣得以结成 西唐末有孟昭徒者 招上剑书目不知所在 前代如此安得不乱 大唐西宗使 宦官田令姿专权 当时也是出任左仪时的 阎官孟昭徒求见不得 就给唐西宗上书 直言田令姿之罪 被田令姿摁下奏章不报 同时呢 还假传圣旨 贬孟昭徒外放 路上又派刺客 将孟昭徒冤沉水底 谢毕就是这样 抓住一个个机会 规劝太宗赵炯 做好事别做坏事 史称 太宗听了谢毕这一番话 动容之久 很长时间 情绪激动难平 他太需要这样 直言上书的忠臣了 本集播完 感谢收听 请听下集 5 8 9 9 9 10 9 10 1 9 10 10